第六百三十集 终究是个俗人 我那不是说实话吗 我说着一把搂住幽姬纤细的腰肢 将它带进了怀里 近在咫尺地看着它说道 怎么 你不愿意啊 被我这么搂在怀里 幽姬的脸上顿时就翻起了两团红韵 呼吸也变得有些局促了起来 我一看他这模样 顿时有些忍不了了 直接下意识地低头吻了上去 幽姬顿时浑身一颤 呼吸也变得愈加局促了起来 对于我的索取 幽姬从来都不会拒绝 无论何时何地 他只是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并且搂住我的脖子 然后温柔地回应着我 一番热气地拥吻之后 幽姬整个人几乎都已经贪软在我的怀里 此时我也是热血上涌 恨不得马上和他一起达到那快乐的源泉 但这时候毕竟在外面 虽然四下也看不到什么人影 可我终究还是觉得不太合适 况且我们现在有正事要做 于是我只好压下心底的冲动 怎么了 幽姬看我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也是从迷离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然后不解地问了我一声 这里是在外面小傻瓜 还是先办正事吧 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老公再好好地收拾你 我说着摸了摸她的脑袋 哦 幽姬则是红着脸 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丫头 有时候你就觉着 她听话得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反而让我有些不太适应 不过想想 她并不是人间女子 思维观念 当然也和人间的女孩子不一样 于是我也就释然了 接下来我又带着幽姬 跑了周边的好几个县城和村镇 一番扫荡下来 那些分散开来 四处骇人的阴兵鬼将 总算是被清除干净了 但是我并没有见到幽恒 而且从这些被我们灭掉的 阴兵鬼将的实力来看 感觉似乎也不是九幽城的主力部队 照这种情况来看 我想幽恒恐怕 已经带着她的阴兵鬼将去了别的地方 但是她能去哪呢 既然想掌控人间 那不是应该直接横推山河九万里 清除掉所有的阻碍吗 包括我这样的劲敌 不过转念一想 那显然并不是幽恒的风格 这家伙可贼着呢 绝不会干那种 招摇鲁莽的事情 她只会耐心的折服 刺激而动 然后再合适的时机 给自己的对手致命一击 就如同上次的幽都鬼王一样 她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大动作 那就只能说明实际未到 想到这里 我也就没有着急 去寻找幽恒的踪迹了 反正即便是找到了她 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 能够将其灭掉 况且的这样的存在 想找出来 那也绝对不容易 于是我率先带着幽击 赶到了大家之前 说好的会合地点 其他人 很快也都陆陆续续地 赶了过来 但是唯独 林泽和雨西瑶 始终不见踪影 林泽我倒是不担心 毕竟她秀为在那里摆着 肯定出不了问题 顶多就是带着那 明蛇幽懒鬼混去了 但雨西瑶 我还是多少些担心的 虽然她的修为也不弱 可毕竟是单独行动 现如今 这个妖魔四起 鬼怪横行的时代 碰上厉害的角色太容易了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给她指挥 传信了一封 询问了一下她的情况 接下来 就是等消息了 我坐在落地窗前 点了一根烟 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的世界 忽然感觉 这就是人间 如果有一天 城市里的灯火 都不再亮起 整个世界 都彻底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那人类 可能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世界 终究不是属于人类的 我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 一闪而过的烟火 在想什么 幽济忽然从后面 搂住了我的脖子 柔软的长发 披散下来 一股特殊的油香 顿时钻入我的鼻孔 带着淡淡的 洗发水的香味 没什么 只是看着这人间烟火 一时间多少些感慨 我说着笑了笑 并且伸手握住了 她的手背 难道这人间的烟火 比我还好看吗 幽济说着低头 将脸凑到我的跟前 近在咫尺地看着我 那当然你好看 我说着 忍不住伸手捏了捏 她那可爱的小脸蛋 幽济顺势坐在我的腿上 将脑袋依偎在我的怀里 这丫头刚刚洗完澡 还特意换上了一件 性感的黑色吊带睡裙 裙摆刚好到大腿的位置 她这么坐在我腿上 两条笔直修长的眉腿 几乎一览无余 我的手掌掠过 她白嫩纤细的皮肤 入手极其柔软 且富有弹性 一种令人心旷神医的感觉 油然而生 幽济的脸颊 顿时又红了 赶紧低下去 将脸埋在我的胸膛 不敢抬起来 怎么了 这就害羞了 我轻笑一声 随即强行挑起她的下巴 然后低头吻了上去 幽济顿时英宁一声 整个人都瘫软了下来 但她还是下意识地 伸手搂住我的脖子 满脸痴迷地 回应着我的索取 我一边迫不及待地 拥吻着她 手掌也开始 不老实地四处游移 但凡触碰到幽济的身体 她娇弱的身子都会止不住地颤倒 那敏感的模样 简直像极了一只温顺的小猫咪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又是一阵翻云覆雨 窗外的灯火依旧璀 幽济软绵绵地依偎在我的怀里 脸上还残存着未曾褪去的红韵 我就这样拥着她 一起欣赏着这夜间璀璨的灯火 不知道过了多久 幽济忽然仰起头来 用柔软的嘴唇磨蹭着我的下巴 你难说到 老公啊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你就说呗 怎么还用求这个字 我说着忍不住倾笑了一声 低头亲吻了她的嘴唇 就是我哥哥 他虽然做了很多坏事 也害了很多人 但他毕竟是我哥哥 如果有一天 她真的落在你的手里 我希望你能留她一条性命 幽济说着 有些难过地低下了头去 傻丫头 我有些溺爱地 摸了摸她的脑袋说道 放心吧 就算你不说 我也不取她的性命 毕竟她是你亲哥哥 如果她实在执迷不悟 我顶多也就废了她一身修为 让她不能够再害人就行了 老公 你真好 幽济一听这话 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说着 她又将脑袋 靠在了我的胸膛 这丫头 真是把我的心都给融化了 让我彻底 掉在了她的温柔箱里 不过想想陈灵他们 我心里又满是惭愧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去蓬莱仙岛 再见到他们 应该还需要很久吧 我正在心里感慨着 外面忽然飞来了一只纸鹤 在窗户玻璃上 一碰一碰的 像极了追逐灯光的扑冷额子 我赶紧起身打开窗户 那纸鹤立马便飞了进来 最后落在了我的掌心 我打开纸鹤看了一下 是雨萧的回信 上面说 她碰到了一个熟人 想四处走走 可能短时间之内不会回来 这让我心里多少些不是滋味 因为我自然而然的 就联想起 她所谓的那个熟人 可能是个男的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每个人 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再说了 我本来就这么多媳妇 谁愿意离开我 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怎么了 你那个小妾 是不是跟人跑了 幽姬也看到了心里的内容 顿时忍不住娇笑了一声 我们这里不叫小妾 只能说是情人 或者一夜情啥的 随便她吧 我说着摊了摊双手 然后略显无奈地笑了笑 怎么感觉你好酸啊 幽姬这下可开心坏了 笑得跟个傻孩子似的 看你这样子 好像很开心啊 我黑着脸说道 第六百三十一集 挑拨离间 那当然了 这样就少了一个人 瓜分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了不是 幽姬说着绝起小嘴 接着她又想了想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是 真的碰到淑人了 只是四处走走而已 不会跟人跑了的 为什么 我有些不解地看着幽姬 你想啊 你人这么好 而且长得还这么好看 这个世界上 有哪个女人会愿意离开你呢 要真有 那她一定是全世界最傻的傻瓜 幽姬非常认真地说道 你可真会说话 不过这话我爱听 我说着 我说着揉了揉她的脑袋 将她满头的绣发都给弄乱掉了 我说的可是真的呀 幽姬绝着小嘴说道 我知道 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不过也就她才会这么想吧 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子 估计早就觉着 我是个花心大萝卜 离我而去了 但事实也证明 我的确是个花心大萝卜 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修行之人讲究清静无为 既贪嗔痴望 可我这人 却终究是个俗人 贪财好色 五毒俱全 你要说我是好人 那我肯定不敢接受 但说到底 我也不算是个坏人吧 一番感慨之后 我又将这些复杂的念头 全都抛到了脑后 人生一世嘛 短短几十年 想这么多其实也没用 随心而动 随心而为才算潇洒 何必那么委屈自己呢 像云须道人那种 一心只有天下 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 大胸怀的确是令我敬佩 但我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他那样的人 毕竟他这一辈子 过得实在是有些难以描述 孤独半生不说 还抛妻弃子 以致亲人都不能守护 又何以守护天下呢 所以还是珍惜眼前人 且行且珍惜吧 想到这里 我一个公主抱 将幽姬从沙发上抱了起来 吓得他忍不住叫了一声 老郭 你干嘛 幽姬连忙搂着的脖子 生怕从我身上掉下来似的 还能干嘛 当然是睡觉了 我说着黑黑一笑 随即 直接将他抱到了那张柔软的大床上 此起彼伏 风雨飘摇 如此过了许久之后 云雨渐收 我也早已经是精疲力尽 于是直接倒在了他的温柔箱里 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依旧睡得天昏地暗 我甚至还梦到了陈灵 李静雨 顾小柔 苏满满他们 感觉像是在梦里 过完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直到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透过窗帘的缝隙 依旧可见外面璀璨的灯火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看看 下午两点多了 这一觉真的是睡得有些天昏地暗 至于幽姬这小妮子 昨晚看来也是折腾得够呛 到现在还睡着 一点要醒过来的意思都没有 我也没有去吵醒她 而是轻手轻脚下床 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 昨夜消耗的体力 似乎略微恢复了一些 但是身体里面 仍然感觉空荡荡的 这洪荒之力一时间 恐怕难以彻底恢复过来 应该需要吃一顿大餐 好好补补才行 等我洗漱完毕之后 幽姬也终于悠悠地 转醒了过来 这妮子今天走起路来 都有些不太利索 显然昨天晚上 她也是被折腾得够呛 于是我等她洗漱完之后 带着她下楼 一起吃了顿好的 打算给这丫头 也好好补补身子 不然她以后 可怎么承受得了 我这洪荒之力 我特意要了几个大补的汤 什么王八汤 乌鸡汤之类的 外加一桌子好菜 结果这菜刚一上来 林泽就直接闻着味儿来了 而且还带着幽兰 哇 这太奢侈了 李兄 你怎么还给我要了王八汤啊 是不是知道 我需要补一补了 林泽上来就露出了 极其兴奋的表情 不过看她这气色 确实不怎么好 脸上蜡黄蜡黄的 两眼之中更是黯淡无神 整个人给人一种 萎靡不振的感觉 再看看幽兰 则是面色红润 神采奕奕 一副全身心 都得到了极大满足的状态 照这种情况来看 两人昨天晚上 肯定也没少折腾 你这赶得还真是巧 我本来打算给自己补补的 既然来了 就一起补补吧 我说着抬手示意了林泽 让她随便坐 不是吧 你也要补 林泽一听这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过紧接着 她也就释然了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说道 倒也是 你的确应该补一补了 那么多媳妇 要是没有一副好身手 不计轮一圈 你半条命都没了 别他娘的乱开车啊 我可不像你这家伙 命都能喝出去 我咒骂了一声说道 这东西你不活出命去 那都不带尽兴呢 你说是不是呀 蓝儿 林泽说着 还回头极其猥琐地 问了幽兰一声 还他们蓝儿 我简直要吐了 你讨厌死了你 幽兰则是娇穿了一声 然后用小拳头 吹着林泽肩膀一下 一副打情骂笑的样子 看这架势 两人应该是已经通过肉体 建立了某种情感了 虽然说这种塑料感情 就像是暴风雨中的破旧小屋一般 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但最起码说明 他们在某些方面 应该还是比较契合的 不过对于这位夺命幽兰 我还是一点都不敢放松警惕 最起码他的眼神略过的时候 眼中一闪而逝的仇恨光芒 我还是能够捕捉得到他 对了 李兄 我昨天之所以没有及时赶回来 主要是发现了幽恒的踪迹 你猜那家伙现在在干什么 吃饭的时候 林泽忽然神秘兮兮地问我 这我怎么知道 你是在哪里发现他的 我连忙皱眉问了林泽一声 就在秦岭那边 那家伙竟然将幽都鬼王之前 率领的所有阴兵鬼将全都给收编了 现在已经组成了一支极其庞大的阴兵军队 在秦岭那边占山为王 我感觉这家伙应该是图谋不小 林泽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把幽都鬼王的部下都给收编了 我听到这里也是多少些意外 毕竟那幽都鬼王可是死在了幽恒的手里的 这些鬼王昔日的部下能够为他所用吗 对于军事谋略这一块我并不是很懂 不过我想 幽恒若是自身实力强行收编的话 那倒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 他也有可能是将幽都鬼王的死 直接推到了我身上 这样收编鬼王的部下 应该就会容易很多 他何止是收编了幽都鬼王的部下 还编造了一个极其有说服力的谎言呢 说啊 幽都鬼王是被你杀死的 他又带领其部下替鬼王报仇 这些阴兵鬼将几乎想都没想 就直接改换门庭 奉他为主了 林泽说着耸了耸肩膀说道 要我说 这些来自阴间的家伙 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这种事 难道都不需要去求证一下什么的吗 你说什么呢 你才没有脑子 幽兰一听这话 顿时气得掐了林泽一把 哎呀 我没说你 我说那些阴兵鬼将的嘛 林泽说着看了看幽姬 连忙道歉说道 当然也没说你啊 幽姬姑娘 你别对号入座就行了 没事 我不会对号入座的 幽姬摇了摇头 不慎在意地说道 你看 还是人家幽姬姑娘名事里 就你喜欢胡椒蛮缠 林泽说着摊了摊双手 你要是觉得她好 那你跟她在一起啊 干嘛要和我在一起呢 幽兰有些生气地说道 我一听这话 顿时皱起了眉头 这话虽然听着像是在说气话 但你要仔细分析的话 很容易就能够察觉到 这女的其实是在挑拨利剑 想用这种方式 让我对林泽心生芥蒂 第六百三十二集 风都成一主 果然是心机够重 也够毒 无愧是有着夺命幽兰 称号的九幽名蛇 我就知道 她肯定不会就这样 心甘情愿地跟着林泽的 只是没有想到 她竟然还擅长这种挑拨利剑的手段 看来我得更小心一些才行 我倒是能够识破对方的诡计 不会对林泽心生芥蒂 但若是换了林泽这家伙 那可就不好说了 毕竟她智商有限 很容易就会落入对方的圈套当中 照这种情况来看 优恒恐怕已经是安耐不住了 如今又有鬼王部下相助 我想她应该很快就会有所动作了 我直接岔开了话题 没有去在意刚才幽兰所说的话 林泽则是略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然后正所说道 如果幽恒想掌控人间 那么他首先应该会对我们这些人间的修者下手 不过只要有李兄在 咱俩齐心合力 对付他还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倒是不足为据 我听完这话 不由差矮地看了林泽两眼 因为我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也有这么聪明的一面 他刚才虽然是在说对付幽恒的事情 但说到与我齐心合力 那就有别的用意在集中了 显然他也怕我因为幽兰刚才的话 而对他心生芥蒂 所以故此一说 也算是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错不错 这家伙智商总算是在线一回 这下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会照着你的 我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那是当然 林泽说着大笑了一声 随即举杯和我碰了一下 我跟林泽就这么边吃边喝 那叫一个舒爽 幽姬则是乖巧地坐在我旁边 也不插嘴 只是安静地吃饭 安静地听着 至于幽兰则是同样陷入了沉默当中 不过我看他那脸色 显然是有些不太好看 眼神也颇为深沉 不知道又在憋着什么坏心思 这一事我也懒得去分析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得考虑一下 要怎么对付幽恒才行 毕竟他现在手里 掌握着足够强大的阴兵军队 虽然对于我们这种 修为高枪之人来说 是没有太大威胁的 但若是他直接 开始横推人间的话 那我们也会非常被动 很难全面防御的 想到这里 我脑海中忽然掠过了一道灵光 我差点都忘记了 自己还担任着修罗教教主一职 这种情况下 若是将修罗教中 众多的修罗调过来的话 那应该会是一大助力 虽然那些修罗 对于我这样的修者来说 实力并不算强 但是对付一般的阴兵鬼将 那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主要是修罗的数量也不少 看来我得再去一趟封都鬼城了 吃过饭之后 我跟林泽交代了一下 让他在这里照看其他人 然后便带着幽姬 直接赶去了南边 如今阴阳倒转 天昏地暗 所过之处民不聊生 这一路上 我也碰上了不少 作祟的妖邪之物 一清除过去 自然是消耗了不少的时间 等我跟幽姬赶到封都鬼城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了 如今的封都鬼城 同样是阴气冲天 邪气缭绕 而且城门戒备森严 密密麻麻的阴兵驻守在此 兵力比当初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这让我感觉有些疑惑 虽然说如今阴阳倒转 导致阴间鬼物大量入侵人间 可这封都鬼城 照理说不应该多出来 这么多阴兵吧 毕竟这里可是修罗教的地盘 而且我上前打算入城的时候 还被守城的阴兵给拦了下来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皱了皱眉头 略有些诧异地 看着那些阴兵首领 此乃封都鬼城 属于人鬼交界之地 任何人间修者都不得入内 那阴兵首领摇了摇头 冷声说道 我他妈是修罗教教主 你应该知道自己听谁的号令吗 我咒骂了一声 说着直接将修罗令晾了出来 修罗教 那阴兵首领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阴僧鬼的笑容说道 你恐怕已经来晚了 这封都鬼城已经没有修罗教了 现在是封都鬼王大人掌管此地 封都鬼王 我一听这话 顿时就觉着不妙了 难道说这封都鬼城 也有鬼王出事 彻底攻占了此地 那修罗教教主如今何在 我赶紧又问了那阴兵首领一声 该不会临清他们已经出什么事了吧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顺者昌逆者亡 要么偷称我们鬼王大人 要么就是被我们鬼王大人给杀掉了 那阴兵首领冷笑了一声说道 好一个顺者 唱逆者亡 我点了点头 神色冰冷地说道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要么服从我 要么死在我手里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那阴兵首领眯起眼睛打量着我 随即苍狼一声 猛然将腰间的黑色长刀抽了出来 接着 驻守在城门口的那些阴兵 也全部亮出了兵刃 缓缓地朝我和幽姬围了上来 目测得有上百阴兵 阵容不小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些普通的阴兵鬼将 根本就没有什么威胁 天清地明日月同行 五雷正天收射鬼神 积极如律令 我直接捏血念证 随即抬手一把五雷符甩了出去 那些围上来的阴兵 被符咒击中 顿时在雷霆之下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转眼便彻底化作了飞灰 就连那阴兵首领 也被这五雷符当场给击飞了出去 这我还是刻意收回了一些法力的缘故 要不然在这五雷符下 他也照样会落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明罗大人 有人间修者来攻城了 那阴兵首领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马上对着身后的城门楼大喊了起来 明罗 我听到这个名字 被我得愣了一下 因为感觉好像有些耳熟 正当我疑惑之际 一道高大的身影忽然在城门楼上跳了下来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我仔细一看 总算是想起来了 这不正是修罗教的明罗吗 他之前是跟着修罗圣女的 照理说应该和林青在一起才对 但是现在看来 他显然已经投奔了风毒鬼王 而且还只是一个守门的角色 没用的东西 一个人间修者都对付不了 废物 明罗现身之后 直接对着阴兵首领咒骂了一声 这才神色阴冷地看向了我 但是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脸上表情刷的一下直接就变了 明罗大人 好大的威风呀 我看着明罗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教主 你怎么来了 明罗此时吓得脸色都已经白了 甚至连说话都开始揭巴了起来 我要是再不来 这风都鬼城 都已经成了鬼王的天下了 我说着冷哼了一声 随即皱眉看着明罗问道 你们圣女呢 应该不会跟你一样 也投奔了风都鬼王吧 没有 圣女他一直坚信你会回来的 但是现在风都鬼王要娶他为妃 今天就是大婚之日啊 明罗连忙摇了摇头说道 混账 我一听这话 顿时有些怒了 连我的女人都敢碰 这风都鬼王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快带我去见圣女 我连忙对明罗冷声说道 这 明罗顿时有些质疑了 满脸为难地看着我说道 我不能让你进去 鬼王会杀了我的 那我就先杀了你 然后自己进去 我说着猛然向前跨出一步 随即单手捏举 直接朝着明罗的天灵按了过去 第六百三十三级 这位就是我夫君 等等 明罗连忙喊了一声 然后些惧怕地看着我说道 我可以带你去找圣女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这风都鬼王可不是一般的角色 即便是教主你 也不见得就是他的对手啊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收了诀窍 冷冷地说道 那好吧 明罗点了点头 然后就打算带着我和幽姬进风都城 明罗大人 不能让他进去 鬼王会怪罪于我们的 那阴兵首领连忙上前阻拦 滚开 明罗大喝一声 随即直接一拳砸在了 那阴兵首领的下巴上 直接将其砸飞了出去 接着 他对城门楼上的那些阴兵 挥了挥手喊道 开城门 不用了 我说着一把抓住明罗的肩膀 直接提着他纵身一跃 掠过了高达数十丈的城墙 转眼就来到了风都鬼城当中 入城之后 明罗在前面带路 我们一路朝着鬼城里面走去 街上到处都是阴兵 以及缭绕的冤魂 这跟之前已经是完全大变样了 偶尔也会有一些阴兵鬼将上来询问盘查 但是都被明罗给搪塞了过去 毕竟明罗作为守成的阴兵将领 这些阴兵鬼将自然都是认识他的 不多时 我们便来到了鬼王府 这里原本之前是修罗教的总部 只可惜现在已经改换了门庭 而且有更多的阴兵守卫 府邸门前也挂着大红的灯笼 看着的确是一副办喜事的模样 当明罗带着我们来到府邸门前的时候 总算是被门口的守卫给拦了下来 而且这次说什么也不让进去 我这时候已经彻底失去了耐性 反正也到了鬼王府了 就打算结果了眼前的守卫 然后直接冲进去 但这时幽姬却忽然开口了 去告诉风多鬼王 就说九幽城的幽姬来给他送贺礼了 那两个守卫一听幽姬这两个名字 脸色顿时微微变了变 显然他们是听过这个名字的 九幽城毕竟是阴间的一方大势力 幽姬作为九幽城城主的妹妹 想来风都鬼王应该也认识他 这样一来倒是省了不少的事情 其中一个守卫立马就跑进府里去通报了 然后过了没一会儿 便有一个满头红发 面容丑陋的高大男人从里面迎了出来 哦 原来是幽姬小姐大驾光临 真是让本王欣慰啊 快 里面请 那红发男子说着赶紧做了个请的手势 虽然他表现得极为客套 但是那双不安分的眼睛 还是在幽姬身上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 眼神中甚至透着几分协议 看来这家伙还是个好色之徒呢 幽姬只见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风都鬼王则是在前面带路 哦 对了 幽姬姑娘是怎么知道今天本王大婚的 见了伏计之后 风都鬼王还试探性地问了一声 我听风都城的英兵说的 本来我也只是路过此地 得知鬼王大婚便前来祝贺 幽姬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风都鬼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笑道 这就是缘分啊 看来本王与幽姬小姐也是缘分匪浅 想当初本王三番五次前往九幽城提亲 乃何你哥哥就是死不答应 要不然说不定咱们早已结成夫妻 双宿双妃了 我听到这里差点没忍住 直接破口大骂起来 就你那鸟样 还想打我老婆的主意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这个面目猙獰的丑八怪 你配吗你 鬼王大人 今天可是你当喜的日子 说这种话 就不怕伤了新娘子的心吗 幽姬满脸厌恶地说道 坦白说 我还真不怕 风都鬼王哈哈一笑说道 毕竟就是选个妃子而已 这王后的位置 我可一直为幽姬小姐留着呢 说着风都鬼王又极其猥琐地笑了起来 鬼王还是莫要开这种玩笑呢 本小姐已经名花有主 这位就是我的夫君 幽姬说着看了我一眼 什么 风都鬼王一听这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然后直接用那种充满敌的眼神 看向了我 怎么是个人间的男子 妞姬小姐 你这是太侮辱我吗 难道本王还比不上一个人间的修者 打量了我一下之后 风都鬼王的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 鬼王不要误会 只是本小姐向来以貌取人 喜欢长得俊的男子罢了 幽姬似笑非笑地说道 言下之意 就是你长得太丑 本小姐看不上 长得俊有什么用 人间的男子手无腹肌之力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跟这种人在一起 能有安全感吗 风都鬼王说着冷哼了一声 鬼王错了 我夫君可不是一般人 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多有安全感呢 幽姬说着 顺势挽住了我的胳膊 这下风都鬼王顿时气得不轻 不过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今天可是他的大喜日子 幽姬他肯定是没机会了 还得想着把修罗圣女取到手不是 但可惜他今天注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也没有着急动手 只是跟着风都鬼王一路来到了府底深处 打算先找林青再说 因为这种情况 我知道林青肯定是被控制了 否则他绝对不可能答应和风都鬼王这么一个丑八怪成婚 府底当中到处都是张灯结彩 贴着大红的喜字 一副喜庆的模样 不少阴兵鬼将也都在忙碌着 风都鬼王将我们请到了客厅之后 便赶紧张了酒席去了 我则是将念力扩散开来 仔细地探查了这府底一番 只可惜却没有发现林青的踪迹 只有那座修罗大殿 我得念力无法穿透进去 我想林青在那大殿当中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但是仔细想了想 我还是没有贸然行动 打算先静观其变 先确定了林青的状况再动手 府上的丫鬟很快就端来了茶水 还有一些点心什么的 我喝了口茶 然后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游击说道 没想到你在阴间还是很抢手的嘛 老公啊你又取笑我 游击娇穿了一声说道 当初阴间的好几个鬼王 其实都来我们九游城提过期 目的就是想要跟九游城联姻 但是都被我哥给拒绝了 因为他知道我压根就看不上那些家伙 这么说你哥这点倒是还算不错啊 最起码没有为了联姻 将你嫁给别的鬼王 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就算想让我嫁 我也不可能嫁的 你看这些鬼王一个个凶神恶煞 面目猙獰的 我才看不上呢 人家就喜欢老公女这样的 游击冲着我甜甜地笑了笑 这么说你原来是贪妥的美色呀 我摸了摸下巴 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哪有 人家不光贪图你的美色 还贪图你的身体呢 游击说着 自己都忍不住娇笑了起来 你这丫头 昨晚还没够呀 我说着捏了捏她的脸蛋 一脸坏笑着看着她 老公你坏死吗 一提到昨天晚上的事 游击的小脸蛋顿时又红了 一副很害羞的样子 惹得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一盏茶喝完 这婚礼仪式也总算是开始了 但奇怪的是 婚礼居然要在修罗大殿中进行 我本能地意识到 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为了确定林星 是不是在修罗大殿里面 我还是得跟着进去参加婚礼仪式 大殿里面点满了红竹 地上铺着红毯 一身红装 头戴红盖头的新娘子 就坐在大殿右手边的椅子上 风独鬼王则是胸前绑着红花 坐在左手边 我仔细打量了那新娘一番 还没有办法确定 她到底是不是林青 第六百三十四集 落入圈套 在这修罗大殿里面 念里也无法探测任何事物 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 给限制住精神力量一般 这下我顿时就觉得情况不妙了 正打算转身离开修罗大殿 不想却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掌 给按住了肩膀 我回头一看 才发现明罗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我身后 你干什么 我皱起眉头 冷冷地看着明罗 圣女让你留在这大殿里 明罗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道 圣女 我转头看了大殿里面的新娘子一眼 问道 是她吗 当然 明罗剪了剪头 脸上也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我总算是意识到 是怎么一回事了 连忙 反手一直剪在了明罗的丹田位置 虽然在这修罗大殿里面 施展不出任何法力 但是被我这一只剪在丹田上 明罗还是有些吃不消的 立马闷哼了一声 捂着腹部退了开血 快走 一指击退明罗之后 我赶紧拉着幽机 朝着修罗大殿外面跑去 可这时 外面已经涌进来了好几十个修罗 直接就将这修罗大殿的入口 给围了个水泻不通 这下我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没想到还是落入了对方的圈套当中 鬼王 你这是何意 幽姐转头看着风都鬼王 冷冷地问了一声 游记小姐不要激动 我只是觉得你我非常有缘 你看 不如就留在这风都鬼城 陪本王逍遥快活 如何呀 风都鬼王说着 再次露出了极其猥琐的笑容来 你敢 信不信我让我哥拼了你这风都城 幽姐一听这话 也是变了颜色 连忙将他哥哥给搬了出来 显然他也意识到 这修罗大殿里面施展不出法力来 这对我们可是相当不利的事情 游和现在恐怕忙着争夺天下大事 哪会有时间顾及你 风都鬼王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神色复杂地 看了看那头顶红盖头的新娘子 还是有些难以相信 我竟然被他给摆了一刀 李十一 好久不见呀 哈哈哈哈 那新娘子忽然掀开自己的红盖头 露出了那张熟悉的容颜 但是我知道他并不是林青 而是修罗圣女 看来上一次在这修罗大殿当中 所谓的林青夺舍 灭了那修罗圣女的魂魄 根本就是这家伙演的一场戏 他成功地骗过了我 只可惜我现在才明白过来 已经是太晚了 老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幽姬这时也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连忙抓住我的胳膊 小声问了我一声 这事我三言两语跟你也说不清楚 总之我被他给骗了 我看着修罗圣女 极其懊恼地说道 哈哈哈哈 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那么轻易地就骗过了你 想想当初你还跟我洞房花烛 温柔以待 我实在是有些不忍心陷入自己的身份 恨不得就这样做林青好了 可惜呀 修罗圣女摇了摇头 神色略有些猙獰地说道 你一走之后 便再也要无音信 都不知道回来看我一眼 你以为我甘愿就这样苦苦地等你吗 你知道那场夜漫漫 辗转难眠的滋味吗 而你呢 无非是带着另一个女的到处潇洒 恩恩爱爱 逍遥快活 与其这样 不如将你彻底囚禁于此 供本圣女一人享用 岂不快活 我可以留在这里 但是你必须放幽姬离开 我皱了皱眉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这当然是权宜之计 最起码 我得先让幽姬离开 不能让她跟我一起 深陷这封都鬼城当中 老公 我不责 我要跟你在一起 幽姬听这话 连忙抓住我的胳膊 好一对痴情的鸳鸯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杀了这个贱人 修罗圣女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行 我费了这么大周折 你可不能碰她 她是我的 封都鬼王连忙开口说道 放心 她迟早是你的 我早跟你说过 李十一一定会来的 你看 这不就来了吗 而且还带来了你心爱的女子 修罗圣女冷笑着说道 这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 不过今天 你我这洞房花烛之夜 是不是也不应该错过呢 封都鬼王说着 伸手搂住了修罗圣女的腰肢 极其猥琐地看着她 我的脸色顿时更加阴沉了 这丑八怪还真的是图谋不小 竟然都想要 只可惜看修罗圣女的样子 显然也是极其嫌弃她 毕竟她那丑恶的嘴脸 实在是让人作呕 我想只要是个正常的女子 恐怕都没办法下得去嘴巴 鬼王大人 既然我现在帮你捉住了幽姬 本圣女就不奉陪了 你我各取所爱不是更好吗 修罗圣女说着 便不着痕迹地 推开了封都鬼王的手 好是好 但本王已喜欢你呀 尤其是你这副皮囊 简直当人欲罢不能呀 封都鬼王说着 伸手挑起了修罗圣女的下巴 然后低头就要吻上去 这家伙还真是个色鬼 鬼王请自重 问圣女已经是名花有主了 我之前和李十一成了婚了的 修罗圣女说着 赶紧推开了封都鬼王 然后往后退了两步 成婚 你们都和那小子成婚了 那本王又该如何呀 封都鬼王顿时勃然大怒 随即看向我说道 既然这样 本王就先灭了这小子 好断了你们的念头 与王大人 修罗圣女一看到封都鬼王 要对我下手 连忙伸手抓住了对方的胳膊 谁知道封都鬼王 直接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直接将他抽翻在地上 嘴角都渗出了鲜血来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倒是一点都不同行的 这女的心机如此之重 算计来算计去 最后还是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 这也算是她咎由自取吧 但是幽机 我一定要带着她离开这里 李十一 我早就听说过你了 真是见面不如文明 没想到你也是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封都鬼王大不留心地走到我面前 生气凌人地说道 你若是有本事 就不至于将我骗到这修罗大殿里来了 你自信是我的对手吗 我冷笑了一声 不懈地看着封都鬼王说道 本王不是你的对手 笑话 本王单手就可以捏死你 封都鬼王大笑了一声说道 好 既然你那么自信 为何不由我出去较量一番 在这修罗大殿当中 法力被束缚 又如何能够放得开手脚 我轻笑了一声说道 鬼王大人 也不可让他离开修罗大殿 否则到时候就要天高认鸟飞 海参认鱼月 你再想抓住他可就难了 修罗圣女连忙提醒了封都鬼王一声 闭嘴 封都鬼王转头冷喝了一声 随即再次看向我说道 好 我就跟你出去较量一番 不过幽姬姑娘得留在这大殿当中 免得你到时候不敌 直接逃之夭夭了 好 我点了点头 但我有个条件 如果我剩了你 就要放了我和幽姬离开这里 那你要是输了呢 丰都鬼王冷笑说道 输了 要杀要寡随你便 我神色决然地说道 好 那本王今天就成全了你 封都鬼王说着 直接转身走出了修罗大殿 我则是拍了拍幽姬的肩膀 示意她放心 然后也跟着出去了 来到修罗大殿外面之后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下最起码 可以发挥出自己的真正实力来 虽然这封都鬼王 也是实力不弱 但若是我施展浑身解数的话 我自信 还是能够对付得了他的 只是幽姬现在 还在修罗大殿里面 这让我多少些担心 第六百三十五集 与之一战 毕竟封都鬼王这种家伙 你不能完全指望他 一定会信守承诺 万一他输了 又不放人 而且以幽姬为人质 要挟我的话 那我一定会陷入 非常被动的局面当中 所以 这场比拼 可不光是输赢的角逐 最好是能够彻底 制住这封都鬼王 然后 或使他能够放了幽姬 打定主意 我便将浑身的气息 都彻底散发了出来 调整到了最佳的战斗状态 这时封都鬼王 也是浑身阴气缭绕 煞气滚滚 整个人都凌空悬浮了起来 我当即召唤出龙回盘 随即纵身一跃 跳到了石盘之上 然后 脚踏着轮回盘 冲天而起 在这个过程中 轮回盘也是迎风暴涨 转眼便画做了数十丈大小 最后直接横在了半空中 将封都鬼王 笼罩在了轮回盘的下方 封都鬼王一看自己输了气势 立马人影一闪 直接飞掠到了轮回盘上 然后站在了离我五米开外的位置上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般至强法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轮回盘吧 封都鬼王说着仔细盘算了一番 小轮回盘位于六道之中 诸众万灵万物之轮回转生 那么你这个 应该就是自上古时期 已经失传了的大轮回盘 只可惜 这轮回盘并不全 否则一段出事 绝对会引来惊天巨变 我听到这里多少些诧异 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 这轮回盘竟然还不全 看着似乎也没缺了什么吧 只是变大之后 轮回盘中央的位置 似乎有个圆形的凹槽 但是缩小之后 这东西又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我暂时将心中的不解 抛到脑后 然后看着风都鬼王说道 你既然知道 这是大轮回盘 还敢轻易上来 轮回之力 我又不是没见识 即便你守卧轮回盘 也不见得就能与我对抗 风都鬼王说着冷笑了一声 脸上表情极其自信 你终究会被自己的自负所害死 我说着摇了摇头 随即双手捏举 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一道道轮回之力 顿时自轮回盘上面散发了出来 化作一条条白色锁链 朝着风都鬼王缠绕了过去 那风都鬼王也是不闪不闭 任凭无数的灰白锁链 全部缠绕在了他的身上 接着他抬手猛地移动轮回盘 整个轮回盘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缠绕在他身上的灰白锁链 也瞬间崩断了一大片 我看到这里 贝欧的脸色微变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有如此力量 随便一用力 便可以直接崩断轮回之力 所划成的锁链 这得是怎样恐怖的力量才能够做到 我赶紧咬拨舌尖 一口鲜血 喷在了脚下的轮回盘上面 随即再次捏据念咒 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天地轮回 封锁乾坤 收 随着话音落下 浩瀚的轮回之力 瞬间在轮回盘上面散发了出来 转眼汇聚成了一条条粗大的锁链 如同蟒蛇一般 前步后继地朝着封都鬼王缠绕了过去 哼 这还有点意思 封都鬼王冷笑了一声 随即直接伸手抓住了其中一根锁链 然后猛地一拽 打算将其扯断 但是如今 这轮回盘得到我鲜血的激怜 且威力也是暴增了数倍 轮回锁链 又岂时的轻而易举就能够折断的 剩下的粗大锁链紧随而至 转眼就将封都鬼王给缠了个结实 劲骨全身几乎使得他无法动弹 给我开 封都鬼王忽然爆喝一声 随即身形猛然暴涨 转眼见便化作了一尊数十丈高的巨大魔咬 那些缠绕在封都鬼王身上的粗大锁链 顿时根根断裂 最终全都彻底崩碎掉了 法术被迫 我顿时一阵气血翻滚 险些当场一口鲜血喷出来 不过被我硬生生的给压制了下去 我赶紧调整了一下自身的气息 然后神色凝重的看着封都鬼王 这家伙显然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很多 虽然他还没有踏入天人之境 但现在已经站在了化神境界的巅峰 这实力比至当初被我削弱修为 最终死在幽恒手里的幽都鬼王 显然要强出不少 想到这里 我也是彻底重视了起来 看样子 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你这轮回盘的确是有几分神意 不过想要以此来困住我 终究还是差了点 现在 你也接我一招试试吧 封都鬼王说着 猛然一个拳头朝我砸了过来 那巨大的拳头 就如同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一般 拳头还未到尽前 便带起了进风 已经袭遍了我的拳身 我赶紧运转拳身的灵力 随即借来半山之力 猛的一拳迎了上去 或许从两个拳头的大小来看 我这拳头的确是小得可怜 但是这一拳的力道 可绝对不容忽视 两拳相撞 我顿时感觉整条手臂都传来了刺痛 紧接着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我给震飞了出去 不过好在这一拳的力道还在我意料范围之内 所以也没有整个伤到我 只是将我整条右臂都伸得有些发麻而已 我刚才应接这一拳 就是想试试风都鬼王的力道到底有多大 从这种情况来看 其实也还好 最起码我勉强还是可以招架住的 小子 你能接我一拳 说明你实力不弱 既然这样 那就别藏着掖着了 风都鬼王说着又是一拳 猛然砸了过来 那就如你所愿吧 我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 随即赶紧捏举念咒 猛然抬手一指 朝着风都鬼王那砸来的拳头点了过去 天崩 随着话一落下 我这一指也点在了风都鬼王的拳头上 那一瞬间 巨大的拳头直接崩碎了开来 血肉模糊 鲜血四溅 甚至连白森森的骨头都能够看得到 但是这狂暴的力量 也将我震退了好几步 险些从轮回盘上面跌落下去 不过这一招 显然是对方吃了暗亏 风都鬼王直接抱着自己破碎的拳头 发出一阵阵杀猪般的嚎叫声 你这混账 到底使了什么要说 平复了一下伤痛之后 风都鬼王直接对着我气急派坏地咆哮了起来 天崩地裂 没听过吗你 我说着抬手向前一指 脚下巨大的轮回盘 顿时又对着风都鬼王那庞大的身躯直接撞了过去 这种时候自然是趁他并要他命 绝对不能给他缓和的机会 风都鬼王连忙伸出另一只手 巨大的手掌直接抵住了轮回盘 使得其无法再前进分毫 天地轮回 我赶紧再次捏绝念召 一道道轮回之力 瞬间从轮回盘上面散发出来 转眼化作无数的利刃 朝着风都鬼王飞射了过去 住手 风都鬼王连忙大喝了一声 随即身形暴退 但是他身体过于庞大 行动终究还是有些缓慢 眨眼的功夫 那无数利刃 变在了身上 开出了数道血淋淋的口子 尤其是那紧剩的那条左臂 从手肘到手掌的位置 几乎全都被利刃削去了血肉 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 我要杀了你 风都鬼王顿时发出了 激烈的惨叫和愤怒的咆哮声 你没有那个机会了 我冷喝一声 随即人影一闪 直接朝着风都鬼王冲了过去 而那些轮回之力所化成的利刃 在我的心念转动之间 彻底汇聚起来 最终形成了一柄灰白巨剑 被我反手握在了手里 停 不打了 不打了 风都鬼王一看我这气势 也是吓了一跳 连忙大喊了一声 但此时 我手中的巨剑已经轮远 自然是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一箭展下 风都鬼王那巨大的脑袋 顿时被我削去了半边的头皮 连带着一大片血红色的头发 也被我削了下来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第六百三十六集 妖邪 风都鬼王连忙身子一阵扭动 化作了正常人大小 随即猛然暴退几十米 站在远处心惊胆战地看着我 接着他摸了摸头上骇人的伤口怒道 都说不打了 怎么还下死手啊 对付你这种家伙 我可不会手软 我说着冷笑一声 随即朝着修罗大殿那边看了一眼 我明白了 你是想直接制住我 然后胁迫我放了幽击小姐对不对 哈哈哈哈 风都鬼王说着 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原来你的软肋在这里 我一听这话 顿时是神色异冷 随即人影一闪 下一刻便直接出现在了风都鬼王的左侧 手中灰白巨剑 直接对着他拦腰斩了过去 白鬼吞天 风都鬼王忽然大喝一声 随即对着我猛然张嘴一喷 顿时 无数恐怖的恶鬼 直接从他嘴里飞了出来 一个个张着血盆大口 嘶吼着扑向我的面门 我连忙倒转手中的巨剑 横在胸前 随即猛然旋转 眨眼便形成了一道灰白色的漩涡 那些恶鬼一股脑地扑上来 直接撞在了漩涡上 瞬间就被吞噬了进去 根本就来不及挣扎 在轮回之力的作用下 很快便化作了飞灰 但此时 风都鬼王已经不见了 我回头一看 才发现他已经回到了地面 而且 直接朝着修罗大殿奔去了 看来这风都鬼王 果然是不讲信用 发现自己不守的对手 便打算直接以幽姬来要挟我 想让我束手就擒 我当然不可能如他所愿 若是真被这家伙擒住 那我肯定是必死无疑 而且幽姬 恐怕也要落在他的手里的 情急之下 我连忙施展了一山填海之树 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一堵高墙 顿时从地底钻了 直接横在了修罗大殿的门口 风都鬼王冷不丁之下 自然是撞在了墙上 直接被撞飞了回来 我立马施展乾坤盾法 瞬间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接着手中巨剑一横 直接架在了风都鬼王的脖子上 这下他顿时不敢动了 因为他知道 一旦有多余的动作 脑袋就会搬家 在这轮回之力所画的巨剑之下 饶是他这样的鬼王 一旦被斩去脑袋 那也绝对是神行俱灭的下场 连元神都难以套脱 你刚才想进修罗大殿 我俯视着半躺在地上的 风都鬼王冷冷地说道 我刚才都说不打了 我认输了不行吗 干嘛非要追着我赶进沙穴 我跟你有身仇大恨吗 风都鬼王看着我 满脸委屈地说道 不 你想挟持幽机逼我就范 你以为我不吃到吗 我冷笑了一声 这家伙其实精明得很 想以此来混淆视听 以为我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是的 怎么可能 我堂堂一鬼王 向来都是说话算数 既然你赢了 那就带游击小姐走好了 至于吗你 风都鬼王说着还极其无奈地摊了摊双手 那你最好说话算数 我今天就暂且留你命 否则的话我让你当场身首异处神魂俱灭 我说着冷哼了一声 随即转头看向修罗大殿 命令道 快让他们本人放出来 快放幽机小姐出来 听到没有 风都鬼王也大喊了一声 但在这修罗大殿里面 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下我顿时觉着不妙了 毕竟修罗圣女还在这大殿里面 要论起心思歹毒 那家伙可是一点都不如于风都鬼王 甚至是远远超过了他 历时一 你可真是薄情啊 只想着你的心情软 难道就不管我的死活吗 修罗圣女忽然出现在了大殿门口 接着幽机也被他拽了过来 他的手中更是攥着一把利刃 死死地抵在了幽机的脖子上 你疯了你 快把他放了 我忍不住怒吓一声 这一女的真的是让我恨到了极致 你说放就放啊 凭什么 除非你留在这风都鬼城 永远陪着我 修罗圣女说着 露出了一丝极其邪恶的笑容 你做梦 我冷哼了一声 随即咬牙切齿地看向风都鬼王 手里的巨剑猛然压向了他的脖子大声道 快让他放人 否则我现在就宰了你 快放人啊 你这贱人到底在搞什么啊 风都鬼王也是气得大骂了起来 住嘴 你这个丑陋的家伙 我管你去死 还想占本圣女的便宜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我看着你就觉得恶心 修罗圣女终于撕破了脸皮 直接大骂了起来 接着他又看向我冷笑说道 厉师爷 你要是个男人 现在就杀了他 你 你先把他放了 我很没有底气地说道 因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方手里攥着我的软肋 而我手里的这个筹码 显然已经没有了任何用处 我让你杀了他 修罗圣女的面目忽然猙獰了起来 手中的利刃也轻轻掠过了幽姬的脖子上 住手 我顿时大喊了一声 但是那利刃已经撕裂了幽姬脖子上的皮肤 那白气的脖颈上顿时出现了一道血痕 细细的鲜血慢慢地从那道血痕上面开始渗了出来 我不会再说第三遍 修罗圣女又将利刃抵在了幽姬的脖子上 神色阴冷地说道 好 我现在就杀了他 但是你得放了幽姬 我说着咬了咬牙 随即握紧了手中的巨剑 哎 兄弟 你千万不要听他的 这女人心思何其歹毒 就算你杀了我 他也不会放过幽姬姑娘的呀 风都鬼王一听这话 顿时就急了 他说得没错 我的确不会放了这贱人 尤其是看到他这张漂亮的脸蛋 我就想一刀一刀地刮花他 修罗圣女说着 神色猙獰地将手中的利刃压在了幽姬的脸上 接着他又看向我冷笑说道 但你现在除了对我言听计从 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你既然了解我 就应该知道伤我所爱的下场 若是他再受到半点伤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修罗圣女说道 哎呀 修罗圣女忽然手一抖 手中利刃 瞬间便割开了幽姬脸上的皮肤 又留下了一道细小的血痕 殷红的血液也开始慢慢地渗了出来 你找死 我瞬间怒目原睁 恨不得立马将他挫骨扬灰 但是现在幽姬在他手里 我又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候我真的是废弃得快要炸了 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刚才不小心手抖了一下 你可别吓唬我啊相公 不然我这手很容易抖的 修罗圣女说着 再次发出了一连串的娇笑声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冷冷地盯着修罗圣女 这个吗 我还没有想好 不过你先杀了他再说吧 修罗圣女说着 指了指半躺在地上的风都鬼王 我二话没说 手中聚剑直接横歇了过去 风都鬼王的脑袋顿时滚落下来 伸手易触 随即化作一道道飞机 转眼便彻底消散掉了 这下他真的是神魂俱灭 彻底化作了虚无 包括元神也未能逃得掉 你现在满意了吧 我挥动手中的巨剑再次化作虚无 然后冷冷地看着修罗圣女问道 哼 这个丑八怪 让他占我便宜 真是死不足惜 修罗圣女咒骂了两句 随即看向我 马上换了一副嘴脸 身情款款地说道 还是相公你长得好看呢 人家就喜欢让你占便宜 你够了 快放了游击 我大声喝倒了 这时我真的已经快要到爆发的边缘了 第六百三十七集 权衡利弊 杀 相公 你为您也太薄情了吧 怎么说 你我也算是夫妻一场 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他 但却一点都不在乎我呢 修罗圣女满是凄凉地看着我 他这演技 真的是能够当奥斯卡影帝了 几秒钟之内 各种表情全部在他脸上演绎了一遍 我虽然气得要死 但也只能压下心头的愤怒 那是因为你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我冷哼了一声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把刀放下 你就可以对我和他一视同仁了是吗 你有多爱他 也就有多爱我对不对 修罗圣女忽然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那一刻我很想说对 只要他能把刀放下 我骗他一次又何妨 但是我很清楚 这家伙早就摸透了我的心思 他不过是在戏弄我而已 就算我说是 他也绝对不会放下手里的刀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爱你了 即使你拥有一副好看的皮囊 足以令无数男人为之倾倒 但是你体内那恶毒的灵魂 让我感到恶心 我摇了摇头 满脸厌恶地说道 你说实话了 你就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他吗 修罗圣女忽然激动了起来 脸色也开始变得异常猙獰 就在这时 幽姬忽然趁着分心 猛然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随即用力一掰 修罗圣女手中的利刃 立马便掉在了地上 接着 幽姬一个漂亮的后肘 直接撞在了修罗圣女的面门上 修罗圣女顿时痛呼一声 捂着面门 亮强地退了开来 幽姬则是赶紧抓住机魂 冲出了修罗大殿 给我抓住那个技人 修罗圣女意识到情况不妙 连忙大喊了一声 修罗大殿里面的那些修罗 顿时追了出来 分布在周围的阴兵修罗 也都一股脑地朝着这边围了过来 我赶紧一把将幽姬搂在了怀里 然后神色冰冷地 扫了一圈那些扑上来的修罗 这下他们顿时全都止住了脚步 一时间没有人再敢上前来 给我杀了他们 修罗圣女这时候显然已经有些失控了 执咒和幽姬生死力竭地大喊了起来 那些修罗虽然有些惧怕我 但是面对修罗圣女的命令 他们还是一股脑袋扑了上来 四周的阴兵也是手持长矛 朝着我和幽姬比进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冷冷地看着远处的修罗圣女 随即缓缓地摇了摇头 这时那些修罗已经扑到了我的近前 我直接单手捏举 抬手朝下面一指 脚下的地面顿时拔地而起 直接载着我和幽姬生上了半空中 接着我再次双手捏举 猛然向下一指点出 随即轻贺了一声 地裂 随着话音落下 整个大地都开始掺透了起来 紧接着脚下的地面突然开裂 而且裂缝越来越大 直接将整个鬼王府都陷入了裂缝当中 那些修罗阴兵自然也是一股脑袋掉了下去 就连整个修罗大殿 此时也都已经陷入了裂缝当中 修罗圣女联盟从大殿里面飞掠了出来 转眼便掠上了半空 那些修罗阴兵也开始奋力地朝着裂缝外面攀爬 雨落 我变换手中 随即抬手对着苍穹猛然一指 半空中顿时乌云滚滚 斗大的雨滴很快就落了下来 那些雨滴转眼汇聚在一起 形成巨大的冰雹 直接朝着下方的众多修罗阴兵当头砸下 一道道人影 直接如同下饺子一般被砸进了地面的裂缝当中 直接跌入了浩瀚的深渊 接着我双手猛然一合 整个大地又开始颤倒了起来 脚下的巨大裂缝也开始缓缓地移动 转眼便连在了一起彻底闭合掉了 而那数以千计的修罗阴兵也被彻底封在了地下 修罗圣女一看情况不妙 顿时身影一闪 打算开溜 我当然不可能让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逃掉 随着我的意念转动 轮回盘上面顿时散发出一道道轮回之力 化作灰白色的锁链 直接快速地延伸了出去 转眼便将修罗圣女拦腰缠住 彻底束缚 然后给拉了回来 我则是拉着幽击纵身一跃 直接站在了轮回盘上 然后冷冷地看着被轮回锁链 彻底禁锢在轮回盘上的修罗圣女 李十一 你难道要杀了我吗 别忘了 我们曾经可是同床共枕 有过夫妻之时的 所以你不会杀了我 因为你下不去手 修罗圣女说着 忽然得意地笑了起来 看来你也不是很了解我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面无表情地说道 怎么 难道你真的能下去手 修罗圣女满脸不信地看着我 我的确不杀女人 但是有一点 我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女人 若是有什么样的存在 威胁到了我所爱之人的性命 那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灭了她 说到这里 我的眼中爆发出湖尽的杀意 虽然我这个人面对女人 总是容易心思手软 但是在这种必要的时刻 我还是能够拎得清的 因为我知道 若是留着修罗圣女 那么下一次遭遇危险的 可能就不一定是幽击了 也许会是陈灵 亦或者是顾小柔或者其他人 总之只要这个家伙不死 他们就都有可能遭到对方的毒手 所以我今天必须永结后患 不能因为自己的心软或者人死 将自己所爱的人置于危险当中 李十一 你你好狠的心 修罗圣女忽然咬牙含泪 满目凄凉地看着我 面对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我若是不狠下心来 最后只会让我自己后悔 我说着摇里摇头 随即双手捏举 神色肃穆 眼神冰冷无情 那一刻 我是真的动了杀念 天地轮回 万物转生 开 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道灰白之气 顿时从轮回盘上面散发了出来 转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直接将修罗圣女吞噬了进去 而修罗圣女在那一刻 也没有挣扎 甚至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只是用那种极其悲凉 而又哀怨的眼神 看着我 看着我 他就那样 在我的注视下 与我对视着 被轮回漩涡 彻底吞噬了进去 最终彻底消失不见 他终究是在我心里 种下了一根刺 虽然 不至于让我心疼 但是也让我分外难受 毕竟我曾跟修罗圣女 有过那么一夜春宵 现如今对他狠下杀手 看着他彻底在我眼前消亡 我的心里自然是好受不到哪里去 不过对于这件事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我都不会后悔 因为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要死 这是我权衡利弊之后 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否则 我迟早会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如今封都鬼王已死 修罗教全灭 剩下的数万阴兵鬼将 已经是群龙无首 不作为拒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不能让这些阴兵鬼将 离开修罗城 彻底踏入人间 否则到时候 对于人间的那些普通人来说 绝对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罢了 既然今日已经大开了杀戮 那就彻底一点吧 想到这里 我直接拉着幽击 踏上了轮回盘 然后以鲜血祭奠 使得轮回盘 再次暴涨了数十倍 直接化作了百丈大小 横在了整个封都鬼城的上空 接着 我双手捏举 念动咒语 驱使轮回盘 横空而过 震荡出无数的轮回之力 一道道灰白之气散发出来 转眼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道巨大的漩涡轮回 随即 我双手在胸前慢慢滑动 脚下的轮回盘 缓缓地旋转了起来 与此同时 那巨大的轮回漩涡 也开始散发出振振强大的激励 将封都鬼城当中 所有的冤魂厉鬼 乃至阴兵鬼将 全部拉扯到了半空中 最终 一一吞噬了进去 第六百三十八集 恐怖的魔忌 一时间 鬼哭狼嚎 响彻天地 激烈的惨叫声 更是传遍了 各封都鬼城 这一日 对于封都鬼城当中的 那些冤魂厉鬼 以及阴兵鬼将来说 无疑是世界末日 轮回盘下 冤魂尽散 厉鬼亡形 等到尘埃落定 整个封都鬼城 已经再也没有 任何形式的生命灵体 只剩下一座空城 一片死寂 唯有封来的时候 街道上 才会传来些许的动静 随之再次归于平静 虽然说世间的万灵万物 皆有其生命 生命也相对平等 但是生而为人 你终究只能站在人的立场 去权衡利弊 这是无法被更改的事实 我们生来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 必要时候杀戮的时候 不应该心思手软 我也终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轮回盘迅速缩小 转眼又化作了书章大小 然后载着我们 如机冲天而起 朝着北边飞类而去 这南方的隐患 算是彻底抹除掉了 剩下的就是盘踞于秦岭一带的幽恒 以及他率领的那些阴兵鬼将了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他不率领众多阴兵鬼将 大举入侵 残害无辜 我短时间之内 还是不想跟他正面冲突的 毕竟 幽恒现在势力不容小觑 而且 他还是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绝对不像封都鬼王 以及幽都鬼王那般好搞定 所以 我暂时不打算动他 况且除此之外 我还有别的顾虑 那就是天道门 虽然这天道门 已经销声匿迹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知道 这样个隶属于天道的组织 绝对不会就那么轻易地 彻底消失掉的 如今浩劫已至 天道轮回大线定然是不远了 这种情况下 天道必然会非常迫切地 想要除掉我这个变数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任何动作 这只能说明天道在酝酿一波大的 我可绝对不会认为 他就这样对我放任不管了 老哥 你看 我正在心里暗自琢磨着 幽急忽然喊了我一声 随即抬手指的指身后 我连忙转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身后竟然有一只指鹤 正在紧紧地跟着我们 照理说 此时我们脚踏轮回盘 略空而行 飞行速度是极快的 一般的指鹤 可绝对追不上我们 但是这只指鹤 显然有大法力加持 两只小小的翅膀 扑棱扑棱的 一路迎风急飞 追得很近 就连轮回盘的速度 也没有办法将其落下 看到这里 我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然后心念一动 脚下的轮回盘 顿时停在了半空中 这样一来 急速飞行的指鹤 顿时直接朝着我怀里 撞了过来 我伸手就打算 将这个指鹤抓在手里 然后看个究竟 谁知道 就在我抓到手边的时候 那指鹤却忽然身体一转 转了个弯 直接从我手缝里 溜走掉了 然后这只指鹤 还具有灵性地 回头看了看我 随即又扑闪着翅膀 快速地朝着 另一个方向飞去 我略微沉印了一下 随即心念一动 脚下的轮回盘 直接朝着 面前的指鹤追了上去 如此追赶了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前方数十里的位置 忽然爆发出 一股极其强大的魔剂 我赶紧操控了轮回盘 停在半空中 随即皱眉地朝着那边 看了一下 只见此时 那地方已经是魔剂冲天了 滚滚魔剂 甚至都已经化过了实质性 形成一道道黑气 缭绕在半空中 连带着四周的乌云 都被魔剂给冲散了开来 我一看这架势 不由的也是脸色微变 照这种情况来看 恐怕又是什么极其恐怖的 大魔头出事了吧 毕竟我还从来没有感受到 这么强大的魔剂 即便是被封印在龙虎山 木崖底下的血魔残液 也绝对没有这般气势 想到这里 我赶紧操控了轮回盘 快速地朝着那边飞掠了过去 可惜还没等我赶到近前 半空中便是一道雷霆 毫无征兆地劈了下来 直接劈向了魔剂冲天的那个位置 像这种大魔头出事 引来天际 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毕竟这种存在 可能很容易就打破了世间稳定的格局 所以天道降下雷霆 也是理所当然 由此看来 眼前这个大魔头 很有可能是半步天人境界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得不谨慎一些了 于是赶紧放慢了速度 警惕地朝着雷霆降下的位置 飞掠了过去 这时接连又降下了两道雷霆 全部披在了同一位置上 此时我也终于来到了近前 仔细一看 发现那地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数十米的大坑 里面烟尘滚滚 雷霆肆虐 看样子 那魔物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可就在这时 我眼角的余光忽然又瞥见 不远处的半空中 正立着一道白色的人影 仔细一看才发现那竟然是一身白袍 白发白须的天道门大长老 一看到这家伙 我顿时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妙了 因为我知道 这些天道门的人 基本上全都是天道傀儡 他们可绝对不会做什么拯救天下苍生的事情 反而是帮天道清除障碍 去除绊脚石的 想到这里 我赶紧朝下方的地面 那个大坑里面看了看 想知道 刚才被天结雷霆所轰杀的 究竟是何方魔物 但是那大坑里面 到现在都是烟尘滚滚 未曾消散 所以一时间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此时那天道门的大长老 显然也发现了我 居然二话不说 直接掉头就打算走人 且慢 我赶紧轻贺了一声 随即施展乾坤顿法 身影意识 便直接挡在了大长老的面前 你想干什么 大长老顿时后退了几步 满脸警惕地看着我 不干什么 就是想问问 刚才被天结雷霆所轰杀的 究竟是何方魔物而已 我说着轻笑了一声 随即故作迷惑地 看着大长老问道 还有就是 你为什么看到我 直接就跑路了 难不成我以前打过你 小子 你别没事找事 想知道下面是何方魔物 你自己下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老夫今天没功夫陪你 告辞了 大长老说着转身就要走人 等等 我身影一闪 再次挡在了大长老的面前 随即眯起眼睛看着他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就别想走了 李十一 你别气人太甚 我不是真以为老夫怕了你不成 大长老的脸色终于彻底沉了下来 不怕 那你跑什么 我破些玩味地看着对方说道 别说你一个天道傀儡 即便是天道 他现在也奈何不了我 所以你最好放聪明一点 否则我倒是不介意灭杀了你 也算是去除了天道的一丁点爪牙吧 你放肆 我堂堂天道门大长老 岂容你这般羞辱 信不信老夫今天就与你做过一场 这下大长老直接被气炸了 胡子都翘了起来 好呀 那来吧 我说着心念一动 直接将逆天之道召唤了出来 转眼 便是一道巨大的灰色漩涡 直接横在了我的头顶 这下大长老的脸色顿时变了变 不过 他还是强装镇定 冷冷地看着我说道 不要以为 你有逆天之道在身 老夫就怕了你 对 你是不怕 那你倒是来呀 难不成 你想先让我散招 我说着轻笑了一声 随即点了点头说道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话音落下 我双手直接捏出了诀窍 太阴 道阳 附灵 玄仓 开 随着咒语念出 一道道灵符 顿时在我手掌间汇聚成形 接着 我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那几道灵符迎风暴涨 直接朝着大长老飞了过去 大道无情一灭众生 杀 这大长老一看我出招 顿时满脸警惕 直接调动大道法则 朝着我碾压了过来 第六百三十九集 万魔吞天 厉鬼是神 我本来是想先困住这老家伙的 谁知他一上来 就直接放大招 在大道法则的冲击之下 那数道灵符 瞬间就化作了粉碎 接着 无尽的大道法则直接化作了实质性 形成一道巨大的白光 朝着我碾压了过来 我连忙心念移动 头顶的灰色漩涡 瞬间翻转过来 横在了我的胸前 直接将那道巨大的白光 给吞噬了进去 如今我这逆天之道 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 天道雷节 都能够轻松接得下 这大道法则自然是不在话下 不过对方 毕竟是天道傀儡 能够调动天地大道法则 所以我还是不敢掉以轻信 等逆天之道 吞噬了这大道法则之后 我便赶紧再次施展乾坤顿法 直接出现在了大长老的身后 随即抬手一掌 朝着他后心拍了过去 乾坤无极 玉领如山 是 随着咒语念出 这一掌 结结实实地拍在了 大长老的后背上 毕竟这老家伙修为有限 虽然是天道傀儡 但若是抛开大道法则的加持 他顶多也就是个 登仙境界的修为而已 加上我刚才施展乾坤顿法 出其不意 所以大长老 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一掌拍下 加上我施展了法令加持 强大的力道 瞬间就将大长老整个人都给震飞了出去 人还在半空中 他便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我正打算撑上追击 这时下方的大坑中 忽然又震荡出了无尽的魔器 紧接着一道浑身缭绕着滚滚摸起的人影 直接从满目窗衣的大坑里面爬了出来 这家伙此时浑身衣衫破碎 头发焦黑 怎一个惨字了不 简直是惨不仁多 我仔细打量了好半天 才从那面部轮廓上辨认出来 竟然是张艺辰 原来是他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 如此天劫雷劫降落 轰杀一个魔物 除了曾经的天道傀儡 后来又彻底堕落了魔道的张艺辰 还能有谁 若是换了一般的魔物 恐怕天道也懒得费这番的功夫 你竟然还没死 大长老此时也稳住了身形 一看到张艺辰从大坑里面爬了出来 顿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接着他又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张艺辰则是缓缓抬起头 然后看着大长老 眼中血光缭绕 冷冷地说道 我不死 你死 大长老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微变 随即马上捏绝念咒 然后抬手向下一指 轻贺离声 大道无情天劫降临 射令 随着话音落下 半空中 顿时又开始响起了阵阵闷雷声 紧接着 一大片乌云汇聚而来 其中电光闪烁 雷霆肆虐 感觉像是要将整片天空 都要撕裂开来了似的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天劫雷霆 便直接酝酿成形 自云层深处 披落了下来 我看到这里 也是脸色微变 连忙心念移动 远处的轮回盘 顿时载着幽击 退出了数十里开外 以免被这天劫雷霆所拨起 我没想到 这大长老 居然可以直接调动天劫雷霆 看样子 天道显然是给这些傀儡 开绿灯了 毕竟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 天道早就不要脸了 所以 这点我倒是并不意外 看到雷霆即将落下 我连忙操控逆天之道 猛然腾空而起 直接横在了张艺辰的头顶 这一道天雷 若是砸起来 我想张艺辰 恐怕就不见得能够扛得住了 所以 我必须得挡下来才行 本来双目赤红 已经做好了 殊死一搏的张艺辰 看到雷霆 忽然 被我逆天之道拦截下来 顿时微微愣了一下 我来挡住天道雷霆 你去收拾那个老家伙 看到张艺辰朝我看过来 我连忙冲他喊了一声 张艺辰也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便神色猙獰的 朝着半空中的大长老看了过去 这下大长老顿时脸色微变 连忙人影一闪 朝着远处飞蕾而去 打算就这样 直接逃之夭夭了 可惜张艺辰根本不可能让他逃跑 只见一道魔技 猛然重天而起 强大的能量 使得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紧接着 半空中只留下一道残影 等到下一刻再出现的时候 张艺辰已经拦在了大长老的面前 直接挡住了他的巨弱 接着 他抬手便是一拳轰了过去 大长老连忙闪身躲避 虽然避开了这一拳 但是狂暴的能量 以及滚滚魔器 还是波及到了他的身上 将他整个人震得差点 从半空中直接栽倒了下来 大道无情 引灭终生 大长老稳住身形 联盟再次调动大道法则 朝着张艺辰碾压了过去 此时张艺辰也是不闪不避 浑身魔器缭绕 直接将他包裹在其中 迎着那无尽的大道法则冲了上去 一时间 魔器与大道法则猛然相撞 彼此消磨 使他整个空间都在急剧地颤抖 这大道之危毕竟不容小觑 除了我这种唯一的变数 能够专门克制 这种浩瀚的力量之外 一般的修者 即便是修为再强 也难以抗衡 因此 在两种不同的力量 彼此冲创消磨的过程中 张艺辰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不过他凭借着 自身强大的魔力与修为 硬是撞开了那无尽的大道法则 使得其短暂溃散了开来 这下大长老的脸色 当场就白了下来 显然也是受到了不小的震荡 他连忙再次捏绝引擂 一道道天结雷霆 顿时酝酿成形 接二连三的 在云层深处披落了下来 这浩瀚的天威 即便我有逆天之道在身 也是被震得一阵气血翻滚 险些当场喷出一口鲜血来 不过好在 这接二连三的天结雷霆 终究是被逆天之道给吞噬掉了 没有一道披落在张艺辰的身上 张艺辰抬头看了看云层深处 仍在酝酿的雷霆 顿时眼中杀鸡毕露 接着他双手交错 结印胸前 猛然大喝了一声 万魔吞天 厉鬼是神 随着话音落下 滚滚的魔器瞬间 就将张艺辰给吞噬掉了 紧接着浩荡的魔器 猛然分散开来 化作无尽的恶魔虚影 铺天盖地般的 朝着大长老扑了过去 那场面当真是有些害人 数以万计的恶魔虚影 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 大长老联盟再次捏绝念咒 引动天结雷霆 可惜此时 云层深处只传来了阵阵闷雷之声 天结雷霆 根本就没有再次降落下来 看样子 天道也清楚 这时候降下雷劫 根本毫无意义 所以直接果断放弃了这个傀儡 都懒得再费功夫了 这也是天道一贯的作风 傀儡一旦没有了用处 便直接抛弃毫不犹豫 不 大长老最后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哀鸣 随即便被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所代替 无尽的恶魔虚影一拥而上 不光吞噬了大长老的身体 就连其元神也被彻底吞噬殆尽 这位天道门曾经的大长老 天道傀儡之一 最终还是落了个行神俱灭的下场 而那数以万计的恶魔虚影 在吞噬掉大长老之后 又慢慢融合在一起 最终化作了张艺辰的模样 他这是直接以身化魔 算是彻底堕入了魔道 也成就了魔身 不过看张艺辰的样子 应该并没有被魔性左右心神 影响神志 最起码他还保留了自己的人性 我也收回了逆天之道 然后飞身上前 在不远不近的位置看着张艺辰 李兄放心 我已经不再是傀儡之身 断然不会再对你出手的 张艺辰看出我眼中的警惕 连忙开口解释了一下 然后才飞身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一听这话 总算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毕竟他已经彻底堕入了魔道 我也是怕他被心魔所影响 变得残暴尸杀 涂炭生灵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少不了又要跟他站在对立面 甚至是大打出手 第六百四十集 我来召你 不过现在看来 显然是我多虑了 这魔性基本上没有影响张艺辰 他还是原来的性格 只要不残害无辜 获及苍生 是魔是先 其实都不重要 你没事就好 我说着拍了下他的肩膀 想起来当初 咱们志同道合 一心要斩妖除魔 拯救天下苍生 再到后来 他沦为天道傀儡 与世生死相向 几度交锋 再到今日彻底堕入魔道 回归本我 这期间的曲折过程 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刚才多亏了你 否则我今日 恐怕就是要死在这天阶雷霆之下了 张艺辰说着 抬头看了一眼半空中逐渐退散开来的乌云 眼中闪过了一抹血色 曾经我沦为天道傀儡许久 如今终于摆脱了天道的掌控 他必定是要置我于死地的 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天道就奈何不得你 我这逆天之道 刚好可以撤走他 我说着也抬头看了看天空 哼 那就好 只要没有这个天洁雷霆的威胁 一般的天道傀儡 我见一个杀一个 张艺辰说着冷哼一声 一般的天道傀儡 倒是不足为惧 我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但是如今天道门的人 恐怕已经全都沦为了天道傀儡 这是天道手中举足轻重的一张地牌 绝对不容小觑 我们还是得小心为妙 其实天道门的人都不算什么 张艺辰说着摇里摇头 随即眯起眼睛说道 主要是天道门门主 他之前教我修行 带我一步步踏上天道傀儡之路 所以我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恐怕并不是天道傀儡 而是天道分身 天道分身 我听到这里 也是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其实这点我早有猜测 毕竟修行之人 一道河道沦为傀儡 修为也就有了上限 很难再踏入化神之后的境界 而这位天道门的门主 虽然我都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交过手 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 不难猜出 他的修为肯定是化神之后了 也许是半步天人 甚至有可能是天人之境 虽然这听起来多少些夸张 但若他真的是天道分身 那也就能够理解了 这算是最坏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天道门就绝不能与之硬碰硬了 尤其是这位天道门的门主 我想最好还是能够避开他 因为天道门的存在 本来就是为了撤肘我 甚至是将我扼杀在摇篮中 为此天道甚至不惜动用了他自己的分身 可想而知 这绝对会是我有生以来 所要面对的最大的威胁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我知道这天道分身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但是还有我在 如今我已经彻底堕落了魔道 且成就大魔之身 虽然无法直接面对天威 但是这天道分身 我还是能够与他拼一拼的 张艺辰看我脸色凝重 脸盲宽慰了我一番 行 那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如今的张艺辰 修为的确性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境界 这个同色刚才以自身力量硬汉大道法则 并且轻而易举地灭掉大长老 就能够看得出来 如果没有猜错 他现在应该是半步天人之境 而且修魔者本就强悍 面对同境界的修者 几乎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可想而知 他现在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大了 我想只要没有天道雷霆的威胁 他几乎可以在半步天人这一境界是横着走的 这也算是多了一个强大有力的帮手 不管面对天道盟的威胁 还是面对阴间的大举入侵 我们都有了一定的反击能力 对了 你师妹呢 我忽然想起来 好像没有看到王维维的身影 于是便问了张艺辰一声 他没有跟我在一起 因为这段时间 天道门的人一直在四处找我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让他留在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毕竟刚才你也看到了 在那般天劫雷霆之下 我自己都自食难保 根本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 张艺辰说着 无奈地摊了摊双手 随即笑道 现在好了 有你在 我就不用担心天道带来的威胁 至于天道门的人 对我来说自是不足为惧 也是 只要跟我在一起 我就能照得住你 我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么一想 怎么忽然感觉 我好像成了世间强者的庇护伞了 尤其是踏入了半步天人之境的强者 很容易就会触发天道晋级 所以 他们即便是站在了悬术界的最巅峰 也仍然需要小心谨慎 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天劫雷霆轰杀 但是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无需担心 可以直接横着走 这想想还是挺爽的 以后岂不是 要有一大堆的半步天人之境的强者 仰仗着我来庇护他们吗 说真的 这天地万物 还真是相生相克 即便是无所不能的天道 也照样有能够克制他的存在 张义辰也有些感慨地说道 那当然 我点了点头说道 天道也不是永生不灭的 最起码 他也要如万物万灵一般 经历生死轮回 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无的过程 只是他存在的岁月 可能比任何生灵 都要久很多很多罢了 也是 张义辰听到这里 不由得点头长说了一口气 像是心里平衡了不少 想来他这段时间 被天道门的人一直追杀 又被天道各种压制 无力反驳 恐怕心中 也是憋了一肚子的活儿 放心吧 有你大展拳脚的时候 我说着拍了拍张义辰的肩膀 随着我心念转动 轮回盘也从远处飞掠了过来 眨眼便来到了近前 幽姬还在轮回盘上面站着 亭亭玉立 裙带飘扬 颇有一种仙子临晨般的感觉 这位是 张义辰看到幽姬 连忙满脸差矮的看了我一眼 我媳妇 幽姬 我说着各自介绍了一下 这位是龙虎山的张义辰 张道友 你媳妇 张义辰一听这话 脑门上直接就黑线了 然后他也不避讳 就那样当着幽姬的面问道 你不是已经有好几个媳妇了吗 这个肯定是多多益善嘛 我摸了摸脑门 略有些尴尬的说道 那还有宇夕瑶呢 我听他说你们好像也那个 张义辰说着 抬手比喻了一下 你见过宇夕瑶呀 我听到这里 连忙差矮的问了张义辰一声 难道说宇夕瑶随的故人 就是张义辰 见过呀 他就跟我师妹在一起呢 张义辰点了点头 随起又觉得有些不妥 连忙补充道 不过我这人向来清新寡悦 你是知道的 所以有我师妹一个就够了 我不会对别的女人 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本来我也没往那方面想 他这一番解释 反而搞得我挺尴尬的 我知道 你清静无为嘛 我笑了笑说道 行了 咱们还是先去找你师妹吧 也好 张义辰点了点头 然后便带着我们 朝西人间飞掠而去 不多时我们便来到了一个较为偏远的小镇上 这时候天地一片黑暗 反正一般人也看不到有人欲空而行 所以我们几个也就没有避讳了 直接飞掠到小镇里面 最后落在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 院子左边的西厢房和堂屋里的灯都亮着 而且屋子里还有说话的声音 张义辰当先步入了堂屋 我和幽稷也跟了进去 只是没有想到 堂屋里面除了于西瑶和王维维之外 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 那男人看着四十多岁 一副油腻中年大叔的模样 眼神也很猥琐 尤其是当他看到后面跟进来的游击时 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第六百四十一集 一巴掌抽死你 哦 你总算回来了 道长 我正要跟你说房租的事情呢 那中年男人看到张义辰和我们进来 连忙善笑着站起身来 但他那不规矩的眼神 却仍然在幽稷身上 上上下下地扫了一遍 从头看到脚 几乎都没有避讳我和张义辰 我们明天就走 张义辰看了那中年男人一眼 微微皱眉说道 啊 这样啊 那还真是挺可惜的 不过这两天的房租啊 说到这里 中年男人又止住了话头 随即看了看于西瑶和王维维 然后轻笑了一声 啊 他刚才说 如果没有钱交房租呢 就让我们陪他一晚上 雨霄忽然饶有兴致地 看着那中年男人说道 说完之后 还特意看了我一眼 张义辰一听这话 脸色当场就冷了下来 随即地看一下那中年男人 神色不善地说道 你真这么说了 我那 我那不是吓唬他们吗 毕竟这房租都欠了好几天了 道长您又一直没回来 那中年男人一迎上张义辰的目光 顿时就有些怂了 多少钱 说个数 张义辰继续盯着那中年男人 沉生说道 也没多少 要不算了 那中年男人一看这架势 哪里还肯要房租 说着就打算直接开溜了 我当然不会就这么让他跑掉 于是直接拦在了门口的位置 将他给拦了下来 这家伙都一把年纪了 简直是不要老脸 还他娘的 想人家两个小姑娘陪他一晚 这要是不教训他一顿 我心里头过也不去 你就说要多少钱吧 一万够不够 我说着 直接从口袋里拿出一袋钱 嗨在了中年男人的胸口 这 这哪里要得了这么多钱啊 一万块钱 租我这小院子 一年都绰绰有余了 那个中年男人拿着钱 一脸为难的说道 那就租一年 你先把租金收好 我说着 拍了拍中年男人的肩膀 然后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直接将中年男人 从堂屋里面给拽了出来 现在咱们再算一算 你刚才对那两个小姑娘 出言不逊的事 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哎 年轻人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在这镇上可是有人的 那中年男人一看 我都这么不客气了 也是瞪起了眼睛 有人是吧 我轻笑了一声 随即直接一个大嘴巴子 将那中年男人给抽翻在地上 这还是我收了九成的力道 不然一巴掌下去 都能把他的脑袋 直接给拍下来 他毕竟就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不可能挨住我这一巴掌 小子 你敢打我 我会让你知道 这一巴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那中年男人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口鼻都已经渗出血来了 但他还是捂着红肿的脸颊 跟我放狠话 我二话没说 直接 挨在了旁边的院墙上 这一掌 我是借了班山之力的 整面院墙 直接就被拍得轰然倒塌 瞬间摔成了粉碎 赶紧滚犊子 不然我就让你知道 我这一巴掌到底有多重 我拍了拍手 皱眉看着那中年男人说道 对方这时候几乎已经被吓傻了 竟然愣在那里 完全忘记了逃跑 只是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两条腿更是不停地哆嗦着 感觉随时都要跪下来似的 还不管 我又轻贺了一声 那中年男人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赶紧转身 一路亮亮腔腔地跑了出去 要不是看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真的是一巴掌 就给他结果掉了 你应该杀了他们的 这种人 狗改不了 吃屎 张艺辰看着那中年男人狼狈离去的身影 微微皱眉说道 普通人就算了 咱们毕竟都这种境界了 没有必要对一个普通人下杀手 况且 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不慎在意地说道 那倒也是 张艺辰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如今浩劫将至 普通人必是首当其中 到最后恐怕谁都不能幸免 姑且就让他先多活一阵吧 人家都欺负你们媳妇了 你们还这么心慈手软 真是无语 雨霄忽然从屋子里走出来 抱着胳膊 一脸不爽地说道 你什么时候成我媳妇了 我故作惊讶地看着他 这家伙分明就是 唯恐天下不乱 故意让我们来收拾那中年男人 要不然他早就一巴掌 给对方拍死了 又何必要等到我们回来呢 怎么 你是吃干妈镜 就不想认账了 是吧 雨霄一听这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没说不认账啊 只是你也没说做媳妇不是啊 顶多算是一夜情吧 我非常无语地看着他说道 到那样了 还不是媳妇 你 你简直不是人你 雨霄说着 忽然气急败坏地给了我一脚 正好踢到小腿骨上 疼得我当场就跳了起来 你牙有病是不是 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声 你才有病 雨霄气呼呼地看着我 那眼睛里面都快要瞪出眼泪来了 得得得 好男不跟女道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我说着摆了摆手 直接懒得理他了 雨霄则是仍然气鼓鼓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一副对我恨之入骨 愁身似海的样子 搞得好像我挖了他家祖坟似的 张艺辰看到这里 难免有些尴尬 联盟拍了拍我的肩膀劝说道 行了李兄 你看人家一姑娘家家的 也不容易 就别较劲了 再说了 不是都已经那啥了吗 有啥不是睡觉不能解决的呀 不是张师兄 这好像不是你的风格呀 我有些骇人地看着张艺辰 他以前明明是个很正直的人 怎么忽然之间 这种虎狼之词都出来了 难道说他自从堕入了魔道之后 这方面的心性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成 人总是要经历的嘛 迟早的事 张艺辰说着 还回头看了王维维一眼 王维维则是立马羞怯地低下了头去 这下我瞬间就懂了 原来他已经跨越了那一步 怪不得 照这种情况来看 张艺辰所谓的清心寡欲 以后恐怕就只能是嘴上说说了 得 看着你忽然成长起来了 我也是十分欣慰的 加油 我说着拍了拍张艺辰的肩膀 这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欣慰 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吧 你也是 最好去哄哄人家 因为这院子里就两个房间 你懂的啊 张艺辰小声提醒了我一句 然后便直接回躺屋休息去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 两个房间好像真不够住的 难不成要和雨夕摇 起一个屋子里吗 这恐怕有点难度吧 那个 别以为说两句好听的 我就原谅你了 我刚想说点什么 谁知雨夕摇直接就给我打断了 而且还指着我 一副很凶的样子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只能来硬的了 我说着 直接上前一把将雨夕摇 给抱了起来 然后直接抱进了西厢房 打算给他扔在床上 谁知进了屋之后 雨夕忽然两只胳膊 还住了我的脖子 一时间 我竟然还扔不下来 接着 他小嘴直接就凑了上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就开始吻我 我是真的被他搞了个措手不及 前一秒还在给我甩脸色 下一秒就直接亲上了 这女的果然是人格分裂呀 行了别瞎搞 我赶紧推开他 呼吸略有些急促地说道 天 雨霄则是翻了个白眼 然后自顾自地爬到床上去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幽界跟了过来 这让我多少些尴尬 第六百四十二集 江九 今天晚上是要在这里睡吗 幽姬走到门口 探头朝屋子里张望了一下 然后问我 凑合一晚上吧 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了 我说着回头看了雨昕瑶一眼 她这会儿已经在床上躺好了 好 幽姬点了点头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抹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笑容 接着她也进屋了 我关上房门 然后点了根烟 站在那里半竿不尬地抽着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主要是三个人就这么待在一个屋子里 本身就挺尴尬的 加上 等一下还得睡一张床 光是想想 我就觉得不怎么好睡 这床倒是挺大的 睡三个人肯定是没问题 可关键是幽姬和雨昶又不熟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三个人大倍同眠 其实是件很难受的事情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上床 也不知道该睡在什么位置 你要说睡中间吧 搞得我好像左拥右抱的 但我若是睡在边上 让幽姬和雨昶挨着睡 估计他们俩反而更尴尬 幽姬显然也完全不知道 自己该睡在那里 所以只是处在地上 一会儿看着我 一会儿又看看雨昶瑶的 你们俩是打算在地上睡吗 雨昶瑶看着我和幽姬 半天都没上来 顿时翻了翻白眼 就是一床被子嘛 我走到床边上看了看 然后脸色为难地问他 这么大被子 不够你干还是咋的 雨昶说着又往那里挪了挪 特意留出个很大的空间来 那那好吧 就将就一晚上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像眼前这条件妥协了 反正也没有多余的被子 你什么意思 是将就被子 还是将就我呀 雨昶一听这话 又开始给我挑刺了 将就被子 我将就你干啥 我也懒得再跟他吵吵 说着便直接爬上了床 并且往里面睡了一些 给幽界留出了足够的位置来 那你的意思是 连我将就都不想将就了 是吧 雨昶说着撑起半个身子 然后将脑袋探过来 近在咫尺地看着我 你别瞎琢磨了 赶紧睡觉吧 我说着皱了皱眉头 然后直接翻身 将后背留给了他 这种时候 我可不想跟他伴嘴 免得这家伙 等一下一激动 直接爬到我身上来 这种事我相信他 肯定是做得出来的 毕竟他人格分裂嘛 你永远都无法预测 他那突如其来的性格转变 以及让人猝不及防的举动 不过好在这一次 雨昶倒也没有在呼叫蛮缠 幽机很快也上了床 直接缩在了我的怀里 然后三个人 就这么直挺挺地躺着 谁也不说话 啪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雨昶忽然摁下了 墙上的电灯开关 整个屋子 瞬间就陷入了黑暗当中 窗外不见半点月光 加上这偏僻小镇 也没什么灯火 所以外面同样是黑漆漆一片 几声犬吠 滑破夜空 随即又归于宁静 我就那么干躺着 躺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睡意 这时雨昶忽然从后面伸手抱住了 将脑袋也抵在了我的后背上 我顿时浑身僵硬了起来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游击显然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但是黑暗中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 但是他的呼吸扑打在我的脸上 我还是很清晰地感觉到了 我也能感觉到游击在黑暗中注视着我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就这么无声地僵持了一会儿 游击忽然伸手 推了脱我的胸口 似乎是在示意我翻个身子 我只好翻身仰面躺了下来 他这才抱住我的一只胳膊 然后将脑袋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另一边雨昶敖也同样抱住了我的一只胳膊 不过他显然没那么安分 直接将脸埋在了我的脖颈上 故意使劲呼吸 搞得我脖子都是热乎乎的 这种情况下 我难免有些躁动 毕竟大晚上的左拥右抱 我想换了谁 恐怕都会想入非非吧 不过还是遏制住了这种念头 没敢胡思乱想 只是躺在那里装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始终半点睡意都没有 而且还不好翻身 这让我很是难受 最后没办法 我索性闭上眼睛 开始冥想修炼精神念力 当念力扩散开来的时候 注意力自然也就跟着分散了开来 这种状态下 人反倒容易犯困 因为不会胡思乱想嘛 冥想了一阵之后 我很快就觉着开始有些困意了 于是我索性收回念力 然后没一会儿便直接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同样睡得很沉 而且还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梦 甚至有不少难以描述的场景 但最令我啼笑皆非的是 我竟然梦到自己和幽姬他们在一起的事 让陈琳给知道了 照理说 这事到时候肯定是要让陈琳知道的 这个毋庸置疑 所以我应该也不至于太过于担心或者害怕 但是在梦境里 我是真的被吓惨了 那感觉就像是出轨被老婆逮着个正着似的 吓得我醒过来的时候 都冒了一身的冷汗 我躺在那里梦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反应过来 刚才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这梦做的 冷汗都给我吓出来了 说到底 我终究还是心虚的 正随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想 我潜意识里肯定也有这方面的担忧 我看了看外面 依旧是黑漆漆的一片 不过时间 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多了 游击和雨细遥 都还在睡梦当中 两个人一左一右 依偎在我怀里 这画面还挺和谐 一觉睡到现在 也是差不多了 于是我轻手轻脚的 从床上爬起来 打算今天就先睡到这儿 谁知我这一动 游击直接就醒了 睁开两只眼睛 睡眼惺忪的看了看我 然后也从床上爬起来了 你再睡一会儿 我出去看看 外面有没有早点什么的 买点回来 我说着 伸手摸了摸游击的脑袋 我要跟你一起去 游击冲我甜甜地笑了一下 说道 那也行 我点了点头 然后等游击下床 这时雨细遥忽然翻了个身 说道 我要喝豆浆 镇上有卖豆浆的地方吗 我连忙问道 正好也问他一下 哪里有卖早点的 出门之后又拐 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走 就看到了 雨霄说着打了个哈欠 然后又翻身睡了过去 我跟游击收拾好之后 便直接出了门 这时候外面 虽然依旧是黑漆漆一片 感觉跟半夜似的 但街上明显已经有了些许的烟火气 零零散散的灯火 映照着整个朦胧的小镇 早起忙碌的人们 三三两两地走过街道 默默无声 形如鬼魅 远处早餐店的铺子 也冒着腾腾的热气 空气里 甚至还夹杂着肉包子的香味 这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雾蒙蒙的 也不知道是清晨起了雾 还是包子铺的热气 弥漫到了整个空气里 总之天太黑 也看不清楚 偶尔有那么一束手电光 迎面照过来 还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我也搞不清楚 这镇上的人都是什么习惯 每当有人迎面走来的时候 总会将手电光 直接打到你脸上来 然后又快速挪开 虽然这种举动很不礼貌 但是我也没生气 兴许对方只是想看清楚 来的人是谁 或许是认识的人 就打个招呼 一镜像这种偏远小镇 总共也没有多少人 碰到熟人的几率很大 但是我跟幽姬这两个外来人 对于镇上的人来说 显然都是陌生的 所以在看清楚脸之后 他们才会快速地将手电挪开 第六百四十三集 生活 一路走到街角的那个早餐店 热腾腾的包子 就摆在门口一张老木桌上 还有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筒 也摆在旁边 上面用红漆喷上了豆浆两个字 这早餐店看样子 应该是镇上独一份 卖的东西还挺齐全 包子 馒头 花卷 油条什么的 应有尽有 喝的有豆浆 小米粥 疗糟还有豆腐脑 店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妻 面容和善也很客气 所以生意很好 路过的村民几乎都会买份早点 然后相互寒暄两句 面对此行此景 我多少有些触度 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一日三餐 忙忙碌碌 虽然清苦 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 只是不知道这种平淡的生活 还能维持多久 我跟幽济买了早点 回到农家小院的时候 张艺辰和王维维也已经起来了 院子里的灯一亮起 黑暗顿时被驱散了不少 但是这长时间的黑夜 还是让人觉得分外的压抑 我甚至都已经想不起来 最后一次感受到阳光是什么时候了 这般暗无天日 导致空气里都是阴冷阴冷的 尤其是清晨 更是格外的冰冷自古 于是我们几个人只好在堂屋里吃早点 张艺辰甚至还升起了火炉 王维维则是冷得缩在被窝里 都不愿意出来 像是个怕冷的小猫咪似的 火炉烧了一会儿 屋子里的温度才开始渐渐升高 这时候雨霄还没有起来 估摸着是在赖床 于是我只好又到旁边的屋子里 去喊了他一遍 进屋之后 我发现这家伙果然卷着被子 包得严严实实地躺在床上 但是眼睛却睁得很大 明明都已经醒了 就是不愿意起床 你要是再不起来 早餐可就被我们吃完了 我抱着胳膊站在床前说道 不想起 雨霄一副无情打采的样子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房梁 咋 你想上教呀 我吃笑了一声 上你 雨霄白了我一样 没好气地说道 你咋不上天呢你 我直接一把将他身上的被子扯了过来 然后摁在床上 给他屁股上来了两巴掌 雨霄顿时尖叫了一声 然后赶紧慌乱地穿起了衣服 这大清早的 没有被子 他马上就躺不住了 等我跟雨霄过来的时候 王维维也总算是出了被窝 然后几个人一起围着火炉吃早餐 我顺便煮了一罐茶 两个大肉包子下肚 再喝上一罐茶 那真叫一个巴士 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几个人便直接动身赶去了西北那边 毕竟林泽他们还在那边等着我呢 况且北边又有幽恒虎视眈眈 若是他突然回军南下 大举入侵的话 单凭林泽他们可抵挡不住 一路是站顿房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我们便已经来到了临桃市区 可是当我找到之前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时 却发现林泽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了 我问了酒店工作人员才知道 他们两天前就已经退房离开了这里 至于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这个就不好说了 我在心里大概盘算了一下 以林泽他们这些人的实力 遇到麻烦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那么他们全都离开 就只有一种可能 应该是别的地方出了什么事情 可即便如此 他们要走的话 最起码也会通知我一声吧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 之前尾随我的那只纸鹤 当时凑巧 碰到了张艺辰遇难 所以自然而然的 就把这件事给忽略掉了 现在想想 那很有可能 就是林泽他们 给我的纸鹤传信 想到这里 我赶紧拿出了一道符筹 折成纸鹤 然后施衣法术 那纸鹤便扇动着翅膀 摇摇晃晃地飞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等来 林泽他们的纸鹤回信 后来我甚至跟每个人 都送了一份纸鹤传信出去 但是这些纸鹤 全都石沉大海 杳无音信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应 出事了 这是我的脸色 终于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我知道 如果他们没有出事的话 肯定是会有人回信给我的 但是现在一个回信的人都没有 那就只能说明 所有的人都已经陷入了险境 甚至有可能挂掉了 当然 我觉得挂掉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其他人暂且不说 最起码林泽 肯定是没那么容易 轻易领盒犯的 毕竟他是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即便是刚刚踏入这一境界不久 那也已经站在了如今 悬殊界最巅峰的存在 所以就算碰到了同境界的强者 打不过 暂且不论 逃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一推测 我心中大概已经有了答案 于是便直接带着 游记和张艺辰他们 赶去了秦岭那边 现如今 在这西北之地 能够有那种实力 让林泽等人陷入险境的 除了幽恒 我也想不出别人来 于是我选择直接 去秦岭那边看看情况 不多时 我们便来到了 秦岭山脉附近的一个小县城 这城里同样是灯火通明 但奇怪的是 街上完全看不到任何人影 也感觉不到一丁点的人气 就像是一座空城似的 反倒是城中的阴邪之气 尤为旺盛 这让我多少些狐疑 于是便跟张艺辰他们 到城里去查看一下 没想到 这县城里面 还真的是没有人 店铺大都是关门状态 有的铺子即便是开着 里面也是空荡荡的 照这种情况来看 城里的人 应该是很匆忙的 全部离开了这里 要不然 也绝对不至于 连铺子都来不及观赏 而且无论是街上 还是店铺的招牌灯 以及住宅楼里面 所有的灯火全都亮着 那就说明 这城里的人 应该是刚离开不久 亦或者是忽然消失掉了 我跟张艺辰他们 沿着空旷的街道 一路往里面走 所过之处空空荡荡 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但就在这时 街上忽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伴随着阵阵 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一大片鬼影 忽然从我的左手边的巷子里 飘了出来 鬼影当中 隐约还有小孩的哭声 我立马捏出了一道五雷符 抬手甩了过去 直接将那一大片鬼影 给拦了下来 等到那些鬼影落地之后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 才发现竟然是一队阴兵 大概有十几个 飘忽不静地站在那里 其中一个鬼影的手里 甚至还抓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看到这里 我瞬间就明白了 原来这城里的人 不是自己离开了 也不是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而是被这些阴兵给抓走了 至于眼前这个小女孩 想来应该是躲了起来 成了整个县城唯一的漏网之鱼 可惜最后 还是被这些东西给抓住了 放了那个小女孩 我抬手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面无表情地说道 几个阴兵顿时面面相识 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 人间的修者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连你们一起抓走 那领头的阴兵忽然站出来 挡在我面前说道 你们抓这些普通人 到底要干什么 我皱了皱眉头 不解地看着对方 反正就是几个阴兵而已 我这时候也不着急动手 打算先问问他们 抓那么多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该问的就别问 好奇心害死猫 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那阴兵首领冷冷地看着我说道 去你妹 我看从这家伙嘴里 也问不出什么来 索性懒得浪费时间了 直接咒骂一声 然后抬手 便是一道泰山斧甩了过去 那阴兵首领直接抽刀一斩 刀光闪过 泰山斧竟然被直接斩成了两劲 连带着符咒上面加持的法力 也消散掉了 第六百四十四集 鬼将 这不由得让我愣了一下 因为我没有想到 这阴兵首领 竟然还是个厉害的角色 刚才那一招的速度 快到人几乎是反应不过来 由此可见 这阴兵首领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在本将军面前就不要玩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符咒对我没用 那阴兵首领撕碎了我甩出去的符咒之后 又收了刀 一副非常狂妄的样子说道 我差点没被他直接给逗笑了 这家伙装起来的样子还真有那么点可爱 不过话说回来 这家伙既然是鬼将军 那么有点能耐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毕竟这种鬼将 不能和普通的阴兵相比较 既然你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 那咱们就直接一点 我说着猛然向前跨出一步 随即直接抬手一指 朝着那鬼将的额头点了过去 对方连忙在此抽刀 立着而来 速度同样很快 而且直接斩向了我的脑袋 看样子是打算一刀取我性命了 天崩 我直接轻贺了一声 随即猛然一直点在了刀刃上 那一瞬间 鬼将的眼神中 明显闪过了一丝错课 以及不解的神色 可能他完全搞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一手指接刀刃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但是紧接着 那鬼将的瞳孔便猛然收缩了一下 随即流露出了极其惊骇的神色 因为他手中森冷坚硬的长刀 在我这一指之下 直接化作了粉碎 彻底崩溃瓦解了开来 最后只剩下一个刀柄 握在了鬼将的手里 这天崩地裂的威力 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抵挡的 即便是同境界的修者 也很难接得下 这般威力强大的法术 更何况区区一个鬼将 修为实力勉强能够算得上 灯仙之境而已 我这一指若是点在他身上 眼前的鬼将 恐怕瞬间就要被这般强大的法力 震碎身形 彻底落个神形俱灭的下场 我之所以没有着急灭了他 不过是想问出 他们抓这些普通人 到底是什么目的而已 我再问你一遍 你们抓这么多人 到底想做什么 一招震住了那鬼将之后 我覆手而立 淡淡地看着他又问了一遍 那鬼将这时显然也意识到了 我不是一般的修者 所以不敢再狂妄 但是他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往后退开两步 站在那里满脸警惕地盯着我 说实在的 灭了你们这种小角色 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你要是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并且放了那个小女孩的话 我可以让你们走 我说着伸手示意了一下 少说大话 就算我不是你对手 但我若是想走的话 你可不一定拦得住我 那鬼将说着冷哼了一声 随即忽然转身 一把抓住那个小女孩 然后朝着另一边 飞过飞绿而去 想走 我轻笑了一声 随即捏出了一个诀窍 然后抬手向前一指 一道灵符 瞬间凝聚成形 转眼便化作树杖大小 朝着那鬼将飞射了过去 灵符很快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将其给拦了下来 接着我再次捏绝念咒 一道道灵符 瞬间凝聚成形 从四面八方 朝着那鬼将碾压了过去 太阴 道阳 赴灵 悬仓 收 随着咒语念出 那几道灵符瞬间合拢 直接形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囚牢 将那个鬼将 彻底给困在了其中 死了 鬼将眼看自己被困 连忙大喝了一声 那数十个阴兵 顿时手持长矛 朝着我杀了过来 结果还没等我来得及出手 张艺辰便直接抬手 挥出了一道魔器 那魔器直接化作了实质性 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黑气飞逝而去 瞬间便洞穿了那十几个阴兵的身体 一时间凄厉的惨叫声响彻街头 紧接着那些阴兵的身体 一阵抽搐扭动 转眼便化作一道道黑气 消散了开来 最终彻底消失不见 此时那鬼将也用尽全力 攻击了好几次灵符所化的囚牢 但是这灵符壁垒之上的法力波动 流转不息 直接就将他的攻击 全部给抵消掉了 根本没有办法打破 这下那鬼将终于有些慌了 他忽然一把掐住小女孩的脖子 恶狠狠地瞪着我说道 快点放本将军离开 否则我马上要了他的小命 我说过了 放你离开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们抓了这么多普通人 到底要做什么 我一脸淡定地 看着身处在囚牢之中的鬼将说道 其实我可以瞬间要了他的性命 让他魂飞魄散 毕竟他在我的灵符囚牢之内 我只要心念转动 调动法力便可 所以我压根就不担心 他能够伤及到那个小女孩的性命 你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那鬼将神色坚决地看着我 手上的力道也加重了几分 掐得小女孩当场就喘不过气来了 好 我连忙摊了摊双手 故作妥协地说道 我放你走 但是你最好不要伤及无辜 否则今天 我定会让你魂飞魄散 说着 我抬手一挥 分布在鬼将四周的灵虎 瞬间便散去了 转眼彻底化作了无形 你们人类就是心慈手软 难成大事 那鬼将看我妥协 顿时冷笑了一声 随即轻贺了一声 给你 说着 他便抬手将手里的小女孩 猛然朝我扔了过来 我连忙飞身上前 接住了那个小女孩 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 确定他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不会真的就这样放他走掉了吧 雨霄忽然在边上 有些无语地看着我问道 那不然呢 他不是已经跑了吗 我说着摊了摊双手 你是故意放他走的吧 刚才我看见你好像 在他身上施了什么手段 张艺辰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张艺辰一眼 没想到 他的洞察力竟然如此惊人 刚才我的确是在那鬼将的身上 种下了一道追踪符 方便等下追寻他的踪迹 但是这手段施展的极为巧妙 是在旁人绝对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施展的 甚至可以说是无形中下了符咒 所以就连那鬼将自己都不可能发现 但是我没有想到 张艺辰竟然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端倪 着实令我有些意外 不过想想 他现在的修为境界已经在我之上 所以发现我这一点小手段 其实也不足为奇 至于那鬼将 我之所以故意放他走 主要是因为 我觉着从他嘴里也问不出什么来 与其灭了他 还不如暗中跟踪 这样或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呢 即便不能知道 他们抓了这么多普通人的目的 但是跟着他 找到那些被抓的人 还是很有可能的 嗯 其实我只是暗自猜测了一下 因为我知道 你轻易就可以杀了那鬼将 但是你却选择放他走 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张艺辰极其睿智地说道 大师兄 你也太聪明了 王维维听完这番推测 顿时满脸崇拜地看着张艺辰 我则是心里一阵不爽 可恶 又被这家伙给装到了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索性转移目标 询问了一下那个小女孩 我叫田田 小女孩满脸胆怯地看着我说道 小丫头乖 不要害怕 叔叔是好人 我赶紧自我澄清了一下 但是小甜甜看着我的目光 仍然充满了巨疑 你要是好人才怪呢 雨霄瞪了我一眼 然后拉过小甜甜的手说道 小丫头 不用害怕 姐姐保护你 这下那小丫头还真的就不怕了 直接靠在了雨霄的腿上 我顿时一阵无语 第六百四十五集 隐身术 小丫头 你爸爸妈妈呢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又问了小甜甜一声 爸爸妈妈 那妖怪抓走了 小甜甜很干脆地说道 看来我之前猜得没错 这城里的人 的确是让阴兵给抓走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闭上眼睛 感应了一下那鬼将所在的位置 然后带着张义晨他们追了上去 我跟张义晨他们 也没有跟得太紧 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始终保持着两三公里的距离 免得被那鬼将发现 如此一路尾随 跟了大约有一柱香的时间 这时那鬼将 已经进入了秦岭山脉当中 此时远远望去 那秦岭山脉的深处 正散发着极其浓郁的阴邪之气 一道道阴森鬼祭 都已经化作了实质性 形成了一大片黑色的风暴 笼罩在半空中 那黑色风暴当中 更是隐隐戳戳 怨魂缭绕 时不时传来阵阵气厉的惨叫声 光是听着 就让人不寒而栗 我一看这架势 也是不敢贸然上前了 连忙止住脚步 然后远远地观望了一下 从眼前这种情况来看 这地方显然是在酝酿着什么 我想那恐怖的黑色风暴 应该和阴兵抓走的那些普通人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被抓走的那些普通人 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毕竟那黑色风暴当中 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在飘荡 这每一个冤魂 可都代表着一条人命 其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看样子悠恒这家伙 是要搞一波大的了 虽然我暂时还搞不清楚 他究竟要做什么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我上去查看一下情况 想到这里 我赶紧转身 对张艺辰他们交代了一声 在这种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 自然不能所有人贸然上前 那是极为不明智的 一旦出现无法掌控的变故 很容易所有人都要折在这里了 所以我打算 自个儿先上去看看情况再说 我跟你一起去 张艺辰一听这话 连忙跟了上来 不 你留在这里 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说着转头 看了幽稽和王维维 他们几个人一眼 这几位女性的安全 自然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若是我跟张艺辰 都去查看情况 万一他们在遭遇什么危险 那我跟张艺辰的处境 可就非常被动了 所以必须得留下一个人 来保护他们 这黑色风暴似乎不简单 更像是某种阵法 要不还是我去吧 你留在这里照顾他们 张艺辰看了看 远处的黑色风暴 周梅说道 不用 我有的是逃命的手段 就算这其中有什么危机 也绝对困不住我的 放心吧 我说着 给了张艺辰一个放心的眼神 然后便施展乾坤盾法 朝着远处 那黑色的风暴快速飞顿了过去 此时我已经感知不到 那鬼匠的位置了 估摸着 应该是进了黑色风暴当中 这也就意味着 那黑色的风暴 应该是能够隔绝感应法术 乃至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的 因此 我不得不非常警惕 转眼来到了风暴边缘的位置 我仔细感知了一下 发现念力也无法穿透着风暴层 感觉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自动排斥和阻拦我的念力一般 我略微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朝着风暴当中钻了进去 不过好在 这风暴层并没有对我的身体产生排斥 或者阻挡作用 反倒是一下子就进来了 那感觉就像是穿过了一层 介于虚实之间的屏障似的 风暴里面给人的感觉就更为奇妙了 虽然肉眼可见头顶上的黑气 在翻涌盘旋 形成了巨大的风暴层 将这方圆数十里都笼罩在了其中 但奇怪的是 在这风暴的内部 却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整个世界反倒是出奇的安静 我四下地打量了一番 黑暗当中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于是只好继续又往前走了一段 这时零零散散地 开始能够看到一些巡逻的阴兵队伍 为了避免过早被发现 导致打草惊蛇 我只好拿出一道隐身符来 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然后施以法术 整个人便彻底变成了透明人 即便是这些阴兵 也无法看到我的身影 这下我就可以直接大摇大摆地 走到里面去了 就算和那些阴兵擦肩而过 他们也绝对发现不了 就这样 我穿过了重重巡逻的阴兵队伍之后 终于来到了阴兵大军的内部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阴兵军营之类的 前方反倒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入口 而且洞口外面有重兵把守 一眼望过去 黑压压的一大片阴兵 全都守在这里 照这种情况来看 这地方肯定是极其重要的 于是我仗着隐形术 直接小心翼翼地朝着那洞口摸了过去 阴兵实在是太多了 搞得我举步为鉴 生怕一不小心就撞上了某个阴兵 或者是踩到对方 那样的话肯定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就这样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 才终于穿过了那重重叠叠的阴兵 来到了洞口 这山洞的入口很大 宽高都在十米开外 简直跟一座城门似的 山洞里面更是深得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只能看到两排绿油油的灯火 整齐排列地镶嵌在两边的洞壁上 一直延伸到山洞的最深处 我站在山洞大概地打量了一下 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朝着山洞里面走了进去 这山洞阴森森的 里面倒是极其的空旷 连个鬼眼都看不到 随着一路深入 山洞里面的空间并没有缩小 反而是越来越开阔了 到了最后 感觉就像是直接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地底宫殿似的 不过这山洞显然是人为开凿的 并非天然形成 因为洞壁上还残留着很明显的工具开凿过的痕迹 而且看样子 这山洞应该是近期才挖掘出来的 难道说他们抓了这么多普通人 就是为了开凿这个山洞吗 这显然有些不太可能 毕竟鬼物又不喜欢住在山洞里 更没有必要在这大山里面开凿洞火 我一边安自思索着 一边继续朝着山洞里面伸入 又走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这时前方的空间忽然变得极为开阔了起来 感觉应该是来到了山洞的最深处了 这地方四面全都点着绿油油的灯火 包括洞顶上也是 虽然这种光芒让我很不舒服 但是在绿光的火光照应下 我还是大概看清了整个山洞的布局 这空间大的几乎无法想象 我估摸着整座山恐怕都已经被掏空了 山洞最中间的位置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深坑 我从远处看过去 能够清晰地看到 大坑里面满满的全都是阴红的鲜血 无数的尸体正在那血池当中浮浮沉沉的 那场面就像是来到了人族屠宰场似的 但是我知道这种杀戮肯定不是毫无目的 随行而为的 因为我还在四周的洞壁上看到了很多密密麻麻诡异的符罩 全都是用鲜血画上去的 还有洞顶上 那些绿油油的灯火看似杂乱 实则排列有序 若是仔细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们恰好组成了一幅鬼脸图案 我一看这布局现象 就已经猜了个大概 看样子这地方 的确是布下了什么阵法 而且是借着无数人的鲜血魂魄激烈而成 外面巨大的黑色风暴 应该就是这阵法所呈现出来的形态 但是目前我还不清楚 这阵法的作用以及威力 我走到巨大的血池边上 仔细打量了一下 沉浮的血池当中 那些尸体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办法辨认 而且太多了 一眼望过去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第六百四十六集 幽冥大阵 我想林泽他们这些人的尸体 应该不会沉浮在这些血池当中吧 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 然后视线掠过血池 打量了一下对面 在这血池对面的洞壁上 还有几条通道入口 但是里面黑乎乎的一片 没有任何灯火 也看不清楚状况 于是我直接掠过血池 这血池当中虽然沉湿无数 死去的人数不胜数 但是里面的人毕竟都已经死掉了 甚至连魂魄都没有 我想这些人的亡魂 现在应该就处在那黑色的风暴当中 所以我没有必要在这血池上浪费时间 还是四处搜寻一下 看看有没有活着的人可以挽救吧 我在前面的两条通道里面 什么也没有发现 而且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但是当我来到第三条通道的时候 却发现这条通道的深处 有一个很大的地牢 而且里面关着不少人 一眼望过去 黑压压的一大片 目测最起码也得有几百人 而且我还在人群当中 发现了王潇哲和龙新月的身影 这可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不过在这地牢里面看到他们俩 那可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因为这也就意味着 其他人可能也同样陷入了险境 甚至是葬身在了外面的血池当中 李兄 王潇哲这时候显然也发现了我 赶紧从人群中站了起来 喊了我一声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也赶紧走上前去 隔着铁栅栏问他 这事说来话长 之前我们得知这边有人频频失踪 于是便赶过来查看情况 谁知却落入了对方的圈套 直接被抓住了 王潇哲说着微微叹了口气 随即有些担忧地说道 也不知道我师父他们怎么样了 我先救你们出来吧 他们应该不会有事的 我说着直接施展半山之术 硬生生地掰断了那条铁 这下被关在里面的那些人 顿时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然后呼喊着朝着外面跑了出去 已经好不容易脱困 他们选择直接往外跑 各自逃命去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这样一来自然是要打草惊蛇了 于是我赶紧喊了几声 大家先不要惊慌 在这里等待一下 不然跑出去也会被发现的 可是我喊了好几声 压根就没有人理会 现在这些人都是一门心思的 只想逃命 根本就不会听我说什么的 这让我多少些无奈 毕竟面对这些普通人 你还真没办法 总不能直接强行阻拦他们 若是这样的话 我估计人群涌上来 都能够把我直接给踩到脚底下去 现在他们直接跑出去 打草惊蛇是肯定的了 而且外面那么多阴兵守着 能不能逃得掉还都不好说呢 接下来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只能是一路杀出去 我看着王潇哲和龙兮月 最后从地牢里面出来 再看看那些普通人 总感觉 把他们和一些普通人关在一起 多少些不尊重人 毕竟不管怎么说 人家王潇哲也是昆仑山 无机关的道士 堂堂悬术界的修者 竟然被这些阴兵鬼将 直接划到了普通人的行列当中 这对于王潇哲来说 当真是有些耻辱 你师父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我在心里替王潇哲打抱不平了一番 才开始询问其他人的情况 他们应该在这幽冥大阵里面 当时我们就是被这阵法给困住的 要不然也不至于 全都被对方给抓住 王潇哲多少些愤愤不平地说道 幽冥大阵 你是说外面那一大片黑色的风暴吗 我听到这里赶紧问了他一声 对 就是那东西 王潇哲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我当时听他们说 那幽冥大阵 是由数十万活人鲜血 魂魄剑链而成 足以蒙蔽天机 就连天街雷霆都批不进来 所以最后林泽 才败在了那九幽之主的手里 数十万人 我一听到这个数字 眼睛当场就瞪圆了 虽然我也猜到了 这地方肯定是死了不少人 但是之前我可绝对想象不到 竟然会有这么多人与此丧命 而且就只是为了 祭练一个阵法而已 就这样坑杀了数十万了 这简直都快比得上 杀神白起了 他们这些来自阴间的鬼物 到底想把我人族当什么 割韭菜吗 这下我是真的怒了 既然他们都已经开始 这般大规模屠杀了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其他的不说 这些阴兵鬼将 我还是轻而易举的 就能灭了一大片的 走 先去找你师父他们 我召呼了王小哲和龙心悦一声 然后便当先朝着山洞外面 大不流行地走了出去 结果 等我来到山洞外面的时候 前面跑出去的那几百个普通人 已经全部倒在了门口 尸体横七十五八地躺了一地 至于他们的魂魄 则是早就化作了冤魂 被卷入了 头顶那巨大的黑色风暴当中 我看着面前这惨烈的场景 眼睛一下子就开始冲血了 然后红着眼睛 冷冷地看向了围在不远处的 那些密密麻麻的阴兵 此时我眼中的杀鸡 已经彻底绽放了开来 一股令人站立的气息 也开始在我的身体里面酝酿着 那些重重叠叠地 挡在我面前的阴兵 仿佛意识到了某种危机 亦或者是被我身上的杀气给震撼到了 全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开去 但是已经晚了 我双脚猛然错开 脚踏阴阳 随即捏出诀窍 念动咒语 太阴到极 无疾而生 报阴守阳 负令乾坤 开 随着咒语念出 一股无形的力量 顿时以我为中心 开始朝着四周蔓延 所过之处 乾坤进风 时间停止 一切都陷入了完全静止的状态 那些密密麻麻的阴兵 更是瞬间僵在了原地 形态魂魄全部固化 再也无法动他分毫 接着 我心念转动 召唤出轮回盘 随即纵身一跃 直接跳上了轮回盘的上面 脚下的石盘 也开始迎风暴涨 转眼便化作了数十丈大小 但是这还不够 我直接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 喷在了轮回盘上面 随即 再次捏出诀窍 念起了咒语 天地之初 万物之始 轮回之道 逆转苍生 随着咒语念出 脚下的轮回盘 顿时剧烈颤动了起来 紧接着 那巨大的石盘 又一次迎风暴涨 转眼便化作了数百丈大小 直接横在了半空中 随即 一道道灰白之气 也开始从轮回盘上面 散发了出来 很快便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轮回漩涡 这时我再次手捏诀窍 猛然向下一指 随即 轻贺了一声 收 随着话音落下 巨大的轮回漩涡 瞬间就开始旋转了起来 恐怖的力量震荡而出 直接朝着脚下 那黑压压的阴兵大军也压了下去 而此时 那些阴兵全部被尽封在原地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一个个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被吸入轮回漩涡当中 他们甚至都发不出任何声音 转眼就被轮回之力消磨殆尽 彻底化作了虚无 不到几个呼吸的功夫 数以万计的阴兵 已经葬身在了 这轮回漩涡当中 但是这还不够 血债就应该用血来查 他们坑杀了数十万普通人 祭练幽冥大战 那我今日便灭掉这十万阴兵大军 来祭奠那些亡魂 巨大的轮回盘横空而过 轮回漩涡疯狂地旋转着 大片大片的阴兵 全都被吸入这轮回漩涡当中 第六百四十七集 血债血偿 但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忽然自远处飞掠而来 只见他双手交错 猛然向前一推 一道道阴邪之气 顿时在他手掌间汇聚成形 转眼化作了实质性 形成了一道道黑色的光柱 四散击射了开来 封锁的乾坤瞬间被震碎 那些阴兵也总算是获得了自由 然后发出一阵阵 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如同潮水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逃了开去 此时内破了我乾坤封建之术的人影 也飞身来到了近前 直接抬手一掌 拍在我脚下的轮回盘上 脚下的石盘顿时一阵颤抖 但是这数百丈的庞然大物 终究是没有被对方恐怖的力量 给击飞出去 那人影见无法撼动轮回盘 于是只好飞身跃到了轮回盘上 转眼便来到了我的近前 站在了我五米开外的位置 果然是幽恒 我就知道 除了他 整个阴间恐怕也没有什么存在 能够有这般强大的实力了 李思逸 看在我妹妹的份上 今日我可以留你一命 但你若是在这般肆意屠杀我阴兵将士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幽恒走上前来 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 怎么 心里也不得气了是吧 我冷笑了一声 随即咬着牙 冷冷地看着幽恒问道 难道我们人族的生命 就比你这些阴兵鬼将廉价吗 可以让你们随意杀戮啊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人家有这么一句古话 血的代价 终究需要血来偿还 说到这里 我再次抬手向下一指 巨大的轮回炫雾 顿时再次旋转起来 那些四散逃亡的阴兵鬼将 顿时又被这轮回炫雾 拉扯着飞上了半空中 转眼便被吞噬掉了一大片 一时间惨叫声此起彼伏 愤怒的嘶吼响彻云笑 对于那些阴兵鬼将来说 这般恐怖的场景 无异于世界末日 你这是自寻死路 幽恒看我又灭了这么多的阴兵鬼将 顿时怒吼一声 然后便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此时在这幽冥大阵当中 即便是幽恒施展权力 也不会触发天道禁忌 引来天劫雷霆压制的 所以我只能凭借自身的实力 来对付他 这家伙毕竟是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比武足足高了一个等级 所以我自然是一点都不敢大意 看着幽恒气势汹汹地朝我扑上来 我连忙心念转动 随即抬手向前一直点出 轮回盘上面 顿时散发出一道道灰白之气 突天盖地般地朝着幽恒飞射了过去 面对着轮回之力的攻击 幽恒也是知道其中力 并没有硬撑 而是直接身影一闪 化作一道黑气消散在了原地 使得无尽的轮回之力 全都扑了个空 等到下一刻 幽恒再出现身形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身体的左侧 而且是近在咫尺 强烈的危机感袭来 紧接着 幽恒手中黑光闪烁 抬手便是一掌 直接朝着我的脑门拍了过来 不过好在我早有准备 连忙施展乾坤盾法 迅速横一数十丈躲了开去 接着我连忙双手捏举 再次念起了咒语 太阴 道阳 顾灵 玄仓 开 随着咒语念出 一道道灵符 瞬间在我手掌前汇聚成形 接着我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灵符顿时迎风暴涨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幽恒飞射了过去 其实我也知道 这种法术根本就困不住幽恒 毕竟他仗着那诡异莫测的身法 随时都可能直接消失掉 即便是将他困在了灵符囚牢当中 也是无济于事 但是我知道 只要这手段施展出来 幽恒肯定会下意识地闪身躲避 这样一来 最起码能给我争取一些时间施展法术 免得被幽恒一直追着打 根本连操作的空间都没有 果然 幽恒一看到好几道灵符迎面 朝着自己飞射而来 连忙快速闪身躲了开去 我则是赶紧咬破舌尖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随即双手捏绝 念动咒语 一道道恐怖的灰白之气 顿时从轮回盘上面散发了出来 转眼汇聚成了一柄灰色的利剑 随着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那万千轮回之力所化的利剑 顿时化作一道道流光 再次朝着幽恒杀了过去 利剑之上杀气涌动 风锐之气直冲消汗 即便是幽恒这样的存在 一时间也是不敢硬气锋芒 连忙再次化作一道道黑气 消散了开来 他是躲开了 可是这万千的轮回之剑 飞射而去 下方那数不尽的阴兵大军 可就遭殃了 轮回之剑 铺天盖地的清洁而下 那些阴兵鬼将 根本就无处躲闪 一个个全都被轮回之剑 冻穿了身体 发出阵阵激励的惨叫声 随即身形飘散 化作一道道黑气 消散了开来 最终彻底魂飞魄散 只这么一个呼吸的功夫 便又是数以万计的 阴兵葬身在我的手里 这下幽恒可真的是气疯了 直接出现在了数十米开外 悬空而立 随即双手交错胸弦 画动着奇怪的诡计 口中也开始念起了咒语 神色肃默 就有无界万法无边无理 我学祭奠苍天 好汉拥有我主苍求 明和道观 逆转天轮 随着咒语念出 幽恒猛然抬手向我一指 头顶那巨大的黑色风暴 顿时剧烈颤抖了起来 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似的 紧接着那黑色风暴猛然倒卷 直接化作一道巨大的黑河 自苍穹倾泻而下 静止朝着我席卷了过来 我一看这架势 也是脸色微变 因为很显然 幽恒这时直接调动了整个 幽冥大阵的力挡来攻击我了 这可绝对不是人力所能够阻挡下来的 于是我赶紧心念移动 将轮回漩涡召唤而来 随即双手高举 呈托天之势 隐隐撑起了那巨大的轮回漩涡 然后朝着倒选而来的明河迎了上去 两者相撞 巨大的能量瞬间震荡开来 使得整个苍穹都在颤抖 我整个人更是如遭雷迹 只感觉体内一阵气血翻滚 紧接着 猴头一甜 当场便喷出了一口鲜血来 这是第一波冲击 我终究是抵挡住了 此时内倒选而来的明河 已经冲入了轮回漩涡当中 但是这般浩瀚恐怖的能量 即便是轮回漩涡也吞不下 两者之间便很快产生了巨大的排斥 彼此消磨冲创 而明河与轮回漩涡每一次冲创 我都感觉像是有一座大山撞在了胸口似的 震得我又连着喷了好几大口鲜血 但是我仍然高举着双手 死死地撑着头顶的轮回漩涡 与这恐怖的明河之力对抗着 这种时候 若是我一旦坚持不住 使得轮回漩涡崩碎 那倒卷而来的明河 绝对瞬间就能将我彻底给淹没掉 在这种浩瀚的能量冲击之下 就算我不死 也必然会落个身受重创 甚至是肉身毁灭的下场 所以我现在只能鼓住一掷 死命抵挡 希望能借轮回漩涡 将这明河之力给彻底削弱下来 刚才我直接以轮回漩涡对抗明河 终究还是太过草率了一些 这毕竟是以数十万人的鲜血浑破 祭练而成的幽冥大阵 连天机都能蒙蔽 其威力可想而知 况且又被幽恒这般 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操控趋势 即便我手握轮回盘 能够借轮回之力为己用 也是抵挡不住的 只可惜现在才反应过来 已经是来不及了 随着轮回漩涡和明河之间的 彼此消磨冲创 这种能量也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接着轮回漩涡彻底崩碎了开来 倒卷而来的明河也是瞬间崩溃 化作一股极其狂暴的能量 四散了开来 第六百四十八集 把我也杀了 一时间恐怖的能量震荡四野 化作一道足以毁灭万物的能量风暴 朝着四周扩散了开来 而我此时位于轮回漩涡下方 正处在能量风暴的中心地带 自然是首当其冲 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片落叶般 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 直接飘摇着飞了出去 恐怖的能量更是瞬间就摧毁了我全身大多数的经脉 以至于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创伤 我身上的衣服更是寸寸断裂 就连皮肤血肉都被这疯狂的能量撕裂了开来 等我摔在地上的时候 整个人几乎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血人 浑身鲜血淋漓 有的地方甚至已经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 我的嘴角终于勾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最起码这幽冥大阵算是彻底被我给摧毁掉了 幽恒费尽心机 害死数十万人祭连而成的这幽冥大阵 本来会是他手中相当恐怖的一件大杀技 而且能够蒙蔽天机 可以让他在这幽冥大阵当中彻底放开手脚 不至于遭到天劫雷霆的压制 但是现在这张底牌还没能发挥到太大的作用 就已经彻底毁在了我的手里 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此时我感觉整个人开始变得越来越轻盈 仿佛要彻底飘起来似的 我知道那是我的元神将要离开肉体的征兆 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体的生命力正在快速地流逝 近乎到了油锦灯窟的状态 不过好在元神并没有受到太过严重的创伤 所以我暂时应该不至于彻底挂掉 但事实证明我似乎还是太乐观了一些 就在我的元神将从身体里飘出来的时候 一道幽冥之力忽然飞射而来 直接夹住在了我的身上 使得我的元神根本无法离体 更没有办法脱离这具肉身逃走 紧接着一道道黑气在我面前汇聚成形 最终化作了幽恒的模样 他的脸色也是有着些许的苍白 甚至是铁青 就那样神色阴冷地看着我 你以为自己是天地间唯一的变数 就真的不会死了吗 看了我一会之后 幽恒才冷冷地开口说道 那不重要 我费力地摇了摇头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抹难言的笑容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幽恒冷笑了一声说道 哼 你以为毁了我这幽冥大阵 就能阻止我统一人间的脚步吗 其实你错了 真正能阻挡我的人是你 说到这里 幽恒忍不住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可是你现在已经瀕临死亡 对我没有了任何威胁 那么试问这人间 还有谁能阻挡我 再也没有任何存在 可以阻止我的脚步了 这人间终归是我的 你放心 就算我死了 人间还有的是强者能够阻挡你 这人间 终究不会是你说了算 我说着缓缓地摇了摇头 是吗 难不成你以为凭那些草包也可以 幽恒说着抬手一挥 一道道鬼魅般的黑影 顿时从远处飞掠了过来 我仔细一看 才发现林泽他们全部都被这些阴兵鬼将压着 而且每个人的身上都捆覆着黑色的铁链 看样子他们的修为法力也是全部被封住了 根本无法动弹 甚至都不能够开口说话 只是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眼神中满是担忧和不甘的复杂神色 他们果然全都落在了幽恒的手里 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林泽 云须道人 风云修 柳如烟 张伟杰 甚至连蛤蟆精的小翠都在其中 这些人对于幽恒来说 显然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才封住他们的修为 并且以铁链锁住 免得他们伺机逃跑 但是却唯独将王潇哲和龙心月 和那些普通人关在了一起 也不知道王潇哲的心理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滋味 想到这里 我竟然忍不住笑了一下 其他人看到我脸上这笑容 几乎全都是有些懵了 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 看出那种疑惑和不解 其实我也挺纳闷的 都这种时候了 我竟然还笑得出来 你真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 既然你不怕死 那我就先杀了他们 幽恒更是被我突如其来的笑容给惹怒了 脸色当场便沉了下来 住手 就在幽恒打算动手的时候 王潇哲忽然大喝了一声 然后从后面快速跑了过来 他那气势看着还是挺足的 但是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王潇哲修为实在是有限 尤其是在幽恒这样的强者面前 根本是不够看的 幽恒此时也皱眉朝着王潇哲看了过去 但是没有想到 他冲上前来之后 忽然气势汹汹地看着幽恒说道 你要杀他们 就把我也杀了 我一听这话 惊得当场又是一口淤血喷了出来 这他娘的气势汹汹地跑过来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求死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压得真的是活腻了吗 或者说 你直接有血性一点 哪怕打不过 上去拼命也行 要么你就赶紧趁机跑路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少也行 你这样气势汹汹地跑过来 搞得好像要救我们似的 结果最后 却让人家把你野杀了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 我表示完全没看懂 再看看云须道人他们 都是一副想骂人 又骂不出来的样子 显然也是理解不了 王霄哲这种操作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么无理的要求 好 那我满足你 忧恒都气笑了 说着便直接抬手一巴掌 朝着王霄哲了过去 这半步天人境界的修哲 一巴掌下去 可真的能够把王霄哲的魂 都给拍出来 不过好在 王霄哲也没有真的坐以待毙 而是赶紧捏绝念咒 施展法术抵挡了一下 但就在这时 一道强大的魔技 忽然自远处飞了而来 眨眼便来到了近前 直接应接了忧恒这一巴掌 两掌相撞 强大的能量瞬间震荡开来 直接就将王霄哲给先飞了出去 就连忧恒也是被这股强大的力道 震退了好几步 脸上露出了无比吃惊的神色 与此同时 张艺辰也显出身形 稳稳地落在了我的旁边 这一招虽然看似张艺辰占据了上风 但毕竟忧恒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而且是排向王霄哲的一掌 所以肯定没有用多大的力道 被张艺辰震退 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从这点来看 张艺辰的修为 跟忧恒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 最起码是有着一战之力的能力 甚至有可能更强 这下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只要张艺辰敢来 今天我肯定是死不了了 至于其他人 当然也就没有了性命之忧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张艺辰现身之后 赶紧蹲下身来 查看了一下我的情况 然后满脸担忧地看着我 显然他也看得出来 我这次真的是伤得很重 放心吧 死不了 不过接下来这里 恐怕要敲给你了 我说着苦笑了一声 放心 让我来对付他 区区阴间鬼物而已 张艺辰说着 回头扫了幽恒一眼 眼中透露着无尽的杀意 幽恒这时候显然也感觉到了张艺辰的强大 眉头皱得很厉害 而且还吓一时的抬头看了看天空 现在没有了幽冥大阵 他心里自然也就没底了 第六百四十九集 这波不亏 主要是这种情况下 一旦展露出全部的修为实力 必然会引来天结雷霆的轰击 这是化神镜以上的修者最为忌惮的 毕竟天结雷霆落下 即便是修为再高的人 也有可能直接丧命的 威胁不可也不大 但是张艺辰这时候 显然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站起身来 浑身散发着滚滚的魔气 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也从他的身上彻底展露了出来 这下天空中顿时就飘来了一大片乌云 云层深处雷声滚滚 闪电肆虐 一副随时都要有天结雷霆 要披落下来的样子 关于打压太过强大的修者这一点 天道真的是从来都不会迟到 那命来吧 战役辰轻贺一声 随即直接携滚滚魔气 朝着幽恒杀了过去 云层深处的雷霆 很快酝酿成形 转眼便是一道天结雷霆 携带着恐怖的能量 直接劈了下来 而张艺辰和幽恒此时 已经特地站在了一起 两人直接近身肉骨 拳脚相向 转眼便过了数十招 此时那天结雷霆 也已经砸到了头顶 幽恒一看情况不妙 联盟开始抽身而退 但是张艺辰却死死地缠着他 根本不给他脱离战圈的机会 雷霆瞬间砸下 两个人几乎被无差别的攻击了 最后张艺辰和幽恒 双双被雷霆呼入地面 连带着地上 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等到两个人 从坑里爬出来的时候 全都是衣衫蓝绿 皮开肉绽 一副灰头土脸的狼狈模样 甚至连头发 也被雷霆彻底给烧焦了 这天结雷霆 终究不是闹着玩的 一到杂下 就已经让两个 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吃不消了 再来 张艺辰此时已经打出了真火 直接两眼赤红 携带着滚滚的魔器 再次朝着幽恒扑了上去 他终究是堕入魔道了 这魔性多多少少 还是影响了他的心性 比如这种越挫越勇 不死不休的骑士 幽恒一看这架势 眼神也是微微有了些迟疑了 接着他身形异色 直接化作一道道黑气 彻底消散掉了 幽恒毕竟是聪明人 他可不会在这里 跟张艺辰拼个你死我活 眼看着自己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而且还有天结雷霆 在头顶虎视眈眈 威胁不小 于是他直接选择开溜了 那些阴兵鬼将此时 也全都开始四散逃亡 根本用不着动手 他们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毕竟连幽恒都跑了 他们再不逃 那就只能等死了 至于林泽他们 这几个被封了修尾 用铁链锁得 跟粽子一样的家伙 则是直接被扔在了内里 张艺辰上前 直接解开了 所有人身上的封印 并且镇断了锁链 很快就将几个人解救了下来 这时候所有人都围上前来 一脸关切地看着我 结果他们这么多人围成一个圈 站在那里俯视着我 搞得我脑袋直接就开始眩晕了 当场便昏了过去 我这不是伤势太过于严重 纯粹是晕人而已 以前真没发现 我竟然还有这个弱点 等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睁开眼睛打亮了一下 发现自己身上 都不知道缠了多少纱布 直接搞得跟个粽子似的 这一次 真的算是我有生以来 所受过的最严重的一次 尤其是身体 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估摸着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彻底恢复过来 不过好在 元神并没有受创 所以也不至于导致修为跌落 只是现在全神大部分经脉 仍然受损严重 修为短时间 还是无法恢复到巅峰状态而已 这个我倒也不怎么担心 反正还有张艺辰和林泽 这么两个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若非蔑视浩劫直接降临 恐怕短时间之内 也用不着我出手 所以说这一次受了这么重的伤 其实还是很值得的 要不然 现在优衡手握幽冥大阵 恐怕已经带领他的阴兵大军 直接开始横扫整个人见了 到时候 那必然又是一场硬仗 现在虽然说优衡仍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没能够彻底除掉他 但最起码毁了幽冥大阵 而且灭掉了数万的阴兵鬼将 已经让优衡的元气大伤了 所以我猜测他短时间之内 应该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最起码能好好消停一段时间 我环视了病房里面一圈 发现这是个独立病房 只有我这么一张床 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病房里面看不到人 也不知道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略微挣扎了一下 想从床上爬起来 谁知身上立马传来了一阵剧痛 搞得我直接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这才反应过来 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彻底好转呢 最起码那些皮肉伤 肯定是需要时间来愈合的 这一点 即便我是化神境界的强者 也不能例外 而且皮肉伤比经脉受损 其实还要麻烦 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 运行体内灵气的方式去修复它 只能依靠身体自身去修复生长 可能顶多 也就是这种修复生长的速度 比普通人快一些 毕竟我这种修为境界的人 身体素质肯定是比正常人好很多 但是说到底 修为再高 也终究不过是肉体繁胎而已 你同样无法超越生物的规则 以及既定的界限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微微叹了口气 随即侧头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搜索了一半 好在我的打火机和香烟都没有被收走 而是放在了旁边的床头柜上 于是我摸了根香烟起来 缓缓点上 然后有些神情落寞的抽子 这大概是因为 我从昏迷当中清醒过来之后 发现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的缘故 总之搞得我多少些情绪低落 那感觉 就好像是自己受伤之后 已经被所有人都给抛弃了似的 或者说 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所以已经离开了这里 当然我也知道 这肯定不可能 无非是我身体衰弱 不能强硬的时候 潜意识里 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罢了 也算是一种脆弱吧 我想这个很多男人 应该都曾经体会过 就好比你曾经辉煌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人在围着你转 但是当你忽然落魄的时候 潜意识里 你就会觉着 很多人都想疏远你 其实这也是一种现实 只是我并不是现实世界里的人罢了 所以 这种很实际的问题 当然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一边抽着烟 一边自顾自的感慨着 这时忽然有个年轻的护士 抱着病例本走了进来 那护士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 一看就是未孝刚毕业 才进入医院实习那种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护士连衣裙 头上戴着护士帽 两条腿比直修长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短袜 走起路来 哒哒哒的 声音很响 我扫了一眼 正打算跟这位漂亮的护士妹妹打个招呼 谁知道她忽然一下子就跑了过来 然后夺过了我手中的香烟 凶巴巴地看着我吼道 谁让你抽烟的 病房里面不让抽烟 你不知道吗 我看着眼前这位长相甜美 身材窈窕 又极其可爱的护士妹妹 却忽然摆出这么一副凶巴巴的脸色 着实是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因为他即便是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也很好看 反正病房里就我一个人嘛 又没有影响到别人 我看了看他手里的半截香烟 善笑着说道 你是病人你不知道吗 刚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你还抽烟 护士妹妹气呼呼地瞪着我 随即直接蹲下身去 将手里的半截香烟 放在的黑色短靴底下 使劲地碾碎暗灭 然后才将烟头扔进了垃圾桶里 那感觉就像是在裁我似的 天知道他使得多大劲 第六百五十集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你又不是我女朋友 还管这么多 难不成你喜欢我呀 我看着女护士挺可爱的 于是便跟他开了个玩笑 逗他一下 谁喜欢你啊 你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还两个女朋友 真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子 怎么都瞎了眼了 护士妹妹很是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吃醋呀 我继续逗他 别废话 却过身去 那护士妹妹说着挥了挥手 然后从医药架子上 拿起了一根很大很大的针管 你拿针管干什么 我一看这架势 脸色顿时就变了 心想这压的该不会是要给我打针吧 拿针管还能干什么呀 当然是打针呢 护士妹妹一边说着 一边在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我不打 我觉得我不需要打针 我脑袋直接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开什么玩笑 刚才我挑起他闹着玩来着 现在让他给我打针 那这一针下去 我恐怕一个星期都下不来床了吧 你要是不配合 那我可叫医生了 护士妹妹一看我拒绝配合 直接扳起了脸来 不过话说回来 他这长相实在是清甜可爱 所以即便是扳起脸来 看着也还是很可爱的 你就是把你们院长叫过来 我也不打针 我身体好得很 我态度非常坚决地说道 因为潜意识告诉我 这一针绝对不能打 就算打也绝对不能给这位护士妹妹打 否则她一定会报复我的 正当我跟护士妹妹僵持不下的时候 幽姬和雨西瑶 忽然拎着一些外卖水果什么的 从病房外面走了进来 结果两个人一看到 我跟护士妹妹这状态 全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那护士妹妹看到幽姬和雨西瑶 也是有些尴尬 连忙后退了一步 故作镇定地说道 病人拒绝配合治疗 你们家属劝一劝他 幽姬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 随即上前来摸了摸我的额头 关切地问道 老公 你怎么了 为什么不配合治疗呢 你这一次伤得很重 他们说需要好好的治疗 而且要休养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过来 我不是不配合治疗 我只是不想打针 我非常无语地说道 可是他们说你这伤势 一定要配合药物治疗的呀 这样才会好得快一些 如果不打针的话 会好得很慢 幽姬抓住我的手 苦口婆心地说道 我 我打针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能不能换个人打 我说着 有些恐惧地看了那护士妹妹一眼 换个人 雨昕遥不解地看了看我 随即又看了看旁边的护士妹妹 随即恍然大悟地说道 哦 你这家伙肯定是调戏人家护士妹妹了 对不对 所以才不敢让人家打针 怕人家报复你 说到这里 雨昕遥忽然抱起胳膊 一脸坏笑地哼哼了两声说道 就这位护士妹妹来打 谁也不换 让你一天天地到处沾花惹草 正好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别瞎说 我可没调戏她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我赶紧澄清了一下 她确实没有调戏我 她只是问我是不是喜欢她而已 那护士妹妹手里拿着特大号针头 一本正经地随声附和说道 这还不叫调戏 李十一 你到底有完没完 人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心就已经不安分了你 连护士都不放过 你简直禽兽不如你 雨昭一听这话 顿时破口大骂了起来 那护士妹妹 则是仍然一副无辜的样子 只是拿着特大号针头 站在那里安静静地挡着 老公 要不还是打吧 幽姬听到这里 也是直接站了起来 明显是不打算管我了 我去 我一看这架势 当场就傻了 怎么连幽姬都不站在我这边了 她之前可是最乖巧听话的呀 这分明是被雨昭给带坏了 看来我以后 必须得让他们两个保持距离才行 否则这么下去 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 现在打还是不打 那女护士直接走到病床边上 一边比划着手里的特大号针头 一边问我 感觉的手里的针头 直接就要戳到我身上来了 打 不过你可别太过分 否则我一定会投诉你的 我指着那女护士 非常认真地说道 眼看这一针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于是我只好认在 谁让我嘴欠去调戏人家呢 也算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吧 你随便 那护士妹妹则是翻了个白眼 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接着 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赶紧转过去 别有你那色眯眯的眼神盯着我看 我顿时就无语了 也懒得跟她扯皮 于是索性测过了身去 想着赶紧打完了事 谁知我这刚一测过身 她直接一针就扎了下来 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只感觉屁股上一阵剧痛 接着针头就已经拔出来了 整个过程绝对不超过两秒钟 当时那个剧痛 疼得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能扭过头 去瞪大眼睛看着她 这针怎么感觉都快打到我腰上去了 位置也太高了吧 那护士妹妹则是对着我轻哼了一声 然后直接推着车就要走人了 那个 你们打针都不用脱裤子的吗 雨霄忽然满脸疑惑地 问了那护士妹妹一声 那女护士一听这话 脚下直接一个亮相 差点连人带推车 直接翻到地上去 我更是两眼一翻 差点晕了过去 要不是雨霄提醒 我刚才都没有反应过来 她竟然隔着我的裤子 给我打了一阵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不好意思 我刚才忘了 那护士妹妹平复了一下心情 随即转过头来 满脸尴尬地说道 此时的整张脸都已经占红了 看得出来 应该是真的忘了 我一定投诉你 你妹的 我指着那个女护士 气而不打一处来地说道 这针打得这么疼也就算了 而且还隔着裤子 直接给我打了上去 都没有用酒精棉消毒呀 你大爷的 没事 打得好 放心吧 她不会投诉你的 雨霄则是忽然乐开了花 说着还拍了拍 那护士妹妹的肩膀 但是那个护士妹妹 显然已经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推着小车 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当然也没有真的 去跟那个小护士计较 只是这针打的 真的是疼了我一整个下午 躺都躺不下去 只能侧着身子 或者是趴着 老公 你没事吧 游姬看我似乎真的很疼 连忙凑上前来 关切地问了我一声 没什么大事 不过你以后 还是跟她保持一些距离吧 那家伙坏得很 可别把你给带坏了 我说着 非常警惕地看了 雨夕瑶一眼 那好吧 我都听你的 老公 游姬略有些为难地 看了看雨夕瑶 但最后 还是乖巧地 剪了剪头 我说妹妹呀 刚才我怎么跟你说来着 这男人 你可千万不能 什么都听他的 更不能对他太好 否则他就觉得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了 最后吃亏的 只能是你自己 再说了 这家伙有那么多老婆 你要是现在 被他拿捏住了 以后连其他姐妹 都要欺负你 那日子 可就难过咯 雨夕瑶一看 游姬这么听我的话 连忙上前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苦口婆心地 劝告了起来 你赶紧闭嘴吧 再废话 信不信我羞了你 我说着 瞪了雨夕瑶一眼 你修啊 有种你现在 就修了我 雨夕瑶则是 抱着胳膊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我简直都快要 被他给气死了 第六百五十一集 必须遏制住 这家伙 你说自己老是 找我麻烦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 还想把幽机给带骗 若真是让幽机学了他 动不动就给我搞事情 那我这日子还怎么过 也就是现在 没有修期这种说法 要不然 我真的当场 就把他直接给修了 姐姐啊 要我说 你也别总是跟他唱反调了 就听他的呗 不然 万一他真的一生气 把你修了 怎么办啊 幽机连忙一些担忧的 劝了雨夕两句 你听他吹牛 现在哪还有修期这种说法 人家都是一夫一妻制了 他那么多老婆 我愿意跟着他 已经是他天大的造化了 他还修我 雨夕说着冷恒里声 显然他也知道 我不可能修了他 毕竟他是人间的女子 虽然涉事未深 但最起码的世界观 还是有的 得啊 我的确不能修了你 但是我可以选择和你分手 啥也别说了 分手 我直接没好气的说道 虽然我并不想说这种话 因为我知道 说出来挺伤人的 况且 我跟雨夕毕竟已经那个啥了 现在说分手 也是多少些不负责任 但是一想到 他可能会把幽姬带偏了 这一点我就不能容忍 所以我必须得遏制住他 不然让他这么一直 给幽姬灌输一些 不好的思维观念 搞不好慢慢的 幽姬的性格真的就转变了 到时候遭罪的可是我自己 你什么意思 要和我分手 你确定吗 雨萧一听这话 顿时就瞪起了眼睛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 我会忽然说出分手 这种话来吧 没错 我很确定 我也瞪着他 神色坚定地说道 这种时候 可绝对不能退缩 好你个王八蛋 你别后悔 离世音 雨萧见我如此决绝 气得直接指着我咒骂了起来 我肯定不后悔 就怕你到时候后悔 那可就来不及了 我说着冷笑了一声 我会后悔 你以为你是谁啊 那么多老婆 还花心好色 谁瞎了眼才会看上你呢 雨萧简直快要气炸了 那你可真的是瞎得够彻底的 我摊了摊双手 忍触无害地说道 你 你 雨萧气得指着我连说了好几个你 但就是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 这毕竟是事实嘛 跟我在一起 明明是他自己选的 现在他又说 谁瞎了眼才会看上我 这也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你们 还是别吵了吧 有话好好说 幽稽在边上 看着有些心惊胆战的 连蒙小心翼地劝了一句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他都要和我分手了 雨萧说着冷哼了一声 随即直接别过了头去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说着摊了摊双手 路都是自己选的 你可以做也可以闹 这我都能接受 毕竟你就这脾气 我也算看出来了 摊上你我自认倒霉 但是你总不能把我老婆给带坏了吧 那我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谁要把他带坏了 我只是怕他受委屈 被你们欺负而已 我提醒他一家有做吗 雨萧忽然很委屈地看着我 泪水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 我一看这家事 顿时就没了脾气 谁让我见不得女孩子流眼泪呢 这弱点 真的是被雨萧给抓得死死的 行了 就当你一片好心吧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不过你这担心真的是有些过头了 我什么样的人你还看不出来吧 难道我还会欺负他不成 就算我欺负你 也绝对不会欺负他的 你敢 雨萧一听这话 顿时又瞪起了眼睛 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不过紧接着 他脸上的神色便缓和了下来 然后先扭捏地看着我问道 那你刚才说 要分手的事 我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吓唬你的 哪能真分手呀 都已经睡过了 要是抛弃你 那我还是人吗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就知道你个妄八蛋 你天天地敬弃我 雨萧说着 直接给了我一拳 这出闹剧总算就这么地过去了 虽然雨萧这丫头 有时候的确是让我有些头大 不过我也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喜欢我的 只是这家伙有点作 而且表达爱的方式 多少些特殊 甚至有时候 感觉他可能就是故意 为了刷存在感 所以才跟我斗嘴吵架 惹我生气的 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似的 多少些不成熟 不过这我也能理解 毕竟他涉事未深嘛 再说了 谁让我管不住自己 有了这么多的女朋友呢 这得到了太多的享受 自然也就要付出相的代价 凡是有好的一面 就有坏的一面 得失之鉴 永远都是相对应的 不过现在 也就只有幽姬和雨萧在我身边 所以相对来说 还是好应付一些的 但是想想 如果以后跟陈灵 还有李静宇 他们全都在一起 那场面恐怕是相当刺激吧 不 确切来说 应该是失控 这个我光是想想 就觉得心里发毛的不显 万一这么多媳妇打了起来 恐怕拉都拉不开的 所以说 这女朋友太多了 有时候也未免就是好事 到了下午的时候 其他人都陆陆续续地过来 看了我一下 张艺辰他们 当然也都来了 但是林泽这家伙却不见踪扬 我听他们说 林泽是带着一个 很漂亮的女人浪去了 至于究竟去了哪里 那就没人知道了 我想他们口中所谓的 那个很漂亮的女人 应该就是明蛇幽兰了 只是不知道 之前林泽他们 被幽恒抓住的时候 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幽兰 还有林泽他们 落入幽恒的圈套 也不知道有没有 这明蛇幽兰在其中算计什么 这个暂时我也不得而知 只能胡乱猜测罢了 不过林泽 既然还跟他在一起 想来这身幽兰应该是 幽没有参与 否则的话 林泽肯定不至于 傻到那种程度吧 被坑了一次 难道还不长技术 当然这个其实也不好说 毕竟在同一个坑里 跌进去两次 乃至无数次这种事 林泽算是将其完美地 演绎到了极致 他终究是永远也 逃不出这个坑的 至于究竟 能够跌进去多少次 又出来多少次 那就不好说了 不过林泽这事 我倒也不怎么担心 毕竟他修为在那摆着呢 肯定是没那么容易挂掉的 另外 王潇哲他们两口子 和云须道人也没有来 据说是回昆仑山了 这让我多少些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 还回昆仑山干什么 照理说 上一次鬼海泛滥 昆仑山上的无极棍 应该早已经被淹没掉了吧 虽然后来鬼海退潮 但是那个小道棍 想来肯定已经被海水 彻底的摧毁掉了 也不知道云须道人 他们这个时候 选择回昆仑山干什么 这个我倒也并没有多想 反正他们回昆仑山 又不会有什么危险 至于究竟去干什么 那对我来说 其实并不重要 大家一起在病房里 探讨了一下 人间当下的局面 然后其他人也就离开了 毕竟病房就这么大 这么多人全都挤在里面 多少是有些拥挤 况且我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剩下的 就只是需要时间来恢复而已 倒也不需要所有人 一直都在医院守着 所以最后 只有幽记一个人 留下来照顾我 至于雨西瑶 则是回酒店睡觉去了 说晚上来替换幽记 我吃了点东西之后 便又一次睡了过去 因为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 所以整体精神状态 也不是太好 就想睡觉 医生也让我多休息 这下总算是能够好好歇一歇了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 都能够得到适当的放松和休息 第六百五十二集 你自己脱下来 一觉睡起来 窗户外面依旧是黑漆漆的 只剩下零零散散的灯火 点缀了这世界 也不知道这种暗无天日的时光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过去 我从床头柜上拿过烟盒 抽出了一根香烟 点燃后默默抽着 游击则是坐在我旁边打着盹 看样子应该是很困了 这让我多少些心疼 我昏迷不醒这两天 他一直都在医院陪着我 几乎是一眼没眨 熬得黑眼圈都出来了 要不你还是回酒店 好好睡一觉吧 我在这里没事 我伸手溺爱地摸了摸 游击的脑袋说道 我不困 我要在这里陪着你 游击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连忙摇了摇头 还说自己不困 这精神状态 明显都已经跟不上了 我正打算劝他两句 让他好好回去休息一下 这时白天的那个小护士 忽然又推着小车车进来了 不过这一次 他倒是没有说我抽烟的事 更没有用那种凶巴巴的样子对我 反而是眼神朵朵闪闪 有些不敢看我 他只是仔细地准备手里的针筒 竖起来 放在眼前用手指弹一弹 然后往上推一推 好让针筒里的空气全部排出来 准备完之后 他才看向我说道 把身子转过去 给你打针 这次要脱裤子了吧 我连忙心有余悸地看着他问道 白天那一针 打得我屁股到现在都还疼呢 你自己脱下了 那小护士一听到脱裤子这事 脸上莫名其妙地 就犯起了些许的红韵 不过他表现得还算震惊 我侧过身举 然后将裤子拉起来一些 背对着他 接着我就感觉到屁股上凉凉的 用酒精棉擦拭的感觉 这一针明显没整我 打完都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刚扎进去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轻微的疼痛罢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看着小护士态度转变 而且动作也比较温柔 于是便想跟他聊两句 也算是套套进货 你们这个干什么 小护士说着 看了边上的幽姬一眼 发现幽姬也没有什么反应 脸上顿时多少些疑惑 可能他觉着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一个男病人女朋友在旁边 还故意跟他找话题聊天 人家女朋友肯定是不会高兴的吧 但是幽姬显然 跟他所理解的那种女朋友 并不太一样 就是想跟你套套进货呗 免得你给我打针的时候又下狠手 我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呼吱一声 那小护士一听这话 顿时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接着 他白了我一眼说道 其实你也不用套进货 只要你安分一点 别口无知蓝地调戏我 我才不会下狠手呢 这不是想着之前已经把你给得罪了吗 我多少些尴尬地说道 你放心吧 我才不会记仇呢 再说了 你不是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 小护士说着 冲着我得意地笑了一下 然后便推着小车车出去了 老公 你是不是看上这姑娘了 那小护士刚走 幽济便好奇地问了我一声 他那表情里面 并没有吃醋或者不高兴的样子 显然就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但即便是这样 忽然被他疑问 我还是觉得挺慌的 没有没有 我哪里是那么随便的人 我连忙摇了摇头 真的没有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很乐意找他聊天似的 幽济本正经地看着我说道 我就是觉得他挺逗的 没有别的意思 老婆你可别想歪了 我赶紧解释了一下 瞧把你给吓的 我又不会吃醋 反正你都那么多的老婆了 再多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幽济看我一脸紧张的样子 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被他这么一笑 我反而搞得有些尴尬了 还是算了好吧 对你们来说 可能多一个没什么关系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关系其实还挺大的 我怕我忙活不够来 我摸了摸鼻子 略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倒也是 幽济捡了捡头 很认真地说道 要是太多了的话 有些人难免就照顾不到了 毕竟时间是有限的 冷落了谁都不好 放心吧 反正肯定不会冷落了你的 我说着捏了捏他可爱的小脸蛋 那就是冷落我呗 反正我肯定是最不讨你欢心的那个 雨霄忽然从病房外面走了进来 而且恰到好处地插嘴接了一句 你知道就好 以后好好表现 说不定呢 我还能多宠幸一下你 我一脸高地说道 谁稀恨呢 雨霄不懈地看了我一眼 随即放下手里的外卖 看了看幽济说道 你回去休息吧妹妹 我来照顾她 明天早上睡醒了 你再来换我 还是我照顾她吧 没事 幽济显然也不想回去 其实我也希望 幽济能够留下来陪我 毕竟我和雨霄 实在是说不到一起去 三两句话就杠上了 但是看着幽济 都已经熬出了黑眼圈 我又实在是有些心疼 所以想想 还是让她回酒店 去洗个热水澡 好好睡一觉 你刚才也说了 冷落了谁都不好 就让她照顾我一晚上吧 你也回去好好睡一觉 总不能让你 一直霸占着我对不对 我说着 摸了摸幽济的脑袋 冲她笑了笑 那好吧 幽济听我这么一说 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最后只好答应了下来 不过临走的时候 她还是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显然是一刻都不想和我分开 快回去休息吧 明天不就能看到了吗 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我安慰着说道 嗯 幽济这才点了点头 然后自己回酒店去了 你看看你 把人家那么好一个姑娘 祸害成啥样了 活都留在你身上了 余小满是抱怨地说道 那恰恰说明我优秀 你懂个锤子 我没好气地说道 啊 我是直懂你的锤子 除此之外 你这个人从头到脚 其他地方 我是一点都不懂啊 雨潇说着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像是要把我直接看透了似的 我脑门上顿时就黑线了 这怎么说着说着 还开上车了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就不能淑女一点吗 你到底想干嘛 我看雨潇这眼神 越来越不对劲了 连忙警惕地问了她一声 你 雨潇说着 抱起胳膊看了看我 随即翻了个白眼说道 算了 看你伤还没好 就放过你吧 我一听这话 直接就无语了 这家伙现在 真的是越来越野 关键是 你别光嘴上说呀 有种实际行动好吗 虽然说我的伤的确还没好 但也不是不可以是不是 大不了我就躺着不动呗 我忍不住在心里歪歪了一下 你那是什么眼神 雨潇见我看着她半天不说话 脸上顿时露出了极其嫌弃的表情 我是想说 要不你扶我起来试试 回复月月月室的样子看着她 你 你这家伙真是死性不改啊你 雨潇愣了一下 随即突然指着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 我只是想尽量满足你而已 我这命都喝出去了好吗 知道什么叫舍命陪君子不 我一本正经地看着她 行了吧你 叫你这大色狼还舍命陪君子呢 嗯 我可不是君子 雨潇说着翻了翻白眼 那就舍命陪娘子吧 这个靠谱 我想了想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么说你承认我是你娘子了 雨潇忽然凑上前来 趴在我旁边一脸笑眯眯地看着我 第六百五十三集 我不生气 那不然呢 难道你想做小三啊 还是想做情妇啊 我挑了挑眉毛问道 你大爷的 雨潇直接用手指戳了我脑门一下 接着她忽然就将脑袋伸过来 樱桃小嘴掠过我的鼻尖 直接吻在了我的额头上 一触即离 随即 雨潇看着我 眼珠子转来转去地说道 看在我是你娘子的份上 那我就满足你一下吧 真的 我有些半信半疑地看着她 那还能有假呀 雨潇说着 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胸膛 搞得我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 要在这里吗 我连忙有些吃惊地看着她问道 那不然呢 你现在这样子能下床吗 乖 你就躺着别动就行了啊 雨潇说着 冲着我甜甜一笑 然后温柔地聊起了我的衣服 我看了看外面 这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路过 而且听不到任何脚步声 想来大晚上的 应该也不会有人突然进来 于是便默许了雨潇的举动 她一边用温柔的手掌扶摸走的胸膛 一边叫着衣服退了下来 最后甚至还掀掉了被子 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忽然被一把推开 我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去拉被子 打算遮住自己的身体 谁知雨潇摇掀我一步 竟然直接将被子给拽走了 包括我的衣服 也不知道被她扔到了哪里 我再一看 站在门口的那个小护士 整张老脸 当时就仗成了猪肝色 连忙蜷缩着身子 将重要的部位给挡了起来 有 有什么事吗 那小护士看了我一眼 还算镇定 并没有尖叫着转身跑路 但是她的脸色 明显已经红了 而且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她不舒服 你帮她看看吧 雨潇忽然指了指我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大爷的 快把被子给我 我这才反应过来 雨潇这家伙 原来是故意要整我 顿时忍不住咒骂了起来 而且我发现 床头柜上的呼叫服务的 暗灯一直亮着 明显是雨潇刚才偷偷按下的 照理说 这种情况下 那小护士 应该有很多理由拒绝的 比如说她不是医生 或者去喊医生什么的 但是她偏偏 就那样鬼使神差地走了进来 而且还很认真的 走到病床边上看了看我 你是肚子疼吗 整个人缩成一团 她这句话一问出来 我差点当场喷出一口老血 我现在这种状态 不缩成一团 难道让我直挺挺地躺着吗 我没事 你赶紧出去吧 我将脸埋在床铺上说道 这时候 我真的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 就跟我说 晚上没有医生值班 我也没办法帮你去叫医生啊 那小护士依旧一副很认真的样子看着我说道 你难道晚上都不下班了吗 怎么白天晚上都是你 我简直快要崩溃了 直接抬起头来怒视着她 是我呀 今天正好要轮班了 所以我上一天一夜 然后休一天一夜 那小护士说着撇了撇嘴 随即神色不悦地说道 你要是不想让我来负责你这个病房的话 明天你可以跟医院申请换人 但是今天晚上没有别的护士了 不用换 他就喜欢你 雨萧说着 直接忍不住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女士 请你严肃一点 我们是医务人员 那小护士一听这话 顿时转过头来气鼓鼓地看着雨西瑶 后者连忙控制了一下 但她还是憋不住一个劲地笑出来 我真的是快要被她给气死了 早知道就让幽姬留在这里照顾啊 让雨西瑶这个家伙留下来 那不是给自己找罪手吗 我也真是糊涂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 那小护士又转过身来看了看我 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显然 她也是被搞得有些生气了 我真没事 你快点去忙吧 再这么下去 我要有事了 我几乎哀求着说道 你真的没事 小护士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真的没事 我非常确定以及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就不要胡乱按呼叫铃好不好 我很忙的 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你们开玩笑吗 真是有病 小护士气得直接皮头盖脸地给我臭骂了一顿 然后才气呼呼地走了 这下我心里直接就不平衡了 又不是我摁的呼叫铃骂我干什么 我肺都快要气炸了 雨霄却还在那里笑得直不起腰来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我直接咒骂了起来 干嘛 开个玩笑而已 怎么还翻脸了 雨霄说着 灰无趣地将衣服和被子朝我扔了过来 你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好不好 人家忙着呢你不知道吗 再说我这种样子 你让人家姑娘看到了多不好 我不要脸的嘛 我满脸愤怒地瞪着她 你个大老爷们怎么还害臊啊 人家姑娘都没说啥好吗 再说 你也不像是那种要脸的人呢 雨霄说着翻了翻白眼 去你大爷的 他都不我臭骂了一顿 那还叫没说啥 为啥不骂你呢 我一想这事更火大了 好了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雨霄一看我真发火了 也只好认怂了 不是你赶紧回去吧 别在这待着了 我说着气急败坏地 从床头柜上拿了根烟 自顾自地点上抽了起来 这家伙要是在这里 照顾我一晚上 我估不着明天早上起来 我都到阴间了 干嘛 你还真生气了呀 我就是逗你玩的嘛 雨霄连忙凑上前来 坐在床边 用手推了推我的胳膊 一副很委屈的模样 你 算了 我咬了咬牙 最后还是将 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 其实也没有必要跟他发火 因为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 你不生气了 雨霄试探性地问我 我不生气了 不过你真的回去睡觉吧 不用在这里照顾了 我一个人没事 我尽量语气平缓地说道 生怕对方误会 我都说我错了吗 你到底还想怎样 雨霄一听这话 直接就生气了 他娘的 这果然还是误会了 我不是想怎样 我已经原谅你了 我只是觉着 我一个人待着 可能会恢复得更好一些 你觉得呢 我使劲洗了口烟 然后抓狂地看着他 你就是在生我气 我都说我错了吗 你还赶我走 雨霄说着说着 居然眼泪直接 巴达巴达地去下来了 我一看这架势 真的差点又是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怎么搞得最后 反而像是他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我就那么看着他 一时间竟然彻底无言了 就是那种 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 只是觉得胸闷 难受压抑 就像是快要疯掉了一般 好吧 最后我深吸了一口气 顶着快要崩溃掉的压抑 再次妥协了一波 那你就留下来照顾我吧 不过不要再搞我了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不舒服 我说着 用手扶了扶自己的胸口 然后猛吸了几口生无可怜的香烟 让你古丁 微微麻醉了一下 我濒临崩溃的神经 你没事吧 雨霄看我这副样子 也是有些担心了起来 没事 我可能只是饿了吧 我说着摇了摇头 然后看了一眼 桌子上雨西瑶 之前给我提进来的外卖 这都放了好一会儿了 你饿了呀 那 那我给你包个香蕉吃 雨霄说着 赶紧从床头柜底下 拿出根香蕉出来 拨开之后递给我 第六百五十四集 来讨债的 本来我以为这是饭前的开胃水果 谁知道我吃香蕉的时候 雨霄竟然打开外卖的包装袋 拿出仅有的一份酸辣粉 精精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下我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 怎么 那外卖不是给我带的吗 不是啊 雨霄回过头来 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你晚上没吃饭吗 他又问道 没有啊 我一脸懵逼地看着他 我也没吃 所以专门带了一份酸辣粉过来 这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 雨霄说着 又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这下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病人好吗 我简直无法想象 我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 跟这样一个姑娘发生关系了 想想当时那场面 似乎也同样非常离奇 原来这都是我自己自找的 得 我认栽了行吧 我就这样吃着香蕉 眼巴巴地看着雨细瑶 自顾自地在那吃完了一份酸辣粉 虽然我并不是吃货 但可能由于我真的是饿了的缘故 竟然看得我口水都流了下来 最后我索性闭上眼睛 开始冥想 把注意力彻底从吃的上面转移了开来 然后饿着饿着 我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才刚刚八点 我的肚子又开始咕噜噜地叫了 雨霄则是趴在我旁边 睡得口水直流 时不时地还巴起一下嘴 像是在做梦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喂 醒醒 我伸手推了推她的脑袋 将她从美梦中给叫醒了过来 干嘛 雨霄睁开眼睛 顿时怒视着我 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这起床气还真的是不小 八点了 你下去买点早点呗 我说着不争气地咽了口口水 这时候真的是饿得不行了 尤其是想到热腾腾的大肉包子 我就直流口水 才八点 你有那么饿吗 真是的 人家正做着好梦呢 都被你给打断了 雨霄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 嘟嘟囔囔地抱怨着站了起来 我心想你是不饿 你昨天晚上吃了一个酸辣粉好吗 我可是从昨天中午到今天早上 就吃了一根香蕉 这谁挨得住啊 况且我他娘的还是个病人 我正在心里各种埋怨着 这时病房的门忽然就被推开了 接着 游击就像天使下凡一般 拎着一大包早饭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刚一进病房 屋子里马上就扩散开了肉包子和豆浆的香味 你怎么来这么早 也不多睡一会儿 就这么急着见你老公啊 雨霄看到游击进来 顿时翻起了白眼 我睡醒了 所以就早点过来了 游击笑了笑 随即凑到我旁边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然后俏皮地说道 你是不是饿了 老哥 一直盯着我手里的早饭看 都不看人家 幸亏有你 要不然我都要饿死了 我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那就赶紧吃吧 姐姐 你也吃 游击说着 将早餐放在了床头柜上 然后把里面的包子 豆浆油条什么的都拿了出来 接着 他拿了一个肉包子 味到了我的嘴里 这一个大肉包子整个塞进嘴里 那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包子皮一咬开 里面的肉汁顿时就溢了出来 实在不要太好吃 还是你最好老婆 我吃完一个包子 看着游击发自内心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是说我不好吗 雨霄本来拿着根油条正要吃的 一听这话 顿时就瞪着眼睛 朝我看了过来 都好都好 赶紧吃饭吧 我实在是不想跟他斗嘴 只好稀释宁人 懒得跟他计较 吃饱喝足之后 我又点了根香烟 那感觉真叫一个舒逃 雨霄则是吃饱了一磨嘴 就直接回酒店睡觉去了 临走的时候 还问我要了些钱 说想买几件衣服 我心里那真叫一个蛋桃 完全不知道 多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能有什么用 但是现在已经是女朋友了 我也是没脾气 只好拿了钱给他 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时候再看幽姬 我就更加觉着他好了 果然很多事情 都是需要比较之后 才能够看出来好 或者是不好的 若是没有比较的话 雨霄这样的女朋友 虽然不懂得照顾人 也没心没肺的 但最起码她长得漂亮 做女朋友 肯定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你现在拿她跟幽姬比 忽然就觉着 我要这个女朋友 到底有何用 我想大概是因为 我女朋友太多的缘故吧 而且个个都很好 所以老天爷 故意给我整了 这么一个魔人家 我来讨债的 说到老天爷 我脑海里 忽然就闪过了一丝 极为不好的念头 因为我一下子 就联想到了天道 该不会 这压的就是天道 搞来故意整我的吧 这个虽然听着有些离谱 但仔细想想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毕竟雨细瑶之前 可是天道门的人 想到这里 我的眉头一下子 就皱了起来 这事儿 你要是不联想还好 若是一联想 多少就会让人觉得 有些细思极恐了 后来我越想越觉得 心里不踏实 于是只好让幽姬 去把张艺辰给喊了过来 毕竟这事儿 关乎天道作举 我可是一点都不敢大意 万一 雨肖真的是天道 安插在我身边的 那问题可就太严重了 那等同雨 是一个定时炸弹啊 毕竟天道的棋子 绝对不容小觑 搞不好 可就直接将我 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所以我必须得 谨慎一点才行 当然我也希望 是我想的太多了 过了没一会儿 幽姬便带着张艺辰 来到了病房 显然张艺辰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进来之后 一脸疑惑地 看着我问道 出什么事了 我想让你 去跟踪一下雨夕啊 我沉吟了一下 周梅说道 跟踪他 不至于吧 张艺辰一听这话 两只眼睛顿时 就瞪了起来 希望是我想多了 不过我觉着 你最好还是去 跟踪他一下 这样保险一点 我说着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 是不是 太敏感了 张艺辰 刘有些好奇地 看着我问道 还是说 你发现了什么端倪 这个我倒是 没有什么发现 我只是刚才 忽然联想到 感觉也不是 没有这种可能 我摇里摇头 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这肯定是 疑心太重了 与夕瑶那丫头 怎么看 也不像是那种 会出轨的女人嘛 张艺辰说着 无奈地笑了起来 出轨 什么出轨 我一脸懵逼地 看着张艺辰 怎么还扯到 出轨这种事情 上面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 让我去跟踪他吗 这下张艺辰 也是有些懵叫了 或许 你想什么呢 我听到这里 总算是反应了过来 合着 我跟他说了半天 他都没明白 我为什么让他 去跟踪雨西瑶啊 这简直就是 对牛弹心了 照理说 张艺辰这种人 不应该 往那方面想吧 这到底是 他思维跑偏了 还是我没有 表达清楚呢 那你让我去跟踪他 到底是要跟踪什么 张艺辰满脸不解地 看着我 我怀疑 他是天道安插 在我身边的棋子 所以才想让你 去跟踪一下 看能不能发现 有什么端倪 毕竟他以前 是天道门的人 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没药 我皱了手眉头 神色略有些 凝重地说道 天道棋子 张艺辰一听这话 表情也是 马上就严肃了起来 你觉着 他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询问了一下 张艺辰的意见 第六百五十五集 希望是我想多了 这个还真不好说 张艺辰摇了摇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毕竟我早就已经不在天道门了 不过后来据说天道门的所有人都合道 沦为了天道傀儡 如果他也合道了的话 那这事肯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只是要如何确定他是不是合道了呢 这个似乎有点困难 要不你这样 我让张艺辰凑到我的面前 小声交代了他几句 接着张艺辰便直接点头离开了 游姬则是在一边好奇地看着 等张艺辰走后 再上前来问我 老公 那个姐姐难道真的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嘛 现在不好说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而已 我说着笑了笑 随即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蛋说道 不过 这事你可千万不要跟雨萧说啊 放心吧 我谁都不会说的 游姬连忙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 倒是什么短你也没有看出来 雨萧瑶依旧每天晚上来替换游姬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回酒店去睡觉 张艺辰试图跟踪过 但是雨萧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还有来医院照顾我 基本上就没有再去过什么别的地方了 至于我告诉张艺辰的那个法子 他也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用 如此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终于出院了 皮外伤早已经好了七七八八 至于内伤也早就恢复过来了 只是修为还没有彻底恢复到巅峰状态而已 现在人间这局势暂时算是稳定下来了 也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至于蔑视浩劫 究竟什么时候彻底降临也不好说 于是我琢磨了一下 便打算先回趟西北老家省城那边 毕竟陈云启他们一家还在那里呢 趁着现在稍微松缓一下 我决定先把他们送到蓬莱仙岛去 免得浩劫降临之时 根本来不及照顾他们 另外正好也可以去看望一下陈灵他们 还有我父亲和我母亲 以及我闺女 话说我都快忘记了 我闺女叫什么名字了 好像是叫李萌萌 想到这里我难免有些惭愧 闺女生起来之后 我几乎都没有见过她几次吧 从这一点来看 我的确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这天下与至亲终究是难以两选 当你选择了拯救天下苍生 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了 因为这一次要去蓬莱仙岛 所以我也没有带上幽姬 毕竟和陈灵他们分开这么长的时间 虽然我知道他们也不会介意 我又多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让他们看到我带了一个人回来 若是再联想一下 我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和幽姬在一起 我想陈灵他们难免会有些不平衡 所以想想 我索性也就没有带着幽姬 一起去蓬莱仙岛了 至于以后的事情 那还是以后再说吧 我想肯定有机会让他们彼此认识的 等我到了老家省城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城市里依旧是灯火通明 虽然在这种不分白昼的时期 人们都过得很难受 但是好在省城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灾难 所以大多数人的性命 暂时倒不至于受到威胁 只是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尤其是除开生活所需以外的行业 几乎全部都停业了 毕竟到了真正生死存亡的时候 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也都没有心车条件去娱乐 我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面 兜兜转转一大圈 街道上冷冷清清的 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 虽然这城市里的人口并没有减少 但是曾经的热闹辉煌 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 大多数人现在基本上都是闭门不出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虽然相对安全 但是我想很快就会出大问题 因为不出门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不在工作 那也就等同于没有了收入来源 长时间的坐吃山空 到最后大多数人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 必然会陷入资源争夺的混乱场面 那绝对又会是另一场灾难 不过这个就不是我所能够阻挡或者左右的了 我一路来到北山别墅区 当我敲开房门的时候 发现陈云起他们一家人都显得非常警惕 尤其是陈云起 手里甚至还拿着家伙 看到是我之后 几个人才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出什么事了 我一看他们这架势明显不太正常 于是连忙问了一声 最新这一片不太太平 有好几户人家都被入室抢劫了 陈云起说着叹了口气 然后将手里的菜刀放在了门口的鞋架上 有这种事 我一听这话也是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刚才就已经想到了 照这种情况下去 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混乱的情况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竟然就已经有人开始入室抢劫了 何止是抢劫 现在这些人就像是疯了一样 最近都发生好几件命案了 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年轻女性下手的变态 陈云起说着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又叹了口气说道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阴之节的缘故 导致天地间阴邪之气日渐昌盛 人们也被这邪气影响了心神 我听到这里 顿时陷入了沉默当中 这个我之前倒是没有考虑过 但是现在仔细想想 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 已经这天地之间的阴邪之气 现在已经浓郁到了一定程度 这种情况下 人很容易就会被阴邪之气侵入心神 从而影响人的神智 若是心有正气之人 倒也没什么影响 但若是那种本就心怀邪恶 或者极其阴邪之辈 很容易就会被邪气所左右 从而彻底释放出邪恶的本性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事的影响恐怕会相当大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那种心怀邪恶的人可不在少数 咱们家没有被盯上吧 想到这里 我赶紧问了陈云启一声 这个应该没有吧 我们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 陈云启摇了摇头 不太确定地说道 那就好 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完了收拾一下 这两天咱们就离开这里 我带你们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这天下现在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呀 陈云启有些不太相信地看着我 放心吧 我既然要带你们去 那就一定有 我胸有成竹地说道 哎 离开这里也好 这地方现在不太平 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的 生怕有人闯进来 你说 抢了东西倒是小事 就怕我们几个人 连性命都丢了 林秀娥在边上一脸担忧地说道 那好吧 我们就跟着十一走 陈云启也点了点头 这事一确定下来 林秀娥明显唱出了一口气 然后她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 十一啊 你饿了吧 想吃什么 阿姨给你做去 什么都行 只要是您做的我都喜欢 我连忙笑着说道 一想起丈母娘那手艺 别说我还真有点嘴馋了 就你嘴甜 林秀娥白了我一眼 随即便戴上围裙 去厨房里忙活了 陈云启则是泡了一壶茶 跟我在客厅里面 边喝着 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至于陈萱萱和陈小小这两个丫头 则是围在我的旁边 也不说话 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我 你们俩有什么事吗 我被他们这么一直看着 实在是有点浑身不舒服 于是满脸差矮地问了一声 姐夫 你出去这么久 有没有给我们带礼物什么呢 陈小小满脸期待地看着我问道 礼物啊 这下我顿时就些尴尬了 还真没想到这茬 第六百五十六集 阴邪之气的影响 主要是现在这世道 生逢乱世的 谁会有心思 去想着给小姨子 买礼物这种事 哼 我就说他肯定想不起来 给我们买礼物吧 陈萱萱撅着嘴 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说道 我最近事有点多 真的没顾上 等以后再买给你们补上吧 想要什么买什么 我笑了笑说道 啊 那我要裙子 陈萱萱连忙说道 我也要 还要好吃的化妆品 陈小小则是掰着手指头 一样一样地罗列了起来 行了 你们俩就别闹腾了 十一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想买什么 那完了 大师伯给你们买 陈萱起制止了两个人说道 看得出来 这陈萱萱和陈小小 还是比较怕陈萱起的 他一发话 两个人顿时就不吭声了 我跟陈萱起 连着喝了两泡茶 这时林秀我也做好了饭 丰盛的饭菜很快就上桌了 不过 大都是肉类 没有青菜 看样子 他们的确是很长时间没有出门了 青菜放不住 所以物资消耗的只剩下肉类 还有土豆一类 比较容易保存时间久一些的食物 吃过晚饭后 我以散步为由 一个人到外面去转了一圈 这别墅区里面静悄悄的 以前晚上经常有人出来散步什么的 还挺热闹 但是现在却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甚至别墅区门口的那个保安室里面 现在也看不到保安了 怪不得老是有人入室抢劫等等 这最起码的安全措施都没了 那些小偷小摸的能不猖獗吗 我溜达了一圈 本来想着 若是碰上那些打家劫舍的人 就收拾他们一番 可惜转了一圈 什么也没有碰到 加上时间也很晚了 于是我便打算回去休息 但是就在我走过其中一栋别墅的时候 忽然看到有一个黑影 从别墅的阳台上掠了过去 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本能地意识到 那应该不是人类 于是赶紧地动身上了阳台 然后朝里面看了一下 二楼的阳台里面 正好有一个很大的卧室 昏黄的灯光下 我能够看到屋子里多少些乱 衣服零零散散地扔在地上 至于那张大床上面 则是绑着一个穿着很性感的年轻女子 而且还被封住了嘴巴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正站在床前 只穿了一条内裤 手里拿着一根皮鞭 我下意识地以为误打误撞 碰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事情 谁知 就在我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道黑影 忽然从那魁梧男人的身后掠了过去 紧接着 我就看到那男人扬起手 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手缝里 烟红的鲜血直接溢了出来 住手 我看到这里连忙大喝了一声 随即一个剑步便冲进了卧室 但是这屋子里的光线实在是太昏暗了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也没有发现刚才那道黑影 于是我赶紧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来到门口 直接打开了卧室的主灯 屋子里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这时那男人已经趴在了床上 鲜血直接染红了半边洁白的床躺 而那个性感的年轻女子 则是瞪大眼睛 满脸惊骇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并且在奋力地挣扎着 只可惜 他被捆绑在床上 根本就挣脱不掉了 而且嘴巴 也是被强力交代 封得严严实实的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只能发出乌的声音 我扫了一眼 发现这女人身上有多处的鞭痕 有的地方 甚至已经是皮开肉绽了 样子相当惨烈 看到这里 我忽然一下子就觉着 这男人死得活该了 这种变态 换了我都想杀了他 但我还是在屋子里搜寻着 因为我得找出刚才那个黑影来 那东西可不是人类 而且就这样随便杀人 若是不收拾他 恐怕就得有更多的人 死在他的手里 像这种变态男 被他杀了当然无所谓 但是你也不能保证 他不对好人下手不是 我扫了一圈 没有在卧室里面 看到刚才那个黑影 而且我也不确定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感觉应该是灵体类的吧 于是我索性闭上眼界 将念力扩散开来 慢慢地感知了过去 这样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存在 肯定都逃不过我的念力感知的 果然 我很快就在门口的位置 感知到了一个人 但奇怪的是 他明明就站在那里 我却根本看不到他 乾坤无极 玉领如山 是 我猛然睁开眼睛 随即捏绝念咒 抬手便是一道符咒 朝着门口那边甩了过去 但是这符咒却落空了 不过能够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窜出了卧室 直接冲向了客厅 太阴 道阳 副灵 玄仓 我连忙一边捏绝念咒 一边追了出去 等我追到客厅的时候 那东西竟感觉不到了 肉眼也无法看见 于是我赶紧抬手一指 手掌间凝聚成形的 竖道灵符顿时飞了过去 分别挡住了客厅的 几道门和窗户 这时 忽然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猛然地撞在了客厅的窗户上面 使得那些灵符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不过好在这些灵符终究是没有被冲破 只是将窗户玻璃撞碎了一大片而已 这下我总算是看到了那个黑影 连忙抬手一指 分布在四周的灵符 顿时朝着那东西围拢过去 转眼间 数道灵符已经彼此相连 合在了一起 那黑影也被彻底困在了灵符牢笼当中 但这东西着实是有些凶悍 被困住之后 竟然还在灵符牢笼当中左冲右窗 想要以蛮力挣脱出来 收 我直接再次捏据 抬手一指 那灵符牢笼顿时急速地缩小 转眼便化作了杖曲大小 直接将那黑影 彻底给束缚在了牢笼当中 这下他总算是不动弹了 只是在灵符牢笼当中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上前仔细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是一个面色很白的年轻人 看着人处无害 但是他的身上却散发着极其浓烈的杀气 尤其是那双眼睛 似乎蕴藏着无限杀气 以至于跟他对视的时候 连我都觉得有些心悸 这么浓郁的杀气 说实在的 我以前还真的没有从任何人的身上感受过 这让我多少些好奇 于是便试探性地问了那年轻人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 你没必要知道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放我出来 那年轻人非常高地看着我说道 我可以放你出来 但前提是 你得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明白吗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 你想知道什么 那年轻人挑了挑眉毛 比如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从哪里来 还有你为什么要杀人 我将心中的疑惑全都问了出来 我不是在杀人 那是恶鬼 你所看到的只是表象 年轻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恶鬼 我听到这里 不忧地皱了皱眉头 而且为了确定刚才被他杀死的 那个男人就是人类 我还特意回到卧室去看了一眼 那的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一点自然是骗不过我的眼睛 只是他现在已经彻底死亡了 只剩下一具尸体罢了 至于那个满身伤痕的年轻女子 则是依然蜷缩在床脚的位置 我暂时没有去理会他 你以为我很好糊弄吗 心灵鬼怪之类的东西 我见到太多了 那男人就是一个大货人 这方面你骗不了我 回到客厅 我看着那年轻人 神色不善地说道 我说过了 那只是表象 其实他早已被恶鬼附身 展现了恶的本性 床上那个女人 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年轻人冷笑了一声说道 第六百五十七集 杀身力道 你是说他被邪起侵入心神 从而被恶念所左右 展现出了自己最邪恶的那一面吗 火六有些迟疑地看着对方 这个倒是勉强能够说得过去 你也可以这样认为 但实际上 人性当中其实是没有这般恶性的 他们只不过是被恶鬼附身 左右了人性罢了 坦白说 就是早已沦为恶鬼的傀儡 所以我杀的并不是人 而是傀儡 年轻人非常笃定地说道 他这种思维方式 别说还挺有创意的 感觉就像是某种 教派组织的观念 或者是代表上帝惩罚你那种 那你杀人又是站在什么立场呢 代表正义 惩恶扬善吗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我不能代表正义 我只是在 清除人世间的罪恶吧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说道 清除人世间的罪恶 那也是把自己放在了正义那一面 不是吗 我轻笑了一声 随即眯起眼睛 看着对方说道 再说了 杀人难道不是罪恶吗 你若真的想要清除这世间的罪恶 就应该杀了自己 以求杀身力道 杀身力道 那年轻人听到这里 顿时有些迷茫了起来 他这信念明显站不住脚跟 我随便说两句 就直接给他推翻了 我明白了 正当我暗自得意的时候 那年轻人忽然点了点头 随即手掌一翻 手中便多出了一把利刃 我一看这架势 顿时觉着情况不妙 可惜还没有来得及阻止 那年轻人已经抹了自己的脖子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直接飞溅到眼前的灵符壁垒之上 连带着我 以法力凝聚而成的灵符 都给鲜血染红了 我连忙抬手一挥 散去了法术 眼前的灵符也瞬间化作虚无 彻底消失掉了 接着 我赶紧伸手一把 按住了年轻人的脖子 那阴红的鲜血 还是从我的手指缝里 不断地喷涌出来 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 这年轻人 居然是有血有肉的人类 而不是魂魄灵体什么的 可是他之前给人的感觉 明明像是没有实体一般 甚至以肉眼都看不到 这让我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可不是去考虑这个 而是要怎么救起这年轻人 你先按住伤口 我将年轻人的手掌 拉到他的脖子上 让他自己按着伤口 接着 我便赶紧跑回到屋里 搬箱倒柜的 去寻找医药箱里 最起码的给他包扎一下 先止住血再说 可是没想到 等我找到医药箱出来 那年轻人 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地上只有一行血迹 蔓延到破碎的窗户底下 然后一直延伸到了外面 但是等我追到外面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对方的人影了 自下空荡荡的 连地上的血迹消失掉了 这让我多少些无语 没想到 竟然被这家伙给耍了 照这种情况来看 他割破自己的喉咙 恐怕根本就不会死 只是为了方便脱身而已 我就说这家伙 诡异莫测的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挂掉 不过让他跑掉 倒也不算什么坏事 最起码他不杀好人 只是对那些 被邪气走了心性的邪恶之人下手 当然 这纯粹就是给我心里 一种安慰罢了 毕竟在身上杀气那么重 会不会滥杀无辜可真不好说 我摇了摇头 然后回到了二楼卧室 解开了那个女人身上 混绑的绳索 接着 我便直接离开了 这座充满血腥味的别墅 这现场我肯定是不能够多逗留的 因为那个女人脱困之后肯定会报警 若是我继续留在现场 难免会落个嫌疑人的下场 但是走了之后 我想了想 后来还是又回到了那座别墅 接着 我拿出了一道符咒 沾上了那个年轻人流血的鲜血 然后将符咒折成了一只纸鹤 这个 我是用来施展追魂术的 因为仔细想了想 我还是觉着有些不放心 所以 便想找到那年轻人再确认一下 如果真如他所说 他只杀那种 展露出邪恶本性的人 那我自然是不会对他出手 但若是他滥杀无辜的话 那肯定是要除掉他了 随着法术施展出来 纸鹤很快便摇摇晃晃的 朝着别墅区外面飞去了 我则是施展顿法 一路紧跟在纸鹤的后面 半个时辰之后 纸鹤已经飞到了城外 最后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 这个工厂 以前是专门生产加工肉制品的 例如火腿 牛肉罐头等等 但由于后来的质量问题被叫停了 所以工厂也跟着关门了 我沿着巨大的厂房 一路往工厂里面深入 因为我看到工厂的深处 有一个车间还亮着灯 所以想来 肯定是有人的 那只追魂的纸鹤 也飞进了那个亮着灯的生产车间 生锈的铁门半开着 我来到车间门口 朝里面眺望了一下 巨大的车间里面 大都是生锈的机器 这些都是当初生产食品的流水线 空气里到处都是霉味 夹杂着铁锈 以及阵阵肉类腐烂的恶臭 我在车间里扫了一圈 很快便发现了那个年轻人 他此时正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 拿着针和线 在缝自己脖子上那道害人的伤口 鲜血顺着他的手掌一直流下来 沾染到他的袖子 以及身上那件白大褂的胸前 这场面光是看着 就让人不哈而立 不过好在 我见过比这更恐怖的场景 所以并不会被吓到 我缓缓地走进车间 然后来到那个年轻人身后 两三米开外的位置 他也没有回头 只是在镜子里看着我 我们就这样 隔着一面巨大的镜子对视着 你真是个狠人 我点了根烟 发自内心地说道 那年轻人则是笑了笑 也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缝着脖子上的伤口 我也耐心地 等到他彻底缝合完毕 这时 一根烟刚好抽完 我将烟头扔在地上 用鞋紧碾碎 这才抬起头来 看着那年轻人说道 你不是人类 我这句话并不是疑问句 而是肯定句 因为如果是人类的话 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是绝对不可能跑这么远 而且回来 自己缝合脖子上的伤口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的没错 我也被恶鬼附身了 那年轻人用毛巾擦了擦 手和脖子上的鲜血 然后拿出一角纱布 慢慢地开始往脖子上缠绕 所以你现在是恶鬼还是人类 我挑了挑眉毛看着他 我当然是人类 那年轻人一边缠着纱布 一边回过头来 冲着我笑了笑说道 我只是借用了恶鬼的力量而已 来自地狱的恶鬼有很多种 而附在我身上这只呢 被称之为杀戮 所以你才喜欢杀人 你已经被恶鬼左右了 这么说来你也是傀儡 我们一起眼睛看着他 不 那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年轻人摇了摇头说道 我负责满足他的杀戮 而他负责给我力量 只杀那些被恶鬼附身的傀儡 我要怎么相信你 我沉下脸来看着他 用事实说话 那年轻人说着 揭开了边上的一块白布 我这才发现那白布下面居然盖着一个很大的铁笼子 里面有一个浑身赤裸的中年男人被关在里面 而且笼子里还有一些腐烂的肉类 有的甚至都已经严重的变质生躯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一看这场面 脸色当场就冷了下来 这已经不光是杀人了 而且还是在残忍的虐待 幸亏我跟着他来到这里 否则放任他离去 不知道这家伙 以后还要害多少人呢 第658集 罪恶傀儡 你知道他是谁吗 那年轻人指了指笼子里 浑身赤裸的中年男人说他 这个工厂以前就是他的 他专门生产肉类食品 以低价收购病死或者得了瘟疫死去的牲畜 甚至将腐烂的肉类加工贩卖到市场 不知道让多少人因此而生病 但最后他只是被关停了工厂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所以我现在让他也是同样的腐肉 你说的是真的 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对方 不信你可以问他自己 那年轻人说着 指了指笼子里的中年男人 我朝他看过去 发现那中年男人已经眼神涣散 完全没有了清醒的意识 整个人看着浑浑噩噩 好像已经离死不远了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捡起了一块腐肉 麻木地啃食着 你还不如直接杀了他 我实在是不忍直视 连忙别过了头去 俗作的方式有很多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于死亡 人总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不是吗 那年轻人说着弹了弹双手 你又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我忍不住皱眉提醒他 我不是在扮演上帝角色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上帝 如果真有上帝 这种人早就不应该存在于世了 那年轻人说着冷笑了一声 随即转身走到另一边 揭开了又一块白布 那白布下面盖着的 是一张类似于手术台一般的不锈钢架子 架子上同样绑着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那男人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 足有数十处 尤其是腹部以及肚子的位置 但这些伤口显然并不是随意割开的 看着更像是做过手术一般 伤口已经全部缝合过 而且有的伤口甚至已经开始愈合结了甲 男人的手背上还扎着针头 正在输液 这样可以保证他短时间之内不会死掉 他又是犯了什么罪恶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看向那年轻人 这么说吧 年轻人抬手示意了一下说道 他是一个医生 之前在一家私立医院做主导医师 光是他手里做过的妇科手术就超过三十起 但这其中有十三起 病人根本就没病 没病 为什么要做手术啊 我不解的看着对方 为了钱呢 这刀口一开 钱自然就来了 至于有没有病 需不需要做手术 当然都是他们说了算了 那年轻人说着冷笑了一声 所以我也给他做了十三次手术 并且零零散散切下来一些东西 当然他也没病 他健康得很 话说到这里 那男人的手指忽然动了动 然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你真的是为了钱 给没有病的人开刀 我皱起眉头看着他说道 那都是医院的指标任务 要求每个月做够一定的手术 我也是出于无奈 你们放了我吧 我求求你们了 那男人连忙有气无力地哀求了起来 我听到这里忽然就陷入了沉默 即便是看着眼前这男人如此悲惨的模样 我对他还是生不出一点同情心来 就为了赚钱 随便给没有病的人开刀做手术 那么这所谓的手术 恐怕无非就是把病人的肚子切开 然后再缝上吧 他不知道这一刀下去 对于人的身体来说有多大伤害吗 这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实在无法相信 人竟然可以坏到这种地步 正如那年轻人所说 我宁愿相信 他是被恶鬼附身了 而不是人因为欲望 才展现出了这般令人作呕的一面 你应该把那个医院的院长也抓来 包括所有知情和参与这种事的人 因为这其中最大的获利者 显然并不是一个主刀医师 我说着看了那年轻人一眼 放心吧 都在这里 那年轻人说着 一个一个揭开了后面的白布 一句句半死不活的尸体 也都呈现在了我眼前 或许他们暂时还活着 但迟早都会沦为尸体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那年轻人 也是一一罗列出了每个人的罪恶 什么杀人 伪戏 家暴等等等等 我有些匪夷所思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 这些人身上所背负的罪恶的 我也问了他 那年轻人摊了摊双手 人处无害地说道 因为呢 我被杀戮附体 所以我能够嗅到 每个人身上的罪恶 天理循环 万物相生相克 地狱既然存在诸多的罪恶 当然也就有专门清除罪恶的存在 如今罪恶已降临人间 杀戮自然不会缺席 又是天道的恶趣味 我颇感无奈地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那便留你在这世间吧 我说着摆了摆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我当然可以除掉它 但那并不见得 就能让这个世界安稳多少 相反 若是他杀掉了 这些身负罪恶之人 虽然我也知道 肯定不可能杀光 但是每杀掉一个 总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 贺雨晨 那年轻人忽然在我身后喊道 什么 我转过头来 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你之前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贺雨晨 那年轻人说着 对我露出了一个死神般的微笑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希望不是在这里 我说着怂了怂肩 这地方 我可不想再来第二次了 放心 你身上可没有罪恶 贺雨晨轻笑了一声 离开废弃工厂之后 我也没有施展顿术 直接回到市里 而是慢慢地从郊外一直走了回去 今天晚上的一切 对于我来说 其实触动挺大的 面对着种种的罪恶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 甚至不愿意去联想 但前提是 这种罪恶 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你的情况下 若是有朝一日 这般罪恶就加注在了你的身上 你又如何去反抗呢 其实无论我们看到与否 相信与否 罪恶始终都存在着 就附在某个人的身上 不是你不愿意去看到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 你看到的每一个人 他不一定都是人 有的或许 已经被恶鬼附身了 那种人 被称之为罪恶傀儡 我如同孤魂野鬼一般 在这座城市里面 游荡了一整夜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心情异常沉重 我想那应该是源自于失望吧 对于人性的失望 虽然我知道 邪恶终究只是占据了 那么一小撮人 只有极少数的人 身怀罪恶 沦为了傀儡 但是当你看到 这些罪恶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仍然是失望透顶 天道欲灭世人 我宇天博弈 欲拯救天下苍生 可若是人类这般的自取灭亡 那这一切又有何意义呢 我不得不承认 这些呈现出来的罪恶 终究还是会影响到我的心态 但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 也算是消化掉了这些负面情绪 这苍生终究还是要拯救的 宇天博弈更是不容退缩 否则天下众生 皆被天道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人性善恶 也同样是由天道所操控 这个时代或许我已经改变不了 但若是能够博得一线生机 等到天道进入轮回 下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之时 人类就可以摆脱这种天道的恶趣味 不再被那双无形的大手 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那将会是一个真正和平美好的世界 不再有罪恶 也没有杀戮 人类和平共处 存于天地永垂不朽 想到这里 我的心中顿时生腾起了 无尽的希望之火 信仰之力贯穿全身 一种奥利于天地间的独特道则 也开始从我的身上 渐渐散发了出来 那一刻 我才真正明悟了逆天之道的精髓 原来逆天就是为了希望 第六百五十九集 天人合一 轰隆隆的 半空中忽然有无尽的黑云汇聚而来 转眼遮住了整个天空 云层深处更是雷声滚滚 电光肆虐 恐怖的能量正在我头顶上空酝酿着 刹那间天地黯然失色 一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景象 这下天道总算是坐不住了 看来他已经感知到了墙里的危机 我仰起头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头顶的黑云 眼神中似有日月星辰流准 天地乾坤万法万恶 皆在我周身逐一的浮现 似乎要与这天地合而为异样 我身上的气势也开始猛然攀上 转眼便跨入到了半步天人之境 但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雷霆 猛然自头顶砸落了下来 一副药香我彻底披成粉碎的样子 此时我还没有来得及 将自己的道则与这天地彻底的融合 只是赶紧先把逆天之道召唤了出来 一道巨大的灰色漩涡 瞬间便横在了我的头顶 将那道恐怖的天蟹雷霆给挡了下来 但是被这么一打断 我与天地间那种感应也就消失掉了 天人合一终究只是合了一半 没有能够踏入到天人之境 这下我总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会有半步天人之境的这种说法 原来是修道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时候 天道会出手阻拦 从中作稿 所以才无法彻底合了天地 只能停在半步天人之境 看来天道对于天人合一的境界 还是非常忌惮的 所以他绝不允许天人境界的修者出现在这个世界 这算是天道明目张胆的一种压制了 果然修为境界越高 所受到的天地规则的束缚也就越大 或者确切的来说 应该是天道的制衡和约束 不过好在我有逆天之道在身 尤其是在我达到半步天人之境 自身道子与这天地半相合的情况下 天道基本上已经奈何不了我了 他现在唯一能够约束和制衡的 无非就是我的境界 让我无法彻底融合天地 踏入天人之境罢了 我想 若是我彻底达到了天人合的境界 加上我有逆天之道在身 应该差不多就能够和天道叫板了 所以天道肯定不会让我情而易举地跨到那一步 不过这半步天人之境也够了 最起码在蔑视浩劫来临之前 几乎能够在这天地间横着走 而且我也不惧怕天劫雷霆的压制 等同雨能够完全释放出自己的修为实力来 光是这一点 同境界当中 我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我抬头看了看半空中 那黑压压的乌云 云层深处 似乎还有雷霆在酝酿着 但是这雷霆 终究是没有再披落下来 毕竟天道也清楚 这天劫雷霆对于我来说 倒就已经没有了任何作用 所以他也懒得费功夫了 看着乌云逐渐地散去 我也收起了自身的机场 施展顿法回到了别墅 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本来我以为陈云启他们都已经睡觉了 可是当我敲响房门的时候 却很快有人给我开了门 我一看原来是林秀娥 也不知道她这么晚 怎么还没有睡 或者是睡去了又起来了 应该是睡去了又起来了吧 因为林秀娥的身上 就穿了一件丝织的连衣睡裙 黑色的戴蕾丝边那种 衬托着她风韵有存的身材 很是性感 阿姨 你怎么还没睡 我看了一眼 连忙赶紧挪开了视线 这毕竟是丈母娘 我可不敢乱看 你没回来 我都睡不着 这下好了 只要你回来呀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林秀娥说着明显松了口气 其实她这种不安全感 我也能理解 毕竟是女人嘛 现在这世道混乱 加上暗无天日 搞得人心惶惶的 换了谁都会心里不踏实 您就别担心了 赶紧去睡吧 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安慰了林秀娥两句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也不困 阿姨给你泡壶茶去 咱们好好聊聊 说着 林秀娥就转身泡茶去了 我本来打算 直接上楼去睡觉的 她这么一说 我也不好意思走了 只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很快林秀娥便泡好了茶 拿了两个杯子 给我和她各自倒了一杯 接下来 就直接陷入沉默了 我喝着茶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尽量 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 林秀娥则是双手 放在大腿上 抓着自己的睡裙 看样子 显然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 毕竟大半夜的 她又穿得这么少 两个人在客厅里喝茶 这气氛 却是多少有些尴尬 过了许久 林秀娥才舔了前嘴唇 看着我说道 十一啊 你跟萱萱和小小他们 是不是 已经不是那种简单的关系了 我被林秀娥一句话 问得吓了一大跳 手里的茶杯险些 掉在了地上 不知道她为什么 忽然问起这事来 难道说 她已经发现了什么不成 你不用害怕 我就是随便问问 林秀娥一看到我这样子 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即 她又白了我一眼说道 嗯 也算是便宜你小子了 我之前呢 跟你叔商量过 现在这世道 你说 给他们俩找个好人家嫁了 也不现实 能活着就不错了 所以啊 你要是真有那个意思的话 就让这俩丫头跟了你 也算是 给他们找一条火路 啊 不是阿姨 萱萱和小小说小姨子 我肯定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的 我连忙尴尬地说道 虽然说 我跟陈萱萱已经那个啥了 但是丈母娘忽然说起这事 还是让我有些无忌自容 这毕竟是违背常理了 唉 你也别不好意思 其实现在这情况 你叔都跟我说了 我知道 我们终究是难逃一死 我跟你叔是无所谓 都半辈子活过来了 天灾人祸 生死有命 可萱萱他们 毕竟还小 怎么着 也是要让他们活下去的呀 你放心阿姨 虽然我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但是只要我活着 就不会让他们出事 我非常郑重地说道 这个也是事实 面对蔑视浩劫 大多数人终究是要化作劫灰的 这一点我无力改变 但是有一点 我绝对不会让我身边的人死去 就算死 那也是我死在他们面前 唉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哪有你这么好的女婿 也算是我跟你叔的造谎了 阿姨你别这么说 其实我也算不上什么好女婿 我非常惭愧地说道 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就光是我有这么多的媳妇来说 我就已经不算是好女婿了 况且之前我带着陈灵他们 去蓬莱仙岛躲避灾难 都没有想起来老丈一家 这事说出去 真的是脸上都拉不下来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 林灵莱说着 非常溺爱地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知道她这种爱是出于母亲 完全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看 这让我心里更是惭愧不已 人家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 但我之前 可没有把老丈人 丈母娘当成自己的父母 这么一比较 我就更不是一个好女婿了 行了 你快点去睡吧 你看我这拉着你 一说就说个没完 林灵我可能是觉得 有些太过于煽情了 于是煽笑着站起来 那你也早点睡阿姨 我点了点头 说完便赶紧上楼去了 这大晚上的 跟丈母娘聊这些 实在是让我有些尴尬 好不容易逃之夭夭了 我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当我上楼 推开自己卧室的房门之后 顿时又傻眼了 这床上被子里 鼓鼓囊囊的 一看陈萱萱和陈晓晓两个人 竟然都睡在这个屋子里 这六百六十几 再往鹏来 姐夫 你怎么回来了 我站在那里 还有点回不过神来 倒是陈晓晓从被窝里 探出脑袋 先问了我一声 我不回来去哪 我有些无语地看着她 好像也是啊 陈晓晓则是侧着脑袋 想了一下 有些萌萌然地说道 那你要在这里睡吗 姐夫 陈萱萱也坐起来问我 我 我去隔壁吧 你们睡 我说着赶紧从屋子里 退了出来 这姐妹俩都在 我怎么睡 虽然我也想睡 但李志终究 还是占了上风 可是躺在隔壁的床上 我又觉得空荡荡的 根本一点睡意都没有 就这么硬挺了几个小时 最后我总算是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快中午了 我起床洗漱了一番 林秀娥已经做好了午饭 吃过午饭后 我们便收拾东西 然后直接坐上车 赶去了烟台那边 这一次就没有专车可以坐了 只能坐火车 颠簸了一整天 等我们到了烟台的时候 也已经是晚上了 于是我们只好在烟台找了家酒店 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一早 才坐船去鹏来 到了鹏来之后 我特意花大价钱 包了一艘游艇 并且采购了很多生活用品之类的 这一耽搁 半天时间又过去了 不过现在不分白昼 反正白天和晚上 也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们便直接上船出海 连夜赶去了鹏来仙岛 游艇上有专门的司机 所以倒是不用担心 驾驶游艇的问题 而且还有厨师 服务人员等 生活所需 一应俱全 虽然包这么一艘游艇 贵是贵了点 但这钱倒是花得挺值的 船舱里面还有独立的豪华房间 可以直接在房间里睡觉 我只需要告诉游艇司机 我想去的方向就可以 也算是奢侈享受力吧 夜渐渐的深了 游艇在海上乘风破浪 匀速朝着我们要去的目的地进发 我们坐在露天的摊桌旁 吃着厨师煎出来的牛排 吹着海风 再配上一瓶红酒 那感觉真叫一个惬意 就连陈轩轩和陈小小 也在边上 敲摸摸地喝了好几口红酒 喝得两个人 脸蛋全都红扑扑的 吃过晚餐之后 陈云启和林秀娥 便到船舱里面的卧室休息去了 我则是独自 在顶层的甲板上 这里还有舒适柔软的沙发 可以坐在围栏边上 欣赏着海面的风景 只可惜夜色太深 什么也看不清楚 一眼望过去 一望无际的海面 整个都是黑压压的 反倒是给人一种 极其强烈的压迫感 只有海风吹过来的时候 还稍微舒服一些 我点了根烟 靠在沙发背椅上 仰起头望着夜空 这星空倒是美得跟画一样 感觉在海上 能够看到的星星 明显要多很多 而且似乎 离这星空也更近一些 满眼都是璀璨的星河 仿佛伸手就可以触碰到 那感觉 的确令人有些神亡 我对着星空吐了一个烟圈 看着它徐徐上升 最终消散在天际 烟头在夜色中忽明忽暗 伴随着轻微的海浪 富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身 这时我忽然意识到 船好像已经没有再行驶了 突如其来的尖叫声 忽然滑破了宁静的夜空 我赶紧转头 循着叫声传来的方向 看了过去 发现陈萱萱正从舱门的位置 跑出来 但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忽然探出 猛地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随即伴随着陈萱萱惊恐的尖叫声 直接将她给拽了回去 画风骤然转变 像是突如其来的 上演了一出惊悚的闹剧 我赶紧转身 朝着舱门方向飞奔了过去 可惜那舱门已经被关上 而且从里面反锁了 但是透过门上的那个圆形玻璃窗 我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船舱里面的情况 三个年轻的船员已经将陈萱萱和陈小小制服 两个人被抓着头按在餐厅的沙发上 其中一个瘦瘦的猥琢男子 甚至已经开始撕扯陈萱萱的衣服 欲对她行不轨之事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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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萱萱和陈小小也在一边挣扎 一边呼喊求救 虽然隔着舱门 使得他们的声音很微弱 但我还是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喊声 看到这里 我额头上的青筋瞬间就抱了起来 翻山之力瞬间加深 接着 我猛然一拳轰在了舱门上 那钢铁制造的舱门 直接被我一拳给轰了开来 甚至连门板都险些飞了出去 这下里面的三个船员 顿时都吓了一跳 但他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小子 你要是不想死 就乖乖地去外面待着 否则我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 反正这种地方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的船员 拿出把仙刀 对着我凶神恶煞地说道 另外两人 也都分别亮出了家伙 其中一个人拿了一把扳手 另一个人 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尖刀 三个人一副 只要我不配合 就当场把我解决掉的架势 看来你们早有异谋 我皱了皱眉头 神色冰冷地看着对方 那不然你以为呢 要不是看这俩丫头长得漂亮 现在这种时候 谁他妈愿意陪你跑这坡地方来 你以为就凭你那几个臭钱吗 人他妈都要死了 还有钱有什么用啊 那个高高瘦瘦的家伙 脸色猙獰地说道 就是 反正世界末日要来了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让我们兄弟好好消遣消遣 你要是不爱手爱脚 等我们玩完了 也可以让你爽一把 这么漂亮的小姨子 你还没碰过吧 那个拿着掺刀的矮小男人 舔了舔嘴唇 极其猥琐地说道 我沉着脸 微微打量了一下这三个人 发现从他们的身上 都散发出极其浓郁的邪气 看样子应该也是被邪气侵入心神 从而展现出了邪恶的本性 这阴阳倒转 天地间邪气汇聚 终究是影响了不少人 或者确切来说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看来我也需要一杀戮 才能够清除这人世间的罪恶了 我喃喃低语了一声 随即施展病子 瞬间便来到了 那个高高瘦瘦的男人面前 他甚至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我一个大嘴巴子 直接抽飞了出去 这一巴掌 打得那男人直接口喷鲜血 吓不脱臼 甚至连牙齿都掉了出来 另外两个人 当场就看傻了眼 陈璇璇和陈晓晓 也趁此机会 哭到了我的怀里 两个人都是吓得抽气了起来 这小子 他是怎么做到的 那个矮小的男的瞪着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马上就知道了 我说着人影一闪 下一刻便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随即抬手一个大嘴巴子抽了过去 那矮小的男的 同样被我一巴掌抽得 口吐鲜血飞了出去 另一个船员 则是吓得直接扔掉手里的扳手 转身跑路了 高瘦男人和矮小男人 更是捂着嘴巴 一路跌跌撞撞的 从船舱里面爬了出去 但是我并没有去追他们 因为我发现厨师和游艇驾驶员 都不在这里 而且刚才这么大的动静 陈云起和林秀娥都没有出来 很显然 他们应该也出事了 于是我赶紧带着陈玄玄和陈晓晓 朝着船舱里面的豪华卧房赶了过去 等我踹开房门的时候 发现林秀娥正在被那个肥胖的厨师 摁在床上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扯的所剩无几 至于陈云起则是鼻青脸肿的躺在地上 手脚都被绑了起来 而且那个游艇驾驶员 还在用力的踹他的肚子 第661集 我杀的是恶鬼 看到这里 我的怒火一下子就生疼了起来 我直接上前一个剑铺 抓住那个厨师的衣领 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接着 我一拳招呼在他的脸上 那肥瘦的脸床 瞬间扭曲变形 好几颗牙齿都飞了出来 这一拳下去 厨师当场就陷入了昏死的状态 我将他扔在地上 肥胖的身体 砸的地板都颤倒了一下 林秀娥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扯过被子 裹住了自己近乎裸体的身躯 那游艇驾驶员 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一拳朝着我招呼了过来 我直接抬手 一把抓住他的拳头 然后用力一捏 骨头碎裂的声音传出来 驾驶员的拳头 瞬间就变了形状 紧接着 便是激烈的惨叫声 充满了整个卧房 随着我用力一拧 他的整条胳膊 瞬间变成了麻花 手臂骨彻底碎裂 骨头渣子 都从肉皮里面戳了出来 接着 我再用力一拉 他这一条胳膊 直接就被我硬移 也被拽了下来 鲜血喷涌而出 见得我满身满脸都是 那驾驶员 更是疼地发出了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承认这手段 是有些太过于残忍了 但我刚才是真的被气炸了 这么凶残的举动 吓得林秀娥跟陈萱萱他们 都是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这才意识到 不应该让他们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 于是赶紧一手一个 拎着驾驶员和昏死过去的厨师 一路来到了船舱外面的甲板上 这时那三个船员正缩在角落里 靠着甲板护览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二话没说 直接抬手 就将手里拎着的驾驶员和厨师 直接扔出了甲板外面 接着便是扑通扑通 两声落水的声音 大哥 我们错了 求你高材贵手 放过我们吧 那三个船员一看这架势 当场吓得魂飞魄散 直接就跪了下来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那矮小的男人 嘴角也勾起了一抹残忍的微笑 他刚才说的没错 这种地方 即便是我将他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也不会有人知道 我错了 大哥 你高抬贵手 放过我吧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想死 我还有老婆孩子 他们都等着我赚了钱 或者养活他们呢 矮小男人说着一边磕头 一边痛哭流涕地求饶起来 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你了 否则你老婆孩子可就要遭殃了 我说着上前 一把揪住那个矮小男人的头发 直接将它给拎了起来 随后如同踢皮球一样 一脚踢在了他的屁股上 矮小男人 顿时如同炮弹也能飞了住 一直飞到了十几米台外 然后掉进了海里 半空中滑出了一连串惊恐的尖叫声 这种畜生一样的东西 我弄死他 也算是拯救了他的老婆孩子吧 不然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都不知道要遭多少岁 接着 我将那高臭男人和另一个船员 也都相继扔下了海 这茫茫大海当中 举目四望 没有任何岛屿或者路过的船只 我想他们除了葬身大海 应该也没有第二种归宿了 解决了这几个败类 我心中的怒火 总算是逐渐平息了下来 只是现在没有了驾驶员和厨师 谁来开船还是个问题 至于做饭倒是无所谓 反正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 我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打算先回去安慰一下丈母娘他们 毕竟刚才他们都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情绪一时间 估计也很难平复下来 当我回到船舱的时候 发现陈萱萱和陈晓晓 已经从后面跟了过来 两人一看到我 立马就扑到我的怀里 然后抱着我说什么也不可以撒手 他们两个小姑娘 忽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想而知 对他们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估计都会留下心里阴影吧 想到这里 我简直恨得牙痒痒 都恨不得将那几个畜生碎尸万段 把他们扔到海里去喂鱼 感觉都便宜他们了 我抱着陈萱萱和陈晓晓 安抚了好一会儿 两个人才总算逐渐平静了下来 这时陈云起和林秀娥 也都已经收拾了心情 从卧房里面出来 林秀娥虽然换了身干净完整的衣服 但是她嘴角的淤青 却仍然没有消退 内预示着 她刚才所遭受的暴力 甚至险些就遭到了侵犯 至于陈云起 则是依旧鼻青脸肿的 看样子被揍得不轻 而且她脸上 也是一副非常愤怒的样子 显然这怒火 还没有彻底消退 其实这位能理解 毕竟作为一个男人 看着自己的老婆 被人当着面欺辱 而他又无力去阻拦的时候 你可想而知 他心中到底有多愤怒了 那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无疑是最大程度的羞辱 我想陈云起 肯定将对方错骨扬灰的心情都有了 十一 那几个家伙怎么样了 果然陈云起看到我之后 就赶紧问了一声 显然他是打算好好出一口恶气 我 我已经把他们扔到海里去喂鱼了 我看着陈云起 多少些尴尬的说道 早知道刚才 就应该留着那个驾驶员和厨师 让陈云起来结果了他们 这样兴许 还能让他的愤怒稍微平息一些 人到海里去了 那 那不是杀人了吗 陈云起听到这里 多少些吃惊 不是 你可能没有发现陈叔叔 他们其实已经被恶鬼附身了 彻底沦为了魁来 所以我杀的不是人 而是恶鬼 我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的看着陈云起说道 被恶鬼附身了 啊 怪不得 陈云起听到这里 总算是露出了一副两人的神色 我就说那俩家伙怎么力大无权 我根本打不过他们 原来是被恶鬼给附身了 早知道我就用符咒法术收拾他们了 陈云起略有些遗憾地说道 可不是吗 你要是早点用符咒法术 也不至于被揍成这样 我说着有些不忍直视地 看了看他脸上的瘀青 这整张脸都已经浮肿得 快认不出来了 那可不 我要是早点施展符咒法术 收拾两个恶鬼还是不成问题的 陈云起很有底气地说道 虽然被揍成了猪头 但他这面子终归还是要要的 成了 你就别吹牛了 看你都被人造成什么样子了 赶紧进来 我给你上点药 林秀娥说着 又将陈云起拉进了卧房里去了 我则是带着陈轩轩和陈小小 到驾驶舱去看了一眼 这驾驶游艇 我之前看刘子轩操纵过 大概流程还记得一些 所以摸索了一阵之后 我就将游艇给开了起来 然后继续朝着目的地驶去 其实这种游艇驾驶起来 也相对简单 无非就是掌握好航向和速度 还有时刻留意海面上的动静 例如岛屿 礁石 或者来往的船只之类的 好在这一片海域 基本上已经不会有别的船只了 而且 这条航线 我也走过不止一次 途中并没有岛屿 或者礁石之类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即便我就是这么一个新手 应该也能够安全地 把游艇驾驶到蓬莱仙岛去 后来我甚至直接固定好航向 也不用一直神经紧绷着 更不用掌控着船舵不敢松开 其实就是在驾驶室里面 看着就行了 至于陈萱萱和陈晓晓 则是一直都在驾驶室里面 跟我待着 我让他们下去到卧房睡觉 这两个丫头都只是摇头 说什么也不出去 估计是刚才受到惊吓的缘故 以至于他们现在都不敢离开我 甚至是寸步不离那种 我看闲得没事 于是就让他们下去 拿了瓶红酒上来 然后我们三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喝着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气氛多少些尴尬 第662集 追光的鸟 一瓶红酒都没有喝完 陈萱萱和陈晓晓就已经上脸了 两个小家伙都是脸蛋红扑扑的 而且眼神也越来越迷糊 看样子是困了 其实这时候 我也是有些疲倦 但这种情况之下 我可不敢睡 最起码还是要保持清醒的 不然万一 游艇偏离了航向 到不了蓬莱仙岛 或者在这茫茫大海之上 迷失了方向 那可就麻烦大了 虽然我们也不至于很快的挂掉 但是一直在海上飘着 船上的食物 迟早是肯定会消耗殆尽的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我必须得保持行驶的航向是正确的 而且最好是能够尽快的到达蓬莱仙岛 没多一会儿 陈萱萱和陈小小就靠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我本来打算起来活动一下 也好清醒清醒 谁知这时 陈萱萱竟然迷迷糊糊地抱住了我的胳膊 然后将脑袋塞进了我的怀里 这下搞得我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只能就这么硬挺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等到陈萱萱在睡梦中翻了个身 松开我的胳膊的时候 我手臂都已经麻木地没有知觉了 而且在这会儿还直接将脑袋 枕在了我的大腿上 拿我的腿当枕头 换了个更舒适的姿势睡了过去 我看着他那睡梦中微微皱着的眉头 还有时不时 扒击一下可爱的小嘴唇 一时没忍住 竟然低头亲吻了上去 虽然只是很轻地亲吻了一下 但陈萱萱还是醒了过来 然后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接着 他直接伸手搂住我的脖子 小嘴整个就塞了进来 一阵热气的拥吻之后 陈萱萱忽然停了下来 然后扬起脑袋 红着脸看着我说 天父 我 我想上厕所 那 那快去吧 我愣了一下 随即了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气氛都轰到这儿了 他忽然要上厕所 也是让我多少些无语 陈萱萱坐了起来 但是又抱住了我的胳膊 将嘴唇凑到我的耳边说道 我一个人不敢去 他这生硬小的简直跟蚊子一样 那我陪你去吧 我看了看前方的海面 视野极其开阔 也没有任何不确定的因素 于是便陪着陈萱萱 去船舱下面上厕所了 至于陈小小 则是依旧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得正香呢 等上完厕所回来之后 陈萱萱就直接趴在沙发上又睡了过去 刚才没做完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经这么一闹腾 我反而困意全消 一下子就变得精神了起来 这下是想睡也睡不着了 于是我索性坐在驾驶位子上 专注地留意着前方的航向 以及海面上的情况 就这么干坐礼仪 直到第二天早上 林秀娥上来叫我们吃早饭 我才离开游艇驾驶位 然后下去洗了把脸 陈萱萱陈小小也跟着 相继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然后下楼许数收拾了一半 早餐是面包牛奶 还有煎鸡蛋和煎火腿 算是相当丰富了 吃早饭的时候 我大概看了一下 发现陈云奇脸上的淤青 已经略为消散了一些 好在都是皮外上 倒也没什么大碍 吃过早饭之后 我继续回到驾驶室 专注地留意着前方的海面 这熬了一晚上 到这个点 人的精神状态 终究是有些跟不上了 时不时地就犯迷惑 但是我又不放心 让其他人到这里看着 毕竟他们都不会 驾驶游艇 万一遇到突发情况 也没有办法 做出香的应对措施 于是我只能以 打坐冥想的方式 将念力扩散开来 感知着前方 数里以内的海面状况 就这样 游艇又朝着目的地 航行了半日 这是我的念力 忽然受到了些许的阻碍 感觉就像是 陷入了一大片 迷雾当中似的 周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 其他的事物 已经也感应不到了 我连忙收回念力 然后睁开眼睛 朝远处看了一下 海面上依旧是漆黑一片 但是借着游艇 强烈的灯光 还是能够看到 前方那一大片 浓厚的迷雾 看样子 应该是快到 蓬莱仙岛了 我赶紧下去 盯住了陈轩轩和陈小小 他们一声 让他们都待在船舱里 不要跑到外面的甲板上去 免得被那种巨大的鸟类 直接给抓走了 对此陈轩轩他们 自然是极其认真地点头答应 等我回到上面的驾驶舱时 游艇已经彻底撞进了 那一大片迷雾当中 即便是四周漆黑一片 你仍然能够感受到 那种迷雾的厚重以及压迫感 甚至连空气都变得异常的粘稠 外面时不时 有巨大的黑影一闪而过 想来应该就是那些巨大的鸟类 我正在警惕地四下观望着 这时 忽然有一道黑色的影子 直接撞在了 游艇驾驶舱的前挡风玻璃上 砰的一声 挡风玻璃上瞬间就被撞出了 一大片细密的裂纹 但好在 这玻璃终究是没有彻底碎裂开来 而那只扑到游艇挡风玻璃上的巨大鸟类 则是直接被撞了个七云八速 鲜血都涂到了玻璃上 我的视线顿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不过好在这时候 游艇总算是 从这一大片迷雾当中冲了出来 巍峨的岛屿 已是近在眼前 但由于是黑夜的缘故 远远望过去 只剩下一道巨大的黑色帷幕 横在眼前 感觉像是横乘在海面上的 一只庞然大雾似的 那些巨大的鸟类 也都围着游艇来回的盘旋 兴许是因为 太久没有见到阳光的缘故 一看到游艇的灯光 这些鸟类全都寻着光亮追了过来 我赶紧让游艇减速 缓缓地驶向了海岸 最终直接在海滩上搁浅 反正我回去的时候 也用不着游艇 所以即便是搁浅了也无所谓 接着我将游艇熄火 并且关掉了船上所有的灯光 然后等了一会之后 那些围着游艇盘旋的巨大鸟类 才终于彻底飞走了 我拿着手箭筒到甲板上看了一圈 确定外面再也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才让陈云起他们跟着陆续下了船 这时候岛上黑漆漆的一片 那些如同参迁大树一般的巨大花朵 看上去就只是一个个高耸的巨大黑影 着实令人望而生畏 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 黑影晃动 形似鬼魅 甚至还会发出阵阵诡异的声响 陈轩轩和陈小小一下船 就直接吓得缩在我身后 不敢动弹了 没想到这太阴之节 终究还是波及到了这片室外之地 这种情况下 想要从北边一路跋山涉水 到达南方的那座城池 危险系数恐怕要翻好几倍 我倒是无所谓 毕竟以我现在的修为实力来说 恐怕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 能够对我造成威胁了 但是陈云启他们 毕竟都只是普通人 当然陈云启也不能完全算是普通人 但是他那点倒好 在这种地方 基本上跟普通人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面对那些潜在的威胁 若是我不能及时的发现排除 或者保护他们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事情 尤其是陈轩轩和陈晓晓这两个小丫头 若是真的碰上什么恐怖的东西 恐怕吓得都能把他们吓出病来 我最后想了想 还是没有着急进入山里 而是把船上的物资全部搬下来 在海边安营扎寨 让他们先休息一下 这样也能稍微适应适应 况且这会儿也快到晚上了 虽然说现在不分白昼 但是我想那些山里活动的野兽什么的 估计也是能够分辨时差的 所以啊 最好还是不要在夜间的时候进山赶路 第663集 三个人挤一个帐篷 营地收拾好之后 我又升起了一堆篝火 然后拿出干粮 大家围着篝火 各自吃了点 接着我便直接进帐篷去睡了 毕竟熬了一天一夜没合眼 即便是之前冥想离这儿 我这会儿也是觉得异常的困倦 急需要睡一觉来恢复精神状态 我刚躺在帐篷里面 陈萱萱和陈晓晓也跟着进来了 在这种地方 他们两个当然不敢自己个儿 待在帐篷里面 所以我也就没有太拒绝 大家挤一个帐篷 反正这帐篷三个人也能睡得下 只是稍微有点挤霸了 陈萱萱特意睡在了我旁边 陈晓晓则是睡到了陈萱萱的边上 三个人挤一挤 加上陈萱萱这时候 已经彻底缩在我的怀里 几乎站不到多大的地方 最空间反倒是宽敞了起来 但是他这么紧挨着我 说实在的 我还是有点难受 因为我是侧身躺着的姿势 他也是侧卧的姿势 而且背对着我 整个人几乎彻底挨在了我的身上 这种情况下 我自然是有些难受 而且这么躺着 我手又没有地方放 只好搂着他纤细的腰部 陈萱萱则是直接抓着我的手 按在了他的小腹上 我本来是很困的 这下真的没什么睡意了 但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我必须得好好睡一觉 所以我只能闭上眼睛装睡 结果陈萱萱这丫头又不老实 动来动去的 短裙很快就掀到了腰部的位置 这下我跟他之间的阻隔 顿时又少了一层 坦白说 这种情况下 我也是真的有些心痒难耐 但是一想到在这种地方 陈晓晓又在边上睡着 施展空间很有限 所以想想 我还是没有其他的动作 只能继续装睡 后来 我不知怎么睡着了 总之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 我赶紧起来到帐篷外面去看了一眼 篝火已经灭掉了 营地四周黑漆漆一片 不过好在 没有什么大型野兽光顾 但是为了安全期间 我还是要把篝火给生了起来 这时候陈云起和林秀 我也都起来了 我跟陈云起 看着收拾了一下装备等等 因为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才能够到达南方那座城池 所以带的食物和水 还有各方面的物资都不少 林秀娥则是看着给我们煮了早饭 然后 我把陈萱萱和陈晓晓也喊了起来 收了账头 大家吃了早饭之后 一群人便直接出发了 经过一夜的适应 陈萱萱和陈晓晓 面对这种大山的恐惧 明显是已经减少了很多 最起码不会被风吹草动的植物给吓到 不过他们两个小姑娘也拿不了什么东西 能跟着拔山涉水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大部分的物资都是我跟陈云起背着 林秀娥也背了点比较轻的东西 这一次进山之后 前行的速度明显慢很多 即便是空着手 陈萱萱和陈晓晓也走不动山路 半天下来 两个人就已经是叫苦连天了 最后勉强走了几十里 眼看着也快到晚上的时辰 于是我便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开始安营扎寨 主要我是比较担心 又到了那一片试魂花出没的地方 像今天这样走的路程比较少 应该还没到地方 休息一晚明天再出发的话 估计能正好把那一片地方给错开 免得又歇息在试魂花的附近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今天晚上 我肯定是不敢睡觉了 必须在营地守夜才行 毕竟现在已经进入了大山深处 谁也不知道这荒芜人烟的大山里面 究竟有什么东西 安扎好营地之后 我照例生起了很大的一堆篝火 林秀娥又开始忙活着烧晚饭 我跟陈云起则是到四周 捡了很多的柴火回来 在篝火边上堆了很高的一个柴堆 今天晚上 肯定是不能让篝火再灭掉了 在这种荒芜人烟的大山里面 篝火还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 先不说能够威慑那些大型野兽 使得它们不敢靠近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也会有很大的安全感 大家围着篝火吃了晚饭之后 陈云起他们便直接进到帐篷去睡了 这一天跋山涉水下来 加上还是负重前行的状态 陈云起和林秀娥显然已经有些扛不住了 倒是陈轩轩和陈小小这两个丫头 赶路的时候走不动 这会儿却反倒是精神了 在篝火边上 磨磨蹭蹭了好一阵 就是不愿意进帐篷去睡觉 非要赖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守夜 你们两个不早点去睡觉 明天再走不动的话 我可就把你们扔在这山里不管了 我吓唬他们说道 你让小小去睡吗 我又不困 陈轩轩有意支开陈小小 你为什么不去睡 我也不困 陈小小立马反驳说道 都去睡觉去 不困也睡 不然我等下要打人的 我故意板着脸说道 陈小小一听这话 顿时被我吓住了 估计是对于 我当初打陈轩轩的事 还记忧犹心吧 赶紧默默地 回到了帐篷里去了 陈轩轩则是一副撒娇的样子 抱着我的胳膊说道 姐夫 我就在这里待一会儿 等一下就去睡觉 好不好 那好吧 等一下就要去睡啊 我看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陈轩轩则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篝火烧的阵望 火队里时不时地发出琵琶的声音 偶尔有火星飞见出来 陈轩轩抱着我的胳膊 将脑袋靠在我的肩膀 一直出神地望着燃烧的火苗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点了根烟 抬头望了望夜宫 依旧是星河璀璨 满天星斗 即便这旺盛的篝火 也无法掩盖那种光芒 姐夫 这星空好美啊 陈轩轩也抬头看了看 满脸兴奋地说道 嗯 我只是点了点头 没答话 主要是这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姐夫 我们来到这个没有人的地方 是以后都不回去了吗 你是不是就在这里 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陈轩轩忽然满怀期待地 看着我问道 这里也不是没人 我摇了摇头说道 南方那边有一个城池 里面生活了很多人 你姐姐就在那里 到时候你们就可以 一起生活在那座城池里 不用担心危险什么的 那你呢 你也会跟我们 一起生活在那里吗 陈轩轩脸盲问道 我还要回去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等着我去做 不过等我做完了 所有的事情 一定会回来 跟你们一起生活的 我说着 有些溺爱地 摸了摸陈轩轩的脑袋 这丫头天真的样子 真是可爱的 不要不要的 那好吧 陈轩轩听到这里 还是有些失落 说着低下了头去 怎么 这么舍不得你姐夫我呀 我忍不住 轻笑了一声 那当然了 我想一辈子 都跟姐夫在一起呢 陈轩轩说着 又将脑袋 靠在了我的怀里 我听到这里 心里不由地 咯噔一下 以前的时候 虽然和陈轩轩 已经发生了那种事 但说实在的 我还真的没有 要彻底走那一步 毕竟还有陈灵 这层关系在 虽然我也知道 陈灵肯定不会介意 但若是真的 明目张胆的 和陈轩轩在一起 我难免还是会有些 道德上的负罪感 可是仔细一想 我跟陈轩轩 其实早就已经 发展到了那种地步 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至于什么时候 明确关系 不过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罢了 第664集 新世界的憧憬 想到这里 我不由地叹了口气 然后伸手摸了摸 陈轩轩的脸蛋说道 放心吧 我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的 还有你姐姐 小小 你大伯 以及你大伯母他们 我们所有人 都会生活在一起的 而且是一个没有危险 没有罪恶的美好世界里 那美好的世界里 会有阳光吗 陈轩轩抬起头来 满脸憧憬地看着我 当然会有的 那个世界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的 大地是富饶的 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用再担心灾难 也不会有瘟疫和死亡 我说着抬起头来 凝望着夜空 也是有些憧憬 那一刻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 新纪元的开启 看到了美好的新世界 但是我明白 想要看到新世界 我们必须要撑过 这一波灭世浩劫 这对于所有人来说 可能性都是极其渺茫的 即便是对于 现如今的我来说 恐怕也只有 五五开的几率 能够得以存活 但是我想要的 又何止是自己 活得那么简单 我想要他们都活着 尤其是我身边的人 我至亲至爱的那些人 等到了新世界 我要给你生孩子 陈萱萱忽然有些 娇羞地说道 甚至将脸 都整个埋进了我的怀里 你这傻丫头 我被他这句话 彻底给逗笑了 忍不住挑起他的下巴 深情地吻了上去 陈萱萱这时候 整张脸都已经红透了 娇羞地不敢和我对视 但他还是闭上了眼睛 迫切地回应着我的索取 娇羞更是在我怀中颤抖不已 缠绵了一阵之后 我便让陈萱萱回帐篷里面睡觉去了 在这旷野之下 虽然面对着篝火也不会冷 但我还是不希望 真的发生那种事情 万一陈云起或者林秀娥 忽然从帐篷里出来 撞见那一幕 那我可就真的没脸见人了 看着陈萱萱依依不舍地 走进了帐篷之后 我这才闭上眼睛 开始冥想打坐 毕竟明天还要赶路 所以我也不能就这么一直熬一晚上 还是需要冥想来恢复精神念力的 这样既可以留意整个营地的动静 免得遭受危险 也可以保持一定的精神状态 不至于明天精力跟不上 念力很快便朝着营地四周 缓缓扩散了开来 这林子里的一草一木 一花一叶 乃至树上爬青的蚂蚁 叶子下熟睡的青虫 跟眼前跳动的红色火焰等等等等 这一切微妙或闪耀的事物 全都清晰地呈现在我脑海当中 还有帐篷里熟睡的陈萱萱和陈晓晓 以及另一个帐篷里 相拥着说着悄悄话的陈云启和林秀威 我赶紧将念力转移 刻意避开了那个帐篷 这老丈人和丈母娘晚上抱在一起 说悄悄话 我如此窥探 终究是不太好的 念力很快便分布在了 整个营地的四周 感知探索着 一切有可能闯入营地附近的 不速之刻 但好在这一夜还算是相对安稳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之类的 只是到了后边的时候 远处的山头上传来了一阵狼嚎 将熟睡中的陈萱萱和陈晓晓 惊醒了一次 但两个人很快便又睡了过去 我睁开眼睛 给火堆里添了些硬柴 以保证篝火能够燃烧足够长的时间 然后便又进入了下一轮的入定当中 等我再次收回念力 从入定冥想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 眼前的篝火 只剩下微弱的火苗还在跳动着 但是木柴烧过后的炭火 却仍然散发着很高的温度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 用树枝加了块碳点燃 又往火堆里添了些干柴 伴随着一阵浓烟之后 茂盛的火苗 顿时又窜了起来 这时陈云起他们那个帐篷里 也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 接着林秀娥便穿戴整齐的 从帐篷里面钻了出来 她先是收拾整理了一下 我们带来的物资 然后拿出锅碗 在篝火上主力锅白粥 跳动的火焰 炙烤着有些发黑的圆柱形铝锅 里面的粥水 时不时发出呲啦呲啦的声响 火光映照在林秀娥的脸上 仿佛还残留着未曾褪去的红韵 以及淡淡的春潮气息 那种春潮气息对于所有男人来说 都散发着一定的吸引力 这是生物的本能 就好比发情期的雌性动物 总是能够吸引前来附近的雄性动物一样 我将手里的烟头扔进火堆 然后看着它被火焰燃烧殆尽 但我眼角的余光 还是不觉地扫过了林秀娥风盈的身材 这种本能有时候 真的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林秀娥仿佛观察到了我的眼神的异样 忍不住地抿嘴轻笑了一下说道 哼 这会儿还走 要不你进去睡一会儿 啊 我六有些惊讶地看着林秀娥 一时间没整明白 她说的进去睡一会儿 到底是啥意思 我是说 你要是困的话 先进去睡一会儿 反正萱萱他们还没起来 等下周煮好了 我叫你们啊 林秀娥说着 回头看脸深厚的帐篷 不用 我 我不跪 我连忙摇里摇头 这显然是我自己想歪了 原来林秀娥的意思 是让我进去跟陈萱萱他们睡一会儿 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走进那个帐篷 不然就算没发生什么 估计林秀娥也要往那方面联想了 你这孩子 怎么还害羞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阿姨能理解 她这话不说出来吧 我倒觉着没什么 但是现在被她这么一说 我顿时就觉着挺尴尬的 虽然大家的确都是成年人 也都能够理解 但这毕竟还差着辈分的不是 让她看出来我这种躁动不安的心理 属实是让我有些摸不开面子 我 我先不睡了吧 这也睡不了多长时间 躺一下反而容易犯困起不来 我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这时陈云起也正好挑开帐篷钻了出来 听到我的话顿时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问道 可惜你这是一晚上没睡呀 那白天还能有精神赶路吗 放心吧 我只要打坐冥想几个时辰 精神状态就能够恢复过来 我赶紧正色地说道 这陈云起一出来 可就不能再有那些不正经的想法了 林秀我也是多少些尴尬 看了我一眼之后 连忙拿着小勺子翻搅锅里的白粥去了 能行吗 那要不今天晚上 还是咱们两个轮留守夜吧 这样你也能睡会儿 好好休息一下 陈云起提议说道 那也行 我剪了剪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陈云起递给我一根烟 然后坐在篝火边上 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林秀我则是专注地开始主舟 也不说话了 有些话 当着陈云起的面 那肯定也不好意思说的 没多一会儿 白粥就煮好了 我进帐篷里面 去把陈轩轩和陈小小也给喊了起来 然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了早饭 接着便收拾东西又一次出发了 就这样 我们白天赶路 晚上休息 一路翻山越岭 从蓬莱仙岛的北边 一直走到了南边 这时候 已经足足过去了半个月有余 我们身上带的食物和水 也马上都要彻底消耗殆尽了 期间 我甚至还打过好几次山泉水 一路走来 我们几个人现在都已经是 蓬头垢面 衣衫蓝绿的状态 再过些时日 我估计都快要变成野人一样了 主要是我为了省去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一路上都没敢涉足 有人烟居住的地方 遇到村站之类的 也全部都绕开了 第665集 一家团聚 这北边的巫师 本来就不好相处 加上现在天地间阴邪汇聚 总有些人会被邪气左右心神 从而展现出邪恶的本性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跟陌生人 有所交集为好 免得生出不必要的事端 我没有翻过一座山头之后 远处终于出现了一大片璀璨的灯火 虽然现在天地间一片昏暗 但是那城池当中闪耀的灯火 远远的就已经能够看到了 而且这方圆百里 除此之外 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眼 所以那一片灯火就显得非常醒目 甚至比白前的时候 还要更容易发现一些 我赶紧带着陈云启他们 一路朝着那座城市赶了过去 等我们到城门口的时候 时间已经推到了晚上 今晚看样子 应该是不用在外面露营了 只是这会儿城门紧闭着 能看到城楼上有守卫在巡逻 我赶紧喊了几声 上面的人总算是发现了 我们几个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 但是他们一时间 又不敢开城门 磨叽了好半天 才总算是认出我来 毕竟当初 我帮他们在这里守城的时候 所展现出来的超凡手段 想来应该是让很多人都记忆犹新 他们当然不会忘记 只是我现在那么一副 蓬头垢面的模样 让他们一时间认不出罢了 城门打开的时候 守城的卫兵 直接就带着我们 去守墨人的府邸 刚到大门口 莫燕就直接迎了出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 我来的消息的 估摸着是事先有人 先来通报了一声罢 这许久未见 我跟莫燕多少些感慨 他马上就开始张搂着 白酒席给我接风洗尘 还说要跟我好好喝几杯 可是我现在一点也没有心思 跟他喝酒 毕竟都好长时间 没有见到陈灵他们了 就当是我重色轻友吧 我肯定还是想先和自己的媳妇 好好独处一下的 喝酒的事 咱们明天再说吧 我还是先去看看我媳妇 明天我陪你不醉不休 我说着拍了拍莫燕的肩膀 给了他一下 你懂我意思的眼神 啊 明白明白 那明天咱们再喝 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所谓酒别胜新婚嘛 哈哈哈哈 莫燕说着 爽朗地笑了起来 等我带着陈云启他们 来到府邸深处 那个幽静的小院时 陈灵他们 已经全部等在了院子里 包括我父亲和我母亲 还有李文轩 李萌萌 也全都站在院子里等着我 这场面让我心里 瞬间就觉得暖暖的 父母健在 妻儿安康 还有什么 比这更幸福的吗 我上前 一一拥抱了陈灵他们 包括我父亲和我母亲 也让我来了个雄抱 结果搞得我父亲还挺不好意思的 反而黑着脸 教训了我几句 我多大人哪 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 你看看自己闺女 都多大了 我低头一看李萌萌 这小丫头都已经会走路了 拉着他妈妈的手 站在那里 正满脸好奇地打量着我 萌萌 快叫爸爸 顾小柔连忙让他喊爸爸 谁知这小妮子 竟然吓得一个劲地往后躲 这搞得我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连自己亲爹都不认识了吗 不过这也不能怪闺女 毕竟我这个当爸爸的 从她出生到现在 都没见过她几次 现在的看到我认生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倒是李文轩 看着我那眼神 给人的感觉就很熟悉 虽然她也就两三岁的样子吧 但是你从她那眼神中 却能够看到成年人才有的睿智 以及跟她年龄完全不相匹配的沧桑 我一时兴起 上前捏了捏李文轩的小脸蛋 笑着说道 文轩 快叫爸爸 谁知她直接给了我一脚 脸色当场就拉了下来 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露出这种表情 实在是有些搞笑 虽然我知道 她肯定是在警告我 但是这么一个小孩子 对我来说 又完全没有什么威慑力 反倒是觉得她有些可爱 你这小家伙 跟谁学的随便打人你 信不信我打你屁股 我说着 用手掌按住了李文轩的脑袋 来回揉搓了一下 这小家伙顿时气得不行 但是她的小胳膊小腿又打不到我 只能在那里用一种自认为很凶的眼神瞪着我 你别老欺负她了 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敢跟小孩子似的 陈灵看不下去了 说着瞪了我一眼 我这不是跟她闹着玩吗 我尴尬地笑了笑 感觉自己确实也挺幼稚的 大家寒暄问候了一下之后 陈灵就带着陈云喜和林秀娥他们 去给几个人都安排了房间 陈萱萱跟陈小小 更是围着陈灵问东问西的 一副很激动的样子 他们姐妹这么久没见了 叙叙就倒也能理解 于是我便自个儿回到陈灵的屋子里 去洗了个澡 顺便换身干净的衣服 大概收拾了一下 本来我还想着久别圣新婚 多少些激动 谁知等一会儿 陈灵竟然带着陈萱萱和陈小小过来了 而且三个人又开始在那里捣腾衣服 全都是陈灵买的那些古装裙子 陈萱萱和陈小小两个人试过来试过去 一整就是个没完 我在边上 看到脑门上直接一波接一波的黑线 这大晚上的就不能明天再试吗 好歹顾及一下我这个姐夫好吗 我就在那边上看着 这两个丫头换衣服也一点都不避讳 要不你们两个先去睡觉吧 这都半夜了明天再试吧 我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只好硬着头皮开口感人 那好吧 我们先睡觉 陈萱萱和陈小小倒是也没有再闹腾 很快就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但是他们又不想回自己房间 非要跟陈萱一起睡 这下搞得陈萱也是有些尴尬 只好脸色为难的看着我问道 要不你去隔壁睡 我不去 我当场就不干了 开什么玩笑 都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久别圣心婚嘛 让我去隔壁房间 独守空房嘛 这还有没有天理 那要不就一起睡吧 陈萱说着 看了看陈萱萱和陈小小 他们俩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赶紧点头答应了 不是睡你妹呀 你们俩赶紧回自己房间里去睡 别在这里碍事 我说着瞪了陈萱萱一眼 小小是我妹 陈萱萱说着 人处无害地看了看陈小小 陈萱一听这话 眼睛顿时就瞪了起来 陈萱和陈小小都是我妹 早点 你是想把他们俩都睡了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就是随口一说嘛 我顿时搞了个大红脸 这看来还是不能说脏话 不然人家妹妹就在旁边 很容易让人联想的 况且我也真的睡过她妹 这么一说就更尴尬了 那就一起睡吧 你也给我老十点 陈灵说着白了我一眼 然后便招呼陈萱萱他们上床睡觉去了 我最后没办法 只好也爬了上去 但是这床睡四个人 实在是有些拥挤 搞得我翻个身都困难 感觉一不小心 都会从床上掉下来那种 我只能是侧着身子 将陈灵整个人搂在怀里 这样站的空间就会小一些 房子里的灯熄灭之后 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当中 我这会儿压根就没有半点睡意 但又不敢有什么过大的举动 所以只能就这么直挺挺的干旱着 那感觉真的别提有多难受了 等了好一会儿 直到陈萱萱和陈晓晓那边 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才敢将手伸过去 轻轻地还住了陈灵那很纤细的腰肢 我的整张脸也都埋进了她的绣发当中 闻着那淡淡的油香 顿时就觉着有些飘飘然了 第666集 我只有一个要求 陈灵则是抓住我的手 将我的手掌按在她的肚子上 不让我乱动 但这时候我可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撑起了半个身子 然后将她的脑袋掰过来 就这么吻了上去 这所谓久别圣新婚 可不光是对于男人来说的 其实女人也一样 随着我一阵迫切的索取 陈灵很快就失去了反抗的力度 整个人都瘫软了下来 呼吸也开始变得有些局促 两只手更是下意识地还住我的脖子 眼神迷离 温柔而又青涩地回应着我的亲吻 虽然这施展空间很有限 但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再小的空间也足够了 反正两个人抱在一起 本来就站不了多大一块地方 我尽量将动作放得比较轻缓一些 幅度也不敢太大 生怕吵醒了陈萱萱和陈小小 那样难免会有些尴尬 但是折腾了一阵之后 陈萱萱还是醒了过来 也有可能她压根就没有睡着 反正鼓着脖子 在那里抬起头来看了看 我跟陈灵则是赶紧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假装睡着了 等到陈萱萱又躺下去睡了之后 我才开始继续探索 但是刚才烘托起来的气氛 基本上也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释放掉了 所以又是重新来过的局面 这一夜基本上就折腾的没有停 但是我却仍然感觉到有些不怎么尽兴 主要是施展不开手脚 而且空间也很有限 陈灵这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没办法 只能抱着她也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房间里亮着昏暗的灯火 但是陈灵已经不在床上了 倒是陈萱萱和陈小小 这两个丫头还在边上睡着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赶路 跋山涉水的自然都非常疲惫 估计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才能够缓过劲来 我也没有去打扰他们 自己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 下床洗漱了一半 等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 家里人已经在忙活早饭了 院子里摆了一张巨大的餐桌 陈灵和苏满满他们 都在忙着往出来端菜 而我的母亲跟林秀娥 则是依旧在厨房里忙碌着 这么一大家子人 别说做饭还真的是件挺辛苦的事 不过现在陈云起他们也来了 有林秀娥帮忙 还能减轻点我母亲的负担 院子北边的那棵大青树下 我父亲和陈云起正在抽烟聊天 也不知道我父亲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起了烟斗 那模样神态 别说跟我爷爷 还真的有几分相似呢 这么一看我才发现 父亲终究是有些老了 顾小柔抱着李萌萌从屋子里走出来 李文轩则是早就等在了饭桌旁 如同大人一般 抱着胳膊站在那里 与所有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她的眼神掠过我的时候 鼻子里甚至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冷哼声 看样子这家伙还在因为我占了他的便宜而心生不爽呢 前辈 好久不见啊 我上前看了看李文轩 调笑着说道 我想过了 以后我就管你叫爸爸 不然这么长时间都让你白占便宜了 李文轩忽然看着我不怀好意地说道 什么意思 你这是接受现实了 我饶有兴致地笑道 其实你管我叫爸爸也不亏的 反正你都轮回转生在世为人了 也就不再是曾经的李阴阳了不是吗 那当然 就是怕你有些吃亏 李文轩说着 忽然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顾小柔 随即嘴角勾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你小子想干什么 我立马意识到了情况不妙 一下子就警惕了起来 我在想 我若是和萌萌一起长大 你说算不算是青梅竹马 李阳转过头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大爷的 你要是敢打我闺女的主演 信不信我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啊 我一听这话 眼睛顿时就瞪了起来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都已经轮回转生 再是为人了 所以也就不是曾经的李阴阳了 况且我叫你一声爸爸 也不能白叫不是 李文轩说着耸了耸肩膀 捆犊子 你叫我一声爸爸 那说明我闺女是你妹 你他娘子小小年纪 一天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玩意儿你 我说着给了李文轩脑袋上来了一巴掌 你在打我一下试试 李文轩挨了一巴掌 眼睛顿时就瞪了起来 你怎么又欺负他 多大的人了你 陈灵看到我跟李文轩又掐了起来 赶紧上来数了落两句 不是我欺负的这小子也 我瞪着李文轩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主要是他打我闺女主意这事吧 我还真的有点说不出口 行了 赶紧吃饭吧你 陈灵说着瞪了我一眼 可能在他看来 我跟这么个小孩子较劲 的确是有些幼稚 但问题是 李文轩这家伙 你不能把他当小孩来看待啊 这事可真是给我提了个醒 我决定以后必须得看紧点 不能让这个家伙 跟我闺女走得太紧 不然以后长大了 真的成了青梅竹马 那我真是哭都没有地方哭去 饭桌上 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 别说这种氛围 还真是让人倍感幸福 尤其是看着陈灵 李静雨 苏满满 还有顾小柔他们几个 美若天香的老婆 大家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这让我更是欣喜不已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呢 爸爸 吃菜 李文轩忽然夹了一筷子菜 放在了我的碗里 他这一声爸爸喊的 我直接一个哆嗦 若是换了以前 我可能还挺高兴 但是现在听他喊我一声爸爸 我都觉得个应的不行 吃你自己的 我没好气的瞪了李文轩一眼 这下反而搞得家里人 都有些不太理解 尤其是我父亲和我母亲 看我那眼神 就好像李文轩不是我亲生的 所以我不待见他一般 我真是肠子都毁性了 当初为什么要收养李文轩呢 把他扔在黄河里去喂鱼 他不好吗 你看你哥哥多懂事啊 萌萌 快点叫爸爸 顾小柔显然不明白状况 还让李萌萌学李文轩的 管我叫爸爸 爸爸 李萌萌这次倒是真的喊了 哪声哪记的 虽然他看我的眼神 还是有些怕声 但这一声爸爸喊的 我只感觉心里一股暖流划过 哎 鬼女真乖 过来爸爸抱 我说着兴高采烈的 将李萌萌给抱了起来 这不是亲生的 就是不一样啊 李文轩忽然自顾自地 感叹了一声 这下一家子人的眼睛 全瞪了起来 可能他们也有些难以理解 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却说出了这般 如同大人一般的话来吧 你听谁说的 别听你爸瞎说 你就是奶奶的亲孙子 我妈说着 赶紧将李文轩抱了过来 甚至还瞪了我一眼 这下我心里顿时就不得劲了 怎么还搞得 我在家里都不受代价了呢 这小子真的是气傻我也 但是当着一家人的面 我又不好说什么 只好暂时压制了下来 吃过早饭之后 我特意把李文轩 给叫到了屋子里 因为我觉着 有必要和他好好谈谈 别的不说 最起码不能让这小子 打我闺女的主意 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没有外人的时候 李文轩立马献出了原形 一副老气横丘的模样 而且他还抱着胳膊 看着就很拽 我真想给他两脚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打我闺女的主意 这点你要是不答应我 那我就带你去外面的世界 我看着李文轩正色说道 那挺好 我也该去外面的世界了 李文轩忽然点了点头 眯起眼睛说道 浩劫将至 身为悬门中人 我自然是责无旁贷的 第668集 盲碰 我相信你 我们一定会活着 奔向下一个新纪元的 李静语说着 缓缓将脑袋 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是一个极其高傲 而又独立的女人 身上总是散发着那种神圣 而又不可侵犯的气息 也只有在我面前 她才会表现出 柔弱女子的那一面 我想 那才是她最真实的样子 一个女人 若不是因为 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男人 可以供她依靠和信任 谁又愿意浑身 覆盖铠甲 做一个刀枪不入的女将人呢 不过是内心的柔弱 找不到能够释放的那个人罢了 我伸手搂住李静语 纤细柔软的腰肢 将她轻轻地拥在了怀里 享受着这份难得的依恋和甜蜜 时间仿佛已经静止了 我们彼此相拥沉默 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就好像 只要我们依偎在一起 就足够了 甚至不需要预言 我知道 那是来自精神层面和灵魂的交融与共鸣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静语才微微扬起头颅 将脸埋进了我的脖子 她的额头抵着我的下巴 均匀的呼吸如清风般浮过我的脖颈 带着些许的温热 以及让人无法抑制的躁动 我情不自禁地低下头 轻轻吻了上去 缠绵在烛火摇曳的房间里 温馨 而柔软的床榻上 白衣褪去 灵魂相容 等到云雨见收 时间已经推到了晚上 窗外的院子里人影传动 看样子 兴许是要开晚饭了 我跟李静语穿戴整齐 走出房间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莫言和雨霄两个人过来了 看样子 今晚这一顿接风宴是少不了了 李兄啊 我这可是一天一夜都没有来打扰你了 现在你总该曾温柔箱里 抽出点时间 跟我好好喝一杯了吧 莫言一看到我 便调笑着迎了上来 当然 今天晚上一定与你不醉不贵 我点了点头爽朗地笑道 李静语则是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大概是因为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们两个人一起从房间里面走出来的原因吧 他的脸上甚至还挂着未曾退去的红韵 夜已经深了 守木人府邸当中 依旧是灯火璀璨 宴席也才刚刚开始 酒过三巡 人人微熏 灯火摇曳 难却盛行 就连陈灵他们 也都各自喝了几杯 一个个脸蛋泛红 神态迷离 尽显撩人姿态 我跟莫言一直喝到半夜 宴席早就散了 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他颇有种谦卑不醉的气势 而我也是怎么喝都不醉 毕竟我们这种修为境界的修折 精神毅力远超常人 单凭酒精的作用 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迷糊的 所以自然也就不会醉 但是这么一直喝下去 胃还真是有些受不了 于是后来 我跟莫言只好作罢 这不醉不归肯定是做不到了 不过两个人在城门楼上 看着整座古城的夜景 聊聊天下大事还是可以的 莫言听到我讲起那些 豆发的场面 尤其是与天道之间的抗衡 他整个人激动的 都恨不得直接挽起袖子 和天道干一架了 但事实证明 以他这登仙之境的修为 别说是面对天道了 就是在那些阴间的鬼王面前 都是不够看的 虽然说如今天地灵气复苏 修者的整体实力都在上升 但是纵观整个人间的局势 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插不上手的 真正能够左右天下局面的 也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 莫言自然是清楚这一点 于是说到这里 得我不免叹了口气 这天下大局 我终究是没有能力参与其中了 不过呢 在这小小的室外之地 你大可放心 我绝对能保证你家里人安全 就算我自己挂掉 我也不会让他们出事的 莫言拍着胸脯说道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说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能够将自己最亲近的人 全都安排在这里 我对他自然是有着莫大的信任的 一番感慨畅聊 些许感慨 不知不觉 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轻手轻脚地 回到那个幽静的小院子 此时院子里依旧亮着灯火 但是房间里的灯都已经灭了 家里人早已经熟睡 进入了梦乡 整个小院一片安静祥和 当然 或许也有人正夜不能寐 缩在被窝里等着我的回来 我站在院子里 一时间却不知道 究竟该进哪个房间了 这感觉别说 还真的像翻牌子似的 你冷落了谁终归都不好 可是我的经历又极其有限 总不能坐到面面俱到 雨露均展 最后想想 我还是决定忙碰 就是进了谁的房间 就和谁过夜 想到这里 我便直接走进了后院 选了西乡房那个屋子 陈灵和李静雨的房间 我都已经去过了 所以当然知道在哪里 但是这个屋子说实在的 我并不知道是谁在住 我伸手试探性地推了推房门 没想到房门居然没有锁 看来应该是特意给我留了门 这一次算是选对了 只是我不知道这屋子里的人是谁 兴许是苏满满或者顾晓柔吧 我轻手轻巧地走进房间 然后反手关上了房门 屋子里黑压压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楚 但是我并没有去点蜡烛 而是直接摸索着到了床边 随即伸手摸了摸床头的位置 首先摸到了一缕绣发 入手柔软 而且还带着些许冰冰凉凉的感觉 于是我直接二话不说 便爬上床钻进了被窝里 谁知我刚一伸手过去 对方就醒了过来 连忙条件反射般地抓住了我的手 空气一下子就凝固了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 似乎有些不对 这手感不像是顾晓柔 也不像是苏满满 手掌温热 但是却略显干燥 没那么水嫩 十一 你是不是喝多了 林喜我在黑暗中突然开口 我一听这声音 吓得差点直接从床上跳起来 但是这时候我已经不敢动了 浑身僵硬 冷汗直冒 僵硬了好几秒钟 我才缓过劲来 赶紧麻溜了下了床 但是就在我打算直接逃之夭夭的时候 却忽然有人问了一声 谁呀 这是陈云起的声音 我头皮一下子就炸了起来 处在地上再也不敢动他 真恨不得 真恨不得直接钻进地缝里去 是十一 这孩子估计着喝多了 林喜我一边说着 一边稀稀疏疏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听声音应该是在穿衣服 这下我彻底不敢停留了 连忙故作亮相的 拉开房门溜了出去 门都没关 就直接跑路了 谁知这时 林喜我竟然从后面追了上来 估计是怕我摔着 所以赶紧上前来 一把扶住了我 然后扶着我 静止朝着陈灵的屋子去了 我这时候尴尬的 根本不敢看对方 只能继续装醉 一路亮亮强强的 一副醉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不然刚才钻了林喜我的被窝 若是清醒着 这事可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你这孩子 怎么喝成这样了 感觉还好吗 想不想吐 林喜我一边扶着我 往陈灵的房间走 一边还关切地问我 我这时哪敢说话 只能摇头晃脑 装出一副很难受的样子 没多一会儿 林喜我总算是扶着我 来到了房间门口 然后伸手敲了敲房门 门很快就开了 当陈灵看到林喜我 扶着烂醉如泥的我的时候 明显愣了一下 可能是她从来没有见过 我喝成这个样子吧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林喜我则是连忙 帮我说了两句好话 这孩子估计是高兴 你也别怪他了 拿毛巾给他擦一擦 喝多了的人是很难受的 第六百六十九集 人间局势 妖魔四起 我知道了吗 你快点去休息吧 交给我就行了 陈灵心平气和地说道 但还是偷偷地 在我腰上掐了一把 我差点没忍住 直接叫出声来 倒不是说他掐得有多疼 主要是这腰上被掐了一下 痒得不行 林喜我总算是放心走了 陈灵也把我扶到了床上 然后拿湿毛巾 给我擦脸扶额头 一副温柔贤惠 又很有耐性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今晚肯定是要遭殃了 陈萱萱和陈晓晓两个人 则是都趴在边上 满脸好奇地看着我 姐夫怎么还能喝成这个样子啊 他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吗 陈晓晓满脸不解地问道 喝醉了不一定是想不开 你懂个啥 男人高兴了 也一样能喝多的 陈萱萱在边上 给他妹妹科普道 我一听这两姐妹的声音 顿时头都大了 他们今天晚上 怎么还睡在这屋呢 我本来就是怕有这俩姐妹在 爱手爱脚的 所以才想着去别的房间睡的 谁知道最后阴差阳错的 竟然还是又回到这里来了 但是现在我肯定是不能走了 毕竟都装醉了 如果这时候起身离开 陈灵他们肯定会 有所猜测的 刚才走错房间这事 我可绝对不希望 除了林宿和陈云起外的人知道 我想他们两个长辈 肯定不会跟晚辈 随意说起这事的 我就当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 你不会是真的喝醉了吧 陈灵给我擦了脸之后 坐在边上 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我对此只能是继续摇头晃脑 保持一句话也不说 免得露馅 姐夫这个样子太搞笑了 他怎么能喝成这样啊 陈小小直接在边上 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 现在这副样子 肯定是要一笑大方了 但是我也只能继续装着 绝对不能清醒过来 等到明天 就一句昨天晚上核断片的 应该什么事就都能接过去的 陈灵倒是也没有再继续印证我醉没醉 只是帮我脱掉衣服和袜子 然后给我盖上被子 自己也就上来睡了 这次我直接睡在了中间 而且陈灵还把我的衣服给脱了 虽然也没有拳脱吧 但已经是所剩无几的状态 而且四个人睡在一张床 本来就比较挤 所以几乎是挨着的 加上被子又只有一张 就这么挤在一起 可想而知 距离又多小了 几乎都没有什么阻碍 陈灵叫得胳膊拉过去 脑袋枕在了我的臂弯处 陈小小则是侧身躺在我边上 挨得很紧 甚至还抱着我的一条胳膊 那种压迫感非常地清晰 这小妮子终究也是长大了 无论是年龄还是什么的 其实都已经不小了 只是我一直 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 所以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而已 现在她就这么压迫着我 我的感觉自然还是很强烈的 不过这种情况下 我可不敢动什么歪脑筋 只能就这么直挺挺地躺着 一点轻微的动作也不敢有 就这么僵地躺了一会之后 一只纤细柔软的手忽然伸了过来 直接摸到我的脸上 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 手指在我嘴唇上缓缓地游一磨蹭 我能够分辨出来 这只手是从陈晓晓那边伸过来的 但是陈晓晓现在两只手抱着我的胳膊 所以只能是陈萱萱 这小妮子估摸着又是有些心思荡漾 不想安分了 但我却一点也不敢回应她 只能假装睡着了 可是这小妮子一挑逗起来就没个完 一直在那里摸来摸去 最后搞得我实在难受 只能张嘴咬了她手指一口 陈萱萱立马尖叫了一声 这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当中 我更是浑身紧绷 身上的肌肉再次彻底僵硬了起来 怎么了 过了两三秒钟 陈灵才探头问了陈萱萱一声 姐夫 她咬我 陈萱萱立有些委屈地说道 啊 我咬你了吗 我刚才做梦以为吃猪肉呢 我赶紧故作迷糊地说道 陈灵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直接又掐了我一把 然后将嘴唇凑上来 直接咬住我的耳朵 我顿时又痒又疼 但是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只能一顿哼哼唧唧地叫唤 接下来果然就是被陈灵好好收拾了一顿 她也不管陈萱萱和陈晓晓有没有睡着了 一直折腾了我很长时间 直到快早上的时候才精疲力尽地睡了过去 我这时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很快便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吃过午饭后 我陪着陈灵他们在街上逛了一圈 顺便去看了一下刘雨恒他们 没想到我这三个徒弟竟然在城里盘了一家铺子 打得还是看相算命 以及帮人点穴看风水的招牌 别说这生意看着还不错 光是我过来的功夫 他们就接了好几个看相算命的客人 看相这会儿都是马伯毅在做 这家伙贼得很 就擅长对来人察言观色 而且他又学到了这一门的精髓 就是专挑好的说 客人开心最重要 一通说起来人家基本就信以为真了 还能多给点钱 至于刘雨恒则是没多长时间 就被人喊去看风水了 说是定阳宅基地的风水 这种事刘雨恒基本上是手到擒来了 反正在这方室外之地 他们三个人靠我教的那点手段 混饭制肯定是没问题 这样一来我也就放心了 至于刘子轩他们两口子 则是在附近的街上 开了家服装店 甚至还把当初自己带来的 一些现代化的服饰也拿出来卖 倒是成了这古城街上的独一份 生意相当可观 要不说人家是有钱呢 这做生意的头脑 我们就是赶不上 所有的熟人都看了一遍 该叙旧叙旧 该敲打敲打 比如马伯毅这小子 我就必须得敲打他一下 只要是来个漂亮的姑娘看相 他就抓着人家的手 在那里摸来摸去 美其名曰摸骨 实际上就是占人家便宜 现在搞得跟刘晓晓都直接分居了 各过各的 差不多也就是离婚的状态 不过看他那样子 倒是一点都不伤心 反倒是越加潇洒了 也是他这种人 天生就不配娶媳妇吧 一个人过倒也乐得自由快活 这方面我就懒得去说他了 反正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吧 一个人过得好与不好 终归是不能怨任何人 但是他摸骨这毛病 我还是好好地给他数了 敲打了一阵 不然哪一天 他让人给打死都有可能 马伯毅这次 倒是没有跟我嬉皮笑脸的 认真而又谦逊地 听去了我的教训 至于能不能改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毕竟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也不可能一直看着他 我还要拯救世界呢 所有的故人都看过了之后 我便直接离开了蓬莱仙道 甚至都没有多待一晚上 主要是现在人间的局势 极其不稳定 随时都可能出现 无法预料的情况 所以我必须得尽快赶回去 而且之前 我拜托张艺辰那事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万一真的发现雨霄有问题 我不在的情况下 张艺辰恐怕也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 一路顿法全开 半日之后 我便已经回到了 南方的那座城市 比起蓬莱古城的灯火 这现代的霓虹灯 显然要更加璀璨一些 但是却少了些许的烟火气 如果说 让我做一种选择的话 我倒是宁愿 住在一座 与世隔绝的古城里 安逸度日 也不愿面对 大城市的喧嚣 不过现在 我肯定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我没有到 我能够彻底放松下来 舒坦过日子的时候 第六百七十集 昆仑衰亡 我一路来到酒店 上楼之后 先去找了幽鸡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房间里面 居然是人去楼空的状态 屋子里干干净净的 都不知道多少天 没人住了 这个房间 我是直接包月的 所以即便没有人住 酒店也不会安排 别的客人住进去 后来我问了 酒店前台才知道 半个月前 幽鸡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这让我多少些失落 我还以为幽鸡 会在这里等我回来 没想到 他已经先行离开了 可是在这人间 他离开之后 能去哪里呢 还是说 他已经回了 酒油之地去了 我在酒店里 没有找到其他人 最后只能继续 以止贺传信的方式 一个一个的联系 后来是张艺辰 先回了信 说他在昆仑那边 因为云须道人 他们遇到了一些麻烦 所以他过去看一下 接着是雨晓的回信 而且人很快就跑到酒店来找我了 后来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地回信给我 林泽带着幽兰跑去了云南 说是那边出现了鬼怪上人的事件 所以赶快去处理 至于风云秀和张伟杰他们 也都是各自奔着妖魔鬼怪什么的剧了 照这种情况来看 现在的人间 应该是已经妖魔四起的状态了 毕竟天地间的阴邪之气 如今已经浓郁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些妖魔鬼怪 自然也就开始出来作怪了 而且这种阴气汇聚的情况下 很多邪物 也都会因此逐渐滋长出来 至此人间彻底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众生接触于水深火热当中 我在酒店等了很长时间 始终都没有等到幽兰回信给我 这让我心里多少些不放心 因为按照我对幽兰的了解 他在这人间 肯定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 除非被他哥哥幽恒带走了 亦或者是直接回了九幽之地 但不管是这其中哪一种可能 我总觉得 他应该都会知会我一声 再不急 也要告诉我他的去处 好让我回来之后去找他吧 但是现在一点信息都没有留下 人直接就没了 这让我多少有点不好的联想 有机走的时候 有跟你说他要去哪吗 我思索了一会之后 然后下意识地问了羽西瑶一声 我哪知道 我这段时间都没见过他 羽西瑶说着翻了翻白眼 不过他之前好像说 想回九幽之地了 说完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什么时候 我连忙追问起来 就你走之后啊 你这一去半个月不见人影 难不成让人家 整天在屋子里独守空房 等着你回来呀 羽西瑶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说你这段时间都没闲着呗 我一听这话脸直接就黑了 你大爷的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四处去溜达了 难不成我还会找人去约会了不成 羽西瑶说着给了我一拳 那可说不准 我撇了撇嘴 一副凡事皆有可能的样子 你 好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现在就去找一个 羽西瑶气得跺了跺脚 指着我一脸愤怒地说道 那你快去吧 慢走不走 我说着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便直接转身走人了 羽西瑶气得处在原地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屁颠屁颠的 又追了上来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他追上来之后问我 我要去一趟昆仑山 至于你的话 你随意就好 我说着弹了弹双手 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羽西瑶说着 直接上来就挽住了我的胳膊 他这忽然不跟我半嘴掐架了 别说我还多少些不适应呢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看了看他 没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是不是有病 人家对你好点 你还不乐意了是吧 啊 羽西瑶直接破口大骂了起来 果然是泼腹本性 装不过三秒 不过他这俏脸微寒 一副很生气的模样 别说还是挺好看的 我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将他揉顺的长发都给弄乱了 然后才得意地扬长而去 羽西瑶则在后面 咒骂着一路追了上来 半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昆仑山的地界 此时放眼望去 整个昆仑山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伟和壮观 反倒是透着一种浓浓的腐朽与死亡气息 山上再也没有了任何生命的存在 包括那些花草树木 以及曾经栖息在这里的动物 全都已经死亡腐烂 散发出来的腐臭味 隔着十里之外都能够闻得到 这鬼海蔓延终究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尤其是对于那些 本就生活在大山里的生灵来说 鬼海虽然已经退去 但是留下的这种影响 却是几十上百年都无法恢复过来的 尤其是被鬼海的阴气侵袭之后 草木枯萎 土地死亡 恐怕就算再过一百年 这整个昆仑山也不见得 能够再孕育出新的生命来 这座曾经的万山之祖 华夏龙脉之起源 最终是彻底走向了衰亡 其实自从神龙飞去 龙脉散走之后 这所谓的万山之祖 华夏龙脉之起源 就已经不存在了 只是看着曾经气势磅礴 雄伟壮丽的山脉 变成如今枯萎死寂的模样 让人觉得多少有些凄凉罢了 我跟羽西瑶一路施展顿法 很快便来到了昆仑山深处的 那个小道观 也就是所谓的无极观 没想到这座破旧的小道观 竟然罕见地在鬼海浪涛之下 保存了下来 虽然看着更加破败 泥巴柱上的墙体也都是裂纹 一副摇摇欲坠 随时都会倒塌下来的样子 但是这座破旧的道观 却仍然在死亡山脉的 最深处坚挺着 没有被彻底摧毁掉 那种坚强不屈的精神 就如同云须道人 拯救天下苍生的精神信念一般 即便是波涛肆虐的鬼海 也不能将其击垮 照这种情况来看 这座破旧的道观 显然也是有着些许神意之处的 我站在道观门前 仔细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道观里面 竟然没有被鬼海淹没过的痕迹 因为外面被鬼海淹没过的地方 无论是山石还是土壤 亦或者是花草树木 全都变成了黑漆漆的模样 就如同整个被染了墨一般 那是被鬼海的阴气侵袭所导致的 但是这道观里面却一切如常 院中的一棵长青树 甚至还绿油油的生机勃勃 大殿当中有徐徐的青烟生腾 飘向天际 空气里还裹挟着浓浓的香火气息 感觉这道观里面跟外面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这让我多少些不可思议 照理说当初鬼海淹没了整个库伦山 这无极观必然也是不能例外的 可是现在看这种样子 显然那鬼海之水并没有进入到道观当中 怪不得这种时候 云须道人跟王潇哲他们还要跑回来一趟 原来这道观之中也是另有玄机不容小觑 我迈步踏入道观 雨晓也跟着进来 这时大殿里面忽然走出一道修长的身影 不是云须道人 也不是王潇哲 而是龙虎山的大师兄张艺辰 他显然是听到外面的动静 所以才出来看看 王维维也从大殿里面探出了脑袋 看到是我们顿时松了口气 并且冲着勉强地笑了笑 李兄 你可算来了 张艺辰看到我 紧锁着眉头也是略为舒展了一些 出什么事了 云须道人他们的 我一边询问 一边上前朝这大殿里面扫了一眼 可是这大殿里面 除了站在门口的王维维 以及上方供奉的三座三清神像 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人影了 显然云须道人和王小哲他们都不在这里 第671集 另有玄机 一看这架势 我顿时就觉得情况不妙了 照理说 云须道人他们回了无籍观 而且还说遇到了麻烦 那人肯定会在这里才对 但是现在却看不到人 这很明显应该是出事了 这也正是我纳门的地方 张艺辰皱着眉头 满脸不解地说道 我之前收到道长的纸和传信 说他们在这边遇到了麻烦 所以我才赶了过来 可是谁知过来之后 他们却不见了踪影 这整个道官里里外外 我都跑遍了 就是没见到人 那他们有留下什么信息之类的吗 我听到这里 也是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没有 我过来的时候 大殿里的香烛还没有灭 所以他们在那之前 显然是上过香的 时间不超过一个时辰 但人就是不见了 不知道是离开了这里 还是遇到了什么别的麻烦 说到这里 张艺辰也是一副很费血的神色 他们应该不是离开了 我摇了摇头 随即地眯起眼睛 若有所思地说道 如果他们要离开的话 一定会通知你 断然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除非情况非常紧急 但是你看着道官里面 又没有打斗的痕迹 所以我想他们肯定还在这里 可是这道官 我已经找遍了呀 就算他们有意要藏起来 也绝对没地方可藏呢 张艺辰非常笃定地说道 这道官应该是有些玄机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简单 我说着走进这座大殿 然后仔细地在大殿里面打量了一番 这里面倒是很简陋 只有一个香案 上面摆着香炉烛台等等 香案下面还摆着一个用来烧纸钱的铜壶 以及几个老旧的仆团 除此之外 就只剩下这座颇巨大的三清神像了 我看了一圈 最后也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只是觉着 这座神像似乎偏大了一些 当然 若是比起其他庙宇当中和道官的神像来说 这座三清神像其实也并不算大 也就三米多高的样子 但关键是这道官很小 一座如此庞大的神像供在里面 几乎都要触及屋顶了 而且也占了很大的空间 总体来说 就是这神像跟着小小的道官 以及供奉神像的大殿 多少些违和 不成正常的比例 我想这种道官一般情况下 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所以我一下子就开始对神像有些怀疑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绕到了相岸后面 近距离地围着这座神像看了半圈 因为神像的背后紧贴着大殿的墙壁 所以后面的情况我无法看到 李兄 你是觉着这神像有什么问题吗 张艺辰一看我这举动 连忙差矮地询问了起来 也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摇了摇头皱眉道 我只是觉得 这神像有些大了些 跟道官和这座大殿 完全不成正常比例 张艺辰一听这话 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直接纵身领域 跳到了神像的胳膊上 然后仔细地查看了一下神像的面部 以及肩膀以上的位置 但显然也是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你试一试看 这神像的眼睛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忽然想到这一场 于是便提醒了张艺辰一声 他立马会议 伸手按了下神像左眼的眼珠子 那眼珠子立马就凹下了下去 但是神像却没有什么变化 在张艺辰松手之后 神像的眼珠立马又弹了回来 恢复了原样 这一次不用我提醒 张艺辰便伸手去 按了神像的另一只眼睛 那神像的眼睛 同样也是凹下了下去 松手之后 眼珠子也会弹出来恢复原样 但是神像仍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眼睛感觉像是机关按钮 可是为什么没反应呢 张艺辰这下也陷入了思索当中 你同时按下两只眼睛试试 我想了想 又提醒了张艺辰一声 他听后 连忙两只手 分别按在了神像的两只眼睛上面 然后同时用力按了下去 这时神像的内部 忽然传来咯噔一声机关启动的声音 紧接着神像微微颤抖 居然缓缓地朝着右手边转了过去 张艺辰连忙纵身一跃 从神像上面跳了下来 然后警惕地注视着那神像的动静 几秒钟之后 神像总算是静止不动了 但这时 那尊三米多高的三星神像 已经移开了一米走的距离 露出了后面的墙壁 我抬眼望去 只见墙壁上有着一道黑洞洞的门户 凑近了才发现 这门户竟然是斜着通向地下的 而且有一条蜿蜒的台阶 一直通到地下未知的地方 看来这道观果然是另有玄机 照这种情况来看 云须道人和张艺辰他们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条道 进入到地下的 所以才不见了踪影 想到这里 我赶紧摘去了乡岸上的蜡烛 然后举着 一路朝地底下走得下去 张艺辰和王维维 还有雨萧三个人 也是紧跟着一路跟了下来 这条通道多少些狭窄 几乎只能容一人通过 所以张艺辰他们 只能跟在我后面 由我打头阵 地下时不时传来阵阵阴森的气息 感觉下来 应该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存在 不过我也并不害怕 只是提高了警惕 随时留意着下面可能出现的变故 就这样 我们四个人沿着弯延的阶梯 足足往下走了数百米的样子 这时才终于到达了底部 此时横城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扇紧闭的石门 不过这石门 比外面那些地下通道的入口 显然要大太多了 而且石门上面雕龙客风 感觉很是气派 到了这里之后 我不由地停下来思索了一下 因为我也在猜测 这无极冠的地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按照这里的布置设计来说 感觉像是一个地下暗室什么的 但是眼前这道气派的石门 却又像是某种大型陵墓 或者是地宫的门户 所以我一时间有点猜不透 这石门的后面到底是什么 难不成是无极冠 历代先辈的安息之地吗 这无极冠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地方 是果木吗难道 张艺辰看到这里 也是忍不住皱眉问了起来 不管是什么地方 看样子云须道人 他们肯定就是在这里面了 我说着 在石门上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发现石门左右两边 各有一条龙凤盘踞 雕刻得栩栩如生 似真龙凤凰 跃然于石门之上 尤其是这两只神兽的眼睛 更是透着一种异样的光芒 我将手里的蜡烛交给张艺辰 然后伸出两只手 分别按住了 真龙和凤凰团的眼睛部位 然后两手一起用力 同时向下一按 伴随着咯噔一声 那石门果然缓缓地动了起来 随即开始缓慢地 朝着两边徐徐打开 看来这机关布置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 下面的石门跟上面的神像 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 随着石门缓缓打开 一股腐朽而又阴冷的气息 也从里面扑面而来 搞得我们几个人 都下意识地用手挡住了脸 张艺辰则是连忙抬手 护住了手里的蜡烛 免得这股阴风给直接灭掉了 我缩着脖子 朝石门里面看了看 里面是黑洞洞一片 不过却能感觉到 这石门里面的空间相当大 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空旷 张艺辰举着蜡烛 朝里面照了照 虽然烛火能够照耀到的范围很有限 但是通过这微弱的烛火 我们还是看了个大概 第六百七十二集 地宫阵法 这石门里面 果然是一个巨大的地宫 或者 甚至可以用浩瀚来形容 一眼根本望不到尽头 感觉目之所及 皆是一片虚无 张艺辰打量了一下 当先走了进去 我跟王维维 还有雨萧三个人 则紧跟在后面 虽然说这地方给人的感觉 比较诡异 但其实 我倒也并不这么担心 毕竟我和张艺辰的修为 摆在那里 一般的妖邪鬼物什么的 对我们来说 根本构不成威胁 即便是这地宫里面 有什么大邪之物 我自信也能够对付得了 所以只要自身实力强大 心里就不会慌 至于张艺辰 他堕入魔道 也成为大魔之神 对这种地方 自然是更加无拘 所以直接 一路大不留心地 朝着地宫里面 走了进去 一根接一根的 巨大的石柱 也都逐渐呈现在 我们的眼前 这种巨大的地宫 自然是需要足够多 和足够结实的石柱 来撑起整个地宫 顶部的重量的 否则垂着百米之下 地宫一个不好 就会坍塌掉 那些石柱上面 全都雕刻着道家的符文 有些我比较熟悉 有些则是相对陌生 总之一时半会儿 看不出那些符咒的用途所在 还有的石柱上面 更是直接雕刻着 巨大的神兽图案 例如真龙 火凤 麒麟之类的 同样都是雕刻得 栩栩如生 宛如盘缓在石柱上面的 上古凶兽一般 而且 我发现地面上 似乎也雕刻着符文 若是仔细看的话 甚至 还有天干地支 以及五行 金木 水火土 乃至八卦 钱 昆 李侃等方位 这时候我终于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太妙了 因为我觉着 这些东西夹杂在一起 似乎很像是某种阵法 虽然我暂时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等等 想到这里 我赶紧叫停了张艺辰 怎么了 张艺辰 张艺辰回过头来 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让我看看头顶 我说着仰起头来 朝着地宫的顶部看了上去 张艺辰也配合着我 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蜡烛 这么一看 我才发现头顶上 居然零零散散地 吊着不少石棺 乍一看上去 这些石棺分布的位置 好像是杂乱无章的 但若是你仔细看的话 那些石棺的位置 其实都是暗合了 五行八卦的方位 正好处在了 五行八卦最重要的一些位置上 而且地宫的吊顶上面 同样都刻满了 密密麻麻的符文 以及长短不一的纹路等等 若是纵观全局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纹路以及符文 刚好构成了一幅 巨大的八卦图案 而且是先天八卦 正好覆盖了 整个地宫的顶部 那些棺材 更是在八卦图的特殊位置上 挤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 看到这里 不终于有些动容了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阵法 其中包括五行八卦 九龙阵棺 青龙暴月等不同的布局 可谓是环环相扣步步杀击 守法之精妙 堪称悬殊戒之罪 大家小心点 这地方不了阵法 而且不止一种 若是不小心触动了 我们可能会有麻烦 我赶紧提醒了大家一声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阵法 搞在一起 效果不是都一样吗 而且阵法与阵法之间 也容易相互冲突 搞不好就白费了 张艺辰看了看 略有些不解的说道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这里的阵法都布置得相当玄妙 属于环环相扣那种 一旦触碰了其中一个阵法 其他的阵法就会随之一起发动 其威力绝对不容小觑 我连忙神色严肃地说道 听到这里 张艺辰也是一下子重视了起来 赶紧举着蜡烛 警惕地朝着四周看了看 就在这时 我身后的位置 忽然传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响动 紧接着 我就感觉 有种很强烈的压迫感 朝着我的后背压了过来 我赶紧转头看了一眼 只见一头巨大的龙头 竟然直接朝着我们探了过来 而且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 像是要将我一口吞掉似的 我赶紧施展盾法 瞬间消失在原地 这次并没有被那突起来的巨龙 吞掉 一口落空 那巨龙立马张开大口 又朝着不远处的雨溪摇 一口吞了过去 说实在的 这时候突然冒出来 这么一条苦苦的巨龙 我们几个人 几乎都是被吓蒙的状态 毕竟龙这种东西 以往只存在于神话传说当中 根本就没有人见过 也很少有人相信 即便是我 也只是在昆仑神须当中 见到过 从锁龙井当中脱空而出 冲天飞走的神龙而已 那是我这辈子 唯一次见到龙 我想它应该也是这世间 唯一一条真龙了 但眼前这条恐怖的巨龙 显然并不是锁龙井中 飞走的那一条 这是阵法导致的幻境 想到这里 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连忙大喊了一声 随即抬手一个诀窍 朝着那吞向已消的巨龙 甩了过去 诀窍加深 一股无形的力 瞬间作用在了那巨龙的身上 将它巨大的脑袋 直接震退了 语西遥也是赶紧趁机 闪身飞退 躲到了另一根柱子后面 这时 那巨龙甩了甩硕大的头颅 随即将两个同龄般的眼睛 全都盯在了我身上 看来这东西 虽然是由阵法凝聚而行 但还是有一定的自我意识 最起码受到了攻击之后 知道本能地去锁定目标 这也是此阵法的玄妙之处 看来我对这里的阵法 高度保持警惕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巨龙瞪着我看了 随即抬手一声 硕大的龙头 再次朝着我探了过来 我连忙一边飞速后退 一边双手捏绝 那巨龙也是快速地追了上来 庞大的身躯碾压而过 使得整个地面都在为之颤抖 太阴 道阳 故令 悬舱 开 我念动咒语 双手交错 一开一合间 数道灵符 瞬间在我手掌间汇聚成形 随即朝着那冲转而来的巨龙 迎了上去 灵符迎风暴涨 转眼化作了一道道 巨大的灵符壁 挡住了那巨龙的趣味 这家伙撞在第一道灵符壁垒之上 直接就被撞停了下来 庞大的身躯猛然收缩了一下 随即龙尾高高竖起 横扫而来 巨大的力道 瞬间就将那灵符壁垒给抽了个粉碎 与此同时 我也感觉到了一股极其浩瀚的力量 直接作用在了我身上 宛如背座大山撞在了胸口 使得我浑身巨震 气血翻滚 险些当场喷出一口鲜血来 这下我的脸色终于变了 连忙挥手散去了那数道灵符 随即借来班山之力加持己身 这灵符虽然能够短暂地挡住巨龙的攻势 但此法无异于硬汉整个阵法的力量 灵符一旦被撞碎 反噬之力就会纵在我的身上 所以即便是我拥有着半步天人境界的修为 硬汉这般强大的力量也是有些吃不消的 看着那巨龙再次朝我冲撞过来 我猛啼一口气随即捏绝念咒 直接抬手一指朝着那巨龙的额头点了过去 天崩 随着话音落下 我的手指瞬间点在了巨龙的额头上 一股强大的能量猛然爆发开来 巨龙硕大的头颅瞬间炸得粉碎 我也被这股狂暴的能量给先飞了出去 不过好在这一步我早就借了班山之力 所以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震荡 只是被震飞出去而已 但是那巨龙确实在我这一招天崩之下 彻底化作了粉碎 庞大的龙群扭动着 最终消散化作虚无 第673集 干尸老道 这若是在外面的话 倒也不至于这么费力 因为我只需要施展移山填海 地或者是地裂之术 就可以对付这种身形庞大的存在 再不及也能移山而来将其镇压 但是在这地下深处 我可不敢施展这般威力强大的法术 否则地宫坍塌 最先被埋掉的就是我们自己 刚才那股能量扩散开来 使得整个地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若是再出现类似的能量冲撞 难保这地宫不会塌掉 先走 想到这里 我赶紧招呼了张艺辰和宇西瑶他们一声 想着先离开这镇法覆盖的地宫再说 可是我这一招呼之后 才发现刚才还在不远处的三个人 竟然全部消失掉了 我赶紧拿出手机 打开手电筒罩着 朝四周看了看 确定三个人都已经不见了宗阳 张师兄 西瑶 我又喊了几声 空旷的地宫当中 只有我的声音在回荡 久久呼吸 但是却听不到任何回应 这下我顿时就急了 面对这般强大的阵法 我倒是可以应付 我想张艺辰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与西瑶和王维维 那可就不好说了 现在几个人忽然都不见了宗阳 很显然应该是被阵法给转移 或者传送到了不同的空间里面 这种情况下 让他们独自面对如此威力强大的阵法 一个不好 那就可能是香消玉隐的下场 想到这里 我赶紧将念力扩散开来 朝着四周快速地蔓延了开去 想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与西瑶跟王维维他们 但是这念力扩散出去 却一个人都没有感觉到 而且有种无形的力量 在干扰着我的念力 使得我根本无法精准地 捕捉到周围的事物 我只好睁开眼睛 然后朝着地宫深处 快速地飞掠出去 张艺辰他们消失了 无论是被阵法转移 还是传送到了别的空间 我想那一定是在地宫更深处 因为外面就是出口了 阵法绝对不会将他们转移到外面去 就在这个过程中 头顶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异常的响动 我连忙停下脚路 抬头看了一眼 只见那些悬挂在地宫顶部的石棺 竟然一口接一口地打开了 那感觉就像是石棺里的东西 直接将石棺盖子给掀开了似的 厚重的棺盖 直接从十几米高的大垫顶部掉了下来 我只感觉头顶传来一阵呼响 连忙闪身躲避 紧接着 一块厚重的棺材盖子 直接砸在了我刚才站立的位置 随着咣当一声 棺盖瞬间被砸了个粉碎 就连石板铺成的地面 都被砸得均裂了开来 幸亏我刚才躲避得及时 不然这一棺盖 就能直接把我砸成肉饼了 我赶紧抬头看了一下 只见头顶那口石棺里面 已经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 但是紧接着 人影一闪 它就消失掉了 这让我不由得窒息了一下 就算是扎实 也没这么邪乎吧 我赶紧警惕地私下打量 可就在这时 我忽然感觉到 身后传来了一股子 极其阴冷的气息 我连忙下来似的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身着道袍 面容极其枯舍的老道人 竟然就站在我身后 距离我已经是不足两米 老道人眼窝及两塞 全都深深地凹下了下去 浑身皮肤干瘪 只剩下皮薄骨头 宛如干尸一般 看着就异常恐怖 我连忙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但是那老道人 却猛然朝我扑了过来 我赶紧摸出了一道镇尸符 随即捏紧面咒 抬手便朝着那老道人 额头上拍了过去 但是这符咒拍下之后 却完全没能震住 这老道人的尸体 他反而挥舞着枯舍的双手 直接朝着我的面门 抓了过来 贤坤无极 玉领如山 是 我赶紧反手一个诀窍 蹦在了老道人的胸口 这才将其给震退了开去 但是对方也抓住我的胳膊 衣服袖子 瞬间就被扯开了一道口子 连带着我胳膊上 都被抓出了一道血痕 火辣辣的疼 我顿时有些愤怒 看着那老道人再次扑了上来 直接抬手一拳 朝着他轰了过去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拳 轰在那老道人的胸口上 竟然只是将他 给震退了几步而已 根本就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要知道 我这可是借了班山之力的 而且以我半步天人的修为 一拳下去 足以开山烈尸 但是这老道人 却只是被我震退了几步 感觉的整个人 就像是金刚铁骨一般 怪不得刚才一道泰山令狐 没有将其震飞 看来这老道 绝对不是一般乍是这么简单 那老道人忽然对着我冷笑了一声 随其人影一闪 直接又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 我就感觉到身后 又传了那种阴冷的气息 我直接猛的一跺脚 脚下的地面瞬间拔地而起 直接拖着我猛然升上了半空 与此同时 那老道人 也一把抓在我脚下的墙壁之上 脚下的墙壁 直接就被他给抓了个对穿 下去 我再次猛然一跺脚 脚下的墙壁瞬间下沉 直接将那老道人的胳膊 给压在了地面上 接着 我抬腿一脚 正中他的面门 直接将老道人给踹飞了出去 但是 他的一条右臂 却仍然卡在地面上 直接从肩膀的位置给拽了下来 这下老道人的脸色顿时俱变 随即 神色猙獰地看着我 然后左手捏绝 轻贺了一声 地烈 随着话音落下 我脚下的地面顿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紧接着 一条裂缝出现 随即快速地扩大蔓延 转眼便形成了一道深渊 这时整个地宫都开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有几根处在裂缝上面的石柱 更是红然倒塌 感觉整个地宫都要塌了似的 给我合 我双手合十 随即猛然大喝了一声 脚下的裂缝顿时迅速合避 这下颤抖的地宫 才终于逐渐平静了下来 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断臂的老道人 照理说他已经死了 就算尸体复活变成大邪之物 应该也不至于会施展天崩地裂这般法术吧 还是说他已经成了妖物 年轻人有点东西 这老道人冷笑了一声 随即再次单手捏绝 朝着我扑了过来 此时头顶悬吊的那些石棺 也全都已经被掀开了棺杆 一个接一个枯瘦的老道人 直接从棺材里面爬了出来 害阴盗急 无疾而生 报阴守阳 不令乾坤 开 我连忙再次捏绝念咒 随即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乾坤瞬间被禁风 时间静止 那些扑向我的枯瘦老道人 一下子全都定在了半空中 我也懒得跟他们浪费时间 于是止住了对方之后 我便直接朝着地宫深处 飞掠了过去 没多一会儿 我便已经来到了 这地宫的最深处 这时眼前又出现了 好几道巨大的石门 不知道究竟是通向何处 但是这些石门无一例外 全都是敞开的 我随便选了一道门户 然后便直接冲了进去 沿着宽阔的涌道 一路飞奔之后 前方的视野 忽然又变得开阔了起来 此时我才发现 我竟然已经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道断崖 断崖的下方 有一个巨大的碧绿色水潭 对面还有一道瀑布挂在山崖上 倾泻而下 注入水潭 源源不断 而那水潭上面 则是有一个白衣女子 站在水面上 宛如红毛般轻盈 背对着我静静而立 我左右看了看 发现左右两边悬壁上 都有几个不大不小的洞口存在 想来应该是也能够 通到那个地宫里面 但是我在这里 并没有看到张艺辰和雨晓她们 于是我只好 又将视线转移到了 那个白衣女子的身上 第674集 正是我自己 这女的出现在这里 本身就很可疑 毕竟这可是无极冠的地下 位于昆仑山的深处 现在这种时候 可绝对不会有人射毒 况且这地宫里面棺材无数 显然应该是无极冠 历代先辈的安息之地 等同于古墓群 能够出现在这种地方 又怎么可能是正常人呢 想到这里 我直接纵身一颗 轻飘飘地落在了水面上 然后便踏浪而行 缓缓地朝着那白衣女子 走了过去 可是还没等我靠近 那白衣女子便一下子 翻进了水里 并且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直接朝着我当头 淋洒了过来 我无奈只好闪身 飞速退去 这才没有被淋成落汤机 但是等我再看向水潭下面的时候 上面早已经没有了 那白衣女子的身影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忍不住皱着眉头 暗自嘀咕了一声 就在这时 左手边的一个山洞里 忽然传出了一名女子的尖叫声 我顿时警觉 连忙飞身 朝着那山洞入口飞掠了过去 等我一路寻着尖叫声 来到山洞里面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 是王维维在这里 而且有一个老道人 也跑到这里 虽然他并没有攻击王维维 但是那猙獰恐怖的外表 还是把王维维给吓惨了 小师妹 这边 我连忙冲着王维维喊了一声 随即赶紧飞身迎了上去 可谁知王维维这会儿一看到我 竟然露出了更加恐惧的表情 而且直接转身 朝着另一边飞快地跑掉了 什么情况 会有那么吓人吗 我直接就懵掉了 随即我马上意识到什么 连忙拿出手机 打开照相功能 看了我自己一下 这一看才发现 我自己这会儿模样 竟然跟不远处 那个恐怖的老道人 没什么区别 同样是眼窝深陷 皮薄骨头 宛如干尸一般 是幻觉 我有些不可思议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没想到入手才发现 脸上真的是皮薄骨头 而且皮肤干扁 异常地粗糙 这下我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 难道说是因为之前 在那个地宫里面受到了什么诅咒吗 所以才变成了这副干尸的模样 可是那似乎也不可能啊 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 即便是受到了诅咒 我应该也是能够感应到的 况且这事件 应该也没有什么诅咒 能够让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从一个活生生的人 直接变成一具干尸吧 再说了 就算变成了干尸 也不至于有这么一身破旧的道袍传在我身上 这明显不对劲 我看了看不远处那个干枯的老道人 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而且眼神中透着些许的疑惑不解 以及不可思议的神色 你认识我 我连蒙问了一声 前辈 难道是我无机关的吗 为先辈 那干枯老道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我问道 你是云须道人 我一听这话 立马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正是平道 云须道人连忙点了点头 又有些警惕的看着我问道 前辈 真的是我无机关的前辈吗 我是李十一啊道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也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我很是费解的看着对方问道 这事说来话长啊 云须道人叹了口气说道 我无机关 本来有祖训 若将来天下遭逢大难 到门中人无力阻挡之时 可入三清神殿 请神领出山 以抗天下大解 如今恰逢乱世 浩劫当头 我等修者 已是无力回天 于是平道便想着回昆仑山一趟 请出所谓的三清神令 以面对不久后的灭世浩劫 可谁知这刚一入地宫 我们就陷入了阵法当中 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结果却发现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 说到这里 云须道人又无奈地摊了摊双手 你也是在这地宫阵法当中逃出来的 我听到这里 猛然间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是啊 云须道人点了点头说道 当时头顶上的那些棺材里的道门前辈 全都爬出来了 感觉像是诈尸了一样 而且极其诡异 我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从那地宫里面逃了出来 萧哲和新月俩孩子也不见了 刚才要不是看到你 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 这么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那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这个地宫里面了 我皱眉沉印了一下 随即当机立断说道 走道长 我们再回去一探究竟 现在就回去吗 我还没有找到萧哲他们 而且刚才那女娃 似乎是龙虎山的弟子 她刚才被我们吓得胡乱逃窜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云须道人略有些担忧地说道 先别管这些了 我摇里摇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我总觉得这事似乎没那么简单 现在就算我们找到他们 恐怕也只会将对方吓跑而已 搞不好还有人 也已经变成了我们这副模样 所以最好还是先回去搞清楚 这地宫里面究竟有何审议之处在说 那也行 云须道人听到这里 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事不容耽搁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接着我便和云须道人原路折返 沿着通道一路朝着之前那个地宫行距 就这样走了一段之后 前面的空间忽然一下子就变得开阔了起来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 确定这里正是之前那个浩瀚地宫无疑了 头顶上和地面上那些符文依旧 没什么变化 但是那些悬吊的地宫顶部的棺材 这会儿基本上大都已经打开了 破碎的棺材盖子 零零散散地摔在地上 有的甚至已经彻底摔成了粉碎 只剩下一些碎石散落在地面上 照这种情况来看 之前发生的那些事 显然都是真实发生的 并非幻觉 那些棺材里面的老道人 确实都已经爬了出来 只是现在已经布置的具象 我跟云须道人 小心翼地在这地宫里面搜索着 这事前方不远处 忽然传来了秦薇的脚步声 我赶紧凑上去一看 发现居然是张艺辰 从地宫的另一边走了过来 对方这事显然 也已经看到了我跟云须道人的存在 立马神色警惕地朝我们看了过来 一副情况不妙 就要随时出手的样子 张师兄 先别动手 是我 我是李世叶 这位是云须道人 我说着指了指身边的那个干枯老道人 张艺辰则是紧锁着眉头 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 而且仍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 显然他一时间根本就不会相信 我们这么两个如同干尸一般的老道人 竟会是自己人 其实这也能理解 意境我和云须道人现在这样子 看着人不人鬼不鬼的 谁会相信 况且还是在这极其鬼的地宫里面 搞不好刚才张艺辰 应该也遭到了这种干尸一般的老道人攻击 但保持足够的警惕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张师兄 我知道这很难理解 但我真的是李世叶 旁边这位是云须道人 你若是不信的话 我可以现在说出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以及后来你沦为了天道傀儡 还有堕入魔道的事情 我赶紧说了一通 目的无非就是让张艺辰先相信我们 我想只要我说出一些 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的事情 他肯定会相信的 但是我说完这一番话之后 张艺辰脸上的表情 却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他只是皱着眉头 用一种我几乎不能理解的眼神看着我 第675集 借身夺赦 我还想说点什么 但就在这时 前方的黑暗当中 忽然又传来了脚步声 紧接着 一道修长的身影自黑暗当中走了出来 不多时 便已经来到了张艺辰的近前 我一看那人 顿时双目圆灯 神情巨变 因为这个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我自己 或者确确地来说 那只是我的身体 但附在上面的灵魂 却早已经不是我了 直到这一刻 我才真正反应过来 原来我这是被戒身了 至于我的元神 则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阴差阳错地 附在了这具干枯的老道人的尸体上 而且我自己竟然都没有察觉到 这地方还真的是鬼的令人有些匪夷所思 张师兄 他不是李世叶 我才是 想到这里 我赶紧提醒了张艺辰一声 他恐怕已经不是张艺辰了 应该和你一样 也被戒身了 云须道人忽然在边上沉声说道 我一听这话 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怪不得刚才说什么 张艺辰都不吭声 只是用那种警惕的眼神看着我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张艺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能够理解了 先走 以天下大局为重 莫在这里浪费时间 那个顶着我皮囊的家伙 从后面走上来之后 皱着眉头提醒了张艺辰一声 张艺辰也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就打算直接退早 想走 我轻贺了一声 随即施展顿法 瞬间来到了两人的后方 将两人给截了下来 接着 我冷冷地看向两人说道 先把身体留下来再说 你知道这地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 我们这些人本来早已经死去 原神魂魄留存至今 不过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罢了 如今浩劫将至 我们这些早已死去的人 当从坟墓里爬出来 以残破神魂 当天下之大劫 这是我们最后的使命 那个顶着我皮囊的家伙 忽然看着我大意凛然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所谓的三星神令 就是你们这些 早已经长眠于地下的道门高手 我皱了皱眉头 若有所思地看着对方 也不全是 我们只是道门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力量而已 真正的三星神令 却是另一回事 对方摇了摇头说道 既然大家目的相同 都是为了应对着灭世浩劫 以拯救天下苍生 两位前辈有何必要强行夺赦于我等 何不齐心协力 共同面对着灭世浩劫 我不解地看着对面两个人 若不夺赦戒身 我们难以发挥出真正实力来 不足以应对灭世浩劫 所以这身体自然是戒定了 张一辰忽然开口说道 是吗 我惊笑了一声 可是我觉得 这身体还是由我操纵比较好 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混账 那个顶着我皮囊的家伙 忽然怒吓了一声说道 我等乃是道门真正的高手 一身修为早已经通天彻地 直达画境 元神长埋地下 更是千古不灭 岂是你们这些后辈 所能够相提并论的 若你们真的能够对应这世间大劫 也不至于进入这昆仑神宫 请三清神令出世了 诸位前辈的修为我自然是信得过的 但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你们出世 也不见得就比我们更有用 我沉下脸来 瞇着眼睛看着对方说道 虽然说这些个道门前辈 欲抗天地大吉 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这份大义与胸怀我很佩服 但是我们的身体被夺赦这事 却是我万万不能够接受的 我甚至不惜就此灭掉他们的元神 也要夺回自己的身体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张义辰忽然冷吼了一声 随即单手捏紧 朝天一指轻客道 斗转星移 天翻地覆 轻客见 场景忽然转变 我们像是被猛然拉进了一方浩瀚的 乾坤天地一般 头顶星辰一位 天地倒转 无尽的乾坤之力 直接朝着我们几个人碾压了过来 我赶紧元神出现 随即召唤出逆尖之道 一道巨大的灰色漩涡 横在了天地间 碾压而来的乾坤之力 瞬间便被吞射了进去 接着我飞渗而上 手托逆尖之道 直接朝着张义辰 猛然撞了过去 道则流转 灰色漩涡 还没有碾压到张义辰身上 便已经震得他脸色苍白 节节后退 乾坤一念 道破苍穹 那个顶坐皮囊的道门前辈 也是猛然轻贺了一声 随即整个人 划嘴到流光 朝着我飞射了过来 我的嘴角不由地勾起了一抹狡猾的微笑 因为我对张义辰实验 其实就是为了逼他出手 毕竟我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先夺回自己的身体 这样 我才能够施展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来 而现在这般原神的状态 虽然修为也不弱 但是在施展法术与人较量的上面 终究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看着对方朝我飞射而来 已经进前的时候 我猛然调转灰色漩涡 直接朝着那顶座皮囊的道门先被吞射了过去 这使他再想要躲闪 已经是来不及了 直接就被那巨大的灰色漩涡 彻底给吞了进去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 师兄 张义辰看到这里 顿时目瞪欲裂 直接手掌乾坤 再次朝着碾压了过来 这时候我当然不会和他硬碰要 直接人影一闪 元神便已经飘进了那巨大的灰色漩涡当中 在这灰色漩涡之内 就像是一方独立的世界一般 天地间道则流转 独特的逆天之道 更是封锁了整片乾坤 那顶着我皮囊的道门先被 已经被吞射了进来 便直接被彻底禁封在了半空中 根本无法再动弹分毫 这方天地毕竟是我的道则所化 生死换灭 皆在我的一念之间 可以完全由我掌控 我直接上前抬手一指 那道门先辈的元神 便被我直接给打了出来 这么看他的元神 倒是一个先锋道鼓的老道模样 也不像之前 那些干枯的老道人一般恐怖吓人了 前辈得罪了 我说着再次抬手一招 四面八方的道则 顿时朝着河边汇聚而来 转眼就将那老道的元神 彻底给包裹 禁锢在了半空中 接着我才元神归位 回归己身 然后从那一方 盗则天地当中 飞掠了出去 结果 我刚一出着灰色漩涡 张艺辰便携着乾坤之旅 再次朝着拧压了过来 显然 佩静在这灰色漩涡外面 等了很久 伺机待发 不过这家伙也算聪明 没有直接追进那个灰色漩涡当中 不然的话 我倒是能够省去不少的功夫 天地轮回 万物转生 看着一大片乾坤之力震压而来 我直接召唤出了轮回盘 猛然迎了上去 一道道灰白之气散发而出 轮回之力瞬间 便迎上了一大片乾坤之力 将其尽数给震散了开来 接着 我脚踏轮回盘 七山而上 直接朝着张艺辰头顶 碾压了过去 不得不说 这些长埋于地下 不知道多少年的盗门先辈 的确都不是一鱼之辈 修为最起码 也在化神之境 但是面对我 说实在的 他们其实 并没有多少反抗的余地 毕竟我如今的修为 已经是站在了 这个世界的最巅峰 除开天道的话 我自信应该 已经没有人 能够对我造成威胁了 先不说 我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变数 身怀逆天之道 就是这上古志强法气轮回盘 都已经足够让我在 同境界当中 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轮回盘碾压之下 张一辰根本就不能抵挡 惊刻之间 便被轮回之力 彻底碾压到了地面上 周围的场景 也在此变换 我们又出现在了 这个地宫里面 也就是对方之前 所谓的昆仑神宫 轮回之力层层束缚 使得张一辰无法动弹 我则是直接上前 一直点在了他的额头 直接将其体内的元神 给打了出来 那同样是一个 先锋盗骨的老道人 白发白须 颇有种老神仙般的 即时感 前辈 你看我就说 这身体还是由我自己 来操控 作用会更大一些 我轻笑了一声 随即抬手一指 轮回盘上面 顿时散发出 一道道轮回之力 将那老道的元神 缠绕包裹 随即便拉进了 灰色的漩涡当中 接着 我又收了逆天之道 天地再次归于平静 张一辰的身体 也跟着软绵绵地 瘫倒了下去 现在这具身体 就是一具 没有灵魂的居壳 小友 刚才那两位前辈 虽然有错 但他们毕竟是我 无极观的先辈 看在老道的面子上 还望你 不要灭了 他们的元神 云须道人 一看我这么轻松的 就收了那两个 老道的元神 连忙上千来 给对方求情 放心吧道长 这个我自有分寸 我点了点头 给了云须道人 一个不用担心的眼神 那就好 那就好 云须道人听到这里 也是放下了心来 咱们现在还是先去 张艺辰的身体吧 还有张艺辰的元神 以及其他人 我想了想 提议说道 也好 现在你们已经 找回了自己的身体 倒是可以去找 其他人了 也不至于会吓着别人 云须道人 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接下来 我跟云须道人 又在地宫里面 找了一圈 这地宫非常大 一圈找下来 自然是费了不少的时间 但是却并没有找到 其他人 也没有找到 云须道人的身体 而且 就连那些 从棺材里面 爬出来的 干枯老道人 也都已经不见了踪迹 我想他们 有可能已经离开了 尤其是戒了身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有些难办了 最后 我跟云须道人 只好又到那些 地下通道里面 去找了一圈 这次 黄天不负有心人 总算找到了 王维为和宇西瑶 而且两人 显然都没有被戒神 因为他们看到 云须道人的时候 都表现出了 一副极其害怕的样子 这让我难免有些诧异 为什么那些老道人 只夺涉男的 而不夺涉女的呢 转念一想 我也就明白了 那些老道人 毕竟都是道门先辈 正派人士 让他们夺涉女的 岂不是要直接变成女人吗 这种事 我想那些老道人 肯定是干不出来的 所以才没有对 宇西瑶和王维为他们下手 我大师兄 他怎么了 王维为看到我肩膀上 扛着张艺辰 而且对方 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 连忙凑上来 满脸担忧地询问了起来 啊 他没什么事 只是元神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就剩下一副躯壳而已 我说着拍了拍肩膀上张艺辰的后背 啊 那他的元神不会遭遇不测了吧 王维为一听这话 顿时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你就放心吧 他好歹也是个半步天人境界的修为 而且还是大魔之神 哪有那么容易挂掉的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我安慰了王维为两句 然后便带着他们 一起朝另一个方向探索了过去 这地下通道里面 真的是四通八达 有的通向里面的昆仑神宫 有的则是通向外面的断崖 感觉这整个山腹当中 似乎都已经被整个彻底掏空掉了 我们在这些山洞里面 七拐八拐地探索了一番 没想到人没有找到 最后我们竟然还迷路了 而且这地方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干扰我的念力 使得我无法用念力去探测 只能像无头苍蝇一般 在这些山洞里面胡冲乱撞 就这样又走了一段之后 我们忽然又来到了 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里面 不过这个地下宫殿 跟之前的地宫比起来 显然要小很多 而且大殿四面 全都是好几丈高的巨大神像 人一走进大殿 就感觉四面八方的那些神 全都在俯视着你 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压迫感 这地下宫殿 明显有些不同寻常 虽然没有阵法之类的存在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 这地方才是整个昆仑神宫 最为神意之处 看来这里 就是所谓的三清神殿了 云须道人仰起头来 打量着四周的巨大神像 忽然若有所思地说道 三清神殿 我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解地看着云须道人 不错 就是三清神殿 按照祖讯记载 这所谓三清神令 就在这三清神殿之内 只是不知道 要怎样才能给神令请出来 说着 云须道人又开始在大殿里面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我也略有些好奇地 四下打量了一番 可是这大殿里面 除了四面那几座巨大的 三清神像 除此之外 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更没有看到什么令牌之类的 正当我迷惑不解的时候 四面的巨大神像 忽然都传来了轻微的响动 紧接着 一座接一座的神像 全都睁开了眼睛 倒倒白色的光芒 也从他们的双眼之中 直射了出来 最后白光 在大殿中央的地面上 汇聚在一起 竟然映照出了一道模糊的人影来 接着 那道人影又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渐渐汇聚凝实 这个过程中的人影仿佛是透明的 浑身经脉 血管都清晰可见 但是随着一点点凝实 那人影便逐渐长出了血肉 最后身上也出现了衣服 直接变成了王霄哲的模样 看到这里 我跟云须道人 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这几座神像直接复制造就了一个王霄哲出来吗 还是说 王霄哲本来就在这座大殿中央 只是刚才我们看不到他而已 一阵白色的光芒闪烁而过之后 那几座巨大的神像全都归于平静 眼睛也再次闭合了起来 但此时王霄哲却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中深邃如海 宛如浩瀚星辰 其中仿佛有无数的世界在流转 一眼扫过 万物幻灭 世间大道天地规则 仿佛皆在其眼中 一一地展现了出来 小者 云须道人看到这里 顿时有些激动了起来 说着就要迎上去 我赶紧一把按住了云须道人的肩膀 随即也有些警惕地看着王霄哲 提醒道 道长小心 他现在恐怕不一定是王霄哲了 也有可能是被夺射戒身了 云须道人听到这里 顿时脸色骤变 小者 你没事吧 接着云须道人又连忙试探性地问了王霄哲一声 话音落下 王霄哲也抬头朝着云须道人看了过来 但是他的眼神依旧深邃地让人无法与之对视 师父 我已经请出了三清神灵 他现在就在我的身上 王霄哲说着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接着他的额头 突然泛起了道道金光 随即 一道金色的令牌 在他额头上逐渐浮现了出来 令牌一现 一股极其强大而又神圣的气息 也从王霄哲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我看到这里 心中不由暗吃惊 从这种强大的气息来看 三清神灵加深之后 王霄哲的修为 最起码已经能够比肩 半步天人境界了 虽然他的具体修为境界 提升到了何种地步我不清楚 但若是借助这三清神灵之位 我想他绝对 足以对抗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第六百七十七集 白色蛟龙 这对于我们来说 当然是好事 毕竟等同雨 多了一个强大的帮手 但是看着王霄哲 这种性格方面的转变 我还是多少些担心 可别一个三清神灵继承的 他直接摒弃了人性 最后只剩下神性人格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和河道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没有被三清神灵的意志 所左右或者影响吧 想到这里 我赶紧问了王霄哲一声 影响当然是有的 不过三清神灵所展现出来的 只是一种神圣 不容侵犯的气息而已 不会左右人的意志 这一点 李兄大可以放心 王霄哲联盟解释了一下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听到这里 也是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既然他没什么事 那我们赶紧去找我大师兄吧 王霄哲有些焦急地催促了起来 你这是跟你大师兄 一刻都分不开啊 我忍不住调笑着说道 我 我才没有 我只是担心我大师兄的安危而已 王霄哲一听这话 脸顿时就红了 但他还是鼓着脖子 在那里狡辩 行了行了 我们都懂 现在就去给你找去 我说着 招呼大家一起离开了三清神殿 然后 打算继续在那些四通八达的山洞里面去找人 我知道他在哪里 你们跟我来 就在这时 王霄哲忽然招呼了我一声 然后直接选了一条通道走了进去 看样子 他继承了三清神令之后 应该是能够直接感应到 这昆仑神功当中的一切 不多时 王霄哲便直接带着我们从山洞里面走了出来 又来到了外面的那处断崖上 我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水潭边上的那个枯瘦老道人 而且他少了一条胳膊 显然就是之前在地宫里面 被我废掉了一条胳膊的那个老道人 不过看他此时 正正地望着水面的样子 显然是有些无法接受 倒用在水中自己的模样 那就说明 这具干枯腐朽的身体里面 应该是存着另一个灵魂 张师兄 我连忙对着那干枯老道人的背影喊了一声 对方立马条件反射般地转过了头来 当看清楚是我们几个之后 那老道人的眼中流露出了极其兴奋的神色 不用担心 你没有变老 只是被夺赦戒身了而已 我说着 直接抬手将张艺辰的身体 朝着下方的水潭扔了过去 张艺辰自然是瞬间就反应过来 连忙元神出窍 随即飘然而上 稳稳地撞进了自己的身体 元神归位 张艺辰便很快睁开了眼睛 随即单手一成水面 整个人立马腾空而起 朝着我们这边飞掠了过来 但就在这时 水潭下面忽然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能量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 与此同时 一条白色的角落 也从那水潭当中冲了出来 在半夜中 来回地盘旋飞舞 发出阵阵嘹亮的龙吟之声 这白龙潭 竟然真的有龙存在 云须道人看到这里 顿时大惊 就连我跟张艺辰 也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毕竟是蛟龙呀 虽然也比不上真正的神龙 但却同样是上古奇哨 只存在于神话传说当中的东西 其凶悍程度 绝对不容小觑 小白 就在我们几个人满脸警惕 与白色蛟龙剑拔弩张的时候 王霄者忽然喊出了这么一个可爱 而又亲切的名字 那白色蛟龙顿时愣了一下 接着我就看见王霄者 凌空踏步 一步数十米 如顺衣般的朝着那白色蛟龙走了过去 可谁知 他刚走到那白色蛟龙的近前 对方便猛然嘶吼一声 随即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朝着他的脑袋咬了过去 就在这时 王霄者的额头上 忽然亮起了一道金光 紧接着三清神令再次浮现 那白色蛟龙 一看王霄者额头上浮现的金色令牌 立马硬省省地止住了自己的动作 接着庞大的龙躯一阵扭动 最后竟然化作了一个 亭亭玉立的白衣女子 站在了王霄者的面前 小白见过沈尊 那白衣女子现身之后 立马对着王霄者抱拳行立立 态度很是恭敬 我一看这架势 顿时就点酸了 怎么说人家也是一条蛟龙不是 而且都已经能够化成人形 想来肯定是修炼了无数岁月 就算没呈现 估计也离画龙不远了 况且这白衣女子又是那么可爱 身姿窈窕修长 衣裙飘飘 宛如凌晨仙子一般 怎么在王霄者面前 看着就像是一个仆人似的 照这种架势来看 应该都可以当坐骑来骑了吧 喂 回魂了 雨霄忽然在我面前晃了晃手 顿时打断了我心里的歪歪念头 没看出来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吗 你还在那里动歪心思 真是恶心 雨霄说着满脸嫌弃的瞪了我一眼 别瞎说 谁他妈动歪心思了 我就是没见过蛟龙看看而已 我黑着脸说道 哼 你还没睡过蛟龙呢 要不要试试 雨霄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 你他妈能不能闭嘴 再废话就是你 我有些忍无可忍地瞪了他一眼 要不是现在环境不允许 我当场就收拾他了 我们先上去 王霄者忽然招呼了大家一声 接着那白衣女子身形一转 直接化作了白色蛟龙的形态 王霄者则是一脚踏上龙背 随即小白龙仰天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 然后便载着他冲天而起 直接朝着断崖上面飞去了 等等 让我急一下 我一看这架势 连忙施展顿法快速地追了上去 没想到这小白龙 还真就成了王霄者的坐骑 既然这样 那我肯定也要骑一下了 眨眼的功夫 我便已经出现在了小白龙的背上 谁知我刚一脚踏上去 小白龙便嘶吼一声 庞大的龙躯 更是一阵疯狂的扭动 险些将我和王霄者 都给抖落了下来 小白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李十一 不是外人 别耍性子 王霄者联盟安抚了一下 小白龙这才乖乖地 载着我们朝着断崖上面飞去 别说这骑龙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在想 自己怎么就没有一条龙来当作忌呢 看来还是得找机会 去忽悠老王一下 把他这条小白龙骗过来才行 再说了 老王一个气管颜 这么一条可爱的小白龙跟着他 简直是暴敛天物不是 我思索的功夫 小白龙已经载着我们来到断崖上面 最终稳稳地落在了无机冠的面前 我跟王霄者一步跨下龙背 那小白龙也是身躯一阵扭动 再次化作了白衣女子的模样 这时我才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 这白衣女子的面容 她的脸庞清秀可人 五官精致 面容白皙 而且天生自带 出尘的气质 真是就如同天上的仙子一般 实在是太好看了 被我这么盯着仔细一看 小白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去 竟然还会害羞的 老王 这小白为什么管你叫神尊呢 是因为你继承了三清神令吗 我有些不解地看着王霄者问道 算是吧 王霄者点了点头说道 小白以前就是跟着神令的主人的 后来神令的主人先是 三清神令被封印在昆仑神宫 小白也就留在白龙潭潜心修炼了 不过他认的其实并不是我 而是三清神令 第六百七十八集 骑上小白龙 原来是这样 我点了点头 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他有没有可能认别人做主人呢 这个恐怕不太可能吧 王霄者摇了摇头 略有些差异地看着我说道 除非三清神令换了别的人继承 李兄 你该不会是 没有没有 我连忙摇了摇头笑道 我就是随口一问 这小白还真的是有够忠诚他 神兽向来比人靠谱 王霄者颇有所感地说道 那倒也是 只是你说你身边忽然就多了 这么一个亭亭玉丽的大美女 你媳妇她能同意吗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王霄者问道 新月她应该不会介意吧 毕竟小白只是任三清神令为主而已 王霄者似乎也有些不太确定 说是这么说 可毕竟小白天天跟着你和你一起进进出出的 你媳妇难免会有别的想法 要是你实在不方便的话 让她跟着我也行 我勉为其难地说道 我不想跟着他神圈 小白立马在边上抗议了 啊 为什么 王霄者有些不解地看着小白 因为 因为他心思不纯 小白说着看了我一眼 这话一说出来 我顿时就尴尬了 我的意图有那么明显吗 应该没有吧 李兄 你这就过分了 小白是一条蛟龙 将来要画龙升天的 还是让他跟着我吧 这样最起码安全一些 王霄者黑着脸说道 他一句话就直接给我无情地拒绝了 这么多年的兄弟 果然到头来都是重色轻咬 得 不给就不给吧 等我哪天 自己也搞一条龙来玩玩 说话的功夫 张艺辰他们 也都从无极观后面的断崖上面 飞掠了上来 现在除了云须当人的身体 还没有找到 其他人倒是都没有什么事了 王霄者略微感觉了一下 随即向着东方说道 我师父的身体 已经被那道门前辈借走了 现在位于东方三百里开外的位置 那赶紧去追吧 莫提议道 哎 无妨 反正我也是早已都死过一次的人了 身体借给修为更高的道门前辈 倒也不算什么坏事 最起码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云须当人倒是极度大方 他把新月也带走了 王霄者皱了皱眉头说道 这 云须当人一听这话 顿时有些尴尬了起来 我听到这里 也是不免有些纳闷 那位道门先辈 借走云须当人的身体也就算了 把人家王霄者的媳妇带跑了干啥 难不成那老道人还想老牛吃嫩草 应该不至于吧 先找到他们再说 王霄者说完 便骑着小白朝着东方快速追去了 我也赶紧施展顿法 再次踏上了小白龙的脊背 能骑龙赶路 自然比自己飞要轻松多了吧 王霄者倒也没说什么 虽然他不愿意把小白给我 但让我骑一骑肯定还是没问题的 这脚踏白龙 飞地遁天 领略人间山河 还真是憋我一番风味 李兄 其实我一直都挺好奇的 你为什么跟林泽一样 总喜欢搞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你们这种人是不是变态啊 略空而行的过程中 王霄者忽然满脸认真的问我 你别瞎说 我这人正常的很 我只是喜欢漂亮的女人罢了 仅此而已 我咒骂了一声说道 那你好歹区分相物中好吗 我虽然听说过跨越性别的爱情 但是也没听说过 又跨越种族的爱情啊 王霄者一脸无语地看着我说道 你懂个锤子 人家许仙跟白素贞就不是爱情了 宁采臣跟聂小倩就不是爱情了 有时候你要用平时的目光 去看待万灵万物 要知道 我们都是生存在这天地间的生灵 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如果你这么一想的话就会明白 小白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他完全可以和我们站在平等的位置 而不是以人和动物来区分 我趁机给王霄者好好上了一课 可是现在我被你们踩在脚底 小白忽然开口反驳道 你说的倒也是 这世间万灵万物 的确应该处在平等的位置上 王霄者说着 忽然将我从小白龙的背上给拉了下来 小白再次幻化成人形 与我们并肩飞行了起来 这样应该算是平等了吧 王霄者看了看我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牛逼 我还能说啥 只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小白则是高兴地在半空中飞来飞去 白色裙带随风飘扬 宛如天地间的精灵般 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 这世界还真是奇妙 竟然能够创造出这般神奇的生物来 如果说 这也是天道的杰作的话 那么我也应该对他竖起大拇指才对 转眼的功夫 我们已经飞略三百里 来到了一座规模不大的小镇上空 此时放眼望去 整个小镇妖气冲天 呼喊声尖叫声 夹杂着混乱的呼喊撕破夜空 回荡在整个小镇的上空 久久不曾平息 我赶紧将念力扩散开来 很快便感知到了那妖物的存在 位于小镇靠北边的一条街道上 自虐的妖气摧残着周围的建筑 近乎一半的房舍都已经被移为平地 那妖物包裹在浓浓的妖气当中 一时间难以溃得其真容 也无法判断出究竟是什么妖物 不过却能够感觉出来 这妖物很强 而且借了云须道人身体的那位倒霉先辈 此时正在跟妖物大战 双方可谓是火力全开 但一时间却难以分出胜负 周围的村民早已经四散逃命去了 只有龙心月还躲在不远处 紧张地观望着眼前的战局 我看到你媳妇了 我赶紧提醒了王潇哲一声 结果话音刚录 他整个人便直接消失了 等下一刻出现 王潇哲已经来到了龙心月的面前 然后伸手搂住了他纤细的腰肢 一把将其带入怀中 随即抱着他很快就飞了回来 我跟小白这时候 也落在了远处的屋顶上 保证不会被肆虐的妖气所波及到 李兄 先帮我照看一下心月 我去会会这妖物 免得让他伤了我师父的肉身 王潇哲招呼了一声 然后便直接朝着战场飞掠了过去 龙心月则是看了我一眼 满不在乎的说道 谁要他照顾 你是不需要人照顾 傻呵呵的直接被人家拐走了 要不是我们追上来 指不定发生啥事呢 我没好气的说道 谁让人拐走了 我只是跟道长先行一步而已 龙心月不服气的说道 那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出来 云须道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我皱眉看着他说道 你什么意思 龙心月满脸不解地看着我 云须道人被戒身了 现在你所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云须道人 而是长埋在昆仑神宫当中的 某位道门仙辈 你说你这样的 跟着他到处跑 万一对方贪痛你的美色 对你起了歹心怎么办 我说着一有所指地 扫了一眼他那风营饱满的身子 你 你简直下流 龙心月一看我这眼神 顿时气得跺了跺脚 不过接着 他脸上也露出了些曲的后怕 随即支支吾的说道 这一路上 他 他确实说过一些奇怪的话 我还纳闷呢 原来 他已经不是道长了 第六百七十九级 你怀孕了 他说什么话了 我连忙好奇地追问起来 他说 以后跟我一起行走人间 斩妖出谋 拯救天下苍生 也是很潇洒的一件事情 还说 他年纪虽然大了 但是 也有一颗 年轻的心 龙心月说着 回尴尬地低下了头去 我去 这老不要脸的 我一听这话 顿时忍不住咒骂了起来 我就说 这老前辈带走龙心月 肯定没爱什么好心吧 结果让我给猜对了 他要是真的 只想借身去拯救天下苍生的话 又何必还要把人家媳妇给带走呢 男人的本性果然是不会变的 即便是长埋于地下不知道多少年 也一样喜欢漂亮的女人 而龙心月 无可厚非的 是一个活脱脱的大美女 只是他现在的身材 怎么看着 好像比之前丰满了不少 你看什么 龙心月留意到我的眼神 立马警惕了起来 还捂着自己的肚子 我 我是觉得你好像胖了 你最好控制一下 不然到时候老王真的就要翻墙头了 我好心提醒他 你个大傻串 我他妈不是胖了 我是怀孕了 龙心月说着挺了挺肚子 我这才看出来 他的肚子的确是大了一圈 怪不得看着像是胖了呢 刚才我竟然没有往这方面联想 你都怀孕了 多长时间了 我连忙好奇地盯着龙心月的肚子问道 关你啥事 孩子又不是你的 你激动个啥 龙心月没好气地说道 他这一句话 直接给我呛得说不出话来了 说什么呢 王霄哲忽然扛着云须道人飞掠过来 转眼就落在了旁边的屋顶上 看样子 他已经搞定了那妖物 并且把云须道人的身体给夺了回来 刚才我顾着和龙心月说话了 竟然都没有留意到那边的打斗 不过从这么快的速度来看 应该是分分钟解决了战斗那种吧 也没说什么 就是你媳妇怀孕了 这种好消息你竟然都不告诉我 我连忙岔开了话题 龙心月刚才说的那话 我可不敢再重复一遍 到时候就算老王明知道没什么 估计心里也觉着不舒服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 王霄哲说着腼腆地笑了笑 这家伙就是喜欢藏着掖着 果然是老实人从不张扬 要是换了林泽 估计早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了 刚才那妖物是什么来头 我赶紧询问了一下 刚才那妖物的事情 就是一棵老槐树成精了而已 不过倒数确实不弱 现在这天地间阴邪之气日渐昌盛 感觉妖魔鬼怪什么的都比以前厉害了不少 王霄哲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倒也是事实 所以现在这世道 你要是没有很高强的修为 就真的干不了斩妖除魔的伙计 老公 这小妹妹是谁啊 是不是那个渣男又找女朋友了 龙心月忽然凑到王霄哲耳边 好奇地问了一声 虽然他声音放得很小 但我跟小白还是都听见了 不是 这是小白 他是跟着我的 王霄哲这老实人就是不会说话 一句话说完 龙血的眼睛顿时就瞪了起来 不是你想的那样 媳妇 小白只是任三清神灵为主 所以现在我是他的主人 仅此而已 王霄哲一看情况不妙 连忙解释了一下 可是他这纯属就是越描越黑 你是他的主人 那他是你的丫鬟 还是小三啊 或者说 你也想学李十一那个渣男了 要再找几个媳妇是不是 龙血当场就发飙了 哎哎哎 你们两口子吵架就吵架 不要拖泥带水 纸桑骂怀的 在那里骂我好不好 我又没得罪你 我顿时就不乐意了 骂你怎么了 老王要是以后真的找别的女人 那也是你带坏的 你就是男人中最坏的榜样 龙血月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我 屈你妹的吧 关我啥事呀 我咒骂了一声 然后直接摆摆手走人了 懒得掺和他们这种夫妻间的矛盾 走小白 我带你浪去 临走的时候 我把小白给拉走了 这次他倒是没有拒绝 可能也觉得 留在现场有些尴尬吧 很快屋顶上 就只剩下龙血月和王潇哲两个人 看着王潇哲扛着他师父的身体 在那里跟龙血月讲道理的样子 我就想笑 那场面真的是太滑稽了 主要是云须道人他们这时候 也都已经赶过来了 但是看着两个人一副要吵架的样子 云须道人又不好意思上去要自己的身体 只能在远处看着 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我感觉 那个姐姐好像不太喜欢我 小白忽然有些情绪低落地说道 我召唤出轮回盘 一脚踏了上去说道 这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事呢 你可能不太懂 尤其是男人和女人 太复杂了 你还是做一条洁白的小龙比较好一些 那我现在变回去吗 小白也站在了轮回盘上面 有些差矮地看着我问道 不是变回去的问题 只是 人这东西 你还是不要去想了 做你自己就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胡乱地敷衍了两句 小白则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陷入了思考当中 完了 他果然还是要走向人性化的一面 动物一旦开始思考 就已经趋向于人性了 从而抛去了简单直接的动物性 当然 我这里所谓的动物 可并不是贬义词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小白忽然看着我问道 你问呗 我有些差矮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喜欢骑我 而且我感觉你说的那种骑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小白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看着我 我 我那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别想多了 我连忙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人家这么一条洁白的小龙 我忽然觉着 自己那种想法真的是太邪恶了 不行 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是吗 小白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明显充满了不信任 不过 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站在轮回盘上 眺望着远处 正在家庭内斗的王小哲和龙兴岳两人 两口子吵架有什么可看的 走 搁带你浪去 我说着心念一动 脚下的轮回盘 顿时朝着远空飞掠而去 小白顿时紧张了一下 差点从轮回盘上面跳下去 但他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 你就这样把我拐跑了 等一下神尊找不到我怎么办 小白看着我 略有些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他现在可没工夫搭理你 人家后院急火了 我说着轻笑了一声 随即略有些不满地说道 还有你以后别再神尊神尊地叫了 考得他好像神仙似的 你就叫他老王就行了 那可不行 我以前就管神令的主人叫神尊的 小白态度很坚决 果然是一条偏执的小龙 那你要管他叫神尊的话 那管我叫什么呀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问道 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搁带你浪去 那就叫你搁好了 这下总可以了吧 小白说着翻了翻白眼 这个不错 我一听这称呼顿时就乐了 他管我叫哥的话 那么叫王潇哲神尊 我就也能接受了 反正神尊就是一个称呼而已 但是哥那可不一般 我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 说这是我妹子 或者直接说 来妹子让哥亲一口 我在心里歪歪着 忍不住就笑出了诛声 第六百八十集 开醉野的车 喝醉烈的酒 哥 你是不是又心思不准了 小白看着我这副嘴脸 顿时娇穿了一声 然后撅起小嘴 气呼呼地看着我 没有没有 我就是觉着忽然多了个妹妹 还挺高兴的 我连忙摇头否认 这形象还是要保持好的 可千万不能让妹子 觉着我太猥琐 不然很容易 刚认的妹子 直接就没了 小白则是翻了翻白眼 明显还是不相信我 看来我这形象 在她心里彻底毁掉了已经 轮回盘一路飞空而过 不多时 便来到了一座城市的上空 此时下方的城市 依旧是灯火阑珊 不过街道上 却看不到几个行人 但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路人 在发现了头顶巨大的石盘之后 还是停下了 驻足观望了起来 有的人甚至激动地拿出手机 开始拍照录像 嘴里还喊着 飞碟飞碟之类的话 妹子 你见过现代科技化的人类文明城市吗 我回头里有些嘚瑟地问了小白一声 没 没见过 小白低头俯视着下方的城市 竟然有些看呆了 哇 这里的景色好美啊 那些五颜六色的灯火 太好看了 小白由衷地说道 既然你喜欢 那哥带你去浪一圈怎么样 我很是得意地看着小白 好啊好啊 小白一听这话 顿时就来了兴趣 但是有个问题啊 我们脚底下这石盘是不能下去的 不然很容易会吓到普通人 所以呢 最好是我收了法器 然后你载着我下去 我摊了摊双手 故作为难地说道 哥 你又想骑我 小白虽然单纯 但是显然也不傻 一听这话 立马就撅起了嘴来 一副不乐意的样子 我不是想骑你 主要是这轮回盘太大了 你看 下去很容易把人家房子都给压坏了 我极力地狡辩 那好吧 小白虽然有些不太情愿 但是 他也没有跟我掰着 说着便直接神行一转 化作了一条白色的角落 我则是心中窃喜 连忙将轮回盘收了起来 随即直接骑在了小白龙的背上 小白龙顿时嘶吼了一声 庞大的身躯 也开始极力扭动挣扎了起来 险些将我从龙背上摔下去 你干嘛呢梅子 我连忙用力地抱住他的龙躯 喊了一声 不是 你怎么真的骑啊 小白龙口吐真言 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我这不是尊重你吗 这样骑着总比踩着你要好吧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 那好吧 小白龙也是对我有些无语 说着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 然后直接载着我朝着下方的城市 俯冲了下去 我则是紧紧抱着他的龙躯 进风迎面袭来 那感觉别说还真的挺爽 就是这龙鳞太过坚硬了一些 个的人淡疼 此时此刻 我忽然兴致上头 就想赴诗一首 开醉野的车 喝醉烈的酒 找最美的姑娘 下一句交给你们 可惜少了酒啊 看来今夜得拉着小白龙 好好喝几杯 要不然都对不起 这美妙的骑龙之旅 下面街道上 那些原本在看飞碟的人 此时看到一条巨龙 忽然自天际俯冲下来 顿时都吓得丝萨而逃 尖叫声滑破夜空 充斥在整个灯火阑珊的城市 这一刻我李十一也彻底放开了 我要做一个奔放的人 转眼的功夫 小白龙便直接落在了一众大楼的天台上 龙爪出地 连人家坚硬的水泥地面都给直接抓裂开了 接着他龙躯一阵扭动 又化作了一身白衣 飘飘欲仙的小仙女模样 快走 不然等下人家就要找上来了 我说着赶紧一把拉起了小白的手 然后拽着他 从大楼天台的另一边跳了下去 几个起落便已经出现在了 树里开外的另一座街道上面 这个过程中 小白微微皱着眉头 看了我好几次 但是他没有反抗 只是在我松开他柔嫩的小手的时候 微微的有些不自然而已 我是你哥 拉你手怎么了 你可别想太多啊 哥绝对不是想占你便宜 我不是那种人 我连忙解释了一下 那好吧 我原谅你了 小白说着 将自己的手背在了身后 好像生怕我会再次拉他手似的 这单纯的小龙龙 别说还挺警惕的呀 就这样 我跟小白在街道上 肩并肩地逛了一圈 他对这城市里的一切 都显得非常好奇 尤其是当他看到街边 娃娃机里面的那些布娃娃之后 更是两眼放光 直接走不动路了 怎么 喜欢这种小玩具 走 哥给你抓一箩筐去 我说着 拍了拍小白的肩膀 然后拉着他横穿马路 直接来到了娃娃机的跟前 这种娃娃机里面的娃娃 其实都很难抓的 不过却难不倒我 买了币之后 每抓一次的时候 我都已念力 隔空将娃娃给操控着飞起来 爪子就是个陪衬的作用 所以一抓一个爪 当我连着抓了三四个的时候 旁边为数不多的几对情侣 都已经看傻了眼 尤其是那些女生 看向小白的眼神 那叫一个羡慕 感觉都恨不得 立刻马上原地 换男朋友了 对此 我除了向那些男生 抱以抱歉的目光 也别无他法 毕竟我总不能 自个儿抓了娃娃 去怂人家女朋友 那搞不好 可就真的把人家女朋友 给拐走了 最后在所有的羡慕眼神当中 我跟小白 一人抱着一大堆的娃娃 仰茬去 幸亏娃娃店的老板 不在这里 只是摆了很多 自动抓娃娃机 要是让老板看到 我抓走了那么多的娃娃 估计都得当场吐血了 怎么样 跟哥混不错吧 我迫切得意地 看着小白说道 男人有时候 就喜欢在女人面前嘚瑟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这个就连我也不例外 小白略先 勉强地点了点头 但是在眼神中 却透露着兴奋 却是怎么都掩饰不住的 我们接下来去干嘛 说完之后 小白又是满脸期待地 看着我问道 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 充满了好奇 要不 先去开个房吧 我说着 看了看自己 和她怀里的一大堆娃娃 不然 拿着这些娃娃 太不方便了 是先找个地方 把这些娃娃放起来吗 小白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 但是她有些担忧地说道 那万一被人拿走了怎么办 放心吧 会有人专门看着她 绝对不会被人拿走的 我拍着胸脯保证 那好吧 小白也没有反对 我想她大概都不明白 开房是什么意思吧 也不知道 她以前有没有住过酒店啥的 不过这个都不重要 很快 我便找到了市里 一家相当豪华的星级酒店 然后开了房间 我这个人对吃的没什么要求 但是对于住酒店这事吧 还真是不愿意将就 就喜欢住好的 这样既对得起自己 也对得起人家姑娘不是 来到酒店房间 小白很快就被这房间里 豪华的装修给惊艳到了 一双眼睛 好奇地在屋子里看来看去的 尤其是当她看到卧室那张 舒适柔软的大床之后 更是激动地将怀里抱着的 毛绒玩具全都扔在了床上 然后赶紧躺到上面去试了一下 这床也太舒服了吧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睡吗 哥 小白成一个大字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满脸兴奋地看着我问道 当然 你想睡多久都可以 第六百八十一集 人间纯粹 我心中泄喜 说着将怀里的毛绒玩具 也全都扔在了她的身上 将它彻底给埋在了一大堆毛绒玩具里面 而小白似乎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将一大堆的毛绒玩具全都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我站在床前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小白简直不要太可爱 两条修长笔直的牵牵玉腿 在裙摆下若隐若现 那薄纱一般的白色裙摆 都已经提到大腿根的位置了 修长窈窕的身段 更是整个埋在毛绒玩具里面 成了这些五颜六色毛绒玩具当中 为一道出众的风景线 尤其是这一身洁白如雪的裙装 更是衬托着它的甘性和圣洁 未曾沾染过一丝尘埃的纯粹 我有那么一瞬间 心生忌悚 很想自个儿 也躺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 然后将这个 宛若精灵一般的圣洁女子 拥入怀中 再亲切地拥吻她 就在这成堆的毛绒玩具里面 就在这张柔软舒适的大床上 但是最终我还是遏制住了 这种冲动的念头 我点了一根烟 独自来到落地窗前 然后眺望着 外面灯火阑珊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足以俯瞰整个城市 其实我也喜欢这种站在高处 一览中山小的感觉 那总会让人充满激情 但是此时此刻 不知道为何 我的心情竟然莫名地有些低落 我想大概是因为 我身后的床上 还躺着一个美丽 而又纯洁的女子的缘故吧 潜意识里 我早已经想到了 一亲方则 体位人间极乐 但是理智上 我又觉着不应该去那么做 是因为愧疚吗 对于陈灵他们 还是对于小白 亦或者 是我也不忍心 玷污了这份人间难得的干净 矛盾的心理 总是容易让人情绪低落 哇 这里好美啊 小白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落地窗前 他整个人趴在玻璃窗上 满脸兴奋地 眺望着窗外城市的灯火 不得不承认 这落地窗 夜间城市的灯火 是最为美丽耀眼的 胜过了屋内 所有豪华的装修与摆设 但是趴在窗户前的小白 无疑胜过了这般美景 那玲珑有致的身段 纤细的腰肢 浑圆的臀部 以及 他开心极了的时候 身体微弱地扭动弧度 无疑不再吸引着 我的目光与注意力 我甚至 都已经懒得去看 外面的夜景了 或许此刻 我只想从后面拥着他 然后一起 在68层高楼的落地窗前 欣赏着唯美的夜景 以及美妙的夜晚 我也真的是那样做了 小白的身体顿时剧烈颤抖了一下 然后便是浑身僵硬 空气都开始窒息了 小白趴在窗户前面 一动也不动 我甚至都感觉到 他全身的肌肉在紧绷 这小丫头实在是太紧张了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有别的举动 她的反应一定会很激烈 于是我只好慢慢地松开了她 哥 我 我们去外面吧 这里太热了 小白说着 别忙从我面前 陶冶似的离开 我则是忍不住善笑离声 这她娘的都是什么事啊 入夜已有三分 我带着小白 在街道上逛了一圈 最后找了一家烧烤店 然后好好搓了一顿 烤羊排 烤羊腿 羊腰子 这都是我的最爱 而小白 则是除了羊腰子之外 其他的都很喜欢 吃得满嘴流油 我也让她尝了一口 但是这丫头 说受不了那味 此时此刻 当然少不了酒 我一个人 喝了一打啤酒 小白 则是直接干了一瓶老白干 这酒量我真是服了 但问题是 她以前竟然没有喝过酒 没办法 人家跟咱不是一个物种 酒量 当然不是一个档次的 从烧烤店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些摇摇晃晃 感觉整个人都是飘的 不过好在 我也没有真的喝醉 毕竟修为在那里摆着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 这种飘飘然的感觉 所以并没有刻意地 将酒精逼出来而已 小白则是脸蛋红彤彤的 脸上犯着迷人的红韵 不过他同样步伐稳健 眼神清澈 一点喝大的样子也没有 哥 我们现在去哪啊 出了烧烤店之后 小白又满脸兴奋地看着我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这经历我可赔不住 我是真有点累了 这会儿就想躺在床上 好好睡一觉 要不我们先回酒店休息吧 明天再陪你玩 哥已经为你折腾得没力气了 我摸着后脖颈 眼神有些迷离地说道 可是 我有点不太想去酒店 小白一副难为情的样子看着我 难不成 你要在外面封一晚上呀 你都不累的吗 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也不是 就是 回去之后 在房间里待着 感觉怪怪的 小白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明白了 你这丫头 我笑着拍了下小白的脑门 感情她是在害怕 跟我在一个房间里发生点什么呀 放心吧 等会儿回去酒店之后 哥再开个房间 不会跟你一起睡的 我说着 给了小白一个放心的眼神 我 我不是说不能睡一个房间 就是 你抱着我的时候 感觉好奇怪啊 说到这里 小白的脸更红了 而且直接害羞地 低下了头去 那就不抱一起睡 可睡个的 这总行吧 我说着她的弹双手 小白听这话 顿时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那赶紧走吧 都大半夜了 我说着 拉起了小白的手 然后一路朝着酒店走去 结果 刚到了酒店门口 我就碰到了王小哲 和云须道人他们几个 本来我是想 自个儿带着小白浪一下子的 没想到阴差阳错的 竟然在酒店碰到了他们 这也算是巧了 你看 我就说吧 我只是小白的主人 很纯粹的那种 没有别的关系 至于李兄跟小白 是不是有别的关系 那我就不知道了 王小哲一看到 我跟小白手拉着手进来 连忙对身边的龙心也 解释了一下 这王八犊子 为了在自己媳妇面前 喜情嫌疑 真的是兄弟名声都不顾了 差难 龙心月则是 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鼻子里还发出了一声 非常不屑的冷横 有别的关系咋的了 我今天晚上就跟小白睡 看不惯你咬我呀 我说着搂住了小白的肩膀 然后一副挑衅的样子 看着龙心月 简直下流 龙心月说着跺了跺脚 然后又看向雨细瑶说道 细瑶妹妹 你都不管管她的吗 你看她现在 都这么明目张胆 她早就明目张胆了 再说了 她都不知道 有多少个媳妇了 我管得过来吗 你以为是你们家老王啊 雨细瑶说着翻了翻白眼 然后抱着胳膊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还是你懂事 我说着 对雨细瑶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黑黑地笑了笑 我是无所谓咯 不过 要是让幽机妹妹 还有你其他的媳妇知道了 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雨细瑶说着 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我一听这话 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 现在我这身边的女人 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那以后要怎么掌控局面 还真不好说 陈灵他们四个 肯定已经相处容下了 但是如果加上幽姬 雨细瑶 再算上小白的话 那恐怕得乱套了吧 放心 我不会跟你那几个媳妇告状的 不过你可得好好表现 雨霄说着 拍了拍我的肩膀 今天晚上到我房间里来 说完 她便直接上楼去了 第六百八十二集 你又在想什么呢 王霄哲跟云须道人 则是一副 无法形容的表情看着我 那眼神好像在说 迟早累死你个王八蛋 上楼之后 我们几个人 就直接分道扬镳了 各回各屋 各找各媳妇 当然 云须道人 只能自个儿独守空房了 哥 你是有很多女人吗 进了房间之后 小白忽然很好奇地问我 是 是啊 你介意吗 我有些不确定地看着小白 那倒没有 上一个神尊 其实也有很多女人的 我只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女人 别人看着却很少 有的人甚至没有 小白说着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那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男女比例失调吧 我胡扯了个理由 然后忍不住地在心里咒骂了自己两句 男女比例失调 你还找这么多媳妇 那不是要让这个世间好多个打光棍的吗 不过这种负罪感 很快就被我另一种理论彻底给推翻掉了 我觉着就算我没有这么多媳妇 该找不到女朋友的 估计还是找不到吧 毕竟这世间单身的女孩 也很多不是 又不是按人头分配的 谁都得有 这么一想 我心里也就舒坦多了 人嘛 总是要给自己找很多理由的 不然 你又怎么能够扎得那么心安理得呢 对了小白 你说上一个神尊 也有很多女人 该不会你也是 我忽然想到这事 神色有些骇然地看着小白 哥 你想啥呢 小白一听这话顿时就不乐意了 娇穿了一声 然后撅着小嘴说道 我那时候都还没有修炼成行 没办法化作人行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这里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你又在想什么呢 小白忽然凑上前来 神色不善地看着我 没想什么 我就是决战 你这么干净纯粹的姑娘 世间没有任何人能够玷污你 我略有些心虚地说道 嘿 小白一听这话 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即翻了翻白眼说道 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了 因为你这嘴巴太厉害了 不是 你就直接说我能说会道呗 别再说什么我嘴巴太厉害 这会让人误会的 我满脸尴尬地说道 误会 这有什么问题吗 小白满脸不解地看着我 也没什么问题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我赶紧摆了摆手 看来终究是我邪恶了 嗯 好吧 那你快去找那个姐姐吧 她不是说让你晚上去她房间吗 小白直接下了逐客令 我 我其实不太想去 我抓了抓脑门 有些纠结地说道 我今晚还是想跟你睡 那 那好吧 不过 你可能得睡地上 床上应该睡不下 小白说着看了看身后的床 表情里有些为难 没事 我睡沙发也行 我满不在乎地说道 这说是这么说 可等睡到半夜的时候 在哪儿睡 可就不好说了 我点了根烟 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小白也扑倒在床上 在那一堆毛绒玩具里面 滚来滚去 自己可在那里玩得不易乐活 我就纳闷了 滚床单这种事 难道我不比那些毛绒玩具 好玩太多了吗 还是说小白这丫头 就没有体会过那种感觉 所以想象不到 看样子 我必须得帮他 打开人生中 另一扇神奇的大门才行 不然他这一生 可就少了很多乐趣 念及于此 我便直接掐了手中的烟头 不管怎么说 人总要是遵从自己内心不是 只要小白不抗拒 那就让他一切顺其自然好了 我给自己找好了足够的理由 打算接下来发生一些美妙的事情 可是当我夺步来到床前的时候 却发现小白已经现出了原形 化作一条白色蛟龙 躺在了床榻上 虽然身形比之前小了很多 但是也同样 站满了整个床榻 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 这下我总算是明白了 他为什么说 床上可能睡不下了 原来这家伙睡觉的时候 喜欢现出原形 想到这里 我瞬间就蔫了下来 这要是真睡一起了 他忽然现出原形 那可就尴尬了 搞不好 我心里都得留下什么阴影 看来这事还是急不得 我伸手摸了摸小白龙的脑袋 然后便悄悄离开了房间 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走廊里的灯 显得尤为的昏暗 我走上前去 正打算敲开雨霄的房门 却不想这时候 走廊的另一边 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唾气声 那声音说大不大 但是却传遍了走廊的每一个角落 感觉就像是 有个人在你耳边哭泣似的相当诡异 我赶紧朝着走廊的尽头看了过去 那边空空如也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我却能够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存在 如今天地间 阴邪之气汇聚 其实碰到任何鬼怪灵体 类的东西都不奇怪 我只是有些好奇 这东西为什么敢在我面前出现呢 按理说 以我现在的修为 和我身上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 这种东西肯定是对我避之不及才对 更别说主动找上我了 想到这里 我脸色微微沉了下来 随即左手捏了一个结窍 右手并出剑指 已在眉心念了一串咒语 天清地明 日月同行 乾坤正气 动静幽冥 今成所至 今时未开 急急如律令 随着咒语念出 我的额头顿时射出了一道清光 转眼照在了走廊角落的位置 一道纤细窈窕的黑色人影 也在清光的照耀下 彻底显现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一下 感觉这人影多少些熟悉 但是却一时间 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 竟然是在哪里见过对方 何妨要念 我赶紧猛然上前一步 近在咫尺地 看着那人影轻贺了一声 那人影受到了惊吓 顿时缩成了一团 但奇怪的是 他竟然没有逃跑 你认识我 我连蒙周眉询问对方 但是那个人影 除了清醒的戳戏 根本就不回答我 正当我打算更进一步的时候 身后的房门 忽然搁置一声开了 我回头一看 却是羽西瑶 穿着性感的睡衣 站在门口看着我 等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 那黑色的人影 已经不见了踪迹 这让我心里多少 有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说 是某个我认识的人 出事了吗 你在干什么 羽西瑶向我半天没反应 忍不住好奇地问了我一声 没什么 我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不安 暂时压了下去 那你快进来呀 都说了让你今晚过来的 半夜了你还不来 在走廊里瞎溜的什么呢 雨霄一下不满地说道 你这是等不及了吗 我说着上前 一把将雨霄给横抱了起来 惹得她顿时惊叫了一声 进了房间之后 我用脚把门给关了起来 然后直接将雨霄扔到了床上 今晚肯定是要好好 给她收拾一番了 不然这压的老是喜欢跟我作对 怎么着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没得逞吧 人家小白龙可不是一般的姑娘 雨霄躺在床上 极其妖魅地看着我 要是得逞了 我还来找你干嘛 我说着 直接起身而上 低头吻了上去 一阵热气的拥吻之后 雨霄忽然推开了我 随即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说道 这么说 我是没有选择之后的将就呗 那你今晚自己睡吧 休想碰我 就让你干着急 你妹的 你又耍我是不是 我有些不爽地瞪着她 第六百八十三集 小轮回盘 耍你怎么了 哎 你咬我呀 雨霄满脸挑衅地看着我 我他妈 我咒骂了一声 随即直接再次低头吻了上去 雨霄虽然嘴上说休想碰她 但是在我迫切的拥吻之下 还是很快就瘫软了下来 到了后来 她甚至都开始主动迎合我了 双手搂着我的脖子 一副陶醉迷离的眼神 果然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又是一夜的翻云覆雨 直到第二天早上 我才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而雨霄瑶则是早就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道是下楼去吃饭了 还是又跑去哪儿浪了 我起床洗了个澡 然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才去找小白 敲开房门的时候 小白正穿着一件浴袍 头发湿漉漉的 显然也是刚洗完澡 我等她收拾完之后 再带她下楼一起去吃饭 顺便也叫上了 王潇哲和云须道人他们 谁知我们几个人 刚刚在饭店找了个位子坐下 张艺辰就找了过来 而且看她的脸色 似乎并不怎么好看 眉头紧皱着 出什么事了吗 我连忙问了她一声 张艺辰也没有说话 只是对我使了个眼色 示意我出去说 到底怎么了 跟她来到饭店外面之后 我忍不住问了她一声 你之前不是让我 跟踪一下雨西遥吗 今天早上她离开这里 直接去了九华山 我也跟了过去 张艺辰沉声说道 怎么样 我听到这里 瞳孔不由地收缩了一下 难道说 真的被我猜对了吗 我在那里感受到了 天道门门主的气息 所以没敢靠太近 就直接回来了 说到这里 张艺辰眯起了眼睛 据我推测 天道门现在就设立于 九华山上 听到这里 我的脸色是彻底沉了下来 想想昨天晚上 还在跟我同床共枕的人 竟然是天道棋子 这光是想想 就让人觉得一阵后怕 应该是天道傀儡无疑了 张艺辰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那她为什么 要在这个时候冒险 回趟九华山呢 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解地看着张艺辰 这个很难说 不过我看她早上 匆匆忙忙离开的样子 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 张艺辰若有所思地说道 很重要的事 我摸着下巴 略微思索了一下 难道说 跟我昨天晚上 在楼道里碰到的 那道人影有关系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事情恐怕就已经 非常不妙了 对了 之前幽姬忽然离开了 居住的酒店 她当时说过要去哪里吗 我赶紧问了张艺辰一声 之前我问过雨晰 她说幽姬告诉她 想回九华之地去了 所以这事 我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了 雨晰就是天道 埋在我身边的棋子 那么她的话 肯定就不能相信了 所以我忽然就些 担忧起幽姬的安危 这个我并不知道 因为当时 云须道人传来消息 说在昆仑山遇到了麻烦 所以我就立刻赶了过去 并不知道幽姬姑娘 后来去了哪里 张艺辰说着摇了摇头 随即皱眉说道 你是担心她 遭遇了什么不测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摇里摇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幽姬如果要回九华之地 肯定会跟我说一声的 不会就这样 不声不响地离开 况且之前 雨晰旁敲侧击地跟我说过 她说幽姬跟她说过 想回九华之地去了 这也不排除 她故意打消我 隐心的可能性 可是天道这么费尽心机地 埋一颗棋子在你身边 难道就是为了趁机 对你身边的女人下手吗 张艺辰不解地看着我 这种可能性很大 因为天道知道 我的软肋在哪里 我脸色极其难看地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直接 杀上九华山 去一探究竟吗 王霄哲紧锁着眉头说道 这天道门门主 毕竟是天道分身 究竟有多强大 根本就无法预测 所以我并不太赞成 现在就和她直接正面冲突 当然 如果你执意要走一趟的话 我必然会陪你一起去的 说完之后 张艺辰又补充了一句 还是别那么鲁马 我摇了摇头说道 我先去九华之地确定一下 如果游击不在九华城的话 那就肯定是出事了 到时候 只能上九华山一决生死了 说到这里 我抬头看向了天际 眼神也彻底冷了下来 我知道 天道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博弈到了这般阶段 任何手段 他都能够用得出来的 毕竟天道早已经撕破了脸皮 但是这一次说实在的 已经触碰到的底线了 也好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 还是跟你一起去一趟九尤之地 张一辰看着我问道 你留在这里 跟老王一起保护其他人 我想天道既然已经出手了 就绝对不会只抓住我一根软肋 我说着眯起眼睛 冷冷地笑了一下 另外 在我没有回来之前 就算雨萧再回来 你们最好也不要拆穿他的身份 仔细留意他的动向就行 免得到时候撕破脸皮 天道直接对你们下黑手 放心吧 这个我有分寸 张一辰点了点头 随即推测说道 不过以我的感觉 天道肯定能察觉到自己的棋子已经暴露 所以雨萧遥回来的可能性 应该很小 那最好不过 我点了点头 眯起眼睛说道 若是他真的回来 到时候我还得对他痛下杀手 那其实也并不是我想做的 毕竟他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只要身份暴露 是死是活都无管紧要 但若是让我亲手解决了他 难免会有些负罪感 毕竟怎么说也是同传共诊过 虽然是同传异梦 交代完之后 我便直接赶去了渭河那边 然后从鬼门关入阴间 直奔着九幽长而去 如今这阴间 阴邪之际明显已经稀薄了很多 就如同人间一般 天地正际也在逐渐消亡 这阴阳两界到了现如今 算是已经彻底调转过来了 整个九幽之地也变得空荡荡的 几乎看不到什么阴魂鬼物一类的东西 就连九幽城都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空城 城门大开 街道上空空荡荡 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鬼魂灵体 更是早已经不知具象 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残魂 偶尔飘过街头 宛如农村大山里面的留守老人一般 我沿着空旷的街道 一路入的城主府 这里同样一个鬼影都没有 也看不到任何的守卫阴兵 看样子 幽恒果然将九幽城所有的兵力都掉往了人间 只可惜 在上一次一场大战当中 绝大多数的阴兵 都已经惨死在我手中的轮回盘下 眼前的这种种 无疑不再告诉我 幽机并不在这里 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在整个城主府找了一圈 结果可想而知 我当然找不到幽机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回到九幽之地 得到确切的答案之后 我便直接返回了人间 这时候自然是耽搁不得 因为很显然 幽机已经落在了天道门的手里 不管对方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现在幽机的处境都很危险 所以 我必须得亲自上一趟九华山 与其等着 让对方来要挟我 倒不如我主动出击 先杀上门去 或许 还能给对方来个措手不及 第六百八十四集 神龙再现 我在心里如此盘算着 结果刚从鬼门关出来 就感觉到两股极其强大的气息 正从远处朝着这边飞绿而来 如今的人间 能够散发出这种气场的强者 绝对是趋之可数的 反正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所以我也没有可以隐藏气息 而是直接脚踏轮回盘 冲上了半空中 兵器将自身气场 也彻底释放了开来 远远的 我就看到一块巨大的石盘 如同飞碟一般 自远处横空而来 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来到了十米开外 我仔细一看才发现 那石盘上面站着的人 竟然是李璇和徐三桥两人 他们两个出现 我倒是并不意外 只是李璇和徐三桥脚下这石盘 多少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因为很显然 这石盘跟我的轮回盘是同款 最起码从外形上面看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而且那石盘上面 也同样散发着 阵阵恐怖的轮回之力 这个我很容易就能够感觉出来 大家一碰面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开口 我脚下的轮回盘 已经开始微微颤动了起来 感觉就像是 对李璇和徐三桥脚下的那块石盘 有了某种感应似的 前辈 这石盘 该不会就是小轮回盘吧 我连忙满脸惊诧地问了李璇一声 没错 这东西就是屹立于六道轮回当中 主宰万物生死轮回的小轮回盘 现在阴间鬼物 已经大举入侵人间 反正六道轮回也没人管了 所以直接被我们给夺了过来 李璇面无表情地说道 原来他们之前说是要去阴间 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夺着六道轮回盘去了 这东西看样子 应该也是有大用 先别说这事了 赶紧跟我们去趟北海 徐三桥招呼了我一声 去北海 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疑惑地看了看他 据说神龙在北海那边现身了 这事关系重的 我们得赶紧过去看看 徐三桥正色说道 先上来吧 路上再说 李璇也招呼了我一声 我只好收了自己的轮回盘 然后飞身来到了李璇他们身边 站在了小轮回盘上面 接着李璇抬手向前一指 小轮回盘便载着我们 快速朝着北海那边飞绿而去 前辈 这神龙自从上次在昆仑山飞走之后 便没有再出现过 为何现在忽然又在北海现身了 路上我还是有些耐不住性子 于是便问了李璇一声 神龙本来就是见首不见尾 很难愧得其踪迹 但是这与天博弈 他算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不能出岔子 最起码不能让他为天道所用 否则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李璇神色六弦凝重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听到这里不禁点了点头 那神龙的力量的确是无法估量 若是能够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 对抗天道的话 必然会增加很多的胜算 相反 若是他为天道所用 那我们的麻烦可就真的大了 虽然我也不清楚 那神龙究竟有怎样的力量 但是他被封锁龙井之后 其龙气竟然能够游走于山川 形成龙脉 福泽天下 甚至将大体灵气都给压制住了 单从这点来看 就足以证明 这东西究竟有多恐怖了 我想那一定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 思索的功夫 小轮回盘 已然载着我们来到了北海上空 此时放眼望去 只见整个北海上空乌云压顶 雷霆闪烁 一道道强大的法力 正在半空中汇聚碰撞 而且还有不少强大的修者 也都赶到了此地 正在不远处观望着 至于那神龙 则是正处在雷霆下方 庞大的龙躯 在半空中翻飞舞动 脚的风云变色 空间震荡 围在他周围的几名修者 很快就被这恐怖的力量 直接给震飞了出去 我大概看了一下 发现那几个对神龙出手的修者 竟然都是身着白衣 看样子应该是天道门的人 没想到这天道还真有此意 打算收服了这神龙为己所用 只可惜这般上古神兽 岂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降服呢 即便是天道 恐怕也得费一番功夫才行 我正在心里暗自思索着 天空中还降下了一道巨大的围体 直接朝着那神龙当头逼了下去 神龙则是不避不闪 高昂着头颅 猛然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 随即张口便是一道灼热的火焰喷了出来 直接朝着那半空中披落的雷霆迎了上去 火焰对雷霆 顿时产生了巨大的排斥作用 彼此碰撞消磨 强大的能量 使得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就这般僵持了数秒之后 雷霆忽然破碎 随即产生剧烈的爆炸 紧接着 一道恐怖的能量直接朝着四周蔓延了开来 所过之处 一切都化作了飞灰 下方的海面更是被掀起了巨浪 就连我们这个处在几千米之外的人也都遭到了这般能量波及 不少人全都被掀飞了出去 还好我赶紧施展法术 遥亮的龙霆忽然破碎了 这些人都被掀飞了 使得头顶那遮天蔽日的黑云都从中间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这时神龙的气息已经攀升到了顶点 他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喷出一大片炙热的火焰 直接朝着头顶那黑压压的云层烧了过去 火焰所过之处 云层都消散了不少 但就在这时 一道酝酿已久的雷霆终于自苍穹劈了下来 神龙虽然极力反抗 但还是被雷霆之力再次碾压到了海里 四面八方的乌云也开始疯狂地朝着北海上空汇聚 半空中雷声滚滚 电闪肆虐 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副末日即将来临的样子 这次神龙才刚刚冲天而起 便又有一道雷霆披落了下来 接着是第二道 第三道 接二连三的雷霆披落下来 神龙直接被碾压吊打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越来越多的羞者开始聚集在了这里 后来我发现 张艺辰他们竟然也赶了过来 此时已经落下了六道雷霆 神龙直接被披了个浑身冒烟 只能盘踞在海面上 甚至都没有冲天而起的力量 但是他眼中的力气却是越来越深 不断地对着苍穹发出一声声的嘶吼 两只灯笼般大小的眼睛 甚至都已经彻底变成了血红色 散发着骇人的光芒 就在这时 脚下的小轮回盘忽然动了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神龙飞略过去 与此同时 又有一道雷霆自苍蝇披落了下来 眨眼的功夫 雷霆之力便已经碾压到了头顶 我顿时有种想骂娘的冲动 连忙召唤出逆天之道 一道巨大的灰色漩涡顿时横在了头顶 这才将雷霆之力给揭了下来 虽然我也知道 李玄他们肯定会出手 但是你好歹提前召唤一声啊 我刚才都差点没有来得及 召唤出逆天之道 三个人就直接撞在天杰雷霆上面去了 这若是真的撞上去 即便我们三个人不会被劈死 恐怕也是要脱层皮的吧 你这小子反应还真是挺快的 本来想让你吃一道雷霆试试滋味的 徐三桥则是无耻地看着我笑了起来 要吃你自己吃 我可没吃胃口 我黑着脸说道 别大意 这神龙很关键 天道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李玄赶紧提醒了我们一声 第685集 我的软肋 他话刚说完 果然就有好几道强大的气息 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这边飞掠了过来 我扫了一圈 发现都是天道门的人 而且个个实力不弱 最差的也都是化神境界 其中甚至不乏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虽然说这些天道门的人都是天道魁来 比不上同境界的修者 但是到了化神之后 任何一个修者绝对都不能够小觑他 你好好依附天道 可千万别让天界雷霆再砸下来 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了 徐三桥赶紧招呼了我们一声 然后便直接朝着那些天道门的人杀了过去 李璇也是闪电般的初手 和徐三桥两个人各式雷霆手段 转眼的功夫 便已经连续灭掉了好几人 将那些天道门的人全部都挡在了外面 使得他们无法上前 与此同时 半空中也是又降下了一道恐怖的雷霆 但是我有逆天之道横在头顶 巨大的灰色漩雾 直接就将那雷霆给吞噬掉了 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半空中的乌云一阵翻滚 最后只好无奈地退散了开来 这时张艺辰他们也都已经杀了过来 跟天道门的人瞬间站在了一击 那场面不可谓不大 毕竟全都是霸神境界以上的强者的对决 举手投足锦 便可以开山猎石排山倒海 搅得风云震荡乾坤颤倒 我看头顶的乌云散开 便也很快地加入了战斗当中 巨大的灰色漩涡横空而过 转眼就将好几个天道门的高手 都给吞噬在了漩涡当中 可就在这时 一道纤细的人影忽然自远处飞略而来 直接掠过我眼前的巨大漩涡 手中长剑猛然刺向了我的面门 那一瞬间 我明显呆住了 以至于未能及时躲避 被锋利的剑刃擦过了脸颊 左脸上 顿时开了一道细长的口袋 伴随着阵阵的刺痛 鲜血缓缓地溢了出来 我赶紧飞身退开两步 随即不可思议地 看着那突然杀出来的纤细人影 主要是我没办法相信 他竟然会对我出手 幽鸡 我连忙大喊了一声 试图让他清醒 可换来的 依旧是夺命一尽 直刺我的咽喉 看来他已经被天道所掌控 或许已经沦为了天道傀儡 这一点我很清楚 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对他出手 只能再次闪身躲避 此时的幽鸡一身白衣 眼神冰冷 眉宇间透着些许的傲气 一副神圣而又不可侵犯的姿态 跟之前早已经判若两人 而且他的修为明显也增强了很多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也合了道了 原来这就是天道的目的 他不是想要要挟我 而是想借我所爱之人的手 来终结我这个天地间的唯一变数 何其歹毒的算计 李兄 他已经沦为天道傀儡了 你若是下不了手的话 让我来 张艺辰飞身来到我的身前 神色冰冷地盯着幽鸡说道 别赏他性命啊 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唤醒他的 我联盟拦住张艺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肯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幽鸡死去 即便他已经沦为了天道回来 虽然我知道这样并不明智 但是面对感情 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保持理智呢 杀 说话的功夫 幽鸡已然再次持剑杀了上来 依旧是招招毕命 一副不娶我性命 恃不罢休的样子 李兄傻开 张艺辰联盟一把推开我 随即浑身磨气翻滚 直接抬手一掌 朝着幽鸡拍了过去 乾坤震荡 恐怖的魔力 瞬间就将幽鸡震飞了出去 连带他手中的剑 都给震成了粉碎 张师兄 手下留情 我连忙大喊了一声 随即快速地朝着幽鸡飞掠了过去 谁知我刚刚扑到的近前 幽鸡反手 便是一直点在了我的丹田部位 我顿时感觉浑身经脉错乱 灵力溃散 连带着横在半空中的灰色漩涡 都瞬间崩碎掉了 天空中的乌云 又一次汇聚了起来 云层深处雷声滚滚 眼看着天结雷霆就要落下来了 但此时我浑身经脉错乱 灵气溃散 一时间根本难以召唤出逆天之道 情急之下 我只能一边抽身后退 一边将轮回盘召唤了出来 顶在了头顶 刹那间 巨大的石盘横空而过 近乎遮住了半边的天空 幽界在这时突然发难 猛然抬手一掌拍向了我的丹田部位 此时我浑身灵气散而不惧 一时间根本提不起法力来防御 若是被他一掌拍中 搞不好就要丹田破损 修为尽尸了 力归四神 乱魔吞天 张义尘忽然大喝一声 随即整个人彻底化魔 一道道恐怖的恶魔虚影 直接朝着我飞上了过来 那些恶魔虚影穿过我的身体 我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一扑在幽姬的身上 血浆的整个人都给淹没掉了 老公 救我 幽姬被万魔视身 忽然开始向我求救 并且发出了阵阵其力的惨叫声 张师兄快停手 我连忙大喝了一声 随即强行运转经脉 汇聚全身灵气 抬手一掌 便朝着那些恶魔虚影拍了过去 一掌落下 恶魔虚影顿时溃散了大半 幽姬也从那恶魔虚影的重重包围当中冲了出来 直接扑向了我 李兄小心 他并未恢复神志 张义辰则是现出原形 连忙提醒了我一声 谁知的话刚说完 一道雷霆 便直接毫无征兆地劈了下 随即猛然清醒 砸向了下方的海面 与此同时 幽姬已经扑到了我的面前 手中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把短剑 猛然刺向了我的胸口 我连忙反手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随即右手并出剑指 抬手一指便点在了他的额头上 这一只剑除 幽姬的元神瞬间被打了出来 但是他的元神 被层白色的光芒包裹覆盖 显然是有千道之力在加持 这种情况下 即便我打出他的元神也是无济于事 因为天道操控的本就是他的元神 根本无法将其从天道的掌控中剥离出来 骇阴 道阳 副灵 玄仓 我连忙捏绝念咒 随即抬手向前一指 一道道灵符 顿时在我的手掌前汇聚成形 随即 快速地朝着幽姬的元神飞了过去 转眼便化作了一方灵符囚牢 将其给困在了其中 至于幽姬的身体 则是失去了掌控 直接朝着下方的海面坠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声嘹亮的龙吟忽然传来 紧接着 小白庞大的身躯横空而过 稳稳地接触了幽姬的身体 小白 快带他离开这里 我连忙招呼了小白一声 小白龙则是再次发出了一声嘹亮的龙吟 算是回应 然后便驮着幽姬的身体 朝外面飞去 可惜他没有飞出多远 就被一道突如其来的雷霆踢住 直接浑身冒着青烟 从半空中栽了下去 看到这里 我顿时目瞪欲裂 这天劫雷霆之位 连半部天人境界的强者都挡不住 何况小白 一个还未曾化作真龙的小蛟龙 又如何抵挡得住呢 这道天雷砸下 小白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我正打算飞身追下去 这时接二连三的雷底 已经头披落了下来 几乎无差别的 踢向了张艺辰 李璇 徐三桥 还有王潇哲 他们几个半部天人境界的强者 小子 快挡住这天雷 剩下的交给我们 徐三桥连忙冲着我大喝里声 我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召唤出了逆先之道 一道巨大的灰色漩雾 横在了半空中 将劈下的天雷雷霆 尽数给挡了下来 但是幽鸡的身体和小白 这时已经坠向了海面 我根本腾不出手来施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如同炮弹一般砸进了海里 第六百八十六集 天道门门主 王潇哲连忙第一个冲了上去 将化作人形的小白 从水里捞了出来 但是小白此时 已经陷入了昏迷当中 而且浑身焦黑 身上衣服大片破损 显然是伤得不轻 另一边张艺辰 也赶紧冲入海里 将幽鸡的身体打捞了上来 刚才那道雷霆 虽然是披向小白的 但是幽鸡的身体在小白身上 显然也是遭到了雷霆的波及 衣衫多处破损 不过好在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 头顶上 又是好几道雷霆砸落了下来 但是尽数被灰色的漩涡 给吞噬掉了 最后天道 只好又散去了半空中的乌云 但是我却仍然 不敢收起逆天之道 免得天道又来个突然袭击 给大家无差别 扔一道天道雷霆下来 像张艺辰他们这种 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还好 就算硬扛天界雷霆 也不过就是受杀而已 但若是其他人被雷霆击中 那可是要轻刻丧命的 我脚踏轮回盘 一边操控了逆天之道 横在众人头顶 一边看向了幽姬的元神 此时他为我施展的灵符囚牢困在了里面 一时间难以突破 但是却仍然在奋力地攻击着灵符壁垒 想将其打破冲枪出来 这该死的天道真是卑鄙 拿我没有办法就开始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而且还操控我所爱之人 以此来挟制我 当真是无耻之急 我此时气得牙痒痒 但是却仍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幽姬已经被操控了 而且有天道之力加持在他身上 想将其唤醒绝肥意识 我早说过 你迟早要死在女人手里 天地循环 万物轮转 得其阴 尝其果 事事皆有定数 头顶上不然传来一声略带讽刺的娇笑 随即一道白色的人影从上方飞绿而下 很快便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一看来人 瞳孔不由地收缩了一下 因为这家伙 正是天道之前埋在我身边的棋子 与我同床共枕 不止过一次的羽西遥 你果真早已经沦为了天道傀儡了 我看着羽西遥神色冰冷地说道 不是傀儡 是戴天行事 与萧摇了摇头 神色高地说道 你们逆天而行 与天夺命 终究也难逃一死 还不如顺应天命 方可萧摇自在 长存于天地 萧摇自在 你真可笑 我冷笑了一声说道 沦为天道傀儡 供天道驱使 又何来这萧摇自在一说 你若真的想萧摇自在 就应该摒弃天道的束缚 如此方能超脱于天地 还有 你真的以为顺应天道 就能够长存于世吗 等灭世浩劫降临之时 你灭一样会化作劫灰的 天道轮回大陷将至 它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生灵 存回这个事件 尤其是人类这种高智慧生物 否则等它在下一个新纪元孕育成形的时候 它恐怕就不能够彻底掌控这方天地万物了 别忘了 天道也是自私的 它又怎么可能会留下这般隐患呢 你还真是了解我 一个空灵的声音忽然自我身后传来 我连忙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天际的尽头 一个身着灰色长袍 先锋道骨的老头正踏空而行 缓缓地朝着这边走过来 我一看这老头 脸色当成就变了 包括李玄 徐三桥 王潇哲 还有张艺辰他们几个人 看到这老头之后 更是神色巨变 这老家伙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就是所谓的天道门门主 天道的分身了 虽然他刚才那句话 等于是承认了自己天道的身份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天道是不可能 这般直接化作人形 显现出来的 所以他只能是天道分身 门主 雨霄和其他天道门的高手 赶紧对老头抱圈行礼 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猜测 我们又见面了 天道门门主走上前来之后 忽然看向张艺辰轻笑了一声 可惜今非昔比了 张艺辰也冷冷地看着对方 身上魔器翻涌 杀气缭绕 一副随时 都要出手与对方大干一场的架势 你化魔打破天道束缚 从而摒弃神性 回归人性的确是我未曾想到的 但即便你成就大魔之身 也终究难逃一死 天道之下 皆为蝼蚁 这世间万灵万物 不过是过眼云烟 终要消散待尽 没有人可以例外 天道门门主说着 缓缓地摇摇头 他的身上也缭绕着天地大道神韵 一副高高在上 神圣不容侵犯的姿态 你错了 这天地大道 虽包罗万象 但总会有所疏漏 所以自然也不会有例外 我看着眼前先锋盗谷的老头 淡淡地说道 你说得没错 老头轻笑了一声说道 大道武师 天眼四十九 终归会有那盾曲的一 这也是天道不能圆满的地方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盾曲的一 这封天地才算是真正的圆满 你虽然不在天地大道之内 但你终究是人 世人就会有弱点 不能摒弃人性 便无法超脱事外 所以你 仍然在天道算计之内 那你又怎么知道 这一环不在我算计之内呢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 哦 这么说你早就算到了会有今天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 你又如何扭转局面呢 老头儿 老头儿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不需要扭转局面 因为现在局势本来就站在我们这边 我说着抬手一招 那封锁了幽击元神的灵狐牢笼 瞬间便飞向了逆天之道 转眼就被灰色漩涡给吞噬了进去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摆脱天道的操控 你想太多了 天道门门主摇里摇头 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知道 这很难让他摆脱天道的掌控 但是却可以隔绝天道的操纵不是吗 只要没了这张底牌 天道就奈何不了我 我说着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个其实我也是刚刚才想到的 天道之力已经加持在了幽击的元神上面 我自然无法将这种力量 从他的元神当中剥离出来 但是只要我将他收进这逆天之道 被我的道则所包裹束缚 天道之力便不能够再操纵他 那么天道对于我的邪制 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你是天地间盾取的义 天道自然奈你不得 所以才有了我 真正的底牌并不是那个姑娘 天道门门主说着 猛然抬手一抓 雨霄顿时不由自主地 朝着他飞了过去 转眼便被他抓在了手里 他是天道傀来 你知道这并不能要挟我 我摇里摇头满不在乎的说道 的确 但是看着自己曾经的女人死在你面前 我想你一定会倒心不稳吧 没有摇弃人气啊 你真的就是被感情所束缚的 这就是你最大的软肋 天道门门主说着冷笑了一声 随即猛然抬手一掌拍在了雨霄的后背上 这一掌落下雨霄顿时浑身颤抖 张口便是一道鲜血喷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般场面的确是让我心神俱阵 虽然我知道雨霄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但我却仍然无法指使他此刻悲惨的模样 老头说的没错 人终究是被感情所束缚的 只要没有摒弃人性 就会有软肋 哈哈哈哈 雨霄忽然笑了起来 嘴角挂着血迹 神色猙獰地看着我说道 李世仪 烧起你虚伪的那一套吧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我也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之所以靠近你 只不过是为了找机会抓住你的软肋般了 我也做到了 有机就是我将它交到天道门手里的 第六百八十七集 毫里之差 天壤之别 你现在明白了吧 尸颖天道 不会让你长存于天地之间 只会让你死得更快 我看着雨细瑶 仲美说道 所以呢 你现在是希望 我在你面前装可怜 痛哭流涕 然后跟你认错忏悔吗 雨霄说着冷笑了一声 哈哈 别做梦了 每个人都会死 谁都不能例外 对于错 有那么重要吗 不过是一种选择罢了 死鸭子嘴硬 你真是病得不轻 我没好气地骂道 不是我有病 是这个世界有病 天道也有病 雨霄忽然生死历劫地大喊了起来 天狂让人死亡 但是我却忽然不想收走你的命了 总要有例外不是 天道门门主说着轻笑了一声 随即直接抬手将雨霄扔了出去 你应该杀了他的 我冷冷地看着天道门门主说道 不 我觉得这个难题应该留给你 虽然你很大的可能性是下不去手的 但是这个人就像一根鱼刺一样 我一直卡在你的喉咙里 看着你难受也算一件幸事啊 天道门门主说着 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错了 真正卡在我喉咙里的那根鱼刺 不是他 而是你 我说着双手交错 猛然向前一推 巨大的灰色炫雾顿时横空而来 直接朝着天道门门主吞噬了过去 面对如此恐怖的逆天之道 对方竟然丝毫都不拒 只是随意抬手一挥 一大片大道法则便直接撞了过来 竟然将灰色漩涡给撞向了一旁 接着老头人影一闪 下一刻便已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举手头足紧 天地大道流转 直接朝着我当头劈了下来 天崩 我连忙捏据念咒 抬手一直点了过去 谁知这刚一结束 我的天崩之术便直接被天地大道 给震成了粉碎 连带着我整个人都被震飞了出去 我的整条右臂更是传来一阵剧痛 感觉筋脉血管都已经被震断了似的 这一下我的脸色终于变了 以我现在的修为 竟然在对方面前连一个回合都过不去 这是什么概念 看样子 这天道分身的实力 应该已经彻底达到了天人之境 虽然只是比我高出了半个境界 但是这半个境界 却是我根本无法逾越的宏高 毕竟修为到了这种地步 哪怕毫里之差 那都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我赶紧招呼了逆天之道 横在了自己面前 随即心念移动 脚下的轮回盘上面 也是散发出了一道道轮回之力 面对这般强大的对手 我已经不得不亮出所有的底牌 使出浑身的解数了 而且即便是这样 恐怕也不见得就能与之对抗 李璇和徐三桥 还有王霄哲他们 也都各自分散了开来 全都神色警惕地盯着天道门门着 但是一时之间 谁也不敢轻易出手 毕竟面对这样的强者 一个不好 那可就要深受重创 彻底失去战斗能力的 甚至都可能丧命 你现在明白自己的差距了吧 我说过 天道之下皆为蝼蚁 即便你身怀逆天之道 是天地间唯一的变数 也不能例外 天道门门主说着 再次欺善而上 直接朝着我攻了过来 天地大道碾压而下 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我连忙双手猛然向前一推 巨大的灰色漩涡 直接朝着那天地大道 迎了上去 与此同时 脚下的轮回盘 也再次散发出 道道轮回之力 绕在我的身上 最终将我彻底 给包裹了起来 这天人境界的强者 手握天地大道之力 若不能护持己身 很难与之正面对抗 好在我还有轮回盘在手 轮回之力覆盖全身 董童宇在我周身布下了一层 极其坚韧的结界 即便是大道之位 也很难将其突破 覆盖天地的大道之力 直接碾压而来 瞬间便撞在了 我头顶的灰色漩涡之上 逆天之道疯狂的旋转 无尽的大道之力 顿时被吞噬了进去 但是这天地大道之力 实在是太过浩瀚了 即便是逆天之道 也很难彻底将其吞下 两者很快便陷入了僵尺当中 巨大的灰色漩涡震颤不已 连带着整个空间 也都在颤抖 就在这时 天道门门主 忽然凌空一指 朝着我点了过来 那一指 直接洞穿了 弥漫在半空中的天地大道 以及我头顶的灰色漩涡 直接朝着我眉心点了过来 天地轮回 万物转生 祸 我连忙咬过舌尖 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随即念动咒语 猛的一脚跺在了轮回盘上 道道轮回之力 顿时飞射了出去 转眼汇聚在一起 最终化作了一柄灰色的利剑 迎上了天道门门主 点来的那一指 两者相撞 乾坤再次震颤 我脚下的轮回盘 更是传来了剧烈的震动 灰色利剑瞬间破碎 化作一道道灰白之气 消散在了半空中 而天道门门主 点来的那一指 也被这轮回之剑 彻底给击退了回去 你身怀着逆天之道 与大轮回盘 的确是能够 立于不败之地了 怪不得好几次 都没能彻底解决掉你 天道门门主 说着轻笑了一声 随即人影一闪 直接穿过漫天的大道之力 直接朝着我扑了过来 太阴道极 无疾而生 报阴守阳 负令乾坤 定了 就在这时 李璇忽然双手捏掘 念动咒语 随即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随着话音落下 乾坤瞬间被封禁 时间和空间 仿佛都已经不存在了 天地万物 全都归于了静止状态 就连我 也感觉到了 强大的束缚之力 直接作用在我的身上 一时间根本难以摆脱 覆盖天地的大道之力 直接凝固在了半空中 我头顶上方 原本疯狂旋转的逆天之道 也变得极其缓慢了起来 那天道门门主 虽然勉强能够挣脱这般束缚 但是 他向我扑的速度 明显已经慢了很多 整个人也变得迟缓了起来 海洋道神万物本根 抱扬 首音逆转 苍生 开 另一边徐三桥 也同样捏绝念召 一道道阴阳之际 顿时在他面前汇聚成形 转眼 便化作一道 巨大的白色漩涡 随着他猛然 向前一推 直接朝着那天道门门主 吞噬了过去 危险临近 天道门门主不得不猛然转身 随即抬手 又是一大片大道法则 挥洒了过去 由于他此时 被乾坤之力所束缚 速度略显迟缓 所以 等他将那片大道法则 挥洒出去的时候 白色漩涡 已经撞到了面前 大道法则横扫而过 虽然将徐三桥施展的 白色漩涡 镇成了粉碎 但是天道门门主 也被那白色漩涡 给装飞了出去 厉鬼似神 万魔吞天 张一辰连忙抓住机会 大喝一声 随即整个人 彻底化作了滚滚魔器 直接冲上了半空 紧接着 魔器震荡开来 化作数以万计的恶魔虚影 直接嘶吼着 朝着那天道门门主 扑了过去 扑天盖地的恶魔虚影 瞬间就将那天道门的门主 给淹没掉了 一时间魔影 遮天蔽日 将弥漫在苍穹的天地大道 都给震散了大半 这下我总算是腾出手来 连忙操控逆天之道 直接将那被恶魔虚影 包裹的天道门门主 吞噬了过去 可是还没等我将其彻底吞下 一道恐怖的力量 便直接从那些恶魔虚影中间 震荡了开来 无数的恶魔虚影 瞬间被震成了粉碎 化作一道道黑气 消散了开来 与此同时 大道法则流转 震荡而过 直接将张艺辰 震的口喷鲜血 倒飞了出去 第六百八十八集 神进九天 法令如山 我连忙操纵逆天之道 横在半空中 才将那些恐怖的大道之力 给承接了下来 但是我也是被震得 一阵气血翻滚 险些当场喷穴 再看那天道门门主 虽然浑身一闪多数破损 看着多少些浪费 但是他显然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即便是刚才万魔加身 也未能伤到他根本 神进九天 法令如山 去 王霄哲此时也 肥神冲了上来 只见他双手捏绝 念动咒语 额头三清神令 再次浮现而出 随即迸发出一道 刺眼的金光 直接朝着天道门门主 飞射了过去 神令线 天地乱 这三清神令 总算是现世了 徐三桥看着 王霄哲额头的金光 破些感慨地说道 有点意思 天道门门主 则是冷笑了一声 随即双手在胸前 画动着奇怪的轨迹 铺天盖地的大道法则 顿时朝着他汇聚而来 最终汇聚在一起 化作了一道刺眼的白光 接着猛然双手向前一推 那白光顿时脱手而出 朝着刺眼的金光迎了上去 两道完全不同属性的光芒 瞬间撞在一起 直接产生了极其猛烈的爆炸 狂暴的能量四散开来 席卷了周围的一切 几乎将我们所有人 都给震飞了出去 我连忙将逆天之道 横在身前抵挡 也是未能挡住 这般恐怖的能量 同样被震飞了出去 连带着我脚下巨大的轮回盘 也都被震退了数百米圆 至于王霄哲 更是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甚至连额头都渗出了血迹来 这三清神令的力量 被对方挡下 法术的反噬之力 对王霄哲造成的伤害 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等到拆落定之后 王霄哲已经是战斗站不住了 脸色也是彻底苍白了下来 额头的鲜血 更是沿着鼻尖 一滴滴的缓缓滴落 不过刚才硬汉三清神令之危 天道门门主 显然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创伤 脸色很快就白了下来 不愧是三清神令 可信你修为不足 无法操控这浩瀚般的神力 否则还真有可能与我对抗一番 天道门门主说着 猙獰的笑了一下 随即直接闪身朝着王霄哲扑了过去 散开 徐三桥忽然大喝一声 随即和李玄操控着太极阴阳图 直接朝着天道门门主撞了过去 刚才我都没有留意到 他们是什么时候将这太极图给推演出来的 不过太极图横空而过 对于天道门门主来说 还是有些威慑力的 对方连忙止住脚步 随即调动天地大道 朝着横空而来的太极图赢了上去 这时候天道门门主显然已经谨慎了很多 不似刚才那般有恃无恐了 显然刚才王霄哲那一招 也是让他吃了些许的苦头 巨大的太极图 很快与天地大道撞在了一起 那一瞬间 整个苍穹都在颤抖 感觉天地都要被震得崩碎了开来似的 李玄和徐三桥 更是被这股巨大的能量 朕的口分鲜血 各自倒飞了出去 接着天地大道成片崩碎 阴阳太极图灰飞烟灭 连带着整个苍穹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仿佛这方地方 已经无法再承受这般浩瀚的能量 随时都要崩碎了开来似的 但是随着四面八方的大道法德 再次汇聚而来 很快就将苍穹之上的裂缝给覆盖掉了 尘埃落定 天际恢复了原样 就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天道门门主 只身立于苍穹之上 俯持着下方众生 宛如高高在上的天地主宰 而徐三桥和李玄 则是各自嘴角挂着血迹 脸色一片苍白 显然在刚才的对拼过程中 他们已经受了不清的伤 终究是实力差距太大 即便两人合力推演阴阳大道 也难以抵挡住这天地大道之位 再看着张艺辰和王潇哲 两人同样都是嘴角挂着血迹 身负重伤 张艺辰还稍微好一些 但王潇哲刚才和天道门的门主 对轰那一招 已经是伤起了根本 短时间之内再无战斗之力 但是也是只有他 对天道门门主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其他人几乎是零伤害力 败在了对方手中 这天道分身 终究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 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还保持着巅峰状态 虽然我有逆天之道 和大轮回盘在手 但是面对这种 在境界上完全被碾压的情况 我也是感到深深的无力 那种无力感甚至比直接面对天道时 还要来得强烈一些 天道再怎么说 也不过就是降下天劫雷霆而已 只要我有逆天之道在身 就可以挡下这雷劫 虽然我也拿天道没有办法 但是天道也同样奈何不了我 可是现在面对着天道分身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甚至与我的逆天之道 都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只能用自身修为实力 去与之对抗 那种胜算 简直与比天薄裕的胜算还要小 看来这到头来 终究还是逃不过天道的算计 他专门为我准备了这道坎 应该是很难过得去了 但即便如此 我也绝对不会认输的 天道早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也注定了这一切不可能被更改 可我不是一般人 我是天地间唯一的变数 只有你才是我的道 想到这里 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 忽然在我身上散发了开来 与此同时 逆天之道也攀升到了极限 来吧 殊死一搏 我抬起头来 冷冷地看着 当空而立的天道门门主 眼前的灰色漩雾 不断地扩张旋转 几乎遮住了半边天空 脚下的轮回盘 更是微微颤动 一道道轮回之力迸发而出 最终化作无数道灰色的利剑 悬浮在我四周 欲强则强 你果然不愧是 逆天之道的掌控者 天道门门主 用一种高傲而又欣赏的姿态 看着我 淡淡地说道 我甚至都有些欣赏你了 若非立场不同 说实在的 我都不忍心灭了你 废话少说 来吧 只要不是 我终究要腻了这天道 我说着 猛然抬手向上一指 大喝了一声 杀 随着话音落下 千万轮回之剑 顿时飞射而出 直接穿过巨大的灰色炫雾 铺天盖地般的 朝着天道门门主 飞射了过去 与此同时 我脚下着轮回盘也腾空而起 载着我冲向了天道门门主 看着千万轮回之剑 朝自己飞射而来 天道门门主 甚至都没有躲闪 只是抬手一挥衣袖 一大片大道法则 便是直接碾压了下来 道则所过之处 轮回之剑 全部被震的倒飞了回来 最终 全部射入了我面前的灰色漩涡当中 此时我操控了灰色漩涡 也已经碾压到了天道门门主的近前 面对着逆天之道 他终究还是比较谨慎 连忙双手交错 调动四面八方的天地大道 随即猛然抬手向下一压 道则汇聚 转眼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白色漩涡 散发着恐怖的力量 自苍穹之上 镇压了下来 两道不同属性的漩涡 瞬间撞在了一起 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则 也开始彼此疯狂地碰撞消磨 那一瞬间 我只感觉像是被坐大山压在了胸口似的 浩瀚的力量直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给我急 我猛然大喝一声 额头轻筋暴起 随即用尽全力 将面前的巨大灰色漩涡推了上去 强大的能量瞬间震荡开来 使得苍穹巨震 那由大道法则所画的白色漩涡 也终究被撞开了一些 扑的 紧接着 我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第689集 天道之眼 刚才强行撼动大道法则 虽然我也的确是做到了 但是在这种巨大的能量作用下 我已经是受了不轻的内伤 不过那天道门门主 显然也不是怎么好受 他此时正用尽全力支撑着眼前的倒作漩涡 整张脸都已经仗成了竹竿色 感觉应该随时都会喷血 我很想再拼尽全力 以致对撞一下手中的大道 但是此时我已经没有办法 再聚集起那种力量来了 强大的压迫感夹住在身上 使得我连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 更别说再次发力了 现在就只能仰仗手中的逆天之道了 此时我手中的灰色漩涡 正在疯狂地旋转 那白色的漩涡同样也在旋转 两者彼此消磨碰撞 强大的力量 使得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扭曲起来 而两道漩涡之间的每一次碰撞 都让我感觉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撞击在我的胸口 震得我嘴角不断地溢出鲜血 照这种情况下去 逆天之道还没有破碎 恐怕我就已经先支撑不住了 天道轮回 杀 我连忙深吸一口气 随即猛然大喝一声 随着话音落色 刚才射入灰色漩涡当中的千万轮回之箭 忽然又从灰色漩涡当中飞射了出来 直接穿过大道漩涡 朝着天道门门主飞射了过去 如此近的距离 他几乎都来不及做出反应 况且此时 他全力掌控大道漩涡 一时间根本扛不出手来 于是千万轮回之箭 几乎毫无悬念地 刺入了天道门门主的身体 几乎就在一瞬间 他整个人身上已经插满了轮回之箭 接着便被轮回之力彻底撕成了粉碎 没有了天道门门主的支撑 那大道漩涡也是很快崩碎瓦解 转眼便化作一道道大道法则 消散了开来 我连忙横推逆天之道 快速地朝着那一大片消散的大道法则 吞噬了过去 因为我知道天道门门主 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彻底挂掉 它可是天道分身 岂是这般轻易就能被我给杀死的 果不其然 我刚刚横推逆天之道冲江上去 便见一道白光自粉碎的大道法则当中飞射了出来 转眼就避开了灰色漩涡吞噬的范围 那白光冲出数百米之后 再次化作了天道门门主的模样 只是他此时浑身都散发着白光 而且整个人显得非常虚幻 像是没有了实体似的 看来刚才他的身体 的确已经被这轮回之力 给彻底绞成了粉碎 但是这元神之体 却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将其灭掉的 不过好在没了肉身 他的实力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太阴 道阳 赋灵 玄仓 开 想到这里 我连忙双手捏举 念动咒语 随即 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一道道灵符 顿时在窝手掌间汇聚成形 随即快速地 朝着那天道门门主的元神 飞射了过去 这种时候 自然是趁他病要他命的 可绝不能给他恢复元气的机会 飞射而出的树道灵符 迎风暴涨 转眼便化作了树杖大小 随即分裂四方 直接从四面八方 封住了天道门门主的退路 接着树道灵符猛然合并相连 很快形成了一座 树杖大小的灵符牢符 将对方彻底给困在了里面 这期间 天道门门主 倒是也没有躲闪 更没有反抗 只是静力在虚空 用一种非常漠然的神色看着我 那种眼神 让我很不爽 杀 我再次大喝一声 随即推动逆天之道 巨大的灰色漩雾 直接朝着天道门门主吞射了过去 那灵符牢符 转眼就被吞进了漩涡档中 但是天道门门主的元神 却并没有被吞进去 他几乎是在灵符牢符 即将被吞没的瞬间消失掉了 等下一刻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到了数百米开外 站在了另一边的虚空档中 本来你还是没办法理解 天人合一的妙处 我已经与这方天地合而为一 心念所动 便可出现在世间的任何地方 没有任何法力能够困得住我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杀死我 所以你就算是毁了我的肉身 也根本奈何不了我 天道门门主说着 得意地笑了起来 谁知的话刚说完 一道巨大的黑影 便猛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接着一张血盆大口吞噬而来 天道门门主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就直接被吞了下去 吞掉天道门门主之后 神龙直接仰天发出了一声怒吼 随即庞大的龙蛆猛然疼哭而起 直接撞向了暗无天日的苍穹 而我们所有在场的人 则是全部傻在了原地 这天道的分身 难道就这般被神龙直接一口吞下去了 他刚才不是还说 没有任何人能够杀死他吗 这岂不是分分钟打脸的节奏吗 转眼的功夫 神龙庞大的身躯 已经彻底撞开了苍穹之上 那一瞬间 整个天空都在颤抖 感觉这天仿佛都要被撞得碎裂了开来似的 不愧是神龙 怪不得李玄说 他在这场博弈当中 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力量 天道之下 恐怕再也没有能够一只匹配的生物了吧 人力在这种神兽面前 又显得何其微不足道 神龙一撞无果 顿时再次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怒吼 接着又是一头猛然朝着苍穹之上撞 那一瞬间 整个黑漆漆的苍穹 终于被撞得碎裂了开来 一道刺眼的红光 从裂缝当中透射而出 随即裂缝蔓延变大 很快便延伸到了整个天际 此时看过去 就像是整个苍穹 都从中间裂开了一条缝似的 这时候 我们处在下方的众人 已经彻底看傻了眼 别说是其他人 就连我和李玄 徐三桥 王小哲 还有张艺辰他们 这种半步天人境界的强者 也是看得彻底傻掉了 他竟然真的一头 把天给撞裂了 这是什么概念 小心 那是天道之眼 李玄忽然大喝了一声 随着话音落下 苍穹之上的裂缝 突然开始扩大了开来 那感觉 就像是一只 大到无边无际的眼睛 忽然缓缓睁开了似的 与此同时 天空裂缝当中的红光 也彻底迸发了开来 直接投射向了大地 红光所过之处 虚空泯灭 乾坤崩碎 万物都在快速地粉碎瓦解 神龙处在天道之眼下方 更是首当其冲 直接被那恐怖的红光 削去了半截身子 大片的鲜血 如同雨滴一般 自苍穹之上 喷洒了下来 神龙顿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随即拖着血淋淋的身躯 赶紧朝着一边躲了开来 很快便远离了天道之眼 所能照耀到的范围 下方众人看到这一幕 自然是吓得亡魂皆冒 赶紧各个施展顿法 朝着天空裂缝的两边 迅速地逃了开去 当然也有人逃亡不及 直接被恐怖的红光扫过 顷刻见便彻底化作了虚无 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赶紧飞身来到李轩的身旁 神色骇然地问道 天道已经睁开了毁灭之眼 从这一刻开始 蔑氏浩劫彻底降临了 李轩抬头看了看天气的裂缝 神色骇然地说道 这 我一下子竟然愣在了那里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蔑氏浩劫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 这跟我所想象的可完全不一样啊 要真是这样的话 等天道之眼彻底睁开 毁灭之光横扫整个世界 即便我身怀逆天之道 恐怕也无法阻挡吧 小子 这密室浩劫可才刚刚开始啊 你可别打退堂鼓 天道的毁灭之眼 你是无能为力 但你身为天底间唯一的变数 这天道也是奈何你不得的 徐三桥连忙在边上给我打气 第六百九十几 毁灭之光 你是说我的逆天之道 也能够抵挡住这毁灭之光吗 我连忙转头问了他一声 这个 我也不太确定 不过你试着就知道了 徐三桥说着仰了仰手 一副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的样子 Fuck 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声 然后赶紧召唤出逆天之道 头顶巨大的灰色漩涡 朝着照耀在大地上的 那道红光冲了过去 倒不是说我投铁 真的要去试一试 这天道毁灭之眼的威力 主要是王小者跟张艺辰他们 还在天空裂缝的另一边 这毁灭之光 直接将整个苍穹天地 都从中间给分裂了开来 而王小者他们 正好处在裂缝的另一边 而且这裂缝 还在不断地扩大蔓延 若是我不能够抵挡得住这毁灭 那他们就只能被逼得不断向另一个方向逃往 最终我们只能是离得越来越远了 他们两个倒是无所谓 分开就分开了 但是昏迷不醒的小白和幽稽的身体 可还在他们那边呢 我总不能置自己的老婆于不顾 随即我猛然冲向眼前的毁灭之光 另一边的王小者和张艺辰 也赶紧带着小白和幽稽的身体赶了过来 可怕的红色光芒 瞬间照耀在灰色漩涡之上 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也从苍穹碾压而来 直接就作用在我的身上 我连忙强提一口气 拼命地撑着头颈的漩涡 随即大喊了一声 快点过来 此时巨大的灰色漩涡 已经完全将那道 封割了天地苍穹的红光 给阻挡了下来 好在这毁灭之光 并没有能够洞穿逆天之道 所以只要处在灰色漩涡下方 就不会被毁灭之光所伤 张艺辰和王小者赶紧抓住机会 从漩涡底下飞速地冲了过来 此时我头顶上的压力 已经是越来越大 感觉像是整个天空 都朝着我压过来似的 灰色漩涡 更是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随着王小者他们冲过那道分割线 我也赶紧抽身而退 并且散去了逆天之道 因为根本就来不及收回了 我蓬在半空中的灰色漩涡 顿时崩碎瓦解 最终化作一道道难以察觉的灰色气体 又回到了我的体内 这逆天之道毕竟是我所孕育而成的 即便是消散在天地间 也同样会回到的体内 因为除了我 这天地间没有任何地方 可以容得下这一缕 与众不同的道 或者确切地来说 逆天之道就是我 我就是逆天之道 我的精神念力 早已经与这种道则融合为一体了 回到分割线这边之后 王小者和张艺辰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两个人 直接将幽稽的身体和小白交给了我 随即各自奔向了自己的所爱 我还以为你过不来了 我们要永远背着到天上的裂缝 你分割在两个世界 如果是那样的话 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恐怕都看不到了 龙星月扑进了王小者的怀里 一边说着 一边已经抹起了眼泪 怎么会 只要你在这边 就算是死 我也一定要冲过来 王小者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心想他娘的 要不是我刚才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以逆天之道 挡住天道之眼的毁灭之光 我就不信你敢飞蛾扑火 直接冲过来 另一边王维维 也是直接扑进了张艺辰的怀里 一副劫后余生 失而复得的欣喜模样 当然 最后也是喜劫而忌了 前辈 现在怎么办 我看了一眼天上 一直在不断扩大的裂缝 连忙问了李璇一声 还能怎么办 向我那边撤呀 如今这天道的毁灭之眼 硬扛也不是明智之举 徐三桥叹了双手说道 也只能这样了 李璇也是默然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 我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又看了一眼天界的裂缝 这整个苍穹天地 现在都已经彻底被天道之眼 分割成了南北两边 天道之眼正在不断地扩大 南边的人只能不断向南前移 从而躲避着毁灭之光 至于北边的人 则是只能不断往北迁移了 这道分割线 肯定是越不过去了 我想这一天 恐怕注定无数人要被彻底分开了 无论是亲人还是爱人 他们只能站在分割线的两边 从今往后 只能彼此越来越远 甚至临死都没有办法再见一面了 你还是先处理一下自己的私事吧 我们在南边会合 李玄说着 看了看我身边的小白和幽稽的身体 随即便跟徐三桥架着小轮回牌 直接朝着南边掠空而去了 这时张艺辰和王潇哲他们 也都飞掠了过来 紧接着云须道人 风云修张伟杰 林泽幽兰等等等等 所有熟悉的人 全部朝着汇聚了过来 最终所有人 全部踏上了轮回盘 然后巨大的石盘横空而过 宛如诺亚方舟一般 载着劫后余生的众人 一路朝南边飞去 轮回盘依旧在半空中 缓慢地飞行着 盘坐在四周的众人 也都相互无言彼此沉默 天道已经睁开毁灭之眼 灭世浩劫 随时降临 前途渺茫 生死未博 众人的情绪 自然也都高不到哪里去 而我此时 也是无暇顾忌这些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我缓缓抬手 向前一推 逆天之道 再次横空而出 灰色的漩涡 很快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接着 我抱起幽姬的身体 抬脚一步跨入了灰色漩涡当中 道则流转 乾坤封尽 幽姬的元神 还被禁锢在这方乾坤天地当中 但是他元神之上包裹的白色光芒 却是始终都未曾退去 那是加持在他的身上的天道之力 若是这种力量不能剥离出来 幽姬便永远无法摆脱天道的掌控 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毕竟幽姬现在的这种情况 等同于已经是合道了 人一旦合道之后 自我意识和本来的人性 就会被彻底摒弃掉 只剩下神性的存在 亦或者说是道性 所以人也就不再是人了 而是傀儡 由天道所操控掌握 像张艺辰那种 能够再次唤起人性 从而摆脱天道掌控的例子 从古至今 几乎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的 究其原因 算是王维维的情感召唤了张艺辰 但最主要的 其实还是在心中 种下了那一丝心魔 或许只有魔性的滋生 才能使它摆脱神性与道性 从而回归人性的一面 但相对应的 魔性的一面也同样会展现出来 不过堕入魔道 肯定比河道要好很多 最起码堕入魔道之后 人性的一面是可以保留的 不会被彻底摒弃掉 但是幽机显然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它并没有种下心魔 即便是对我的感情 也不可能将它的人性 重新唤醒过来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这种感情 能够唤起的一丝丝的人性 但若是没有堕入魔道的契机 它也同样不可能 从这种道化的状态当中摆脱出来 我甚至尝试着小逆天之道 去将它身上的天道之力剥离 但是这种法子显然也行不同 天道之力已经和它的原神融合在一起 若是我强行将天道之力剥离出来的话 那只会让它的原神和天道之力 一同消散掉 那当然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看来只有等到蔑氏浩劫之后 天道进入轮回 彻底削散在这天地之间 到时候天道之力也会随之削散 那时候幽姬自然就可以回归本性了 想到这里 我不禁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将幽姬的身体 也放在了这一方乾坤天地当中 道则流转 很快就将她的身体彻底包裹了起来 接着我抬手一挥 散去了禁锢着幽姬原神的道则 第六百九十一集 侮辱天道 刚一脱困 她身上的天道之力 便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白色的光芒很快覆盖了她的全身 使得幽姬的原神彻底化作了一个泛白光的窈窕人影 其实你可以让我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反正这道则包裹的世界我也翻不出什么风了 若是有了身体 还可以陪你在这里逍遥快活不是 幽姬的原神一边说着 一边脚踏虚空 身情款款地朝我走了过来 她的声音空灵而入动听 仿佛来自天外 那身上包裹的白色光芒 也幻化成了一件性感的白色长裙 衬托着她的身材 显得更加匀称修长 那绝美容颜 更是散发着神圣而又迷人的光辉 让人有种 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 那是天道之力加持的作用 我想若是换了一般男人 恐怕分分钟 就得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 但是这种诱惑 对于我来说 显然是没有什么用的 省省吧 别动歪心思 若真想在这里逍遥快活的话 我原神出窍也一样可以 我说着心念一动 原神直接出窍 瞬间便出现在了幽姬的面前 难不成你想神交 幽姬神态妖娆地看着我 眼神中秋波流转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怎么 天道也喜欢这种乌山云雨的把戏 我说着一把抓住幽姬的手臂 直接将她带入了怀中 这下幽姬的脸色顿时就些不自然了起来 但她还是装出一副春心荡漾的样子 脸上微微泛起红韵 眼神迷离而渴望地看着我 这可是众生快乐的原浅 试问谁不想呢 幽姬娇笑着说道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 随即直接附身朝着她吻了过去 幽姬的元神顿时剧烈颤抖 随即猛然推开我 然后逃也似的退了开去 怎么 你不是说也喜欢这种把戏吗 我一边冷笑着 一边继续向她逼近 够了 幽姬忽然轻贺一声 随即神色阴冷地看着我说道 懒得跟你玩这种欲亲故纵的把戏 反正就算你将她一直封锁在 这方乾坤天地当中 你也救不了她 我的一部分意识 早已融入了她的元神 所以她只能由我所操控 你说的没错 我点了点头 随即饶有兴致地看着幽姬的元神 天道 你有被侵犯过吗 我忽然不怀好意地看着她问道 你说什么 幽姬一听这话 脸色当场就沉了下来 我在想 你刚才不是说 你的一部分意识 已经融入到了幽姬的元神吗 那若是我跟幽姬现在进行神交的话 你是不是也能感同身受呢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间接性的 侮辱了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天道呢 说到这里 我直接忍不住笑了起来 想想天道操纵万物 掌控众生生死 一向都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若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我间接性地侮辱 她恐怕会羞愤地直接自杀吧 你敢 幽姬一听这话 眼睛顿时瞪得跟牛一样大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我不敢做的 即便你是天道 在我面前也不能例外 我说着猛然抬手向前一抓 四周的道则 顿时疯狂地晦聚而来 转眼便将幽姬的元神彻底禁锢 并且拉到了我的进前 接着我上前一步 伸手挑起了她的下巴 近在咫尺地打量着 随即猛然亲吻了上去 幽姬的元神顿时疯狂地颤抖了起来 感觉她到原地爆炸了似的 但是就在我疯狂索取的时候 她的元神却忽然陷入了 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 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具 没有意识的躯壳 看来天道也忍受不了了 直接切断了那部分意识 与幽姬元神的联系 本来我还想好好地羞辱一番天道的 看来这下也是没有机会了 无奈之下 我只好要调动四周的道则 将幽姬的元神彻底禁锋了起来 接着我便直接离开了这方乾坤天地 等我从灰色漩涡当中出来的时候 脚下的轮回盘 已经载着众人 来到南方边远地区的一座城市上空 李璇和徐三桥他们也停住在了半空中等待着我们 我回头看了一眼天际的那道裂缝 那地方倒是已经离着天地毁灭之眼 能够所照耀到的地方很远了 估计等毁灭之光蔓延到这里 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正好也可以略做休息 整顿一下 毕竟现在不少人都是负伤的状态 怎么样 能唤醒那女娃吗 徐三桥看到我 连王好奇地问了一声 不行 我摇了摇头 略有些无奈地说道 估计得等天道进入轮回之后 天道之力彻底消散 他才能够彻底摆脱天道的操控 这道也是 毕竟合了道 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摆脱的 不过你那么多女人 少一两个倒是也无所谓了 徐三桥满不在乎地说道 前辈请你自重一点 我神色不悦地看着徐三桥说道 什么叫我这么多女人 少一两个无所谓 那都是我的女人好吗 一个也不能出事 臭小子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徐三桥眼睛当场就瞪了起来 省省吧 你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李璇在边上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 徐三桥一听这话 气得险些吐血 不过他仔细衡量了一下 也意识到 自己好像的确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于是只好将心中的不快压了下来 得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是吧 很好 徐三桥说着摊开双手 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前辈 我们要不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大家都有伤在身 最好能够疗伤整顿一下 这样也有利于面对接下来的蔑视浩劫 我看向李璇提议说道 如此也好 反正这上级的毁灭之眼 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这里 那就先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 李璇说着看了看脚下的那座城市 然后当先和徐三桥架着小轮回盘飞掠了下去 我则是驱使着脚下的石盘紧随其后 下方城市里的那些普通人 很快就发现了自天际飞掠而来的两个巨大的飞碟 无数人跑到外面的街上观望 甚至还有人冲着我们呐喊 不过这种时候就不用在意这些了 反正世界都已经要毁灭了 所以让那些普通人发现我们的存在 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转眼的功夫 轮回盘便已经降落在了城市中心广场 紧接着我赶紧收起了轮回盘 因为此时大批量的普通人 已经朝着这边涌了过来 很快便将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些人几乎都是一副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们 也有很多人开始拿出手机拍照录像 他们真的是外星人吗 怎么看得跟我们长得一样啊 是啊 这衣服看着也跟我们差不多了吗 还有刚才那个巨大的飞碟 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 是隐形了吗 小心点啊 外星人跑到这里来可不是什么好事 搞不好他们是来占领我们的地球的 听着那些人七嘴八舌的议论 我总感觉他们幼视的有些可笑 但是转念一想 如果我也是个普通人 看到巨大的飞碟从天而降 恐怕也会将上面的人当成外星人吧 即使这也无可厚非 说白了就是眼界的问题 没有达到那种高度领域的人 自然很难理解这种现象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切当然是匪夷所思的 第六百九十二集 一记重拳 哎大家好呀 我是上帝派来拯救你们的 林泽忽然在这时候 跟周围的普通人开起了玩笑 当然也不排除 他只是想装逼 周围的那些人一听 自然都是半信半疑 不过也有一些人的确是信以为真了 毕竟现在这暗无天日 民不聊生的世道 有的人自然会祈祷 希望上帝能够出现拯救苍生 加上我们踩着巨大的飞碟从天而降 如果说我们是上帝派来的 或者是天上的神 肯定也会有人相信 至于我们是不是上帝派来拯救苍生的 这其实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 是大家希望我们是上帝派来的 那我们就是上帝派来的 上帝没有抛弃我们 真的有上帝使者来拯救我们了 也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 紧接着周围的人 第二连三的全都跪了下来 转眼哗啦啦跪倒了一大片 有的人甚至开始击倒了 当然 也有些较为理智的人 并没有直接下跪 只是在边上继续观察着 哎呀好了 大家都起来嘛 现在所有人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去 千万别出门啊 因为很快就会有妖魔鬼怪出现 来肆虐这城市了 到时候我们需要和妖魔大战 免得法力波及到大家 林泽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不过别说 那这法子真的还不错 周围的人一听 将有妖魔鬼怪来肆虐这个城市 也不管是不是真的 反正大多数人都散了 各回各家各吵各妈 速度内较一个快 但是等所有人都散了 却仍然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留在原地 那小男孩一直看着我 起初我都没有认出来 这会儿仔细一看 我才发现竟然是李文轩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脸懵逼地看着李文轩 直接就愣住了 之前在蓬莱仙岛的时候 倒是说过 要带他来外面的世界的 但是当时走得太匆忙 所以我给忘记了 只是他现在忽然出现在这里 的确是让我吃了一惊 不光是我 所有人都来到了这里 李文轩看着我 神色凝重地说道 他依旧是一副 睿智老长的模样 即便是脸上的稚气 还未曾褪去 但是他眼神中的那种深邃 也能让人感觉到 他完全不属于 这个年龄阶段的 智慧与阅历 所有人都来到了这里 什么意思啊 我一听这话 顿时就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若是好端端的 陈灵他们肯定不会 无缘无故地离开 蓬莱仙岛 跑到这地方来 既然他们来了 那就说明 蓬莱仙岛已经出事了 是天大的毁灭之眼 蓬莱仙岛首当其冲 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 一路逃亡到 这世界的边缘地区 李文轩说着 抬头看了看天际那道裂缝 此时天上的那道裂缝 已经越来越大了 看上去 就像是一只 大到无边无际的眼睛 已经睁开了一小腕 那其他人呢 有没有人出事 听到这里 我赶紧问了李文轩一声 其他人没事 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我得告诉你 一个不好的消息 李文轩略有些迟疑地说道 什么消息 我听到这里 也是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跟我来吧 李文轩说着 直接转身朝广场的 另一边走了过去 这时我自然也意识到了 情况不太妙 于是赶紧跟了上去 至于其他人 则是都识趣的 没有跟上来询问情况 只是等在原地 不多时 李文轩便带着我来到了 城市中心的一家医院 我一看是医院 心里更加没底了 照理说大家都是修者 就算有人在这 蔑视浩劫当中受了伤 那也应该不至于来医院才对 除非受伤的是普通人 比如我父亲和我母亲 还有顾小柔他们母女 到底出了什么事 想到这里 我再也忍不住了 连忙又问了李文轩一声 怎么说呢 奶奶去世了 李文轩说着 摊了摊双手 什么 我一听这话 眼睛直接就瞪圆了 他说的奶奶 不就是我母亲吗 肯定是我母亲无疑了 否则 他还会管谁叫奶奶呢 就在楼上 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李文轩说着 看了眼身旁的楼梯 我直接一个箭步便冲了上去 等我来到二楼走廊的时候 发现陈琳和顾小柔他们 全都在走廊里站着 还有墨岩他们也在 一大堆人 几乎将整个走廊 都给围了个水泄不透 我妈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赶紧冲上去问了一声 其他人 全都神色黯然地看着我 甚至有点 刻意地回避我的目光 妈 去世了 沉默了几秒钟 陈琳才红着眼睛 跟我说道 我听到这里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迹 连忙越过中人 直接冲进了病房里面 惨白的病床上 母亲安详地躺在那里 他的脸色也很苍白 但是看着 感觉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父亲则是呆呆地 坐在病床边上 直到看到我进来 眼神中才闪过了一丝光亮 不用太难过 你妈走得很安详 当时我就在她身边陪着她 我父亲倒是先安慰了我一声 到底怎么回事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我父亲 虽然说生老病死 我早就已经看透了 也知道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只是这种局面 对我来说 真的是太过突然了一些 你妈本来身体就不好 你也知道的 这一路逃亡 些许是受到了惊吓 病情突然就恶化了 这一切来得都很突然 我父亲说着 微微叹了口气 这何止是突然 简直是措手不及好吗 我在边上愣了好一会儿 才最终反应过来 但是一时间 却怎么也接受不了 我母亲已经去世的事实 或许那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吧 我总觉着她应该只是睡着了 很快就能醒过来 但是当我上前握住母亲的手时 我心中的幻想忽然就破灭了 她的手早就没有了温度 那是尸体才会有的冰冷 那一刻 我莫名地难过和压抑 有种想哭的冲动 但是这种情绪 终究被我给压制了下来 我并没有哭 甚至都没有落泪 心中反而生起了一股恨意 或者说是狠劲 天意弄人啊 这该死的天道 终究还是在这关键的时刻 给我来了一记重拳 果然是人就弱点 感情就是人最大的弱点 天道自然也是深暗人性 所以她故意在这时候 敲中了我的软肋 虽然不注意要我的命 但是却可以让我痛 就这样吧 确实走了也好 我们终究都是要死的 我父亲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随即自顾自地点了一根烟 走到窗户边上 默默地抽了起来 现在再也没有人管她抽烟了 我也点了根烟 然后走出了病房 走廊的所有人 都在用一种小心翼翼的眼神 看着我 陈灵 顾小柔 李静宇 苏满满 莫言等等等等 所有人都用那种说不出 肯定能够 以另一种独特的视角 看到这一切 我说着 故意轻松地笑了笑 陈灵第一个扑进我的怀里 然后顾小柔 苏满满也抱住了我 三个丫头 开始低声地啜气 李静宇则是站在边上 用一种复杂的 只有我和她 才能够理解的方式 看着我 第六百九十三级 万灵浩劫 李兄 对不起 我说过要保护好你的家人 莫言也是早上前来 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行了 对普通人来说 生老病死乃是常态 你就别自责了 我说着拍了拍 莫言的肩膀 接下来 就是给我母亲 办一场葬礼 让她风风光光地 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说人死如灯灭 但我还是举办了一场 极其盛大的葬礼 就当是 做给活人看的吧 最起码活着的人 能够稍微心安一些 一朝生死 恍然如梦 葬礼办完之后 我们也在这座城市里 继续停留了几天 这几天 我几乎每天都醉着 也不是借酒买醉 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短暂缓解一下 内心深处的压抑 世界依旧是黑暗的 但是天际 那刺眼的红光 已经撕开了 黑漆漆的天幕 可惜黑暗破碎之后 人们迎来的 却不是希望的曙光 而是彻底的毁灭 天道的毁灭之眼 依旧在逼近 于是我们不得不继续向南迁徙 巨大的轮回盘横空而过 幸存者皆踏上了 这末日最后的诺亚方舟 人类古老文明传承至今的飞碟 脚下的城池正在飞速后退 所有关于人类存在过的痕迹 正在逐渐消亡 消失 最终甚至都未曾留下一丁点的痕迹 一个种族崛起覆灭 一个时代的更迭 一个纪元的终结 人类在这浩瀚无垠的天地间 在这生死幻灭的时代长河当中 终究不过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但是 人类不会就此灭亡 因为我们溃见了规则的边界 以及边界之后 那朦胧中昙花一现的自由 只要耗死了天道 我们就是这天地间的主宰 永恒的主宰 不再被更高阶的存在奴役和掌控 不再被更高阶的生物所愚弄 世界开始变得辽阔了起来 脚下是一望无际的荒漠 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这里已经是世界的最边缘地带了 天道的毁灭之眼 还在继续蔓延着 我想很快 我们就会穷途没落 但是那又怎样呢 半空中庞大的虚影掠空而过 一声嘹亮的龙吟划破了苍穹 我赶紧将脚下的轮回盘 停住在半空中 随即抬头 朝着那庞大的身影看了过去 只见神龙此时 正在半空中盘旋飞舞 庞大的龙躯翻飞扭动 脚的天空震产 风云变色 但是他也同样在朝着一个方向迁徙 没想到神龙也被天道的毁灭之眼 逼到了这世界的边缘位置 而且上一次 他的身体被毁灭之光扫中 导致龙尾彻底断掉 到现在看上去都没有尾巴 直接变成了一条残路 不过看样子 他的力量显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此时神龙显然也发现了我们 直接从我们头顶上飞滤了下来 转眼便来到了轮回盘进前 当他那双充满力气的 赤红色的眼睛看向众人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得忍不住 往后退开了一些 这时我的心里其实也没有多少底气 毕竟这东西是上古神兽 他跟人不一样 你很难理解他的病性 万一对方忽然受性大发 对着轮回盘上面的众人 开始攻击的话 那恐怕直接就要折掉 一大半的人手了 就在大家紧张对峙的时候 下方忽然又传来了一声 震天的怒吼 我低头一看 只见巨人之魂 不知何时也来到了这里 那如同山岳一般的庞大的巨人之躯 从下方走过的时候 脑袋几乎都已经触碰到了半空中的轮回盘了 神龙此时也被这声怒吼给惊到了 连忙低头警惕地朝着下方的巨人之魂看了过去 大地忽然开始传来了轻微的颤抖 紧接着 无数的山青猛兽 如同洪水一般朝着后方飞跃 此时从半空中看去 地面上几乎是万兽奔腾 搅得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那些原本生活在南方雨林当中的各种野兽 也被天道的毁灭之眼 给逼得冲向了茫茫无际的荒漠 果然浩劫降临 世间万灵万物都不能幸免 此时神龙正在跟那个巨人之魂对峙 两者不动 我们也是不敢轻举妄动 如此大眼 对峙了一会之后 神龙当先发出了一声嘹亮的龙吟 随即从前而起 掠空而去 眨眼 便消失在了天际 至于下方的巨人之魂 则是继续迈开步伐 开始往前走 而且他一直位于轮回盘的下方 不仅也不慢 就这般一直跟着我们 或许他也知道 这一路的逃亡 并非是为了逃避 而是在等待最后的殊死一搏 也快了 天地间的红光越来越盛 天道之眼 忽然飞略来一道人影 我转头一看 才发现竟然是雨西遥 而且看他这样子 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当真以为 我不会取了他的性命不成 你们先走 我对众人叮嘱了一声 然后抬脚一步跨下了轮回盘 尽力在虚空 至于那巨大的轮回盘 则是继续载着众人 朝着远处飞掠而去 不出几个呼吸 雨西遥便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 看他这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显然也是追了一段距离了 李十一 我找你有事 雨萧追上来之后 刚稳住身形 便赶紧冲着我喊了一声 愁我有事 那你现在是代表天道 还是代表你自己 我冷笑了一声看着对方 我已经不是天道傀儡了 天道早已经收回了 加持在我身上的天道之力 所以我当然代表我自己 雨萧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说道 你觉得我信吗 天道弃子 向来不留活口 我说着摇里摇头 神色冷漠地看着雨西遥 我知道你不会再相信我了 雨萧神色欺然地看着我说道 我这次来找你 也不是求你原谅 我只是想让有机妹妹摆脱天道的掌控 你会有那么好心 我冷笑了一声 不懈地说道 收起那假惺惺的嘴脸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是想她再次彻底落入天道的掌控 从而抓住我的软肋 好胁迫我吧 我说的是真的 雨萧满脸焦急地说道 有机妹妹虽然已经合了道 沦为天道傀儡 但是她还有一缕残魂在我手里 只要将这一缕残魂 揉入她的原神 就可以唤醒她的意识 从而让她占据主导 一缕残魂 听到这里 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雨萧的话 我当然是不信的 但是她提到了一缕残魂 这让我多少有了些联想 没错 就是那天 在酒店的走廊里 她的一缕残魂 其实凭着本能 已经找到了你 只是当时 你没有认出来而已 我也正是因为这事 才冒险回了一趟九华山 雨萧略有些愧疚地说道 我听到这里 终于开始不淡定了 那天在酒店的走廊里 我的确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影子 只是没等我问出什么 雨萧就打开了房门 后来那个影子也不见了 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影子肯定是来找我的 而且那种熟悉的感觉 要说是幽机的一缕残魂 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当时幽机的一缕残魂 找到我 肯定是想告诉我什么 第六百九十四集 玻璃天道之力 我想当时雨萧肯定也意识到了 情况不妙 所以才及时出现 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然后又跟我翻云覆雨 等到我睡着之后 自己偷偷地 找到幽机的那里残魂 并且带回了九华山 这么一想的话 那他冒险回一趟九华山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你说的是真的 我皱起眉头 有些不太确定地看着雨萧肯 虽然按照我刚才的推测来看 他手里应该是有幽机的 一缕残魂的 但是对于这家伙 我已经很难再相信他了 所以 我还是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嘛 都这种时候了 你觉得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雨萧满脸诚恳地看着我 但是他现在表现得越是诚恳 我的疑心也就越重 毕竟他之前已经欺骗过我一次 而且骗了我很长时间 虽然说那是因为他沦为了天道傀儡 身不由己 但我知道 这其中还是有不少他的主观意识在的 加上他害过幽机一次 这竟是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若不是念在 我跟他曾经同床共枕过 恐怕我分分钟就会取了他的性命 幽机的那一缕残魂在哪儿 我沉引了一下 随即神色冷漠地看着雨萧问道 就在我的身体里面 你只要让我看到幽机妹妹的原神 我就可以将这一缕残魂打入他的原神当中 从而唤醒他的自我意识 想都别想 我直接冷笑了一声 让他看到幽机的原神 而且还让他将一缕残魂打入幽机的原神当中 真以为我那么好忽悠吗 万一他心存胆意 恐怕幽机直接就要被他给害死了 再者说 如果他将自己的意识打入到幽机的原神 那么到时候 就算摆脱了天道的掌控 恐怕唤醒的人也不再是幽机 而是他了吧 你还是不相信我 雨萧神色暗淡地看着我 一副伤心道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样子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你是想让自己的意识 在幽机身上重生吧 这样你就可以脱胎换骨 换了具身体 甚至换了一个身份 继续折服在我的身边 我说着冷笑了一声 随即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 栽两次跟头 之前林青那事 就让修罗圣女摆了我一道 我可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 跟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同床共枕 自己还不知道 这事光是想想 就让人觉得后背发冷 雨萧忽然倾笑了一声 嘴挤神色暗然地说道 没想到在你的心里 我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你这么恶意地揣测我 其实也无可厚非 毕竟我之前欺骗过你 我认了 你要是恨我的话 就恨吧 不过我还是希望 有机妹妹 能够摆脱天道的掌控 说着 雨萧捏了一个诀窍 随即抬手 一直检在了自己的眉心 接着 我便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 从她身体上脱离了出来 或者确切地来说 应该是被打了出来 那黑色的影子 依旧窈窍修长 离开雨萧的身体之后 略微显得有些木冷 但是停顿了一下之后 她还是缓缓地 朝着我飘了过来 这就是犹极妹妹的 一缕残魂 若是没有身体寄生 很快就会散掉 要怎么做 你自己决定吧 说完这番话 雨萧捏便直接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看着漂浮在我眼前的 那条窈窕身影 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熟悉 但是这面部轮廓 实在是太模糊了 整个人 就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 根本无法辨认 这种情况下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她终究是不是 幽济的一缕残魂 就看雨萧遥 是不是在骗我了 沉引了一下 最终我还是召唤出了逆天之道 然后以法力牵引着那道人影 跟她一同 飘进了灰色漩涡当中 道泽进风的乾坤天地之内 那人影一进入其中 便直接被四周的道泽之力 给禁锢了起来 我这也是为了保险体贱 以免雨西遥又使了什么手段 将那个人影进风 在半空中之后 我才原神出窍 然后上前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对方 观其姿态神韵 倒是的确跟幽济分毫不差 看样子应该是幽济的一缕残魂 错不了了 只是不知道 有没有被雨萧做了什么手脚 而且她现在 这种魂魄不全的状态 即便是我的原神肢体 也没有办法与之交流 犹豫了一下 我最后还上刀则 包裹着这道人影 缓缓地朝着幽济的原神 靠拢了过去 原本闭目养神的幽济 这时 忽然猛然睁开了眼睛 随即 用一种非常冷漠的眼神 看着那缓缓靠近的人影 你想用这种方式 来唤醒她的自我意识 幽济说着忽然冷笑了一声 随即 神色从容地看向我说道 即便你真的唤醒了 她的自我意识 她也无法摆脱 天道之力的掌控 我照样可以左右她的神志和心性 那是当然 不过对我来说 只要唤醒她的自我意识就够了 我说着 猛然抬手一直点在了那黑影身上 直接将其打入了幽济的元神当中 这下幽济的元神 顿时开始疯狂地扭动挣扎了起来 似乎想要挣脱四周道则的束缚 我连忙抬手向前一指 充斥在这方天地当中的道则 顿时疯狂地朝着幽济的元神汇聚了过来 转眼就将她整个人都淹没在了灰蒙蒙的道则当中 紧接着 逆天之道便开始渗入到幽济的元神 缓慢地将她身上的天道之力给剥离了开来 此时幽济的眼神也终于有了变化 脸上呈现出了极其痛苦的表情 老公 幽济忽然喊了我一声 随即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 整张脸也开始痛苦地扭曲起来 这种将天道之力从她的元神当中剥离出来的过程 当然是极其痛苦的 不过好在这时候幽济的自我意识已经被唤醒 所以我倒是可以放开手脚 大胆思维 不用担心她的元神会直接散掉 伴随着一波接一波的凄厉惨叫 包括在幽济元神当中的天道之力 终于被逆天之道一点一点地给剥离了出来 最后那天道之力直接化作了一道泛着白光的人影 近乎透明那种 幽济这时候夜景痛苦地快要虚脱掉了 元神之力变得极其虚弱 仿佛随时都会消散掉似的 我连忙再次抬手一步 将她的元神直接打入了身体里面 人的元神和魂魄一旦离体 就会变得极其脆弱 但是只要回归之后 在身体的滋养之下 就会逐渐恢复过来 所以只要她元神归位 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至于那被道泽包裹禁锢在半空中的天道之力 这时候对我来说 自然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 天道显然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那道散发着白光的人影 几乎都没有反抗 很快便彻底消散掉了 对于天道来说 散去这么点微弱的力量 几乎可也是完全忽略不计 但就是这么一丁点的天道之力 却能够完全操控左右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生物 当然我肯定例外 因为我有逆天之道在身 即便是天道之力 也奈何不了我 更别说操控或者左右我了 看着那道白色的人影逐渐消散开来 我的元神也回归了本体 然后将仍然处在昏迷当中的游击给爆了起来 他这会儿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和脉搏 只是元神受创较重 变得异常的微弱 所以仍然是处于昏迷当中而已 第695集 我是迫不得已 看来雨霄这次真的是没有骗我 他也算是将功赎罪吧 但这仍然不会让我对他放松警惕 或者是重归信任 对于我这个人来说 欺骗过我一次的人 我基本上已经很难再相信对方了 我抱着昏迷的游击 走出了灰色宣布 然后收起了逆天之道 接着便继续朝前方的轮回盘 和其他人追了上去 身后的毁灭之光 已经越来越近了 危险就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所以我们被迫不得不继续往南前行 一直被逼到世界的边缘 很快我便追上了前面的轮回盘 可是当众人看到我怀里抱着游击时 神色显然多少都有点诧异 尤其是陈灵他们 因为他们并没有见过游击 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 所以现在忽然看到我抱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子 几个人好奇心一下子就上来了 不过好在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敌意 这也算是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踏上轮回盘之后 我赶紧上前和陈灵他们解释了一下 或者确切地来说 应该告诉他们事实和真相 游击早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所以这种事当然还是要告诉陈灵他们 只是之前他们彼此一直都未曾碰面 所以我也没好意思提及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也不得不正面面对了 我就知道你这家伙肯定会在外面沾花柔草 果不其然恶你 陈灵指着我 略有些沉怒地说道 不过他显然也没有真的生气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至于李静宇和顾小柔 还有苏满满三个人 则是什么话也没说 李静宇依旧显得很淡膜 顾小柔则是有点懵 至于苏满满 则是冲着我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一副你完蛋了的样子 我也不是沾花惹草 当时的确是形势所迫 我没办法所以才 我赶紧极力地狡辩 你的意思是 他强迫你了 陈灵瞪着眼睛问道 那倒也不是 只是当时的情况 真的很复杂 我只能如此含糊其词地狡辩 总不能实话实说吧 那我可是真的动了心的 坦白说 就是贪恋幽机的美色了 至于幽恒欺负我兄弟 所以我要睡他妹妹那事 完全就是当时 给我自己找了一个 合理的借口罢了 这种事 我不可能拿来忽悠陈灵 他铁定明白咋回事 所以还是不说了 我就说嘛 他要真的强迫你 你还能反抗不了 除非你压根就不想反抗 陈灵说着翻了翻白眼 就是啊 我看主人肯定就是看到美女又走不动路了 你再这么下去 就得建个后宫了 苏满满也非常不满地说道 建你妹的后宫 要建也是建个冷宫 然后直接把你打入冷宫里 我说着瞪了苏满满一眼 吓得他赶紧躲到了陈灵的身后 至于其他人 则是都用一种难以理解 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或许他们是在惊叹 我怎么能够在这么多的女人之间掌控平衡 把握局面 甚至是游刃有余的 而且关键是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敌视情绪 而且相处得很融洽 其实这事别说是他们 就连我自己 有时候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他知道我们几个人的存在吗 陈灵打量了昏迷不醒的幽击一下 随即看着我正次问道 看样子 他还是挺在意这方面的 放心吧 他知道我有好几个老婆 愿意做妾的 我连忙说道 做妾就算了 大家姐妹相称就可以 不过说真的 你要是再加人的话 这可就超远了 陈灵说着 喵立眼不远处的陈萱萱和陈晓晓说道 毕竟还有他们俩呢 加起来开两桌麻将 人都太多了 你总不能直接开个麻将馆吧 那是那是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 我连忙点了点头 善笑着说道 陈灵忽然凑到我耳边 咬了我耳朵一下 嘴挤没好气地说道 要不是现在环境不合适 我就好好地收拾你一分了 直接帮你精力耗尽 看你还有没有力气 逗出振花惹草 我一听这话 顿时浑神一个机灵 别说这个我以前 还真的没有好好考虑过 万一以后大家生活在一起 这么多老婆 若是每个人 都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不是很快 就直接变成人杆了吗 想想都觉得可怕 祖人啊 人家又到那个时期了 苏满满也在边上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一副春心荡漾的样子 先忍着 这种时候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黑着脸说道 毕竟那么多人呢 我总不能先带着他 找个地方去解决一下吧 轮回盘一路向前飞掠 这时候众人 反而开始逐渐放松了下来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 坦然接受了 这即将到来的毁灭吧 人一旦坦然了死亡 就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了 巨大的轮回盘横空而过 不知道飞掠了多久 下方漫无边际的沙漠 早就被远远抛到了后面 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 世界边缘的一个极其渺小的国度 或者确切来说 那应该是一个部落 地面上燃烧着巨大的篝火 无数人围着篝火跳舞 呐喊狂欢 像是庆祝着什么 又像是在举办一场 最后的人独盛宴 或者我们也应该在这毁灭来临之前 进行一场最后的狂欢 好好放松一下 然后坦然面对浩劫的降临 没等我说出自己的想法 众人便已经陆陆续续地飞掠而下 加入了下方盛大的沟火舞会 和那些陌生的人族一同狂欢了起来 嘿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走 李兄 嘿起来 林泽招呼了我一声 然后便拉着幽兰 兴致勃勃勃地冲了下去 我也操控着轮回盘 自半空中飞绿而下 很快便降落到了地面上 这时那些狂欢的人们 显然也发现了我们 但是没有人表现得太过意外 就好像看着巨大的飞碟横空而来 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他们仍然在进行着自我狂欢 甚至是接近于疯狂那种 那男男女女抱在一起 诸多画面不可描述 大家也都毫不避讳 篝火上 无数身着奇装异服的妙龄女子 在翩翩起舞 偶有赤裸上身的男子冲上前去 直接将其暴走 或者就是在篝火不远处 找一块空地 直接上演动物本能 我感觉他们都疯了 果然是天若要其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而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大多数人此时都已经加入了其中 和那些疯狂的人 一样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狂欢派对 比如林泽 早已经扑进了那些妙龄女子的怀抱 一边大口地喝着美酒 一边搂着陌生的美女 仿佛已经找到了自己小的极乐 这种场面 对于她来说 的确是再好不过了 至于幽兰 则是神色冷漠地站在一边看着 除了她以外 像李璇 徐三巧 张艺辰等修为高强之人 也同样没有加入这场狂欢 他们只是在不远处 默默地观望 并且时不时地皱起眉头 说到底 大多数人 终究是没有能够摆脱动物的本性 若理性无法压制兽性的时候 人和动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还算保持着一定的理性 所以 我并没有加入这场狂欢 虽然不得不承认 那些美丽的妙龄女子 个个都很吸引人 但是比起我身边的女人来说 终究还是差了不少 这时陈灵她们 几乎全都是围绕在我的身边 我没有加入这场狂欢 她们当然也不会加入其中 但是 我们不加入 并不代表别人不会找上我们 第六百九十六集 万妖国 比如此时 就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 直接扑了上来 打算直接将李静宇抱走 但迎接她的 自然是一体重 直接将那男人打飞了出去 吵死 我冷哼了一声 随即神色警惕地 扫了周围一圈 这时候很多人 都已经是接近疯狂的状态 而我身边 又有这么多角色美人 难保不会有那种傻缺 直接往铁板上撞 那个被我一拳打飞的家伙 此时竟然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又不依不饶地扑了上去 本来已经到了这种时候 人足所剩无几 我也不想对同类痛下杀手 但是这种不知死活的家伙 的确是有些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于是我直接抬手向前一指 那男人脚下的地面 瞬间军裂开来 形成一道裂缝 直接将其吞噬了进去 接着我双手一合 裂缝迅速合避 直接将那个男人 封进了地面当中 对于这种不知死活的家伙 最好的法子 当然是让他永远消失 可是当我将那个男人 封进地面当中之后 在场的人 却一下子 忽然都安静了下来 接着所有人 都对我投来了 充满敌意的目光 无论是那些 身着奇装异服的 妙龄女子 还是赤裸着上身的 疯狂男子 全都开始朝着围拢了过来 怎么回事 你们干什么 林泽这时候 才终于如梦初醒般的 赶紧跑过来 挡在了我的身前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幽兰忽然冷笑了一声 说道 什么 不是人 林泽一听这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也是多少些意外 于是赶紧开了天眼 然后仔细地 打量了一下 那些奇奇怪怪的男女 这一看我才发现 这些家伙竟然 全都不是人 一个个长得奇形怪状 有的是尸头人身 有的是人身蛇尾 甚至还有巨大的蜥蜴 狐狸 花豹子等等 总之 根本就没有一个是正常人 而且很显然 这些家伙应该都是妖 各种动物成了精的都有 只不过是幻化成了人形而已 若是不开天眼的话 还真的很难发现 这下我们算是钻进了 妖怪老窝里来了 只是不知道 在这世界边缘地区 究竟哪来这么多妖物 难道说 他们也是被天道的毁灭之眼 给逼到了这世界的角落 所以汇聚在了一起吧 欢迎大家来到万妖国 孩子们 家餐啦 一只巨大的老乌龟 忽然大喊了一声 那老乌龟同样也是跟人一样 只不过背上多了一个巨大的龟壳而已 而且看着极其苍老 白色的眉毛都垂到了脸颊上 老乌龟这一句话喊出来 整个世界瞬间沸腾了 那些妖物全都现出了原形 嘶吼着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这般场面 大多数人自然是被吓得不轻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真正的高手来说 显然并没有什么威慑力 毕竟只是区区的妖物而已 虽然他们看上去数量众多 但是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幽兰直接第一个现出原形 化作一条黑色九头巨马 朝着那些扑来的妖物冲了过去 那场面简直是狼入羊群一般 巨大的蛇尾横扫而过 大片的妖物直接被扫飞了出去 九颗巨大的蛇头更是左右冲突 一口一个小朋友 就连身形庞大的妖物也不能例外 看样子幽兰也是忍了半天了 想到这里 我不由地撇了眼边上的林泽 发现他也是脸色 微微有些发白 这鸣蛇发起飘来 那可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前辈 你听说过万妖国的存在吗 我看着游蓝一个人 已经抵挡住了那些妖物 所以便没有着急出手 而是先好奇地询问了李玄一声 这万妖国 玄术界历史当中 倒是曾经有记载过 据说是因为人族的不断壮大 将诸多妖物都逼到了世界边缘地带 使得他们不敢踏足人类所在的领地 于是后来 这些聚集起来的妖物 便成立了万妖国 但这也仅仅只是存在于传说当中而已 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没想到这万妖国竟然还真的存在 说到这里 李玄也是多少些感慨 妖物自无有之 只不过人族兴起之后 修者备出 到处斩妖除魔 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躲在这世界边缘 人类不曾涉足的地方苟且偷生罢了 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 徐三桥倾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我对于妖物 并没有那种深恶痛觉的思想 更没有想过 要对所有的妖物 喊打喊杀 毕竟妖物 也是这天地之间 万灵万物当中的一份子 没有谁生来 就是天地主角 只不过人族鼎盛强大 有足够的话语权罢了 若是人与妖物 能够和平共处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 但是我很清楚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天地间万灵万物 最有其不可更改的秉性 就如同人类一样 人是有人性的 与别的生物秉性自然不尽相同 虽然说 人性也不见得 就比别的生物高级多少 但是总是比野兽的兽性 要和平善良一些 当然 这是根据普遍的现象来看 个别或者少数 连禽兽都不如的人类 不能拿来相比较 或者相提并论 妖物当然也是一样 妖是有自己秉性存在的 比如他们 使人精血魂魄 修炼己身 虽然有一些妖是善良的 不会无故伤害人类 就好比李静宇 还有那些狐足女子 但大多数的妖物 其实终究还是会害人的 因为他们追求力量 想要尽快地提升修为 让自己变得强大 使人精血魂魄 乃是不二的法门 所以说 鼓有修炼斩妖除魔 将那些妖物 近乎屠戮殆尽 幸存者 被迫逃亡到这个世界的边缘 苟且偷生 这对于人族来说 并没有错 那些修者也没有错 因为我们终究是人 我们只能站在人的立场去思考 考虑自己的生存 这个时代 以及这方天地 本就是万灵万物 争夺拼命的环境 弱肉强食的世界 正所谓 物净天择 适者生存 古人尚且有这样的觉悟 那我们生活在现如今的这个时代的人 更应该能够看得透彻才对 比如现在 眼前这些妖物 已经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欲保我们当成盘中之餐 那我们当然 也没有必要心思手软 此时 明蛇和那些妖物的大战 已经陷入了僵局 老乌龟直接化作山岳大小 巨大的龟壳 能够保护它不受伤害 所以明蛇对它的打击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反倒是明蛇的一颗舌头 被那老乌龟的大嘴咬住 感觉整个脑袋 都要被撕扯下来似的 这下林泽顿时就不淡定了 连忙第一个冲了上去 九字真言脱口而出 化作一个个金灿灿的字体 接连撞击在 那如同山岳一般大小的老乌龟身上 每一下撞击 都使得那个巨大的龟身轻微的颤抖 但是却难以真正将其撼动 显然这个老乌龟也是倒行飞险 而且仗着自己的龟壳 就连林泽这种半步天人境界的高手 一时间也都奈何不了他 而且这时那些普通的妖物 也开始如同潮水般的 朝我们扑了过来 我懒得在这些妖物身上浪费时间 于是直接抬手 将逆天之道释放了出来 巨大的灰色漩涡 瞬间横在了那数以万计的妖物的面前 随即漩涡疯狂地转动 强大的吸力 瞬间便将无数的妖物的原神 直接给吞噬了进去 那一瞬间 肉眼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形形色色的妖物原神挣扎着 但还是前伏后继地 冲进了灰色漩涡当中 在这般恐怖的力量面前 他们所有的挣扎 其实都是徒劳的 第697集 浩劫降临 随着大片的妖物被我消灭 那众多妖物的后方 忽然传来了一声震天的怒吼 紧接着一道人影忽然冲天而起 随即又重重地 砸了下来 转眼便落在了我眼前五米开外的位置 但这一落地 连地面都震得彻底军裂了开来 我收起了逆天之道 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影 发现这是一个面色相当危严的中年男人 身上有种天生的王者之气 而且他的额头皱纹刚好形成一个王子 看来他应该就是这万妖国的妖王无疑了 说白了就是妖怪头头 面对这万妖国的首领 我可是不敢大意 毕竟他能够统一这么多的妖物 想来手上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而且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场 其修为最起码也是半步天人之境 跟我处在同一个境界 但是这种半步天人境界 显然跟林泽那种又有所不同 林泽那种是勉强跨入了半步天人之境 但这妖王确实已经踏入了这一境界的巅峰 我想若不是因为天道的限制 恐怕他早就已经彻底踏入天人之境了 这妖王一出现 后方所有的妖物顿时全都安静了下来 林泽也终于将鸣蛇从那老乌龟的口中解救了出来 然后两人退到了我们这边 此时人妖各站一边 两方彼此对视 形势颇为紧迫 大有一言不合 便要彻底开战的架势 那种杀伐之气 甚至已经开始在这两方人马之间酝酿扩散了开来 好劫将至 我本不想杀人的 那妖王忽然冷横了一声 随即看向我问道 可你刚才一出手 就灭了我万妖国数以千计的妖物 这笔账 若是不跟你好好算算 我这万妖国国主也就不用当了 我也不想斩妖除魔的 但若是有妖物想拿我们当美餐 那不好意思 我只能施展雷霆手段 彻底灭了你们了 我说着冷笑了一声 灭了我们 你这小小的羞者 你为本王也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妖王说着 直接神行一转 猛然化作厉头威猛的巨型白虎 随即对着疯狂咆哮了起来 果然是虎妖 刚才看到他额头上的那个王子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猜到了 这家伙是什么妖物了 虎王一声咆哮 生震九天 震得我耳朵都一些发麻了 我连忙下意识地 捂上了自己的耳朵 谁知道虎王却在这时候突然发难 猛然朝我扑了过来 看样子 他是打算先解决了我 或许他也意识到 我这个人比较棘手吧 我连忙猛地抬脚一座地面 脚下一堵高墙顿时拔地而起 直接将我顶在了半空中 这时虎王庞大的身躯 也猛然撞在了拔地而起的高墙之上 墙面猛然坍塌崩碎 我则是脚踏虚空 瞬间便转移到了数百米开外 然后凌空而立 冷冷地俯视着下方的虎王 巨大的墙面轰然倒塌 呼了虎王一声地回尘 接着 那虎王再次也咆哮一声 随举猛然抖动身子 将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了下来 地裂 我不等对方反击 便猛然抬手向下一指 虎王脚下的地面顿时军裂了开来 转眼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但是这裂缝 却并没有能够让虎王直接掉下去 他反而再次化作人形 直接从天而起 朝我扑了过来 太阴 道阳 附灵 悬仓 阵 我双手捏掘 念动咒语 随即猛然抬手向下一压 一道灵符顿时脱手而出 转眼朝着冲天而上的虎王迎头镇压了下去 但是这灵符显然奈何不了他 转眼见 竖到灵符 便已经被对方纷纷撞了个粉碎 这时虎王也已经扑到了我的尽箭 直接抬手对着我凌空一抓 一只巨大的虎爪顿时幻化成形 直接朝着我当头抓了过来 先崩 我单手捏掘念动咒语 随即猛然抬手向前一指 那巨大的虎爪顿时崩碎瓦解 转眼化作了无形 但此时虎王也已经彻底扑到了我的面前 直接伸手朝我的脖子抓了过来 我连忙一边飞速后退 一边抬手抵挡 顷刻之间 已经和虎王过了好几招 这家伙毕竟是妖物 而且拥有妖兽之体 极其强悍 近身肉搏的话 我肯定是讨不到便宜 几招下来 我就已经被真的双臂发马 有些招架不住了 而且手背上 也是多出了好几道爪印 伤口深刻坚固 火辣辣的疼 我连忙猛然后退 暂时摆脱了虎王的纠缠 但这家伙显然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的强项所在 于是直接又逃着我扑了过来 打算跟我直接近身肉搏 但是的这种方法 却是正中了我的下怀 我直接抬手招出了逆天之道 一道巨大的灰色漩涡 瞬间横在了我的身险 等到它反应过来的时候 再想撤退 已经是来不及了 灰色漩涡疯狂的旋转 强大的吸力 瞬间就将虎王 朝着漩涡当中拉扯了进去 可是就在它即将 被这灰色漩涡 彻底吞噬脚的时候 虎王忽然又现出了原形 化作一只体型巨大的白虎 奋力地挣扎了起来 这家伙现出原形之后 不得不说 其力量的确是有些恐怖 在它这般挣扎之下 灰色漩涡一时间 竟然都没有办法 将它给吞噬进去了 而且感觉隐隐 还要有挣脱的迹象 我双手交错 在胸前画动着轨迹 随即心眼转动 那灰色漩涡 直接翻转了过来 将虎王庞大的身躯 笼罩在了漩涡当中 接着我纵神一跃 踏上了灰色漩涡的另一面 随即猛然一跺脚 踩着巨大的灰色漩涡 继续朝着虎王吞噬了下去 那虎王顿时 被灰色漩涡 碾压着一路朝着地面坠去 但是在它奋力地挣扎之下 一时间还是难以将其彻底 吞入到灰色漩涡当中 就在虎王庞大的身躯 叫被这灰色漩涡 彻底拈压到地面的时候 半空中 污染射来了一片细腻的红光 随着红光倾洒而过 无数的妖物瞬间化作飞灰 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我一看这场面 顿时脸色大变 连忙抬头扫了一圈 发现头顶的天空 也已经彻底变成了红色 整个世界都充斥着那种毁灭的红光 看来天道之言已经彻底睁开了 毁灭之光席卷了整个世界 在这种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 万物皆不可幸免 情急之下 我也顾不得收拾虎王了 连忙掉转了逆天之道 随即猛然腾空而起 灰色的漩涡一下子扩散开来 转眼就遮住了半边天空 此时 只有在这横迹天空的灰色漩涡 才能够抵挡住 这毁灭一切的红色光芒 而李玄等人 已经被这灰色漩涡 彻底给笼罩在了下方 所以他们不会被天道毁灭之言所灭 但是那些数以万计的妖物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毁灭之光照耀而过 所到之处 妖物纷纷崩碎瓦解 转眼化作虚无 甚至连元神都没有能够幸免 而刚才被我的逆天之道 碾压到地面上的虎王 此时 却猛然朝我扑了上来 打算趁机对我来上致命一击 傻叉儿 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声 随即赶紧冲那些妖物大喝倒 快躲到我脚下 我可以挡住天道的毁灭之眼 随着话音落下 那些幸存的妖物顿时反应了过来 连忙朝着灰色漩涡笼罩的范围飞奔了过来 而此时 那虎王也已经扑到了我的近前 巨大的虎爪掠掠空而来 直接抓下了我的脑袋 而此时握双手 撑着头顶上的灰色漩涡 逆天之道 全力对抗着天道的毁灭之眼 一时间根本抽不出手来防御 第六百九十八集 大道争鸣 以利抗天 住手 暴鹤声猛然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随即好几道强大的法力直接袭向了虎王全身要害 但显然已经是来不及了 不过就在巨大的虎爪就要抓到我脑门的时候 那虎王却忽然停了手 紧接着 树道法力直接坐在他的身上 将虎王庞大的身躯猛然震飞了出去 随即李璇 徐三巧 张艺辰 王霄哲等 数位半部天人境界的高手 直接出现在我的周围 将我彻底给保护了起来 那虎王则是口喷鲜血 直接倒飞出去数百米远 然后又化作人形 朝着这边飞掠过来 你找死 张艺辰猛然怒吓一声 又以施展雷霆手段 直接将其灭掉 别动手 他刚才收手了 我赶紧开口阻止了张艺辰 刚才那一下 虎王若是拼着受伤 直接对我出手的话 我就算不死 肯定也是身受重创的 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停手了 那说明他已经看清了形势 原来你就是那个天地间 唯一的变数 飞掠上前之后 虎王神色威严地看着我说道 不错 如今灭世浩劫已经降临 天道之下皆为楼椅 你我同为世间生灵 没有必要继续再打了 还是先活下去再说吧 我神色肃穆地说道 也好 虎王抬头看了看天际 眼神冷峻地说道 那就 今日乘上你这艘大船 与天道搏一搏 说完 他直接再次画出一只剧情白虎 随即对着苍穹猛然咆哮了起来 一时间 虎啸之声响彻云啸 紧接着 一道龙吟之声 忽然自半宫中传来 随即庞大的龙躯显现 神龙残渠猛然自远处飞了过来 浑身金光闪耀 眨眼便已经掠入了灰色漩涡笼罩的范围 紧接着 一道魔器横空而来 风魔道长脚踏实践 转眼也掠入了灰色漩涡笼罩的范围当中 此时四面八方的毁灭之光 已经彻底照耀了过来 顷刻见 巨大的力道 作用在灰色漩涡之上 我顿时感觉如同天塌下来一般 巨大的力道 压得我不由自主地 开始往下方地面坠去 我连忙心念移动 巨大的轮回还 顿时横空而来 转眼便出现在我的脚下 稳稳地将我拖在了半空 但是这轮回盘 却仍然没有坚持太久 很快便被巨大的力道 压得开始快速地下沉了起来 转眼间 我已经被天道的毁灭之光 彻底碾压到了地面上 但是那巨大的灰色漩涡 仍然横躁的头顶 将所有人全部护在了漩涡之下 此时我额头青筋暴起 浑身肌肉紧绷 甚至连身上的衣服 都已经撑裂了开来 脚下的巨大石盘 甚至已经被压得 嵌入了地面当中 这种情况下 逆天知道 尚且能够承受这种力量 但是我的身体 显然已经开始吃不消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我非得抱体而亡 不可 就是现在 大道争鸣 以利抗天 李全忽然大喝了一声 随即猛然释放出自己的道 一大片稻子 顿时从他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随即冲天而起 很快便汇入了灰色漩涡当中 大道争鸣 以利抗天 张义尘也跟着大喝了一声 随即整个人彻底化魔 形成魔道道则 忽然冲天而起 同样汇入了头顶那灰色漩涡当中 顷刻间众人齐声呐喊 各自释放出了自己的道则 王霄哲的浩然之道 云须道人的无为之道 风云修的剑道 风魔道长的风魔之道 等等等等 无数的道则冲天而起 转眼 全都汇入了逆天之道当中 此时的灰色漩涡 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灰色 而是夹杂着许多 不一样的三色在里面 三千大道融合为一 展现出各种不一样的颜色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一种道 给我起 我一声怒吓 双手猛然高举 头顶的稻则漩涡 顿时被抬高了一大截 起 李文轩也大喝一声 娇小的身影猛然重天而起 随即双手拖着漩涡 手臂轻轻抱起 上一瞬间炸裂开来 一幅血色的龙徒 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背上 那一刻我能够感觉到 曾经的那个李阴阳又回来了 大道争鸣 以力扛天 众人再次齐声大喝 各自拼尽全力 将头顶的那个巨大漩涡再次推向了天际 脚下的轮回盘猛然拔地而起 承载着我们所有人 承载着人族最后的力量 一同冲向了苍穹 天际猛然颤动 大片的毁灭之光开始退散 可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 忽然又浮现出了一张巨大的人脸轮廓来 那森冷的毛子 宛如日月星辰般 深邃璀璨 散发着害人的气息 天道终于彻底显现出来了 接着那张巨大的人脸轮廓 猛然张嘴一喷 大片的陨石直接砸落了下来 带着燃烧的火焰 冲向了我们头顶的巨大漩涡 那场面就像是彗星撞向了地球一般 无数的火球自苍穹陨落 天地崩碎 万物灭绝 整个天际都散发着刺目的光芒 恐怖的力量瞬间作用在我们的头顶漩涡之上 那巨大的漩涡 轻刻间崩碎瓦解 化作无尽的道则消散了开来 我们下方的众人 也是急急口喷鲜血 瞬间便遭到了重创 这最后的一场博弈 我们终究还是输给了天道 看着头顶上方铺天盖地 倾泻而下的陨石火球 众人瞬间 全都是面如死灰 这才是真正的蔑视浩劫 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够阻挡的 但是好在大道争鸣 以利抗天 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 李璇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随即当先燃烧了自己的元神 那一瞬间 他的元神直接化作了一团 永不熄灭的火焰 迎着那铺天盖地的陨石火球冲了上去 那是人族的新火 修者燃烧了元神之后 所形成的火种 新火不熄 人族不灭 徐三桥紧跟着大鹤一声 随即同样燃烧了自己的元神 化作人族新火 冲向了天际 无数的修者一个接一个地燃烧自己的元神 一团团人族新火 冲天而起 冲向了天际 最后的呐喊声 依旧在天际回荡 那是人族最后的声音 铺天盖地的陨石倾泻而下 但是却未能砸遍人族的新火 那是人族最后的意志 我站在轮回盘上 抬头仰望着苍穹 看着一个接一个的修者死去 看着一团接一团的新火 冲向苍穹 不知不觉就泪目了 即便人族在这天地间 只是转瞬而逝的过客 渺小到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人族的意志 将永恒地飘散在这天地间 就在我打算 燃烧自己的元神 化作人族新火的时候 那苍穹之上 忽然倾洒了大片的大道法则 直接朝着那逆天而上的人族新火 碾压了下去 道则所过之处 新虎一团接一团地熄灭 这天道 终究是不给人族留下 哪怕一丝的希望和生路 那一刻 我终于彻底怒了 怒急攻心 一大口鲜血 直接喷了出来 倾洒在了 我脚下的轮回盘上面 巨大的石盘开始震动 紧接着 不远处的小轮回盘 也开始颤动了起来 两个巨大的石盘 彼此呼应 紧接着 小轮回盘突然飞了过来 随即快速缩小 转眼 便化作了一块 巴掌大小的石盘 最终 嵌在了轮回盘中央的凹槽里 原来这轮回盘中间缺少的那一部分 正是六道轮回当中的小轮回盘 这一刻 先天轮回盘终于完整了 一股恐怖的力量 也开始从脚下的石盘上面散发了出来 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轮回盘的真正用处 第六百九十九集 心火不息 人足不灭 以我鲜血为瘾 惊魂为机 驻轮回之盘 我天地之道 及万物之灵 造化而生 轮转诸天万界 我双手捏曲 神色肃母 念动咒语 随着话音落下 我的身体猛然崩碎瓦解 大片的血肉 直接融入了脚下的石盘当中 那一瞬间 轮回盘上面 终于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足以碰到轮回之力散发而出 脚下的大地开始崩碎 山川腾空而起飞掠而上 成片连在了轮回盘的四周 最终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无法想象的磨盘 那一刻 我脚下踩踏的 已经不再是一块石盘 而是整个大地 我的元神之体飘摇着 再次抬手指向苍穹 天地轮回 天道转生 随着话音落下 如大地般伟岸的轮回盘 再次重天而起 恐怖的力道 直接碾压了整个苍穹 那一刻 天地大道开始崩碎 苍穹之上的人脸轮廓开始瓦解 整个天地都进入了彻底崩碎毁灭的阶段 浩瀚的声音自苍穹之上传来 那是天道不甘的呐喊 轮回盘飞速旋转 轮回之力震荡天地 这天道终究是被打入了轮回当中 或者确切来说 应该是轮回盘 加速了它的轮回时间 将其提前推入到了轮回的过程 而此时脚下的轮回盘 也终于崩碎瓦解了开来 像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般 无形的力量 在毁灭的天地间肆虐 我的元神也随之飘摇 宛如狂风当中的一片落叶般 直到后来 我终于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但是恍惚间 我又好像还残存着某种感知能力 仿佛自己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 沉睡了一个漫长的世纪 在时间长河中 徜徉了无尽的岁月 但是我所能感受到的 只有空洞和虚无 像是身处在天地初开之时的一片混沌当中 像是做梦一样 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而又漫长 但又是似乎极其短暂 感觉转瞬间 无尽的时光 已经从我的生命当中悄然流逝 或许那也是一种错觉 身在混沌当中 根本就没有时间 天昏地溃 万物死寂 一切都仿佛停在了永恒 直到我再一次清醒过来 一切都恍然如梦 我打亮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 四周白茫茫一片 天地仍然处于混沌当中 忽然一道刺眼的光芒穿过混沌 直接照在我的脸上 我连忙伸手去挡 却发现自己这虚幻的原神之体 根本就挡不住这道耀眼 而又强烈的光芒 原来那是太阳 这是第一束阳光穿过混沌 照在我脸上之后 四周的混沌也开始逐渐退散了开来 周围的空间越来越大 混沌散去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转眼间 整个天地就此成形 我几乎亲眼目睹了天地初开的整个过程 我想 我一定是这个新纪元当中第一个苏醒的生灵 人族终究是扛过了那一场蔑视浩劫 虽然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但天道的确是输了 至于陈灵他们 还有李璇 徐三巧 王霄哲 张艺臣等等 我想他们的原神 所化之新火 若是没有在当时 就被天地大道之力彻底镇压熄灭的话 那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够在这个新纪元当中孕育而生 到了那时 人族依然是这天地间的主角 依旧是万物之灵长 但前提是 我能够在天道孕育成形之前 找到那种足以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力量 从而在这个纪元彻底代替天道的位置 只有这样 人族才不会被掌控和愚弄 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但是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 我至今都不得而知 不过我坚信 天道能够操控万物众生 一定是凭借了这种力量 否则 他也没有必要在自己轮回大限将至的时候 费尽心思地灭掉世间所有生灵 从而免去自己的后顾之忧 我相信那种力量就在天地之间 想到这里 我迈开步子 于混沌之中走出 重新踏足了这方新的天地 四周的混沌依然在消退 天地空间也在不断地变大 脚下一席可见山川河流 天上流云飞舞 飘荡而过 整个天地已经是出具其形 我纵身飞雷而下 很快便来到了地面上 目之所及 风轮苍翠 山川绵延 万里锦绣 避水溪流 营绕其间 弯弯沿沿 向东流去 这大自然 依旧是美得一塌糊涂 足以让无尽的生灵 在其间繁衍生息 我一路飞略 转眼过万里山河 这天地最初的美景 皆在我眼底一会儿过 不多时 我停在了一处 苍翠风链之间的 壁湖湖畔 那湖泊也不知是 因何原因吸引了我 总之我停了下来 然后 我站在湖畔眺望 但见湖面上 一袭白影 踏水而立 与这平静无波的湖面 恰好构成了一幅 唯美的妙境 不知为何 当我看到 湖面上助力的 那道白色剑影时 我的眼眶忽然就湿润了 大概是因为 一个人在混沌当中 沉睡了太久的岁月 导致我不知不觉 已然承受了莫大的孤独 现在新的机缘 虽然已经开启 但生灵尚未孕育成形 所以 我仍然一个人飘荡 在这天地之间 孤独才是最令人煎熬的东西 却不想就在这时 我竟然意外地碰到了故人 这的确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回想起当初第一次 看到她这般对着我 站在湖面上的时候 仿佛已经是前世很遥远的事情了 也不能说是怎样的情感打动了我 我想这一刻 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应该是感慨吧 小白 我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 然后喊了那白衣女子一声 对方这才发现我的存在 然后缓缓转过身来 用一种陌生 而又好奇的神色打量着我 我一看她那眼神 就知道她应该是已经失忆了 当初她们全都燃烧了自己的元神 化作人族心火 只要心火不灭 意识就不会消亡 所以她们必然是能够在这个新纪元当中 重新孕育而生 化作新的生灵 但是记忆能否完全保存下来 却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小白失忆 我倒也没有感到太过意外 就当是重新认识一遍 反正天地初开 这天地间 现在也没有什么生灵 我和她应该是最早孕育而生的 两个生命体了 你刚才是在叫我吗 小白好奇地打量着我 然后才满脸狐疑地看着我问道 对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迫切感慨地说道 或许你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 但是我记得 你是小白 我是小白 原来我叫小白啊 我有名字了 小白听到这里 顿时高兴地 在水面上转起了圈圈 那天真可爱的模样 真的像起了小孩子 那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白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停了下来 然后飞身来到我的近前 满脸好奇地看着我 我 叫主人 我略微犹豫了一下 心中忽然生出了某种恶趣味 反正小白失忆了 估计也不知道主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索性就让他管我叫主人好了 免得到时候王潇哲 也在这天地间孕育而生之后 还要跟我讲 想想当他看到小白 已经一主之后的表情 我就想笑 我甚至还在心里歪歪了一下 没办法 一个人如果承受长时间的孤独 那你就得学会自娱自乐 否则生命将会变得很无趣 第七百集 天地之初 主人 这个名字好奇怪呀 小白侧着脑袋想了想说道 还是我的名字好听 名字就是个代号而已 好不好听不重要 总是你记住 以后叫我主人就行了 我一副忽悠小孩子的样子说道 那 那好吧 小白显然很好忽悠 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接着 我又问了小白一些 关于他重生之后的事情 但是对此 小白知道的很少 显然 他也是刚刚孕育成形不久 开始有意识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个湖泊里面了 他甚至都没有离开过这里 照这种情况来看 他应该是直接 在这个湖泊里面孕育而生的 想到这里 我赶紧下水去找了一圈 想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人 也在这里孕育出来 但是这湖水里面 显然没有别的生命题了 别说是人 就连鱼虾一类的生物都没有 看来这天地间的万灵万物 还未曾彻底孕育出来 只是处在这个过程中 生灵也没有彻底诞生 也不知道陈灵他们 究竟会在这天地间的哪个角落 重新孕育而生 我想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孕育成形 肯定都会是这天地间最早的一批生灵 毕竟他们保留了火种 这就等同于保留了自己的意识 剩下的就是孕育出魂魄和身体了 这个过程 当然要比天地重新孕育出一个新的生灵快很多 至于我现在的这种状态 显然跟他们都不大一样 因为我是彻底保留了自己的元神 所以严格来说 我并不是这方天地孕育而生的生灵 我只是在混沌当中 沉睡了无限的岁月之后 在这天地间苏醒过来而已 因此我现在也只有元神之体并没有肉身 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也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我不是这方天地孕育而生的 所以我不会被这方天地的规则所影响和限制 看来凡事有利有弊的概念 在任何一个世界和纪元当中都是通用的 那么接下来 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自己找一副躯体 否则我就只能像个游魂一样 在这天地间飘来飘去 甚至想跟小白牵牵手都没有办法做到 只是这身体要去哪找呢 现在这天地间尚未孕育出新的生灵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身体 恐怕动物也是没有的 这个问题一时间还真的让我有些犯难了 主人 为什么你看着总是有些轻飘飘的 感觉我吹口气都能把你给吹跑似的 小白依旧满脸好奇地打量着我 好奇果然是所有生灵的通病 我这是元神之体 跟你当然不能比了 我说着略显无奈地摊了摊双手 元神 这个 我好像也有啊 小白说着就底一转 整个人忽然化作了一条小白龙 随即冲天而上 转眼又俯冲了下来 最终停在了我的面前 可是 我这元神 为什么看着和你的完全不一样啊 他仍然显得很好奇 你这是本体 不是元神 我摇了摇头 然后略学惊气地打量着小白的身体 没想到他这一次孕育而生之后 竟然不再是蛟龙的状态了 而是彻底化龙 变成了一条可爱的小白龙 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小白的龙脚 入手光滑温润 感觉像玉一般 那我难道没有元神吗 你的本体呢 小白转眼化作了人形 又开始追问我了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我弹开双手 一副很无奈的样子看着他 这家伙以前也没有那么多问题 怎么现在重新孕育成形之后 问题变得这么多了 难道接下来 你还要问我十万个为什么吗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啊 小白依旧很好奇地看着我 打住我 我赶紧摆了摆手制止了他 随即正色说道 我得去给自己找个身体了 你是说本体吗 小白又问 对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脑门上已经爬起了几丝黑线 你的本体和我的一样吗 我直接不想回答他了 你能不能变回本体的样子啊 这样我还可以骑着你 正好你也载着我可以到处溜达一圈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人 我说着对小白比划了一下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小白一听这话 顿时又来了兴趣 这个也说不准 你先别问了 赶紧变回本体 我都快已经抓狂了 哦 小白这一次倒是没有继续追问了 只见他原地转了个圈 便很快地化作了一条小白龙 我赶紧纵身一跃 习了上去 随即一手抓着龙脚 另一只手 抬手指了指前方道 朝那个方向飞 尽量飞得远一些 小白顿时昂起头颅 发出了一声寥寥的轰瘾 随即再着我掠上半空 飞快地冲向远处未知的领域 脚下的大地在不断地后退 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变得相当浩瀚辽阔了 但是明显还不够 没多长时间 我们便已经飞掠到了世界的边缘地区 能够看到不远处的混沌仍在快速地消散 这个天地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扩大 照这种速度来看 应该过不了几天 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就彻底成型了 那时候天地间的生灵也会逐渐地孕育出来 至于陈灵他们 现在是不是有人已经孕育出来了 这个我也不确定 所以我让小白载着我 在世界边缘地区 不停地环绕飞行 我也将念力彻底扩散开来 感知着下方的一界 可是如此飞行了好长时间 我还是没有感知到任何生命体的存在 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太着急了的缘故吧 这天地初开 生命孕育成型 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至于小白 因为他不是人类 所以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 累死我了 小白落在了一处风鸾之间 转眼又化作了人形 然后累得直喘气 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却忘了 自己现在是虚幻的原神状态 随手掌直接从小白的脑袋上穿了过去 哇 你这原神感觉好好玩啊 是不是可以穿透任何的东西啊 能直接穿透我的衣服吗 小白看我的手直接穿过他的脑袋 顿时又开始兴奋了起来 但是他最后一句话 着实有些来人 什么叫能不能直接穿透他的衣服 我好端端地穿透他的衣服干什么 这原神很脆弱 我倒是希望能尽快拥有一具自己的身体 我略有些羡慕地看着小白的身体说道 等我有了身体 最起码可以跟他更亲近一些吧 或者做点想做的事情 否则现在这种状态 搞不好我直接从他身体上穿过去了 那我可以把身体借给你用啊 到时候你还我就行 小白非常大度地说道 还是算了吧 我赶紧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这种提议 附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那算怎么回事嘛 我可不想尝试做女人的状态 主人你看 那树上挂的是什么 好好看呀 小白忽然拉着我的胳膊 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棵树 我回头一看 才发现那竟然是一棵苹果树 而且树上挂着一个红彤彤的苹果 光泽鲜亮又大又圆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只可惜我现在这种原神之体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办法品尝 那是苹果 可以吃的 我对小白说道 苹果 你确定能吃吗 小白不半信半疑的样子看着我 当然 我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 但是紧接着 我忽然就顿住了 第701集 晋果 苹果 晋果 这该不会是西方神话传说当中 人类最早的文明起源 亚当和夏娃一起偷吃过的那个苹果吧 虽然这种想法多少些荒谬 但是这天地初开 万物万灵都还未曾郁郁成形的时期 忽然出现这么一个苹果树 而且树上只有一个苹果 这让我不得不稍微联想了一下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小白忽疑地看着我 不是 我知道这东西能吃 而且一定要吃 否则人类文明就没有办法开始了 我非常认真地说道 神 什么是人类文明啊 小白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等你和我一起吃了这晋果之后 你自然就明白了 我说着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晋果 到底是苹果还是晋果啊 小白显然明白不了这其中的深意 头一样 我说着惊笑了一声 随即肥身上前 转眼便来到了那棵苹果树下 接着我伸手去摘那个苹果 甚至都忘了 自己现在是原神之体的状态 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竟然将这个苹果给摘了下来 它就那样被我抓在手里 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瞬间传遍我的身体 看来这个苹果是真的不简单啊 这东西真的能吃吗 小白也凑了上来 满脸好奇地看着我 当然 你咬一口就知道了 我说着将苹果递到了小白的嘴边 但是他并没有去咬 反而都有一些嫌弃的摇了摇头 你还不信 那我吃给你看 我说着将苹果拿起来 直接咬了一大口 谁知这一口刚咬下去 苹果直接化作一道气流 整个涌进我的嘴里 然后通过我的食道 瞬间融化在我的身体里 接着我就感觉到一股 如同天地般浩瀚的能量 直接在我的原神当中蔓延了开来 那一瞬间 奇妙的感觉产生了 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下子 化作了整个天地 这天地间的任何一个角落 全都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意识当中 似乎只要我想 就能够感知洞悉这世间的一切事物 接着我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凝视 最终彻底化作了实质性 直到这一刻我才终于明白过来 这苹果果然不是一般的苹果 但也绝对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苹果 它就像是开启了这方天地的一把钥匙 只要谁拿了钥匙 就可以打开这个世界 或者说是掌控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 这就是我所要追寻的 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那种力量 那是天地的本源力量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主人 你是不是吃傻了 我就感觉这东西不能吃的 小白瞪大了眼睛 在边上看着我 你才傻了 我忍不住回头弹了他额头一下 啊 小白顿时尖叫了一声 然后赶紧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有那么疼吗 我略有些狐疑地看着他 这就弹了一指头而已 怎么感觉他疼得都快要跳起来似的 你说哪 疼死我了 小白一边捂着额头 一边有些气急败坏地看着我 我只好半信半疑地拿开他的手 然后看了他额头一下 没想到这时候小白的额头上 已经起了一个大包 感情我这随便弹一指头 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呀 看来一定是因为 和了那一缕天际本源的关系 已经让我的力量达到了一种 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程度 看来还是得好好熟悉一下 自己现在的修为实力才行 那样才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否则一不小心 小白都可能被我给伤着了 不好意思弄疼你了 我看着小白额头上肿起的大包 满脸尴尬地说道 好了原谅你了 不过你不可以再谈我的脑袋啊 脑子都快要被你给搞坏了 小白撅着嘴非常委屈地说道 好以后再也不谈你脑袋了 我赶紧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刚才吃了那个苹果 真的没问题吗 小白这家伙倒也不记仇 很快就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刚才被我吃掉的 那个苹果上面 又开始好奇地询问起来 当然没问题 那个苹果可不一般 你没有发现 我现在已经不是原神之体了吗 我摊开双手 又有些得意地说道 这天地本源 直接给我凝聚出了一副肉体来 这肉身 估摸着都能比得上混沌之体了吧 毕竟那可是天地本源的力量 凝聚成型的 好像还真是啊 你是拿一个苹果 炼成了自己的本体吗 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苹果 小白一脸惊奇地看着我 我当然不是苹果 不过你倒也可以理解成 我用一个苹果给自己练了一副躯体 我略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吧 那早知道刚才那个苹果我就吃了 说不定我也能练出一副新的躯体来 小白不无遗憾地说道 我心想若是让你吃了 那还了得 天地本源的力量可就直接被你给融合了 到时候这天地间还有我啥事啊 幸亏刚才小白没有吃了那个苹果 倒不是说我不相信小白 主要是这种绝对的力量和主导权 我还是觉得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比较稳妥一些 毕竟小白现在已经失忆了 若是他成了这天地间的主宰 那这个世界以后变成什么样子 还真不好说呢 行了 这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要吃 反正苹果只有一个已经被我吃掉了 你就等着以后吃点别的什么东西吧 我说着伸手摸了摸小白的脑袋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小白一听这话 两眼都开始放光了 这个恐怕得碰到以后才知道 目前反正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我说着无奈地摊了摊双手 这事注定要成为小白的一个遗憾了 而且我估摸着 他应该能够遗憾很久 因为后面无论碰到什么 他都要问我一下 这能不能吃 比如河里的石头 树上的叶子 包括山间的野花 他都要问一嘴 这个能不能吃 石头当然是不能吃的 至于树叶和花 这种植物一类的东西 我想应该也能吃吧 但小白显然不是草食动物 一路飞越山川河流 不知不觉见 夕阳已经开始坠落山头 转眼就到了黄昏 直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机缘 天地初开 昼夜分明 这到了晚上 可得找个地方牺牲才好 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机缘的白天 显然要漫长很多 毕竟我都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而且几乎在这天地间 遨游了一圈 也就才过去了一天的时间而已 虽然现在这个世界 并不算太大 可是要在天地间遨游一圈 所需要的时间自然不少 照这种情况来看 这新机缘当中的时间 恐怕也不能跟上一个机缘相比较了 不过对我来说 倒也并不重要 反正这个新机缘当中 孕育而生的生灵 自然是能够适应 这个世界的生存环境 最后我带着小白 找到了一处 巍峨山巒之上的天然湖泊 这地方景色极其优美 山高望远 视野开阔不说 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天然湖泊 湖面平静无波 宛如一面镜子 周围郁郁葱葱的山林 以及连绵起伏的山巒 皆倒映其中 简直不要太美 若要是在这个新世界 选一处居所的话 那肯定是这个地方无疑了 我甚至还给这湖泊 取名为天湖 第702集 造很多小人 这时候夕阳已经落在了远处天际的山头上 余晖倾洒而来 映照在湖面上 使得整个天湖都流光溢彩宛如仙境 我在湖边选了一处最好的位置 然后找些树枝树藤 先简单地搭了一个棚子 并且找来大树叶子 在棚子上面铺上了厚厚的一层 这简单的居所 也就算是搞定了 接着 我又找来一些干树枝 这三昧真火 在棚子外面的空地上 升起了一堆篝火 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时夕阳正恰好坠入到山头 夜幕紧随而至 大地很快便陷入了沉睡当中 整个世界也彻底黑了下来 只有我们眼前这堆篝火 散发着温暖而又舒适的光芒 小白显然是第一次看到火 围在边上转来转去的 兴奋的步行 时不时还原地转一个圈圈 跟火焰一同跳舞 那白色的裙摆随风舞动 窈窕的身姿优美动人 我透过火光看着看着 眼神忽然就些迷离了 我在想 这时候若是能有一大啤酒 再配上一些烤肉什么的 那这人生可就完美了 只可惜这新世界 尚未有孕育出任何的生灵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肉给我们吃 除非我把小白给烤了 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也不知道这龙肉到底是什么滋味 主人 你刚才为什么那么看着我 小白忽然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 满脸好奇地看着我 什么 我怎么看着你了 我一时间多少想懵逼 就是那种 感觉像你白天看那个苹果的时候一样 你不会也想把我给吃了吧 小白有些窃窃地看着我问道 那肯定不会 我又不饿啊 我赶紧摆了摆手 这也亏得我吸纳灵气 就可以维持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等等 要不然还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只是不知道小白需不需要吃东西 小白 你饿吗 想到这里 我问了小白一声 还好 不是太饿 小白摇了摇头 那你会饿吗 比如很想吃东西什么的 我继续好奇地问道 也会吧 但是我昨天刚吃过 所以今天还不饿 小白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 吃草吗 我更加好奇了 按理说 龙是肉是动物 应该吃肉才对 可是这天地间 显然还没有孕育出生灵来 又哪来的动物给它吃呢 你才吃草呢 我吃的是灵气 小白说着翻了翻白眼 灵气 我愣了一下 随解就明白了 看样子它应该和我一样 只是需要吸纳灵气 就可以维持自身所需 只不过 它并不是很理解这种该怀念 所以 把吸纳灵气 说成了吃 那你今天晚上 想不想吃点别的东西 我说着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吃什么 难道吃你吗 主人 小白一听这话 眼睛又开始放光了 别 我开玩笑的 你还是吃灵气吧 我赶紧摆了摆手 让它打住 免得它直接献出原形 一口给我吞了 火光依旧在摇曳着 除了天上璀璨的星斗 这一团篝火 成了这个世界 唯一的光亮 人足昔日的辉煌 早已经不在 只剩下万物聚集的安静 与荒凉 这天地间 终究是要有生灵 才会变得充满活力 否则 就只剩下一片死寂 尤其是当黑夜来临的时候 半点重鸣鸟叫都听不到 甚至连风也屏住了呼吸 我盯着眼前摇曳的篝火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这夜间 终究是带着几分凉意 连小白都缩起了身子 来吧 我忍不住对小白招了招手 干嘛 他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还能干嘛 过来让主人抱着你 你就不冷了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反正他应该也不太懂 男女瘦瘦不亲这事 我想两个人抱着 应该该暖和一点 小白听后缩了缩脖子 也没有拒绝 很快就挪到了我的旁边 别说他这傻傻的样子 还真是有些可爱 我直接伸手 一把将他搂了过来 将他整个人 都搂进了我的怀里 小白对于这种亲密的举动 显然并不适应 被我搂在怀里之后 整个人都显得很僵硬 一动也不敢动 就那么在我怀里 蜷缩着 脑袋靠在我的胸口 不敢抬头看我 也不敢说话 怎么 害羞了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着问道 没有 就是感觉怪怪的 小白很不自然地说道 为什么不自在 你是觉得男女之间 不应该离得这么近吗 我试探性地问小白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他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 是不是多少知道一点 也不是 就是感觉你这么抱着我 有点束缚着我了 而且 搞得我怪紧张的 小白伸了伸脖子说道 你不用紧张 我又不是坏人 我顶多就是个俗人 我说着扬了扬手 随即抬头看向了夜空 坦白说 这种情况下 孤男寡女 共处一个天地间 我多少还是有一些 本能的冲动的 毕竟现在 这天地间 只有我和小白两个人 他又长得那么漂亮可爱 要是我对他没有想法 那我真的成了圣人了 可是这种想法 也仅仅只是想法 最起码 暂时是这样的 毕竟小白就是一张白纸 我绝对不可能 在他对这方面 完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 去忽悠他 当然 如果他也有这方面的冲动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新的纪元都已经开启 我能够活到这个时代 自然要洒脱一些 跳开那些无畏的束缚 最起码做到随心所欲 逍遥天地间吧 其实这种感觉还蛮奇妙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很温暖 也很舒服 小白说着 有些不好意思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但是一对上我的眼睛 他又立马低头了下去 这小妮子明显是害羞的 还不承认 或许她自己也搞不懂 害羞是什么意思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能够一直有这么一个温暖舒适的怀抱呢 我开始对小白循序渐用 一直有的话 貌似也不错 不过你恐怕不只是想抱着我那么简单吧 小白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说道 这都被你猜到了 我轻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我有这种想法呢 也不全是因为我个人的需求或者欲望 主要是看现在的天地间没有任何的生灵 大好河山就这么摆在眼前 这实在是太过于萧瑟了一些 要是我们能够造很多小人的话 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热闹 造很多小人 这个问题显然把小白难住了 他抬起头来 满脸好奇地看着我问道 是要造一些像你和我这样的生灵出来吗 对 就是我们这样的 不过一开始他们很小 慢慢地他们就会长成我们这么大了 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 真的吗 那快点造啊 要怎么造啊 小白一听这话 顿时兴奋了起来 这 我看着一脸兴奋的小白 一时间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主要是他现在这种单纯的模样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 那种不单纯的思想来 可若是不说明白的话 我也不能争得小白的同意啊 你快说呀 到底要怎么造 是不是还需要苹果呀 小白看我半天支支吾吾的 顿时摇晃着我的胳膊催促了起来 这个倒是不需要苹果 我们两个就可以 但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我满脸为难地说道 我满脸为难地说道 我们不需要促进化 雹果 那边 我们不需要促进化